月影看着她道,阿牙,把在墨城发生的事情,一字不漏地告诉我。阿牙顿时低下头,弱弱地道,姐姐,阿牙发过誓的,不能把那里的事情告诉别人。月影道,我是别人吗?阿牙还是摇头,姐姐,阿牙不敢。那些妖怪好可怕的。而且那里的事情,关系到公子的声誉和安危,月影目光一闪,冷声道。 那你就更应该告诉我,我必须把那里发生的事情,全部禀报给陛下。你现在不跟我说,那么等回去后,陛下就会问你。你敢不说吗?阿牙顿时苦着脸,姐姐,月影沉吟了一下,拿出了传讯宝碟,编辑了一条消息,发送了过去。道,我给她发消息了,她要是同意了,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吧。阿牙立刻道,公子要是同意,阿牙就敢说了。月影没有在说话,目光看着手里的传讯宝碟。 片刻后,消息回复过来,没事,你问阿牙就是,除了陛下和白院长他们,不要告诉别人就是了,月影把传讯宝碟递到了阿牙的面前。道,她同意了。阿牙这才松了一口气,笑道,看来公子把姐姐也当做自己人呢,竟然这么信任姐姐。月影脸上顿时露出了一抹不自然的神态,冷声道,快说吧。阿牙立刻从一开始进程时说了起来。 她脸上的表情从紧张到激动又到害怕,不断地变化着。公子把我和任小北救进光照后,直接就对那三个妖王说,让他们帮我和任小北疗伤。 那些妖族高手,本来还要发怒的,公子直接说待会儿救他们出去,他们立刻就待住了。 那个月瑶姐姐好勇敢,对公子真好。 神魂出窍后,燃烧自己的神魂保护公子,才让公子有机会摧毁那颗魔术。 听那个妖王说,最后月瑶姐姐还破碎了自己的神魂,为公子提供力量,助公子晋级。 妖王说,燃烧自己的神魂和破碎自己的神魂,都很疼很疼的,连他们都承受不了。 月瑶姐姐真的好伟大,好勇敢。 姐姐,月瑶姐姐是不是很喜欢公子? 月影神色复杂地听着,手里的传讯宝蝶不断地发送着消息,顿了顿,道,继续讲下去。 阿牙又继续讲了下去。 公子最后终于除掉了魔术,妖族都开始帮他打那些魔族,最后来一条赤红色的巨龙,那些妖族成员,对他都会恭敬,喊他三太子。 那巨龙竟然喊公子恩公,对公子很感激,然后跟公子保证,以后再也不入侵我们大言,还主动说把墨城和其他城池还给我们大言,月影安静听着,把这些消息都发送了出去。 与此同时,京都皇宫,摇华殿的书房中,一袭火红衣裙的大言女皇,正坐在桌前,神色复杂地看着手里的传讯宝蝶。 伴赏后,她方抬起头,看向了窗外,喃喃地道,师姐,你这样做,让朕怎么办? 接受你。 可是,以你的傲气,你愿意做妾吗? 你当然不愿意,但,抱歉,朕的地位,谁也无法动摇,包括你的妹妹,她抚摸着自己的肚子,眸中露出了一抹自得。 要怪,就怪你当初看不上她,谁让你修了她的? 晌午时分,洛青舟从睡梦中醒来,又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方坐了起来,看向了身旁的少女。 她愣了愣,伸手抚摸了一下她的脸蛋,又摸了一下她的腹部。 一切如常,花骨的身子内依旧有热量在流动,似乎在维持着这具身子的生机。 月姐姐,她忍不住又喊了一声,但依旧没有人回应。 不过,储物界里似乎传来了二宝的叫声。 她看向了储物界里面,顿时心头一震。 储物界里可不只有二宝,被月姐姐带走的大宝,不知何时,竟然也回来了。 更令她惊奇的是,此时大宝和二宝,以及小火狐和那条小飞蛇,竟然从灵兽空间,到了灵药空间。 这几只小东西,现在都在那块药谱中兴奋地追逐着。 那棵神秘小树,突然又长高了近两米。 而枝丫上的那枚金色的果实,也长大了许多,模样像是苹果,表皮金光灿灿,上面多了更多神秘的符纹。 那些符纹闪烁着金光,仿佛在缓缓游动一般。 同时,更高处的一个枝鸭上,竟然也接出了一颗花来。 整棵小树看着生机勃勃,似乎比之前多了一种说不清到不明的气质和韵味。 洛青舟愣了一下,连忙把大宝和二宝拿了出来,一手抓着一只询问情况。 快说,你们是怎么跑到要谱的空间呢? 是不是月姐姐帮你们过去的? 大宝二宝搭拉着脑袋和四肢,闭着眼睛装死,没有理睬他。 说不说? 不说我可要开始,洛青舟突然愣了一下, 目光再次看向了储物界中。 那只小火狐正蹲在那棵神秘小树下,仰头看着上面的某处枝鸭,嘴里滋滋地叫着满脸讨好的表情。 洛青舟的目光立刻看向了小树最高处的枝鸭。 那处茂密的树叶中,竟有一道雪白的身影躲在那里,若隐若现。 呼,他立刻刮去一股清风,吹开了那些树叶。 另一只皮毛雪白的小白兔,赫然而现。 那只小白兔蹲在树叶后面,见树叶飘开,立刻睁大眸子看着他,与他虚无的目光对视着。 洛青舟顿时一将,呆滞了一下,立刻又看向了自己的怀里。 大宝? 二宝? 怎么突然又多了一个三宝?三只小白兔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仔细看去,大宝和二宝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但是另一只小白兔却和大宝完全一样,没有任何区别。 所以,他现在有些分不清,到底哪只才是大宝了。 他正在发愣时,突然心头一震,想到当初在那座上古遗址时被他虐待的那只小白兔,那是月姐姐。 不,那不是月姐姐。 他怎么可能那样对待月姐姐? 那绝不是月姐姐。 不过现在,他储物界里的第三只小白兔,很可能,大宝,来,让主人看看你的。 正在他要分开大宝的双腿时,突然被大宝狠狠一口咬在了手指头上,随即大宝嗖的一声,自己飞进了储物界中。 接着,二宝也身子一扭,逃进了储物界中。 洛青舟心头呼得激动起来,正要继续进储物界查看时,外面突然传来了庄之言愤怒的声音。 紫霞、青竹、飞扬,我们快去莫城一趟。 缥缈仙宗那些卑鄙无耻的东西回来了。 他们不仅打伤了我们守城的将军,还杀了我们的几十名将士。 御池将军也被他们抓起来了。 此话一出,屋里的几人皆是脸色一变。 洛青舟立刻收起储物界,出了房间。 对面和隔壁的房间,紫霞仙子和灵狐青竹以及罗长师徒都连忙走了出来。 庄之言握着拳头,满脸愤怒地从门口进来。 太阳西斜。 几人匆匆出了府邸,来到东门的城墙处。 大言修炼者都闻讯而来。 白衣衫和城主张言都站在城门处,眉头紧锁,脸上带着怒意。 正有从莫城回来的年轻士兵在愤怒地说着那里发生的事情。 我们坚决不退走。 他们一名长老直接动手,一下子杀了我们十几个同伴。 梁将军愤怒拔剑,也被斩杀。 我们都很愤怒,想要冲上去跟他们拼命。 飘渺先踪那些弟子,立刻用飞剑杀人。 我们数百兄弟,都被斩掉了脑袋。 玉池将军怒声呵斥大家助手,被那名第一个动手杀人的长老,一脚踹在了肚子上,然后被抓了起来。 年轻士兵愤怒地诉说着,说到最后,哭了起来。 我等跑出城时,他们正把玉池将军捆绑起来,掉在了城墙上。 庄之言听到这里,顿时咬牙怒骂道,岂有此理。 简直欺人太甚。 云山道人、马臣子等人皆怒目圆争,气得浑身发抖。 白院长,我们跟那群畜生拼了。 对,跟他们拼了。 我们大爷人即便死,也绝不能认他们如此欺辱。 玉池将军那么大把年纪,又是我大爷三朝元老功臣,竟被如此羞辱。 我们绝不能善罢甘休。 其他修炼者以及四周的将士皆义愤填膺法冲冠,请求去战斗。 白衣衫的脸上同样满是愤怒。 月影一身银甲,站在旁边,手握腰间剑柄,脸色冷酷如霜。 白院长,我们快去救玉池将军吧。 玉池将军那么大把年纪了,若是去晚了,只怕被他们一名身披铠甲的偏将,忍不住愤怒地道。 白衣衫望着墨城的方向又沉默半上,方拿出了飞剑,决定道,白某陷于五大宗门的修炼者去看看情况。 其他人暂且都待在林秋城,守好这里。 林秋城是通往我大盐内陆的最后关爱,不容有失。 此话一出,其他修炼者和将士都很失望。 但想到林秋城的重要和守卫的薄弱,他们又不敢再说什么。 走吧。 白衣衫登上了飞剑,衣美飘飘。 庄志颜洛林等人都跟了上去。 洛青州等一些年轻的修炼者也都立刻上了飞剑。 月影突然开口道,白院长,我等在城外等着。 若有紧急情况,立刻通知我们,我们会带着军队过去的。 白衣衫看向他,点了点头。 杀! 飞剑载着众人飞上了天空,向着墨城快速飞去。 到了天空上时,白衣衫方沉声道,我们刚与魔人决战完,大多数修炼者和将士都还带着伤。 这件事若是处理不好,我们好不容易守住的灵丘城,可能也会有危险。 众人闻言,皆沉默下来。 洛林看着他,开口道,白院长的意思是说,我们继续委屈求全吗? 白衣衫望向远处,没有回答。 庄志颜也冷静下来,满脸阴沉地道, 飘渺仙宗那群卑鄙小人,不会是想故意要激怒我们, 然后趁机侵占我们边境的所有城池吧? 一旁的宁远大师双手和时道, 阿弥陀佛,若真是如此, 无论我们如何应对,他们总会找到理由的。 马臣子怒道,那还不如与他们拼个你死我活, 让他们知道,我们大言也不是任人宰割的。 罗长则叹了一口气道, 我们这些人身上都带着伤, 修为估计都没有恢复。 就算要拼,只怕也没有任何效果, 只会白白送死。 其他人也都纷纷开口发表自己的看法。 白衣衫的目光,看向身后的少年温声开口道, 飞扬,你是怎么想的? 洛青州没有立刻回答, 而是问道, 白院长知晓飘渺先踪来了多少人吗? 白衣衫想了一下,道, 据传回来的消息所说, 对方至少来了三百人, 有十几名长老和数百名弟子。 显然, 就是为了那三座城池而来的。 洛青州道, 龚阳岩和岳阳楼他们来了吗? 白衣衫摇了摇头,道, 他们应该没有来。 这种事情, 他们估计也要脸面, 毕竟之前魔人大军来袭时, 他们是与九天摇台和蓬莱仙岛的人一起走的。 现在我们获得了胜利了, 夺回了城池, 他们身为缥缈先踪数一数二的人物, 哪里还有脸再过来。 一旁的庄之言顿时冷哼一声道, 他们若是要脸, 就不会再派人回来了。 什么狗屁三大先踪之一, 什么狗屁先踪, 比妖族和魔门都不如。 其他人也都忍不住骂了起来。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晚辈觉得, 我们的确不能冲动, 我们根本就不是他们的对手, 没必要硬碰硬, 至少先争取一些时间把身上的伤养好。 他知道, 自己说的话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女皇, 所以, 他必须要开口, 也必须要慎重。 白衣衫听完, 微微点头, 没有再说话。 飞剑的速度很快, 片刻间, 几人已经来到了墨城的上空。 谁? 当飞剑在这几人向下降落时, 几名身穿蓝袍的缥缈仙宗弟子, 从屋顶飞了上来, 满脸杀气。 白衣衫朗声开口道, 在下白衣衫不知道这里的缥缈仙宗是谁做主。 话语似乎带着内力, 瞬间在整座城池传荡。 这时, 中间的广场上突然传来了一道淡淡的声音。 白院长, 你带着人来, 是来道歉的吗? 白衣衫目光一宁, 驱使飞剑向着广场落了下去。 当飞剑降落到广场上空时, 大言众人顿时看到了令他们怒发冲关的一幕来。 白发苍苍的玉尺将军被捆绑着双手, 掉在那里, 身上鲜血淋淋, 满是鞭痕, 嘴里依旧在叫骂着。 大言数千将士, 也被困在不远处的阵法光照中, 无法出来。 在玉尺林的身前, 一名身穿灰袍, 身材瘦高的老者, 正满脸淡漠地看着飞剑上的众人。 他正是飘渺仙宗的七长老徐长景。 当初飘渺仙宗与大言签订契约, 获得边境三大城池后, 飘渺仙宗就准备派他过来管理这里。 在他旁边, 站着一名手持长边的魁梧少年, 满脸冷酷的表情。 当白衣衫驱使着飞剑向下降落时, 那名魁梧少年更加用力地挥动着手里的长边, 抽打着被吊在那里的玉尺林, 嘴里恶狠狠地道, 继续骂。 飞剑降落在了地上。 白衣衫身影一闪, 掠了过去, 修袍一挥, 一股静风吹向了那名手持长边的魁梧少年。 徐长景则身影一闪, 仅凭自己的护体静风拦住了那股静风, 随即满脸阴沉地道, 白院长, 你这是要跟我飘渺仙宗动手吗? 说吧, 四周静风呼啸, 数十道身影急掠而来, 竟全是皈夷境界的修为。 白衣衫, 这莫城现在可不是你大言的地盘了。 你若是仗着你修为高, 要在这里闹事, 可别怪我等翻脸无情。 一名身材瘦小的老者一袍烈烈地冷声道, 其他十几名老者也都静风环绕, 满脸冷酷的杀气。 白衣衫宽大修袍中的拳头, 缓缓握紧, 目光看向身前的老者道, 徐长老, 可以先把玉池将军放下来吗? 徐长颈满脸淡漠的表情, 他若是不骂了, 老夫自然会放他下来。 一个区区大武师而已, 我等也不想脏了手。 玉池林依旧怒声叫骂着, 无耻之徒, 魔人大军进攻时, 你们跑得比谁都快, 等我们大言打败了魔人, 你们又不知羞耻地过来抢夺城池, 你们算什么狗屁仙宗, 你们就是一群不要脸的畜生。 啪, 啪, 啪。 话语刚落, 那名魁梧少年手中的鞭子 就狠狠地抽在了他的身上和脸上, 顿时从他的身上和脸上 拉扯下来了一大块皮肉, 血肉模糊。 玉池林满身鲜血, 依旧大骂不止。 徐长颈眼中绿色一闪, 似乎动了杀气。 晚辈来劝劝? 这时, 白衣衫的身后突然响起一道声音, 众人的目光都看了过去。 骆青州从白衣衫身后走出, 一脸平静地看着眼前的老者道, 前辈, 让晚辈去试试吧。 徐长颈看向他, 瞳孔一缩, 还未答话, 骆青州呼的身影一闪, 从他身旁掠了过去, 随即飞上半空, 割断了吊着玉池林的身子, 抱着他落在了地上, 开口道, 玉池将军, 陛下让我来带你回去, 希望你暂时不要再说话。 玉池林满脸鲜血, 看着极为争鸣。 他正要再开口, 骆青州低声道, 将军再等等, 待会随便骂。 玉池林顿时愣了一下, 目光看向他。 这时, 那名手持长边的魁梧少年, 则突然冷哼一声道, 你算什么东西? 徐长老还未回话, 你竟敢放他下来? 找死吗? 说吧, 手中长边一扬, 狠狠地抽象了他。 啪! 洛青州伸手抓住, 目光看向了他。 魁梧少年猛然用力一扯, 竟然没有扯回去, 顿时有些恼羞成目, 松手。 洛青州顿了顿, 松开了手。 魁梧少年眼中立芒一闪, 猛然又仰起手中的长边, 狠狠地抽象了他, 嘴里咬牙道, 再敢抓住。 你们这些人, 一个也别想离开这里。 那长边划过, 带着尖锐的破空之音, 显然携带了这少年所有的力量和杀气。 啪! 洛青州再一次抓在了手里。 魁梧少年顿时咬牙道, 找死的东西。 话还未说完, 洛青州呼得在原地消失不见。 随即, 瞬间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早已蓄满力量的拳头, 轰的一声, 直接砸在了他的胸膛。 砰! 一声爆响! 魁梧少年还未来得及有任何反抗, 便突然像是一只被踢飞的皮球一般, 倒飞而出。 他的胸膛瞬间他陷下去, 口中挖地喷出一口大鲜血, 两只眼珠猛然凸起, 仿佛要从眼眶中暴力而出。 与此同时, 数十公里外, 一条赤红色巨龙率领妖族大军, 呼啸而来。 碰! 魁梧少年重重地摔落在了地上。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顿时把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到了, 包括大言众人。 谁都没有想到, 在这种缥缈仙宗占着绝对优势, 甚至掌握着他们这些人生死大权的局势下, 这少年竟然敢抱起动手。 一旁的御池玲也张着嘴巴, 满脸愕然的表情。 大言其他人更是吓得心脏一缩。 而四周飘渺仙宗的人在愣了一瞬后, 顿时又惊又怒, 立刻杀气腾腾地围了过来。 小子! 放肆! 小东西, 你是活你了吗? 除了十几名长老以外, 还有数百名飘渺仙宗的弟子和飘渺仙宗麾下的那些宗门修炼者。 他们立刻把刚刚从飞剑上落下的大言众人全部围了起来。 徐长锦眼角肌肉抽搐, 满脸阴沉地道, 好, 很好。 看来今日, 你们这些人都想留在这里了。 说吧, 身上气势勃发, 周身静风呼啸, 一道虚影在他背后出现。 他的气息突然变得强大无比。 洛青周一脸平静地看着他道, 你们故意这般不就是想逼着我们动手吗? 我现在如你所愿了, 你应该很高兴吧? 徐长锦眼中立芒一闪, 与气阴寒地道, 杀了他们, 一个不留。 筐! 四周飘渺仙宗众长老和弟子, 接拿出了自己的武器, 杀气腾腾。 白衣衫几人身影一闪, 与洛青周站在了一起。 玉池玲突然吐出一口鲜血, 满脸冷笑道, 你们这群卑鄙小人, 不是想知道那旅妖族天地圣树神魂的下落吗? 此话一出, 正要动手的徐长锦顿时瞳孔一缩, 稍稍收敛了气势, 音声道, 你若是说出来, 老夫可以饶你们不死。 玉池玲顿时哈哈大笑, 饶我们不死, 好不容易找到理由, 可以把我们大研宗门修炼者一网打尽。 你们会浪费这个机会, 你们缥缈仙宗说的话, 放屁都不如。 告诉你, 老子的确知道那旅天地圣树神魂的下落, 可是就不告诉你, 死都不告诉你。 哈哈哈哈, 徐长锦目光淡漠地看着他, 道, 动手。 正在此时, 他突然脸色一变, 转过头望向了城外的天空, 一股恐怖的气息突然从远处袭来。 什么东西啊? 这时, 其他长老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 皆望向了城外的天空。 白衣衫也神色一动, 望了过去。 突然, 一颗巨大而猙獰的赤红色龙头, 从远处的云雾中露了出来。 接着, 一条巨大无比的赤红色龙身也露了出来。 巨龙瞬息而至, 从云雾中飞出, 飞向了这里。 在他身后, 黑压压的一片猙獰妖怪, 紧随其后, 摇起冲天, 遮天蔽日。 妖? 妖族? 那是, 真龙? 飘渺仙宗众人, 接脸色大变。 徐长景慌忙急声道, 快走。 众人正要急速撤离时, 四周突然呲的一声, 亮起了一张雷电大网, 刚好把他们聚集在这里的成员, 全部网在了里面。 同时, 一些年轻的弟子突然发现, 有些头晕眼黑。 就连其中几名长老, 也突然赶到天旋地转。 有人吓多。 那名身材瘦小的长老, 突然亮呛一下, 又惊又怒的大声道。 徐长景突然转过头, 看向了大言众人。 大言众人, 皆是一脸猛。 因为他们好像也中毒了。 五大宗门的一些年轻弟子, 直接身子一软, 瘫软在了地上。 庄之言立刻怒骂道, 卑鄙无耻的东西。 你们竟然下毒? 徐长景张了张嘴, 突然脸色大变, 有妖族奸行。 是妖族吓得毒? 他们要把我们人类修炼者, 一网打尽啊。 此话一出, 飘渺仙宗众人, 以及大言众人, 皆是脸色大变。 扑斥, 这时, 却突然有人忍不住笑了出来。 庄之言转头看去, 疑惑道, 紫霞, 你笑什么? 你没有中毒。 紫霞仙子立刻脸去笑容, 捂着脑袋道, 中了, 好晕, 可恶, 也不知道是哪个小坏蛋, 吓得毒。 小, 小坏蛋? 庄之言嘴角抽出了一下。 此时, 那条赤红色巨龙, 已经带着妖族大军, 浩浩荡荡地杀了过来。 徐长景慌忙拔出宝剑, 用力劈砍向了那道雷电之网。 那张雷电大网, 竟突然又消失不见, 在出现时, 竟然只把大炎所有修炼者给包围了起来。 徐长景一剑劈了得空, 见此一幕, 顿时心头一喜, 慌忙喝道, 走。 而大炎重修炼者, 脸色则难看无比。 缥缈仙宗众人聚在一起, 正要冲出去时, 半空之中, 突然传来了一道, 威严而冰冷的声音, 走。 走哪里去? 随即, 一股恐怖的气息突然笼罩下来, 竟形成了一道结界, 把缥缈仙宗所有的人都笼罩在了里面。 那条赤红色的巨龙, 已经来到了墨城的高空之上, 整个身躯竟然堪比整座墨城的大小, 几乎覆盖了上面的整片天空。 这一刻, 地面上的人类, 竟突然都感到自己如蝼蚁一般渺小。 缥缈仙宗众人皆脸色煞白, 身子开始发抖。 其实, 这时, 一道声音突然在大言人群中响起。 其实之前, 如果你们好好说话, 不要做这些恶心人的事情, 这三座城池, 我们还是会遵守契约, 暂时让给你们。 我们大言, 其实很有契约精神的。 缥缈仙宗众人的目光, 都看向了白衣衫的身后。 大言众人, 也都愕然看去。 洛青州一脸平静, 又开口道, 可惜, 你们太贪心了。 你们要的, 不仅仅是这三座城池, 你们想要的, 是我们大言的命脉。 所以, 这就是你们的结局。 缥缈仙宗众人, 正惊疑不定时, 高空上那条可怕的赤红色巨龙, 突然嘹亮地开口道, 恩公, 想要他们怎么死? 是想要他们死得简单些, 还是想要他们死得痛苦些? 一只巨大无比的神羊突然出现, 开口道, 除小友, 要不, 一口吞了他们。 这时, 又一只巨大无比满身盔甲的妖王出现, 嘿嘿宁笑道, 本王觉得, 这等卑鄙小人, 就该把他们一个个扒皮抽筋, 野狗啃食, 让蛆虫爬咬。 天空, 其他妖族成员, 皆吵吵闹闹, 发表着意见。 那嘈杂响亮的声音, 顿时如雷声滚滚, 震耳欲聋。 此时此刻, 缥缈仙宗众人和大言众人才明白过来, 原来这条可怕的巨龙和这些妖族大军, 都是这个少年招来的。 徐长景顿时怒声道, 你们大言, 竟然与妖族勾结。 你们背叛人类, 背叛, 杀了, 一个不留。 洛青州突然淡淡地开口道, 巨龙猛然呼啸而下, 三大妖王也都冲了下来。 而其他妖族成员, 则把整个磨城团团包围了起来, 一个也别想离开。 啊, 顿时一声声惨叫, 在飘渺仙宗的人群中响起。 他们甚至惊恐地不敢反抗, 只顾仓皇逃命。 徐长景和那十几名皈夷境界的长老, 慌忙聚在一起, 向着同一个方向冲去。 巨龙和三大妖王直接拦住了他们。 三大妖王也痛下杀手。 飘渺仙宗那数百名弟子, 则被那些强大的妖尊拦住, 挨个灭杀。 洛青州走出雷电之网, 走到了那名魁梧少年的面前。 那魁梧少年胸膛凹陷并没有死去, 手中依旧握着他的长鞭, 在悄悄向着城门口的方向爬去。 洛青州一脚踩在了他的脖子上。 魁梧少年身子一震, 艰难地转过头来看着他, 满脸惊恐地颤声求饶。 饶了我, 我好不容易踩, 卡。 不待他说完, 洛青州猛然用力, 一脚踩碎了他的脖子。 随即又一脚踩在他的后背, 直接把他的心脏踩碎。 这, 一条紫色雷电亮起, 直接灭杀了他的神魂。 白衣衫等人站在雷电大网之中, 神色复杂地看着他的身影。 洛青州突然飞上天空, 冲向了一名皈依出气的老者。 那名老者一心逃命, 满脸惊恐之色。 哄! 洛青州的拳头蓄满了力量, 一拳砸在了他的后背, 红色的雷电亮起, 直接砸碎了他的颈风与护体光照。 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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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连几拳砸去, 直接把他砸落在了地上。 随即, 洛青州的背后出现了一道魔牛虚影, 全身亮起了四色雷电, 如一颗陨石呼啸落地。 哄! 一声暴响! 那名皈依境界的老者, 刚从地上跃起, 竟直接被砸碎了脑袋, 又倒了下去。 四条粗大的雷电, 缠绕在了他的身上, 瞬间破去了他身上又亮起的宝物护照, 钻入了他的身体。 他的整个身体顿时变得焦糊, 随即冒着烟雾, 快速缩小, 转眼间已化为了灰烬。 而他的神魂, 也在四色雷电中灰飞烟灭。 归, 归夷境界的长老, 竟然被飞扬给杀了。 飞扬这气息, 好像突破到大宗师后期了。 这实力, 可不止大宗师后期, 雷电大网中, 大言众人看着这一幕, 皆是满脸惊愕和不可思议的表情。 洛青州灭杀完那名老者, 并没有任何停留, 身影一闪, 又冲向了缥缈先宗其他弟子, 一拳一个, 砸碎了他们的脑袋以及神魂。 无论男女, 无论老少, 无论是天才弟子, 还是岌岌无名的弟子, 皆在他的全盲与雷电下, 生魂俱灭, 化为了灰烬。 轰, 轰, 轰。 他杀的人越来越多, 速度也越来越快, 招招致命, 毫不留情。 大言众人皆神色复杂地看着这一幕, 鸦雀无声。 啊, 修为最高的徐长颈, 缺了一只胳膊, 刚要逃出城墙, 突然被银蛇王一枪贯穿了身体, 钉在了城墙上。 洛青州身影一闪, 飞了过去, 手中木棍电闪雷鸣, 呼得一棍子砸落下去, 直接砸碎了他的脑袋。 至此, 缥缈先宗十几名长老和数百名弟子, 皆惨死在了这里, 无疑幸免。 血腥味。 地面上, 房屋上, 皆是尸体。 洛青州收起了标记自己人的雷电之网, 随即飞上半空, 拱手道谢。 那条赤红色的巨龙, 化作了一名身穿红甲的俊美男子, 满脸笑容道, 举手之劳而已, 恩公不必客气, 刚好我们也没有走远。 一旁的神阳王开口道, 楚小友, 飘渺先宗一下子死了这么多人, 估计不会善罢甘休。 我们随后, 就会放出丰盛, 说是, 我们妖族杀的人。 不过, 估计对方还是会派人来这里调查, 你们可要小心了。 洛青州点了点头, 道, 多谢前辈提醒, 我们会小心的。 双方又聊了一会儿, 三太子方带着妖族大军告辞离去, 临走时又道, 恩公若还有差遣, 尽管告知, 不必客气。 小龙若有时间, 定会亲自过来。 洛青州再次道谢。 很快, 妖族大军浩浩荡荡飞上高空, 快速远去。 洛青州又在半空中 一会儿, 方将落下去。 众人纷纷围过来, 好奇地询问起来。 飞扬, 那条巨龙是什么来头? 是真龙吗? 为何对你如此恭敬? 飞扬, 妖族大军是你专门叫过来的吗? 他们竟然这么听你的话, 就因为你之前除掉魔术, 救了他们吗? 泽泽, 当初他们还入侵我们边境, 占领我们城池, 没想到现在竟然主动退走。 而且还来帮我杀飘秒先宗的人 洛青州敷衍地回答了几句。 对于曾经在皇宫中旧那名三太子的事情, 他并没有说。 毕竟跟之前的小皇帝有关, 无论什么情况, 他都不能暴露自己曾经杀皇帝的事情。 不管是为了他的家人, 还是为了陛下, 他都不能承认。 白衣衫开口道, 有什么事情, 我们回去再说吧。 这里的尸体不要动, 所有人立刻离开。 飘秒先宗应该很快就会派人过来查看了。 我们不可落人口实。 此话一出, 众人立刻醒过神来。 对, 赶快离开这里。 若是飘秒先宗来人看到我们, 那就白口莫辩了。 众人立刻准备离开。 白衣衫抬头扫了众人一眼, 又满脸凝重地道。 还有, 今日之事, 诸位必须立下誓言, 回去后不可再对任何人讲起。 妖族大军来帮他们杀人, 当然不能传出去。 否则, 整个九州大陆的修炼者, 估计都会找他们大言的麻烦。 众人知晓此事的严重性, 立刻都举掌立誓。 御池玲也抹了妈脸上的鲜血, 走到那些将士的面前, 沉声道, 大家都听到白院长的话了吗? 今日之事若是传出去了, 我大言将会落入众师之的。 从今日开始, 你们就在边境军营训练, 不可离开边境半步, 不可接触外面的任何人, 直到飘渺先宗的人离开。 是, 将军, 众将士奇声应道。 还好, 这次来的人并不多, 所以比较好封锁消息。 众人很快便出了城门, 离开了这座城池。 天黑后, 远在百里之外飞船上的龚羊岩等人, 得到了消息。 妖族大军突然杀了回来, 徐长老他们来不及逃跑, 全部被屠杀。 城中还有许多大盐人的尸体, 据远处山民所说, 当时天上飞来了一条遮天蔽日的巨龙, 还有密密麻麻的妖怪大军, 龚羊岩几人听完, 脸色皆变, 皆是又惊又怒。 整整十六名长老, 还有精英弟子一百多名, 剩下的那些修炼者, 都是他们麾下宗门的精英弟子, 竟然全军覆没, 无一人逃离。 该死的妖族! 我缥缈先宗, 与其不死不休。 其他长老皆愤怒无比, 却也心中庆幸, 幸好他们这些人没有过去。 遮天蔽日的巨龙, 是真龙吗? 岳阳楼神色凝重。 若是真龙, 即便我等过去, 也是自寻死路。 随即问道, 妖族在莫城住下了吗? 那名回来禀报消息的弟子, 满脸心有余计地道, 弟子不知, 弟子也是听人讲述, 弟子实在, 实在不敢过去, 公羊炎脸色阴沉地道, 没想到, 妖族竟然会带着援军去而复返, 看来, 那屡天帝圣术的神魂, 可能还在那里。 这时, 另一名老者道, 师兄, 我们还要去吗? 公羊炎闻言皱了皱眉头, 瞥了他一眼道, 去干嘛? 找死? 还嫌我飘渺仙踪损失的不够? 岳阳楼也沉声道, 不能再去了, 先回宗门, 从长计议。 对了大长老, 我们需要再派两个人去林丘城问问情况。 公羊炎沉吟了一下, 点了点头, 神色凝重地道, 我们这些人, 绝不能再有任何损失了。 一年后, 就是九州大会, 据说这次可是有好几条灵矿和一些珍稀的修炼资源, 我们必须保存实力, 争取到时候在大会上再引两条灵矿回来。 不然这次的损失, 我等皆难以弥补。 其他人闻言, 皆神情沉重地点了点头。 林丘城, 夜幕落下, 一轮银月升上夜空。 洛青州回来后, 便回到了府邸, 先洗了个澡, 然后, 回到了房间。 当然, 他回得并非自己的房间。 房间里布置的有简单的阵法, 是岳姐姐曾经教给他的。 花骨躺在床上, 看起来并无异常。 洛青州伸手摸了摸他的腹部, 依旧有一股热流在缓缓流淌。 岳姐姐, 他试着又喊了一声。 但是, 依旧没有人回应。 他在床上坐好, 目光看向了厨物界里的药谱空间。 大宝和二宝正围着那棵神秘小树追逐着。 小火狐则眯着眼睛在旁边睡觉。 小飞蛇则躲在一株灵草的下面, 与青色的灵草融为了一体。 不仔细看, 很难发现。 洛青州的目光在那棵神秘小树上仔细搜寻着。 但奇怪的是, 那第三只小白兔竟突然消失不见了。 不仅小树上四周其他地方也没有第三只小白兔的身影。 他确定自己没有看错。 之前小树高处的枝鸭上的确藏着另一只小白兔。 他又仔细在其他地方找了很多遍, 却依旧没有找到。 奇怪, 他心头暗暗疑惑。 活生生的一只小白兔怎么会凭空消失呢? 月姐姐, 他突然又对着储物界里喊了一声, 但依旧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正在他疑惑不解时, 身上的传讯宝蝶呼得震动了一下。 他拿出来看了一眼, 顿时心头一震。 既然是月姐姐发来的, 别找我, 我要休息, 洛青州愣了一下。 连忙道, 月姐姐, 你在哪里? 至少该告诉我, 你现在怎么样了吧? 对方没有再回复。 洛青州又等了一会儿, 只得叹了一口气, 收起了传讯宝蝶。 月姐姐还能发消息, 说明并无性命之忧。 不过月姐姐的神魂 应该受伤很重, 所以需要好好休息。 既然对方不想让他知道, 那他也没必要再勉强了。 反正他只要知道, 月姐姐在他身上就行了。 想到此, 他没有再多想。 又坐了一会儿, 方平复了心头的情绪。 然后拿出灵液, 再掌心滴了两滴。 双手和胸口的伤口, 已经结巴, 没有了任何疼痛, 过几天应该就好了。 他该抓紧时间, 继续修炼了。 世上无不透风的墙。 他与妖族在墨城屠杀了 飘渺先宗那么多人, 消息总有一天或许会传出的。 那个时候, 他和整个大炎都要接受对方的怒火。 而且一年后, 飘渺先宗就要来大炎 索要契约上写下的那些原石和宝物了。 大炎若是拿不出来, 对方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所以, 他必须要尽快突破到五王境界。 同等境界下, 炼体比修魂实力更强。 而且越到后面, 这种差别就越大。 他现在只不过是大宗师后期的修为而已。 但他可以明显地感觉到, 即便他现在对上 皈依初期境界的修炼者, 也有胜算。 等他修炼到五王境界, 同等五王境界与皈依境界的任何阶段, 他应该都可以乱杀。 即便对上雷杰境界的高手, 他应该也有一战之力。 按照书籍上所说, 五王初期可对皈依权境界, 五王中期可对三次雷杰高手, 五王后期可对五次雷杰高手, 五王巅峰境界可对九次雷杰高手。 更何况, 他还有雷铃之根上的雷电。 等那些雷电的颜色都凑齐, 相信他的实力会更加恐怖。 而修魂者除非到了阳神境界, 否则即便是九次雷杰的高手, 也会惧怕强大的雷电。 所以, 等他到了五王后期, 除非对方是阳神境界的高手, 否则就算是九次雷杰的高手, 他也不惧。 飘渺仙宗应该不可能有阳神境界的高手吧。 九次雷杰就已经顶天了。 所以, 只要他顺利晋级到五王境界, 即便到时候飘渺仙宗来再多的人, 他也敢让他们有来无回。 而他距离五王境界已经很近了。 所以, 他必须要继续努力, 绝不能懈怠。 杀! 体内的能量开始快速涌动起来。 他闭上了双眼, 开始专心修炼。 一夜时光, 悄然而过。 白天里, 他依旧在房间里修炼。 紫霞仙子过来喊他吃饭, 他也没有出去。 又两天后, 龙儿终于回来。 朱燕也安然无恙。 可惜, 因为没有找到他的王妃的缘故, 他有些郁郁寡欢。 白衣衫也带着人过来, 通知他们可以回京都了。 同时, 女皇也发来了消息, 催促她回去。 女皇不断地给她发着消息。 还不回来吗? 朕已经迫不及待要奖赏你, 顺便给你一个惊喜了。 朕没有骗你, 是真的惊喜哦。 同时, 郡主也给她发来了消息。 陛下说, 等你回来了, 就把我和雪衣奖赏给你, 开心吗? 反正雪衣很开心, 你家威莫让我告诉你。 她想你了, 蝉蝉, 小蝶, 秋儿, 包括你家岳母大人, 他们都想你了。 对了, 还有秦大小姐, 这天清晨。 洛青州与五大门派的人, 登上了飞剑。 花骨则重新放回到了龙儿的龙宫里。 洛青州在路上查看了一下自己现在的数据。 大宗室后期, 进城九时, 化神进出七, 进城七时, 飞剑载着他们飞出了边境的城池后, 龙儿呼地化作一条银色的飞龙, 在飞剑旁游逸着, 催声道, 公子, 骑龙儿吧, 龙儿在你。 龙儿经过灵秋城的大战后, 再次脱胎换骨, 全身变成了银白色, 还长出了龙脚和龙爪, 以及坚硬的龙铃, 再也不像之前蛇的模样了, 看着贵气十足, 威风凛凛。 公子, 快上来嘛。 龙儿飞得可快了, 骑着龙儿, 公子很快就能到京都了。 他再次摇头摆尾地道, 飞剑上, 其他人都在笑。 白衣衫笑道, 飞扬, 你去吧, 我们还要送马宗主他们回华山, 可能会晚一些。 庄之言也笑道, 快去吧, 我们可能还要去华山做客几日, 你先回去见陛下吧。 洛青州这才拱手告辞, 有些尴尬地, 骑在了龙儿的身上。 紫霞仙子连忙在飞船上弱弱地道, 飞扬, 为师, 也想骑一下你的, 龙儿立刻道, 哼, 别想, 只有我家公子才能骑我呢。 说吧, 只见他龙尾一摆, 瞬间便没入云海, 消失不见, 速度快若闪电。 哼, 云海之中, 静隐约有风雷声响起, 真龙血脉, 白衣衫见此, 脸上顿时露出了一抹一色。 而此时, 龙儿已经在这洛青州, 飞到了前方百里之外, 冲上了更高的云霄。 公子, 龙儿突然觉得, 这天上才是龙儿最喜欢的地方。 还有, 公子, 龙儿, 想了, 好想, 天空灰蒙蒙的。 傍晚时分, 云中零零利利, 开始下了小雨。 春雨如丝, 缠绵温柔。 洛青州藤云驾龙, 淋着雨水, 俯看着大好河山, 一路缓行。 木之所及, 山巒起伏, 河流蜿蜒, 青草阴阴, 千莫纵横。 更有飞鸟目雨, 鸳鸯兮兮。 好一派雨中风景。 初春的雨水, 似乎对人间格外卷恋。 连续下了三日, 依旧没有停歇。 三日后, 洛青州与龙儿, 终于回到了京都。 龙儿依依不舍, 回了东湖。 洛青州则趁着夜色, 先回了秦府, 顺便给女皇发了消息。 刚入夜不久, 秦府中, 门口的灯笼已经熄灭。 春雨淋漓, 夜色寒冷。 所以这个时候, 府里的人都各自回了房间, 早早递上了床。 洛青州从后门进入, 悄无声息地回到梅乡小园。 她没有敲门, 直接从地底进了房间。 房间里放着暖炉, 燃着熏香。 一股熟悉的药草味, 漂浮在空气中。 秦儿小姐一袭素白衣裙, 正柔柔弱弱地坐在榻上, 安静地看着手里的书。 灯光下, 那张轻力柔弯的脸颊, 看起来依旧有些苍白。 当洛青州悄无声息地走到榻边时, 她方突然惊醒过来。 青州哥哥, 少女看清她的面容, 顿时满脸惊喜之色, 立刻放下书, 扑进了她的怀里。 她的声音颤抖, 眸子里瞬间蓄满了泪水。 青州哥哥, 你终于回来了。 你终于回来了, 少女满脸泪水, 紧紧抱住了她。 显然, 边境的消息已经传回到了京都, 可能还充满了各种夸张的成分。 呜, 听美娇姐说, 边境被魔人占领了。 京都很多人都在说, 边境长出了一棵很大很大的魔术, 把边境的所有将士和百姓都困在了里面, 那棵魔术天天吃人。 还有人说, 妖族跟魔人勾结, 把边境的人类全部抓起来了, 做成了各种食物。 呜, 威莫好害怕, 若青州听着她的话, 忍俊不惊, 故意道, 是啊, 青州哥哥也差点变成他们的食物了, 幸好青州哥哥一个月都没有洗澡, 而且还一直在放屁, 直接把他们给熏吐了, 所以, 他们就把青州哥哥给放回来了。 扑吃, 琴儿小姐顿时在她怀里破涕微笑, 随即她仰起满脸泪水的脸颊, 道, 威莫知道, 那些人都是随便乱说的。 美娇姐经常会带消息过来, 每次都告诉威莫, 说青州哥哥没事, 还说青州哥哥很勇敢, 很厉害呢。 洛青州揉着她娇嫩的脸蛋道, 当然, 你家夫君能不厉害吗? 青州哥哥, 跟威莫说说边境的事情吧, 威莫好想知道。 对了, 月姐姐是不是也跟青州哥哥一起去呢?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微微点头。 她在踏上坐下, 把她轻轻抱在了怀里, 从头开始讲起。 少女安静地贴在她的怀里, 柔柔弱弱, 仿佛没有任何重量, 像是一只温顺的小猫。 当洛青州讲到魔人攻城时, 她紧张地微微发抖。 当洛青州讲到魔人被击退后, 她明显松了一口气。 当洛青州讲到他们四人偷偷去往莫城除掉魔术时, 她又紧张起来, 两只小手紧紧抓着她的衣服。 而当洛青州讲到月姐姐燃烧神魂帮她时, 她的心跳几乎停止。 许久之后, 洛青州终于全部讲完, 没有任何一丝的遗漏。 包括月姐姐, 或许就在她的体内。 秦二小姐听完, 在她怀里安静了许久。 待她抬起头来时, 洛青州方发现, 她已是满脸泪水。 洛青州轻轻帮她擦着眼泪, 轻声道, 微末, 我要努力修炼, 再也不让月姐姐这般伤害自己了。 秦二小姐, 秦着晶莹的泪水道, 青州哥哥, 月姐姐对你真好。 洛青州抚摸着她的脸蛋, 目光看着摇曳的烛火, 没有再说话。 房间里安静下来, 又过了许久。 秦二小姐方轻声道, 青州哥哥, 你那么喜欢月姐姐, 月姐姐又为了你付出了这么多。 要不, 你就娶了她吧。 月姐姐和陛下做正妻, 微末做妾, 微末一定会好好带月姐姐的, 好吗? 洛青州沉默着, 没有说话。 又过了片刻, 她把她轻轻抱了起来, 走向了里屋, 道, 走吧, 去睡觉去。 你身子不好, 早点休息。 这些事情, 我会自己解决的。 你不要胡思乱想, 免得闹心费神, 伤了身子, 连杖掀开。 洛青州把她放在了床上, 自己也脱了衣服鞋袜, 上了床。 两人睡在了一个被子里。 秦二小姐贴在了她的怀里, 柔柔地道, 青州哥哥, 微末没有胡思乱想, 微末是心甘情愿的。 月姐姐对你那么好, 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理该做正妻的。 洛青州低下头, 稳住了她的小嘴。 秦二小姐身子一颤, 抱紧了她。 片刻后, 她的身子开始发软, 呼吸也急促起来, 本来有些苍白的脸颊上, 染上了两抹娇艳的红韵。 洛青州不敢再继续, 连忙松开了她。 微末, 睡吧。 她轻声道。 秦二小姐双眸水汪汪地看着她, 轻轻喘息着道, 不, 不要睡。 她轻轻咬了咬嘴唇, 羞涩地道, 微末, 微末想试试, 洛青州坚决拒绝, 不行。 很明显, 现在还不行。 刚刚只是亲吻了一会儿而已, 她就已经快要犯病了。 秦二小姐的眸中, 顿时溢满了泪水, 脸颊埋在了她的胸膛, 不再说话。 微末, 再等等, 青州哥哥很快就可以治好你的病了。 洛青州抱着她, 轻声安慰。 又过了许久, 怀里的少女终于禽着眼泪, 进入了梦乡。 洛青州抱着她, 毫无困意。 她的目光, 看向了储物界中, 又到处寻找了一遍, 依旧没有找到另外一只小白兔。 她拿出了传讯宝蝶, 犹豫了一下, 给月姐姐发送了一条消息。 月姐姐, 好些了吗? 可惜, 对方依旧没有回复。 她闭上了眼睛, 依旧难以入眠。 又躺了一会儿。 她方起了床, 走到窗前, 轻轻推开窗户, 看向了外面。 春雨依旧零零零零零下个不停, 夜风服来带着一股冰冷的寒意, 还带来了一股熟悉的气息。 庭院里, 梨树下, 一道鲜弱单薄的身影正静无声息地站在那里, 安静地看着她。 洛青州愣了一下, 从窗户出去。 梨树下的身影转过身, 准备离开。 洛青州身影一闪, 过去牵住了她的小手。 随即把她抱在了怀里。 傻丫头, 干嘛站在这里淋雨? 怀里的少女一动不动, 寂静了好久, 方低声道, 馋馋, 想你了, 洛青州心头一疼, 抱紧了她。 走吧, 回去, 别生病了。 她牵着她, 回到了隔壁的灵蝉月宫。 屋里很安静, 秦大小姐和百灵似乎都已经睡着。 洛青州牵着身旁已经被雨水淋得湿透的少女, 进了她的房间, 柔声道, 衣服脱了, 姑爷帮你烤干。 下馋站着没有动, 洛青州指得去插上了房门, 然后亲自动手帮她拖。 下馋挣扎着, 被她按在了桌子上, 很快便被扒光了衣裙, 鞋袜也都脱了下来。 看我火焰烘烤! 洛青州单手拿着她湿漉漉的肚兜, 另一只手哗地生起了一股火焰。 片刻后, 啊! 她突然惊呼一声, 吹灭了火焰。 但绿色的荷花肚兜被烧焦了一半, 下馋依旧保持着之前的姿势, 一动不动地躺在桌子上, 雪白如玉, 目光正正地看着她。 算了, 天太黑, 看不清楚, 明天再考。 洛青州放下了肚兜, 又把她的衣裙收拾好, 然后过去, 把她抱了起来, 放在了床上。 馋馋, 早点睡, 姑爷走了。 下馋躺在床上, 依旧一动不动, 一声不吭。 馋馋, 姑爷真的要走了。 馋馋? 好吧, 就知道你舍不得姑爷走。 你看你, 衣服不穿, 被子也不盖, 衣服楚楚可怜的模样看着姑爷, 不就是想要姑爷留下来陪你吗?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直接说就是了。 那个, 红绳呢? 扎马尾的红绳, 洛青州很自然地脱了衣服鞋袜, 上了床, 拉下了连杖, 然后手里出现了一根红绳。 哦, 在姑爷这里, 隔壁房间? 正在床上抱着被子睡觉的小百灵, 呼地睁开了双眼。 嗯? 这气味, 她突然一下子坐了起来, 又动了动鼻子, 顿时目光一亮, 是姑爷。 随即她突然又错了错眉头, 目光看向了房门, 好像在缠缠的房间。 哼, 坏姑爷, 色姑爷, 一回来就去欺负缠缠, 可恶。 不行, 我一定把她的罪行一五一十清清楚楚地记下来, 明天好告诉小姐。 想到此, 她立刻下了床, 打开房门, 捏手捏脚地走了过去。 叫青州哥哥。 青州, 哥哥, 叫哥哥, 哥, 哥哥, 房间里传来了坏姑爷气负缠缠的声音, 百灵的耳朵悄悄地贴在了门上, 屋外, 依旧在零零利利下着小雨。 一夜时光, 悄然而过。 一日, 连续下了几日的雨水, 终于停歇, 阳光穿过云层, 洒落下来。 清晨的光线, 明媚而温暖。 洛青州回到梅乡小园, 与小蝶几人见了面, 一起吃了早餐, 又去给岳母大人请了安。 然后, 去了皇宫。 他直接从地底进去, 在路上时给女皇发了消息。 女皇让他直接去书房。 当他从书房的地底钻出来时, 南宫火月正穿着一袭华贵的火红长裙, 坐在桌前看着手里的传讯宝蝶。 只见他猝着眉头, 娇媚的脸袋上露出了一抹怒意。 洛青州见此, 默默地站在一边, 没敢立刻说话。 当南宫火月看完了所有的消息后, 方抬起头来, 看向了他, 顿了顿, 道, 墨城、柳城以及黑云城还是被抢走了, 就在昨晚。 对方是极北国的修炼者和军队, 早就投入飘渺先宗的麾下了。 他们说, 那三座城池是飘渺先宗租借给他们的。 洛青州听完, 沉默了一下, 看向他道, 陛下是怎么处置的。 南宫火月淡淡地道, 朕让玉池林他们退走, 不用再管那三座城池, 没必要再做无谓的牺牲。 洛青州点了点头, 道, 陛下处置得很好。 反正那三座城池已经空了和损坏了, 暂时就交给他们吧。 飘渺先宗应该对那颗天地圣树的树魂还不死心, 自己不敢去了, 让别人去做炮灰。 我们暂时不用管他们, 等时间到了, 再把他们赶走就是了。 南宫火月看着他道, 需要多久? 洛青州沉吟了一下, 道, 至少一年。 一年后, 飘渺先宗会拿着契约来索要原石和宝物, 那个时候, 九州大会应该也开始了。 到时候, 南宫火月沉默了一下, 目光温柔地看着他道, 你确定可以吗? 对方可是这片大陆的三大先宗之一, 宗门内和控制的强者无数。 万一我们惹恼了他们, 到时候整个大炎, 生灵涂炭。 你与朕都将成为大炎的罪人, 被世世代代唾骂。 洛青州一脸平静地道, 我们还有选择吗? 除了放手一搏, 还能如何? 南宫火月微微低头, 看着手里的传讯宝蝶, 沉默片刻。 他把传讯宝蝶收了起来, 看向他道, 朕早就决定放手一搏了, 这个时候再后悔, 也已经晚了。 就像, 朕把身子和整个大炎的命运都交给你了, 就算后悔, 也来不及了。 你说呢? 洛青州拱手道, 臣绝不辜负, 过来。 南宫火月打断了他的话, 语气和眼神都变得格外的温柔, 轻声道, 过来轻振一下, 轻嘴, 轻脸, 轻手, 或者轻脚, 或者其他地方, 都可以, 随你。 你这次在边境立下了大功, 挽救了大炎, 朕说过, 要好好奖赏你的, 等奖赏完了, 朕还要给你一个惊喜。 洛青州看着他温柔的目光, 正了正, 走了过去, 在他身旁单膝跪下, 然后凑过去, 对着他娇美的脸蛋, 轻轻亲吻了一下, 道, 陛下, 先说惊喜吧。 希望是真的惊喜, 而不是惊吓。 说实话, 我有些忐忑。 南宫火月眯了眯眸子, 突然伸手抱住了他的脖子, 双眸冷冷地盯着他道, 如果待会儿你, 真要觉得是惊吓, 朕保证会立刻让你人头落地。 洛青州呼吸一致, 道, 陛下, 请说。 南宫火月又冷冷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放松开了他, 身子一斜, 在椅子上躺好, 一双修长笔直的美腿扬了起来, 搭在了桌上, 两只赤折的雪白玉卒, 也从滑落的裙摆中露了出来, 白的耀眼, 美的诱人。 洛青州亲吻一遍, 美清一口, 立刻说一句夸振的话和爱振的话。 等这些全部做完后, 朕就把那个惊喜告诉你。 朕可以保证, 绝对是惊喜, 黄命难违。 何况, 眼前又是自己可高高在上, 又可卑微在下的妻子。 所以, 洛青州决定满足他。 陛下真好看, 尘爱陛下。 陛下真温柔, 尘爱陛下。 洛青州一边亲吻着, 一边说着夸赞的话。 南宫火月斜躺在椅子上, 双臂抱胸, 嘴角微微翘起一抹弧度, 满脸骄傲和得意的神情。 很快, 洛青州从头到尾, 全部亲吻和夸赞了一遍。 南宫火月不禁瞥了他一眼, 动了洞红裙下的雪白玉卒, 冷哼道, 果然还是本性难移, 最喜欢这里。 洛青州道, 陛下, 可以说惊喜了吗? 南宫火月盯着他的眼睛, 冷声道, 说, 你最喜欢谁? 洛青州道, 最喜欢的, 自然是陛下。 南宫火月挑了挑眉道, 不是晴儿小姐, 不是你家缠缠, 不是你那位月瑶姑娘吗? 洛青州沉默下来, 没有说话。 南宫火月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方缓缓坐了起来, 伸出一双雪白玉卒, 命令道, 帮朕穿上鞋袜。 房门轻轻打开, 越武穿着一袭薄纱长裙, 双手捧着鞋袜, 姿态柔婉地走了进来, 然后低着头, 把手里的鞋袜, 低到了洛青州的面前。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一眼他胸前露出的白皙, 没有说话, 接过鞋袜, 然后蹲下身子, 帮女皇穿上。 南宫火月从椅子上起来, 没有再理睬他, 拖着红裙, 神情威严地走出了房间。 带他走到门外时, 方转过头看着他道, 先让越武伺候你吧, 他会告诉你, 那个惊喜的。 朕还有事, 要去卫阳宫一趟。 说完, 在女子侍卫的簇拥下离开。 知呀, 房门被那名叫做小和的宫女关上。 房间里, 安静下来。 洛青州看着眼前的少女道, 岳武, 到底什么惊喜? 告诉我。 岳武低着头, 脸上爬上了两抹红韵。 低声道, 陛下说了, 让岳武先, 先伺候公子, 洛青州道, 你先说惊喜。 岳武咬了咬粉唇, 羞涩而倔强地道。 先伺候公子, 洛青州道, 你不先说惊喜, 你就别想。 岳武的脸蛋顿时更红了, 抬起头眸子看着他道, 公子, 岳武可以保证, 真的是惊喜, 洛青州有些无语, 陛下也是这么说的, 可是他并没有说。 岳武轻声道, 公子, 岳武可不敢骗你, 那可说不准。 洛青州耸了耸肩, 岳武微微撅起小嘴,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这种事情, 他可以主动, 但可不好意思勉强。 而且, 上次以后, 他是真的害怕, 洛青州在女皇刚刚坐过的椅子上坐了下来, 端起酒壶, 倒了一杯酒, 一边喝着, 一边随手从桌上拿了一本书籍, 翻开随便看着, 嘴里道, 你要是不先说, 那我就看书了。 他翻看的书籍, 正是女皇新修改的大研婚姻法。 两个正妻, 看到这一条, 他突然想起了昨晚微末说的话来。 岳姐姐, 他会同意, 正在他胡思乱想着时, 岳武走了过来, 红着脸蛋低声道, 公子, 岳武不敢违抗陛下的命令, 洛青州似乎没有听到他的话, 神情恍惚, 目光再一次看向了储物界中。 大宝和二宝, 在小树下睡着了。 小火狐正在追逐着那条小飞蛇, 每当小飞蛇落下后, 小火狐就会故意吓唬着追过去。 洛青州又在其他地方寻找了一遍, 依旧没有找到之前看到的第三只小白兔。 嘶, 他突然身子一颤, 正要从储物界中收回目光时, 突然看到放置生活用品的地方, 有些东西似乎被人动过。 他身子僵硬, 立刻把目光移了过去。 那里不仅放着他外出必备的一些东西, 还放着小蝶二小姐, 以及蝉蝉的一些东西, 还有几件诗书的, 以及罗长前辈送给他的那些, 还没有送出去的东西。 而且, 角落里, 还放着一些书籍。 其中最重要的一些书籍, 什么插画, 什么图的, 似乎都被人动过。 自从上次怀疑月姐姐进去看过后, 他就做了一些标记。 比如每本书的上下位置, 倾斜程度等等, 他都悄悄做了一些隐蔽的手脚。 只要有人动过, 甚至翻开过, 就会留下痕迹。 大宝二宝? 小火狐? 小飞蛇? 不太可能吧? 这个地方, 他们应该是找不到, 也过不来的。 他可是故意隔开了。 那么, 就只有一个可能。 想到此, 他突然打了个哆嗦。 月姐姐, 难道真的藏在他的储物界里? 这时, 他突然想起来, 花谷的神魂在储物界里, 变得得越来越强大。 月姐姐也曾经说过, 储物里可以治疗神魂, 让神魂变强。 刚好, 月姐姐又是神魂受伤了, 所以, 他闭上了眼睛, 脑中一片空白, 稍稍歇息了一会儿, 方重新睁开了双眼。 显然, 月姐姐就在里面。 不过, 既然月姐姐不想让他知道, 那么, 他就继续装作不知道吧, 免得对方难堪。 毕竟以月姐姐的性子, 这种事情, 肯定不好面对的。 月武间他在想事情, 没有打扰他, 默默地起身出了房间。 片刻后, 他又回来了。 月武该告诉你陛下的事情了。 他红着脸道, 嘴唇也格外红润。 洛青州收起了传讯宝蝶, 看向了他。 月武低声道, 公子, 陛下他, 洛青州心头莫名一跳, 道, 陛下怎么了? 月武看着他, 轻声道, 陛下他, 有喜了, 洛青州闻言一愣, 有喜了? 什么有喜了? 一时之间, 他还没有反应过来。 月武扑斥一笑, 道, 就是怀宝宝了呀, 陛下怀上宝宝了。 嗡, 洛青州的脑中顿时嗡的一声, 一片空白。 半晌后, 他张了张嘴, 傻傻地道, 怀上, 谁的宝宝了? 月武脸上的笑容顿时一僵。 碰! 房门突然被人踹开。 南宫火月带着威严的皇冠, 拖着长长的火红衣裙, 满脸怒气地走了进来, 怒目而失道。 楚飞扬, 你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 洛青州, 月武连忙低头告退, 帮他们关上了房门。 洛青州将了将, 回过神来, 连忙过去拉住了他的手道。 陛下, 我不是那个意思。 南宫火月一把甩开了他的手, 随即走进里屋, 拿了一柄宝剑出来, 筐地从剑桥拔出, 寒光森森地指着他道, 楚飞扬, 有种你就再把刚刚的话, 当着朕的面说一遍。 洛青州连忙举手投降, 陛下, 陈梅, 他刚要说自己没中, 突然又指住了话。 他当然有种。 他的种, 现在就在陛下尊贵的圣体中。 陛下, 臣错了, 臣真的没有别的意思, 他只得继续道歉, 目光时不时看向他的肚子, 依旧恍若做梦一般。 他要当爹了。 南宫火月双眸瞪着他, 但很快, 毛子里就蓄满了泪水。 洛青州慌忙过去道, 陛下, 是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陛下若是气不过, 就一剑刺了我吧, 可别哭坏了身子。 说吧, 两根指头忽地捏住了剑人, 对着自己的胸膛, 就狠狠刺了一剑。 南宫火月顿时脸色一变, 慌忙向后撤剑, 但似乎已经来不及了。 锋利的剑尖快速划破了洛青州的衣服, 随即静顺着他的皮肤滑到了叶下, 然后突然从他的叶下刺了过去。 啊! 洛青州顿时惨叫一声, 表示自己被刺伤了。 他如今已经是大宗师后期的修为, 即便没有凝结护体光照, 普通的刀剑如果不带着厉害的剑芒, 也是没法刺穿他的皮肤的, 只会从皮肤上滑走。 南宫火月发现被骗, 顿时眸子一瞪, 长腿一扬, 一脚向着他的双腿中间踢去, 落着眼泪怒道, 踢碎你这坏蛋。 洛青州双腿一夹, 轻松地夹住了他的脚, 随即伸手揽住了他的仙腰, 强行把他揽在了怀里, 道, 陛下, 肚子里有宝宝了, 要温柔点, 别太暴力了。 小心宝宝在肚子里悬了, 出来就踢你。 南宫火月忍不住扑斥一笑, 却是满脸泪水, 气道, 宝宝就算要踢, 也是踢你这个坏蛋。 随即流着眼泪哭道, 你这坏蛋, 人家怕你担心, 所以你离开时并没有告诉你, 谁知道你, 你竟然说出那样的话来, 朕, 朕要杀你的头。 说着, 挣扎着又要踢他。 洛青州紧紧抱着他道, 陛下, 都是我的错, 我道歉, 要杀要寡, 悉听尊便。 不过, 可以先让我看看我的宝宝吗? 我要看看, 我家宝宝是男侍女, 是长得像我, 还是长得像陛下。 南宫火月抹着眼泪道, 当然长得像朕。 你那么丑, 哼, 才不要像你呢? 洛青州把他抱了起来, 走向了里屋。 很快, 里面便传来了两人轻声细语, 格外温柔的声音。 看出来了吗? 是男侍女? 看不出来? 哼, 你不是那么厉害吗? 还有你不知道的事情? 应该是一个可爱的小公主。 你看她睡得这么老实, 一动不动。 要是小皇子, 早就踢你了。 你喜欢女儿? 都喜欢, 不过相对来说, 自然想要一个可爱的女儿。 可是所有的人都喜欢儿子。 只要生下来, 我都喜欢, 我都会一视同仁, 绝不会偏袒任何一个。 可是, 朕想要一个男孩。 这样的话, 朕这以后大言的皇位, 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传给他了。 可以先生一个小公主, 第二个再生一个小皇子, 然后继续生小公主, 小皇子, 小公主, 小皇子, 一直生一百个。 不吃, 你当真是什么? 猪吗? 猪也生不了那么多呢。 那是公猪不行。 那个, 陛下要是不想再生, 没关系, 我可以再让别人生, 反正我有那么多。 陛下, 不能抓那脸。 哼, 走, 起嫁去秦府。 朕要当着她的面, 宣布这个消息。 谁? 当谁的面? 倪岳母。 晌午时分。 秦府, 宋如月正系着围裙, 在厨房亲自准备午饭。 梅尔切尔几人, 则在一旁帮忙。 小蝶也在一旁摘着青菜。 宋如月在锅里, 放入了洗净的骨头, 又放了姜葱, 然后盖上了锅盖, 准备煮汤。 正在此时, 周管家突然匆匆走来, 在门外道, 夫人, 陛下来了, 已经快到门口了。 此话一出, 厨房里的人顿时吓了一跳。 宋如月慌忙解下围裙, 去洗了手, 然后带着众丫鬟快步走向了大门外, 又转头吩咐道, 小蝶快去通知微末, 让她出来接驾。 小蝶答应一声, 匆匆去了后院。 宋如月带着众丫鬟快步来到了大门外, 下了台阶。 一对护卫簇簇拥着一架滑贵的马车, 从前面的巷口缓缓驶来, 很快来到了境前。 宋如月连忙带着众丫鬟参拜。 在洛青州离京的时日, 南宫火月经常会来秦府找秦二小姐说话, 所以早就吩咐过他们不用跪拜心大理。 月武掀开了车帘, 洛青州搀扶着一席火红衣裙的女皇陛下, 从马车里出来。 不过, 她现在是楚飞扬。 虽然她万般劝说, 不想与女皇陛下一起过来, 但却推辞不了。 女皇陛下是铁了心, 要来耀武扬威了。 秦夫人, 免礼。 南宫火月下了马车, 亲自过去扶住了低头弯腰行礼的宋如月。 满脸笑意地道, 今日震过来, 是想来散散心, 跟威莫说说话。 顺便告诉你们一声, 秦大人和秦公子正在回来的路上, 秦夫人不用担心。 此话一出, 宋如月顿时满脸喜色, 连忙感激道, 多谢陛下, 多谢陛下。 随即连忙邀请道, 陛下, 楚公子, 快请进。 南宫火月跟着他一起走上了台阶, 突然转头问道, 洛青在府中吗? 跟在身后的楚飞扬, 嘴角顿时抽出了一下。 宋如月顿时满脸欠一道, 青州早上还在的, 这会儿应该是出去了。 马上就要春围了, 青州这段时日一直在外面游历, 说是要增长见识, 开阔视野, 很少在家的。 陛下若是要见他, 待会儿让威莫派丫鬟去, 不用, 朕就是随口一问。 南宫火月淡淡一笑, 道, 的确快要春围了, 朕就不打扰洛青了。 说完, 突然捂着嘴巴, 呕了一声。 宋如月连忙关切地问道, 陛下, 身子不舒服吗? 南宫火月道, 是有些不舒服。 宋如月担忧道, 要不要去找太医来看看? 南宫火月叹了一口气, 道, 太医已经看过了, 没什么用。 宋如月一听, 顿时满脸忐忑, 陛下这事哪里不舒服? 南宫火月神情淡淡地道, 秦夫人还是问朕的夫君吧, 都是他害的。 害朕这段时日都不能安心处理朝政。 哼, 洛青州, 这时, 秦儿小姐在秋儿和小蝶的搀扶下, 柔柔弱弱地从庭院里走了出来, 低头请安。 哦, 这时, 南宫火月突然又适时地干呕了一声。 秦儿小姐抬起头来, 宋如月连忙转过头问道, 楚公子, 陛下到底怎么了? 若是哪里不舒服, 得赶快治。 门里门外的人, 目光都看向了某人。 洛青州心头暗暗叹了一口气, 只得硬着头皮道, 陛下没什么大碍, 只是, 有喜了。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一愣。 宋如月立刻反应过来, 顿时满脸欢喜道,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陛下竟然有喜了, 这是上天保佑, 上天保佑, 我大言啊。 秦儿小姐满脸愕然的表情。 洛青州与她目光对视了一眼, 很心虚地移开了目光。 虽然她也是刚知道。 南宫火月看了秦儿小姐一眼, 嘴角微微勾起了一抹弧度, 似乎很满意她的反应。 可惜, 她看了门里其他人一眼, 并没有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身影。 陛下, 快请见。 快进屋里坐着, 外面风大, 小心着凉。 宋如月连忙搀扶着, 满脸堆笑。 看起来, 她是由衷地为这位女皇陛下感到欢喜。 洛青州跟在后面, 进了大门, 随即悄悄靠近了秦儿小姐, 笛声道, 我也是今早进宫才知道, 秦儿小姐目光悠悠地看了她一眼, 没有说话。 洛青州心头顿时有些忐忑起来。 她先是秦府的坠婿, 后才是女皇的夫君, 现在却是女皇先有了喜。 而且她更觉得对不起小蝶。 小蝶对于肚子里的宝宝, 可是念叨了很久。 哎, 她只是觉得现在还不是时候, 所以没敢要。 谁能知道, 女皇陛下直接就中招了。 人家失书那么多次, 每次都没有做任何防御措施, 怎么就没事。 秦家众人簇拥着女皇陛下进了客厅。 宋如月小心翼翼地问道, 陛下用善了吗? 南宫火月在椅子上坐下, 道, 还没。 宋如月一听, 连忙对着下面吩咐道, 亲儿, 梅儿, 快去, 再准备一些好菜, 周管家, 再去买一条新鲜的鱼, 我来亲自下厨。 几人答应一声, 立刻退下。 南宫火月也未推辞, 道, 那就麻烦秦夫人了。 宋如月满脸堆笑道, 不麻烦, 不麻烦, 陛下先与威莫聊着, 臣妇就先去厨房了。 南宫火月突然道, 朕想在府中走走, 方便吗? 宋如月连忙道, 方便, 当然方便。 随即连忙对自家闺女道, 威莫, 陛陛下去府中转转, 可别失礼了。 秦儿小姐微微低头道, 是。 宋如月匆匆退下。 南宫火月站起身, 伸出一只御手, 看向了某人。 洛青州过去扶着她, 低声道, 陛下, 您要去, 后院。 南宫火月直接出了门, 轻车熟路地向着后院走去。 秦儿小姐带着锹和桌, 跟在后面。 月舞和几名女子侍卫, 则跟在最后面。 南宫火月先是来到了梅乡小园, 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 转过头看着后面柔弱的少女道, 威莫, 洛青对你还好吧。 秦儿小姐看了某人一眼, 微微低头道, 多谢陛下关心, 青州哥哥对威莫很好。 南宫火月目光动了动, 她经常出去,小心在外面偷心。 才子嘛, 都是风流花心, 喜欢处处留情的。 别到时候回来时, 带着一群的女人回来了。 秦儿小姐低着头, 没有说话。 南宫火月又意味深长地道, 不过也没事, 反正你是正妻嘛, 她带回来的女人再多, 也要喊你一声姐姐。 说完, 她继续向前走去。 然后, 停在了灵禅月宫的门前。 看着关闭的院门, 她的目光中露出了一抹复杂之色。 秦儿小姐抬头看了她一眼, 低声道, 陛下, 百灵在家, 前几次来, 百灵可把这位女皇陛下给气坏了。 所以, 今日她先提醒了一声。 南宫火月一听, 顿时脸色一沉, 道, 在家又如何? 难道朕还会怕了那个小丫头? 说吧, 对身旁的某人命令道, 去, 敲门。 洛青州低声道, 陛下, 我们去后面的花园逛逛吧。 这里没什么好玩的。 南宫火月顿时眯了眯眸子, 你敲不敲? 洛青州看了一眼她的脸色, 没敢再围你, 只得过去抬手敲门。 咚, 咚, 咚。 很快, 里面传来了一道清脆悦耳的声音, 谁? 谁在外面咚咚咚? 洛青州嗨嗨了一声, 道, 是百灵姑娘吗? 陛下驾道, 快出来迎接。 里面立刻道, 不是小百灵, 小百灵不在。 洛青州指得道, 那你是谁? 快开门。 里面似乎吞吐一下, 立刻变了奸细的声音道, 我是小鹦鹉, 我只会学人说话, 咕咕咕, 我不会开门。 家里没人, 只有我这一只可怜的小鹦鹉呢。 洛青州无语, 转过头, 看向女皇陛下。 南宫火月冷着脸道, 朕不管。 今日你要是不让他开门, 朕就为你是问。 洛青州道, 要不, 破门而入。 南宫火月顿时冷声道, 我们是来做客的, 又不是来抢劫的, 朕只是想要进去拜访一下秦大小姐而已。 洛青州指的低声道, 秦大小姐没什么好拜访的, 他不爱说话, 不一定会理睬陛下。 南宫火月顿时邪逆着他道, 你怎么知道? 你跟他很熟? 洛青州低头道, 曾经陈来秦府见过。 南宫火月眯了眯眸子, 道, 朕今日就是要进去。 你那么厉害, 朕又为你怀了孩子, 你连这点事情不做不到吗? 这句话, 他故意放大了一些声音。 洛青州无奈, 指的又道, 要不, 臣跳进去给陛下开门。 南宫火月闻言, 沉吟了一下, 目光看向了身旁的秦二小姐。 没想到秦二小姐竟然点了点头, 低声道, 嗯。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正要跳进去时, 院门吱压一声, 突然打开。 百灵从门缝里露出了小脑袋, 灵动的眸子滴溜溜地看着他们, 问道, 谁怀了小宝宝? 南宫火月一脸得意。 这, 百灵眨了眨眸子, 看着他道, 陛下跟谁的。 南宫火月眸中怒意一闪, 道, 自然是跟朕的夫君, 楚飞扬的。 百灵愣了愣, 没有再说话, 目光看向了某人。 洛青州心虚地转过头, 空气突然变得安静。 少请。 哦, 那恭喜陛下。 百灵淡淡地说了一句, 然后砰了一声, 关上了院门, 动静很大的插上了门栓。 南宫火月张了张嘴, 似乎想要说什么, 最终没有说出口。 几人又在门外站了一会儿。 他方转过身道, 走吧, 既然秦大小姐不欢迎朕, 朕就去别处逛吧。 他眸中露出了一抹思索之色, 几人又在后面的花园和其他地方逛了一会儿。 清二过来喊他们吃饭。 当一行人来到前厅时, 突然发现一袭粉色衣裙的百灵, 竟然站在走廊上, 手里拿着一只鲜花, 正在醉醺醺地绣着。 夏禅则抱着剑, 神色冰冷, 站在他的旁边。 这时, 百灵视而不见, 一边嗅着手里的花, 一边嘀咕道, 小丑永远都是小丑。 秦府大厅, 秦大小姐一袭雪白衣裙, 正一个人坐在窗前的椅子上, 安静地看着书。 晌午的阳光透过窗帘, 洒落在他的身上。 那绝美的容颜和那一尘不染的雪白身影, 在阳光下, 唯美如幻。 南宫火月在众人的簇拥下, 进了大厅。 第一眼, 便看向了他。 这一刻, 空气仿佛突然一致。 秦大小姐依旧低着头, 在安静地看着书, 仿佛处在另一个世界。 屋里, 突然寂静无声。 秦二小姐连忙过去, 低声提醒道, 姐姐, 陛下来了。 秦大小姐仿若未闻, 南宫火月在原地顿了顿, 走了过去, 目光重新看着眼前这张完美无暇的脸蛋。 虽然极力压制, 但他的心头, 还是不自觉地, 升起了一股嫉妒与气氛。 不过, 想到肚子里的孩子, 以及对方现在的情况, 他立刻又释然了。 秦大小姐在看什么说? 他主动开口, 脸上并没有任何被冒犯的不满表情。 语气也很平淡。 秦坚家这才抬起头来, 看了他一眼, 神情轻了, 礼法。 南宫火月威正, 目光看向了他手里的书籍。 随即他淡淡一笑, 道, 秦大小姐向来不出门, 看着干嘛。 秦坚家低下头, 目光重新落在了手里的书籍上, 轻轻翻了一页, 淡淡地道, 知理。 知理? 南宫火月目光一闪, 随即意味深长地看着他道, 的确该看看。 有些礼数, 即便不出门, 在家里也用得着。 接着, 他又道, 比如, 父母之间, 姐妹之间, 夫妻之间, 甚至是, 姐姐妹夫, 大姨子小姨子之间, 这些, 都要讲礼数。 秦大小姐安静地翻着书页, 没有再说话。 南宫火月本要再说几句的, 目光忽地看到了, 他瞳孔中有些暗淡的神采, 沉默了一下, 道, 秦大小姐一直都是一个人吗? 这时, 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道清脆的声音, 当然不是。 我家小姐, 还有可爱的小百灵和蝉蝉呢。 南宫火月没有再说话。 这时, 宋如月与丫鬟端着菜, 从外面走了进来, 满脸堆笑道, 威莫, 快请陛下和楚公子坐下, 饭菜都准备了。 随即他有些, 惊讶地看向窗前道, 咦, 尖家也出来了。 百灵在门口探出脑袋道, 夫人, 小百灵就站在这里, 你都没有看到吗? 宋如月进屋放下手里的菜, 出来看了他一眼, 道, 看到了, 看到了。 说完, 又匆匆去了厨房。 很快, 桌上已经摆满了丰盛的菜肴, 色泽鲜艳, 香气扑鼻。 南宫火月没有客气, 直接坐在了主位, 然后拉着洛青粥坐在了他的旁边。 待所有人都落座后, 宋如月端起了茶杯, 满脸笑容道, 威莫, 尖家, 我们一起敬陛下和楚公子一杯。 陛下有喜了, 这可是我大言的大喜事啊。 秦二小姐端起了茶杯, 看向了旁边。 南宫火月的目光, 也看向了秦大小姐。 尖家? 宋如月连忙又提醒了一声。 这时, 秦大小姐方缓缓端起了桌上的茶水。 宋如月笑道, 陛下, 我们敬你一杯, 祝陛下早生贵子, 也祝陛下与楚公子美美满满, 白头偕老。 说完, 先一饮而尽, 茶杯里都是清茶, 而南宫火月的茶杯里, 则是清水。 宋如月可不敢给这位女皇陛下乱喝东西。 多谢。 南宫火月微微一笑, 微微仰头, 引进了杯中清水。 宋如月连忙起身, 亲自为她添水, 又拿起旁边干净的筷子, 给两人加菜。 满脸殷勤道, 陛下, 楚公子, 吃菜, 吃菜。 南宫火月拿起筷子, 加了一块肉, 递到了旁边某人的嘴前。 洛青州愣了一下, 低声道, 陛下, 我自己吃。 南宫火月眯了眯眸子, 道, 张嘴。 洛青州不敢再推辞, 只得低头张嘴, 吃了进去。 宋如月满脸笑容道, 陛下对楚公子, 可真是宠爱啊。 南宫火月淡淡一笑, 道, 夫妻之间, 自然要相亲相爱。 在他面前, 朕只是一个妻子而已, 不是皇帝。 宋如月立刻又夸赞道, 楚公子真是好福气啊, 竟然能遇到陛下这么好的女子。 洛青州低头吃着菜, 没有吭声。 宋如月不断地说着话, 活跃着气氛。 秦二小姐偶尔会开口说几句, 秦大小姐则依旧一言不发。 午饭快结束时, 南宫火月放下了筷子, 目光看向宋如月, 道, 秦夫人, 朕今日来, 其实还有一件事, 想跟您商量一下。 宋如月一听, 立刻正经微作, 道, 陛下请吩咐, 什么商量不商量的, 只要, 娘亲。 一旁的秦二小姐, 突然轻声打断了她的话, 脸上带着温婉的笑容, 道, 让陛下先说吧。 宋如月张了张嘴, 没再说话。 南宫火月看了秦二小姐一眼, 淡淡一笑, 并未拐弯抹角, 直接道, 是这样的, 朕现在怀了孩子, 又诸事繁忙, 无法伺候飞扬。 所以, 朕想为她再找一个女子, 好跟在她身边服侍她。 飞扬为我大言, 立下了汉马功劳, 可以说, 直接挽救了我整个大言。 按照大言法律, 飞扬是可以多取几个妻妾的。 虽然朕是皇帝, 但也不愿意做一个小气之人。 所以, 朕今日前来, 是想跟秦夫人您商量一下。 此话一出, 桌上的人都疑惑地看着她。 宋如月愣了愣, 道, 陛下, 这种事情, 您自己决定就可以了, 干嘛要? 突然, 她似乎想到了什么, 连忙道, 陛下是不是看中了我秦府的哪个女子? 正在此时, 门口突然探出一只小脑袋来, 满脸焦急地道, 夫人, 不, 不能答应她。 小百灵声是秦府的人, 死是秦府的鬼, 要一辈子都陪在小姐身边的, 才不要嫁出去服侍别人呢。 屋里突然寂静了一下, 宋如月立刻挥手驱赶道, 去去去, 去院子里采花去, 别来捣乱。 哦, 门口的脑袋, 立刻消失不见。 宋如月的目光, 重新看向了对面的女皇陛下, 心头突然有些忐忑起来, 道, 陛下的意思是, 南宫火月脸上带着淡淡的笑意, 道, 朕几次来秦府, 都会去后院, 秦夫人还不明白吗? 宋如月顿时心头一震, 洛青州连忙在桌下对着女皇陛下踩了一脚, 正要说话时, 南宫火月突然扭头看着她道, 飞扬, 你踩朕干嘛? 朕这不是在说吗? 你这什么劫? 你再着急, 也至少也问问秦夫人和秦大小姐的意见吧。 说完, 她看了对面的秦大小姐一眼, 道, 秦夫人, 奸家生得这般漂亮, 年龄也到了, 是时候该嫁人了。 飞扬是我大言数一数二的修炼者, 以她对国家的功绩, 封王也不为过, 这几日, 朕已经在与朝廷大臣讨论了。 等她封了王, 就有正式的身份, 爵位了, 到时候让奸家嫁过去, 也不算辱没了你秦家。 您说呢? 宋如月满脸呆滞的表情, 半赏后, 她方颤声道, 陛下, 南宫火月挑了挑眉, 道, 怎么, 秦夫人不愿意, 还是说, 舍不得。 宋如月连忙道, 不, 当然不是, 只是, 只是, 她低下了头, 不敢看自己的女儿, 惶恐地道, 奸家她, 她曾经嫁给人, 有过婚姻, 楚公子这般身份, 又是陛下的夫君, 我们秦家实在是, 实在是不敢, 南宫火月孝道, 只要秦夫人和秦大小姐同意, 没有人敢说三道四。 至于飞扬, 她当然更不会嫌弃。 秦夫人难道没有发现吗? 自从秦大小姐出现, 镇这夫君就跟丢了魂一样, 时不时偷看她。 秦大小姐的美貌, 连镇看了都动心, 何况是她。 这件事, 她保证一万个愿意。 洛青州立刻开口道, 陛下, 我没有, 你闭嘴。 南宫火月瞥了她一眼, 道, 镇在跟秦夫人说话, 你别插嘴。 洛青州看着她的眼神, 又看了一眼对面的秦大小姐, 没有在说话。 南宫火月的目光, 又看向了一旁的秦二小姐, 笑道, 威莫, 你觉得如何? 秦二小姐微微低头, 脸上看不出其他情绪, 柔声道, 这件事, 需要姐姐自己做主。 南宫火月的目光, 看向了秦大小姐。 这时, 宋如月却突然开口道, 陛下恕罪, 这件事, 我们不能答应。 南宫火月看向她道, 为何? 宋如月低着头, 脸色变换着, 沉默了一下, 方抬起头道, 其实, 奸家她, 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哦? 此话一出, 桌上的人, 都神色各异地看着她。 宋如月脸色战红, 似乎有些羞耻, 微微低了下头, 犹豫了一下, 还是鼓起勇气道, 陛下, 奸家性子冷淡, 喜欢安静, 很少离开家, 我们也舍不得她离开。 所以, 我们一家人的意思是, 不能让她嫁出去, 如果非要嫁的话, 那她就嫁给家里的人。 桌上突然寂静下来, 洛青州的目光, 正正地看着她。 南宫火月愣了一下, 眸中光芒闪动, 道, 秦夫人所指的家里的人, 是指, 宋如月抬起头, 虽然脸上依旧带着有些羞耻的表情, 但眼神和语气却异常坚决, 我家贤婿, 清州。 屋里, 突然寂静。 半晌后, 南宫火月方微微醋眉, 开口道, 秦夫人, 据朕说所知, 秦大小姐不是才与洛青合离了吗? 宋如月微微低头, 道, 是, 他们是合理了。 他脸上的神情有些复杂, 悠悠叹了一口气, 道, 可是他们, 毕竟曾经正式拜堂成亲了, 夫妻一场。 尖家又不想嫁人, 我们也不想让他嫁出去, 他对清州也没有之前那般抵触, 所以, 南宫火月转过头, 看向了旁边的某人。 若清州低下头, 心头的情绪复杂难明。 原来岳母大人, 心头早就做出了决定, 难怪那段时日, 对她的态度充满了怨气。 秦二小姐突然轻声开口道, 陛下, 其实有些事情并非陛下想的那样。 姐姐与清州哥哥的关系一直都很好, 他们两个一直都相互尊敬, 情色和谐。 至于何离, 我吃饱了。 秦大小姐突然起身, 走出了大厅。 走廊上的百灵和夏禅, 立刻跟在了身后。 但很快, 百灵又偷偷溜了回来。 窗户旁露出了一只小耳朵。 那耳朵上还插着一朵粉嫩的小花朵, 在明媚的阳光下, 娇美可爱。 南宫火月开口道, 威莫, 你想说什么? 秦二小姐看了她旁边的某人一眼, 微微低下了头, 轻声道, 威莫想说, 姐姐可能后悔了, 屋里突然陷入了安静。 南宫火月突然神情淡淡地道, 这种事情, 后悔还来得及吗? 宋如月立刻道, 当然来得及。 尖家和清州都是我们家里的人, 又不是外人, 怎么会来不及? 秦二小姐也轻声道, 只要清州哥哥和姐姐愿意, 那就来得及。 南宫火月眯了眯眸子, 转过头, 又看向了身旁的某人, 开口道, 飞扬, 你觉得这样的事情, 来得及吗? 洛清州低着头, 吞吞吐吐, 尴尬道, 陛下, 这种事情, 是, 是人家的家事, 桌下的脚, 突然被人狠狠踩住。 洛清州闭上嘴巴, 没敢再吭声, 又安静了许久。 南宫火月方淡淡地开口道, 好吧, 既然秦夫人这么说, 那朕也就不好, 再勉强了。 如果秦大小杰和洛清, 真的前缘未尽, 那朕自然会祝福他们。 宋如月见此, 顿时松了一口气, 连忙道, 多谢陛下。 南宫火月没有再说话, 秦二小姐对着他旁边的某人, 悄悄挤了下眼睛, 嘴唇微微抿了一下。 洛清州没敢回应, 几人又聊了几句。 南宫火月抬头看了看外面的天色, 宋如月和秦二小姐连忙起身恭送, 到了大门外。 南宫火月转过头道, 秦夫人, 记得带朕向洛清问好。 顺便带朕恭喜她, 算了, 到时候, 你们若是重新办喜事, 朕会当面来恭喜她的。 毕竟, 她冷冷地瞥了旁边的某人一眼道, 毕竟她可是朕的公骨之臣。 说完, 轻轻甩了下袖袍, 上了马车。 洛清州又与秦二小姐对视了一眼, 方连忙跟上了马车。 驾! 护卫簇拥着马车, 缓缓离开。 直到队伍走出小巷后, 宋如月方敢抬起头来, 面露忧色, 微默, 陛下好像有些不高兴。 我们拒绝了她和楚公子, 会不会, 秦二小姐轻声安慰道, 娘亲, 没事的。 陛下心胸宽广, 不会因为这件事怪罪我们的。 宋如月文言, 心头烧鞍, 道, 也是, 陛下估计也只是随口一提, 哪有妻子会真正为自己的夫君, 嗨嗨, 不说了, 不说了, 秦二小姐突然看着她道, 娘亲, 您怎么会突然同意, 宋如月顿时翻了白眼, 一脸埋怨地看着她道, 娘亲能不同意吗? 你三天两头, 在娘亲耳边旁敲侧击, 吹迷糊风, 一会儿说你姐姐好可怜, 没有人陪, 也没有人说话。 一会儿又说, 那小子有多好, 有多优秀。 还说, 尖家现在, 跟那小子的关系有多好, 每晚听他讲故事, 逼着他唱歌, 还弹琴给他听, 哼, 若真是这样的话, 娘亲还敢反对吗? 秦二小姐鸣嘴一笑, 轻密地抱着她的胳膊道, 娘亲, 威莫真没有撒谎, 不幸娘亲去问百灵和缠缠, 只要青州哥哥去灵缠月宫了, 姐姐就跟变了一个人样的呢, 心情明显变得很好了。 宋如月沉默了一下, 道, 若是真是如此, 那就再好不过了。 刚好, 尖家也不用嫁出去了, 娘亲和你爹爹, 也不用担心, 他去别人那里受委屈了。 秦二小姐笑道, 在家里, 姐姐肯定不会受委屈的, 就算要受委屈, 也是青州哥哥受委屈。 青州哥哥在外面那么厉害, 在姐姐的面前, 却是乖巧老实得很呢。 宋如月看着她道, 你确定兼家和青州都会同意? 秦二小姐点头道, 当然。 宋如月微微醋了醋眉头, 道, 那到时候, 他们不是还要再重新拜堂成亲? 秦二小姐笑道, 不用, 反正都是一家人了, 没那么多讲究。 宋如月轻轻叹了一口气, 心头五味杂陈。 事已至此, 他还能再说什么呢? 女儿能够幸福就好。 至于那小子, 不得不说, 他还是非常满意的。 走吧, 回去吧, 你去看看兼家, 陪他说说话, 再问问他的意见。 他若不反对, 不吭声, 那就是成了。 秦二小姐笑道, 娘亲还挺了解姐姐的。 宋如月白了她一眼道, 我生的闺女, 我能不了解吗? 还有你, 你以为娘亲什么都不知道? 早就知道, 你对那小子有意思了。 哼, 当初还把他藏在床上, 你当娘亲是傻子吗? 后面的邱儿和小蝶, 都眼嘴偷笑起来。 女皇的马车驶出小巷, 在街道上缓慢行驶着。 车厢里, 女皇冷着脸, 闭目养神。 洛青舟坐在旁边, 殷勤地帮她捶着腿, 目光时不时看向她的肚子, 直到现在, 还感觉像是做梦。 马车很快过了护城河的拱桥, 进入了皇城。 这时, 南宫火月方睁开眼, 冷冷地看着她道, 不解释一下吗? 洛青舟一脸茫然道, 解释什么? 南宫火月眯了眯眸子, 道, 自然是你与你的前妻。 你们什么时候和好的? 什么时候准备复婚? 你家岳母大人, 什么时候答应的? 是你先勾引你家大姨子的, 还是她先勾引你的? 老实交代。 洛青舟僵了僵, 道, 陛下, 我要是说, 我根本就不知道这件事, 您相信吗? 南宫火月冷哼道, 你觉得呢? 你觉得朕会相信吗? 洛青舟沉默了一下, 道, 二小姐的确有这个想法, 但我从未同意过。 我已经与大小姐合离呢, 怎么可能又在一起? 我不可能去勾引她。 而她, 陛下也知道她的性格, 她也更不可能勾引我。 南宫火月冷声道, 那你家岳母大人, 刚刚为何那样说? 洛青舟思考了一下, 道, 可能是为了拒绝陛下。 毕竟, 他们都不想让秦大小姐离开, 而且, 秦大小姐的性子不太好, 若是进了宫, 与陛下相处, 只怕会冒犯到了陛下。 所以, 我家岳母大人不敢同意。 南宫火月顿时冷笑一声, 道, 那你是怎么想的? 对她还有想法吗? 洛青舟没有立刻回答, 看着她反问道, 陛下, 我能不能问一下? 你怎么突然想到, 要让秦大小姐嫁给我了? 就是为了试探我吗? 南宫火月沉默了一下, 瞪眼道, 是, 朕当然不是真心的。 朕就是要看看, 你是不是对她于情未了。 洛青舟微微皱眉, 轻声道, 陛下想多了。 有些事情, 一旦过去, 就不可能回头了。 何况, 如今陛下已经怀了我的孩子, 我怎么可能再胡思乱想? 南宫火月冷哼一声, 道, 你确定你, 没有胡思乱想? 洛青舟道, 我没有。 南宫火月突然又道, 那在莫城为你燃烧神魂, 陪你同生共死的那个女人呢? 你确定, 也没有对她胡思乱想? 此话一出, 洛青舟顿时沉默下来。 南宫火月看着她, 也没有再说话。 不多时, 马车在摇滑宫前停下。 洛青舟起身, 搀扶着她下了马车。 南宫火月没有让她进去, 看着她道, 回去吧, 不用陪朕了。 该回去多陪陪你家威莫, 她才是一个真正的好妻子, 从来没有嫉妒和排斥过任何人, 哪怕是她从未见过的。 说完, 她进了大门。 走出几步后, 她突然又回过头道, 对了, 带朕跟月瑶姑娘道一声谢, 谢谢她帮忙守城, 也谢谢她, 舍身救了朕的夫君。 还有, 告诉她, 只要她愿意, 朕同意她进门。 但是, 她要喊朕姐姐, 毕竟朕才是正妻。 说吧, 红裙摇曳, 快步离开。 洛青舟站在门外, 待了许久, 方转身向着宫外走去。 当她以洛青舟的身份, 回到秦府时, 宋如月正好从大门里走出来, 看到她后愣了一下, 惊讶道, 青舟, 这么早就回来了。 对了, 陛下今天来了, 还问起你了。 你要是有时间, 就进宫去见见陛下。 马上就要春围了, 到时候的电视, 可是陛下亲自出题, 你得多跟陛下说说好话, 讨得陛下的欢心, 说不定到时候直接就是状元了。 说到此, 她笑了起来, 满脸兴奋和期待道, 若是你真成了状元, 我们一家人都会跟着沾光。 到时候等你立下功绩, 说不定还能帮岳母大人 讨一个告命夫人回来呢。 洛青舟看着她脸上灿烂而亲切的笑容, 想到她的好, 不禁心头一暖, 低头恭敬道, 岳母大人放心, 青舟一定会帮您讨一个告命夫人回来的。 宋如月顿时眉开眼笑, 道, 你说道, 君子一言, 四马难追, 可不能偏岳母哦。 洛青舟道, 绝不敢欺骗。 宋如月笑了笑, 又勉励了几句, 方带着梅儿心情愉悦地离开, 去了店铺。 洛青舟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方进了府。 当她回到梅乡小园时, 秦儿小姐一袭素白衣裙, 披着外衣, 正柔柔弱弱地坐在小园的石桌前, 在安静地翻看着手里的书籍。 洛青舟走过去时, 她突然抬起头来, 轻声道, 青舟哥哥, 这本大言理法, 你认真看过吗? 洛青舟文言微正, 目光看向了她手里的书籍, 道, 看过, 怎么了? 秦儿小姐低下头, 又看了一眼上面的文字, 方轻声道, 没怎么, 顿了顿。 她又抬起头道, 青舟哥哥, 微末刚刚突然发现, 这本书的里面, 好像隐藏着一个秘密。 秘密。 洛青舟愣了一下, 在她身旁坐下, 拿起了桌上的书籍, 随手翻看着, 道, 什么秘密? 秦儿小姐盯着她安静地看了一会儿, 秦升道, 一个会让秦舟哥哥下一条吃一惊的秘密。 洛青舟看向她道, 真的。 秦儿小姐很肯定地点头道, 嗯。 洛青舟与她目光对视了几秒, 低头翻着书籍道, 第几页。 秦儿小姐顿了顿, 道, 十二。 房间里, 寂静无声。 洛青舟翻到了十二页, 低着头, 一字一句认真地看着。 秦儿小姐坐在旁边, 默默地看着她。 片刻后, 洛青舟看完了这一页上的所有文字, 她似乎并没有发现什么。 但她神色凝重, 心头似乎已经隐隐猜到了什么。 她又重新看了一遍, 然后缓缓抬起头来, 沉默了一下, 道, 那封修书呢? 秦儿小姐微微低头, 仿佛不敢面对她的目光。 然后, 她缓缓从袖中拿出了那封似乎早已准备好的修书, 递到了她的面前。 洛青舟顿了顿, 接在了手里, 徐徐展开。 百灵写的, 然后, 百灵签的字, 她还清晰地记得当时的情况。 她正正地看着手中的修书, 脑中嗡嗡作响。 虽然她的脸上依旧保持着平静, 但心头却是涌动着各种复杂的情绪。 沉默半嗓, 她方缓缓抬起头, 看向了自家娘子, 轻声开口道, 微末, 这应该是你出的主意吧? 秦儿小姐低着头, 手指头在裙子上搅啊搅, 像得做错了事的孩子, 一声不吭, 满脸忐忑。 洛青州没忍心责备, 又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修书, 神色复杂道, 大小姐知道吗? 秦儿小姐低声道, 后来才知道的,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岳父大人和岳母大人呢? 秦儿小姐弱弱地道, 爹爹应该知道了, 娘亲笨, 所以, 洛青州看向她道, 那我岂不是更笨? 秦儿小姐的脸颊, 顿时埋在了鼓鼓的胸脯里。 唉, 洛青州不禁叹了一口气, 没想到我在外面赤渣风云, 在家里却是, 青州哥哥, 对不起, 秦儿小姐抬起头来, 眸中擒着眼泪, 可怜巴巴地道, 对不起, 是薇莫骗了你, 是薇莫的错, 你, 你打薇莫吧。 洛青州一脸无奈, 你觉得我舍得吗? 你在做出这么可怜兮兮模样, 我就只能打自己了。 我怎么觉得, 是我自己错了, 是我在欺负你呢? 秦儿小姐抽气道, 就是青州哥哥在欺负人家, 呜呜, 洛青州又叹了一口气, 道, 好了, 不是你的错, 是我的错, 行了吧。 秦儿小姐抹了抹眼泪道, 青州哥哥既然知道错了, 那就赶快挽回吧。 以姐姐的性子, 是不可能会主动的, 只有靠青州哥哥的厚脸皮了, 不对, 是魅力。 洛青州, 可是, 我对大小姐, 青州哥哥, 相信薇莫, 你一定不会后悔的, 以后你一定会感激薇莫的。 姐姐那么漂亮, 其实, 我是个脸盲, 看不出谁漂不漂亮, 那真是巧, 蝉蝉, 百灵, 小蝶, 秋儿, 猪儿, 陛下, 美娇姐, 雪衣姐, 师叔, 龙儿姑娘, 月舞月影姑娘, 还有紫霞师傅, 还有薇莫, 不是可爱, 就是漂亮。 薇莫, 别胡说, 哪有那么多, 你干脆把我认识的女子都加上得了。 对了, 谢谢青州哥哥提醒, 还有师姐, 师妹, 是不是还有其他师叔, 前辈什么的, 懒得理你, 就知道青州哥哥知道了真相, 只想去理最漂亮的姐姐了, 哼哼, 洛青州直接把她抱起了起来, 走向了礼屋, 上了床, 然后堵住了她的小嘴, 窗外, 阳光明媚, 有鸟在院里的树枝上欢快地鸣叫着, 小蝶又拿着扫帚, 在驱赶鸟, 嘴里嘀咕道, 快走, 别打扰公子和二小姐午休, 蔚蓝的天空上, 太阳渐渐蜥移, 不多时, 洛青州出了小院, 由于扮上, 走向了旁边的灵缠月宫, 来到门口, 她又迟出着, 不敢敲门, 正在徘徊着时, 院门枝鸦一声打开, 小百灵探出了脑袋, 眨着灵动的眸子惊讶道, 姑爷, 你回来了? 怎么不敲门? 随即笑嘻嘻地道, 是怕进来又要唱小毛驴吗? 洛青州看着她娇美如花的脸蛋与笑容, 不知道该说什么, 百灵立刻打开门, 翠声邀请道, 姑爷, 快进来吧, 小姐在后院弹琴, 缠缠在那里练剑, 今天不会让姑爷唱小毛驴的, 姑爷就放心吧, 洛青州还在犹豫着时, 百灵已经出来, 拉着她的衣袖, 把她牵了进去, 然后一脸狐疑地看着她道, 姑爷, 几日不见, 你怎么, 好像变得害羞了, 随即又横道, 原来姑爷每次来这里, 都要欺负人家呢, 语气里似乎带着一丝 为什么现在不欺负人家来的忧怨, 洛青州被她拉进了小院, 开口道, 百灵, 听说陛下今天来府中了, 百灵突然停下脚步, 转过头看着她, 没有说话, 洛青州与她目光对视了片刻, 脸上不禁露出了一抹自嘲, 原来你也知道了, 随即又道, 是二小姐告诉你的, 还是你自己知道的, 百灵眨了眨漆黑灵动毛子, 疑惑道, 姑爷, 你在说什么呢, 小百灵好像听不懂呢, 洛青州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没有再说话, 走向了后院, 百灵突然跟在后面道, 姑爷, 等等, 给小姐拿件衣服, 小姐这几日受了风寒, 身子不太舒服呢, 说着, 她连忙跑进了屋里, 很快拿了一件雪白的外衣, 过来塞进了洛青州的手里, 道, 姑爷, 快去给小姐披上吧, 百灵还要去采花呢, 说完, 蹬蹬蹬地跑走了, 洛青州正了正, 低头看着手里的衣裳, 触手柔软, 如水轻柔, 上面散发着一股大小姐独有的淡淡清香, 似花飞花, 她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方缓缓走向了后院, 当她来到后院时, 只看到秦大小姐一袭雪白衣裙, 独自一个人坐在凉亭里, 正安静地看着书, 缠缠不知道去了哪里, 洛青州又在四处看了一眼, 犹豫了一下, 方拿着衣裳走了过去, 秦大小姐似乎听到了脚步声, 抬起头来, 目光看向了她, 午后的阳光格外明媚, 落在她那纯白的衣裙上, 和绝美无瑕的脸颊上, 仿佛为了她镀上了一层淡淡的光辉, 唯美如画, 洛青州走进凉亭, 微微低头, 双手递上了手里的雪白衣裳, 道, 大小姐, 百灵让我给你拿来的, 秦大小姐顿了顿, 没有接, 也没有说话, 低下头, 继续看着手里的书籍, 洛青州又等了片刻, 方缓缓抬起头, 看向她那张绝美无瑕的脸颊, 一缕清风, 徐徐吹来, 并脚的乌黑发丝, 轻轻飞舞着, 在那张绝美的脸颊上, 调皮地浮动着, 浮动了一会儿, 她方抬起玉手, 把那缕调皮的发丝, 轻轻拢在了耳后, 这很自然的一个动作, 却洛青州呼得恍惚了一下, 这时, 她突然发现, 她的脸色有些苍白, 嘴唇的颜色, 似乎也有些太淡, 大小姐, 听百灵说, 你这几日受了风寒, 身子不舒服, 外面有风, 你还是回屋吧, 洛青州轻声道, 秦大小姐仿若未闻, 依旧低着头, 安静地看着书, 呼, 这时, 又一阵风吹来, 秦大小姐雪白的衣裙, 乌黑的绣发, 皆轻轻飘动起来, 洛青州连忙站在了她的身后, 为她遮住了风, 犹豫了一下, 展开了手里的衣裳, 轻声道, 大小姐, 风大, 把衣服穿上吧。 秦大小姐, 依旧没有说话, 洛青州又盯着她的侧颜看了一会儿, 方低下身子, 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雪白衣裳, 披在了她的身上。 秦大小姐微微低垂地长长睫毛, 很明显地颤动了一下, 但依旧没有说话。 洛青州看了她一眼, 见她没有任何反应, 这才稍稍动作大些, 帮她裹好了衣裳。 做完这些, 她方直起身子, 站在她的身后, 神情复杂, 正正地看着她的背影。 梁亭里, 安静无声, 只有书页偶尔翻动的声音。 洛青州又站了一会儿, 准备默默离开。 这时, 秦大小姐终于开口, 今天女皇来了。 洛青州文言微正, 停下了脚步道。 嗯, 她不确定秦大小姐 是否已经知道她的身份了。 不过, 既然百灵都知道了, 那秦大小姐没有理由不知道。 所以, 她没有在装傻。 秦大小姐抬起头来, 看着她道, 她说, 让我嫁给别人。 顿了顿, 她又道, 那个人叫楚飞扬, 我不认识她。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岳母大人已经拒绝了。 秦大小姐看着她道, 你是读书人, 熟读礼法。 你觉得, 我该嫁给楚飞扬吗? 洛青州微微低头, 道, 不该。 秦大小姐的脸上依旧看不出任何情绪, 道, 为什么呢? 洛青州低着头, 沉默了片刻, 道, 楚飞扬配不上大小姐。 秦大小姐又安静地盯着她看了她一会儿, 方旦旦地道, 我也这么觉得。 随即又道, 那你觉得, 谁配得上我呢? 洛青州抬起头, 看了一眼她那清冷而美丽的眸子和绝美无瑕的脸蛋, 沉默了一下, 道, 大小姐的漂亮, 即便是天上的仙女, 也比不过。 所以, 秦州觉得, 这世间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得上大小姐。 秦大小姐沉默了片刻, 道, 好吧, 我明白了。 你是想让我一辈子孤苦伶仃一个人, 对吗? 洛青州连忙道, 不是。 那是什么? 秦大小姐目光平静地看着她。 洛青州低下头, 一时之间心绪复杂, 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秦大小姐又盯着她看了她一会儿, 方低下头, 继续翻看着手里的书籍, 道, 回去吧, 我要看书了。 洛青州的心头, 顿时升起一股更加复杂难明的情绪。 有自责, 有愧疚, 有忐忑, 有彷徨, 有自残行贿, 也有其他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 纠缠成了一团。 她神情恍惚地走出了凉亭, 正要走出那道园门时, 身后突然又传来了秦大小姐的声音, 晚上记得来请安。 洛青州一正, 顿了顿, 转过头道, 洛青州站在门外发了一会儿呆。 然后, 去了后面的花圃。 春日的花圃中, 鲜花烂漫, 岔子烟红。 一股股迷人的花香, 随着午后的清风扑鼻而来, 令人心神皆醉。 洛青州停在了花圃前。 花圃中, 一袭粉裙的小百灵, 正蹲在一层盛开的鲜花旁, 在满脸幸福地绣着上面的花香。 她手里拿着一束盛开正念的鲜花。 粉色的花心中, 一只蜜蜂正在嗡嗡地踩着花蜜。 踩完了花蜜, 她又轻盈地落在了小百灵的脑袋上, 似乎把她也当成了鲜花, 想要继续踩蜜。 百灵呼得咯咯一笑, 伸出了一根纤细的指头, 轻轻戳了戳她。 那蜜蜂竟然又震动翅膀, 落在了她的指尖。 百灵把她拿到眼前, 眨着灵动的毛子看着她道, 小蜜蜂啊小蜜蜂, 你是不是觉得小百灵比这些花都要香啊? 蜜蜂嗡嗡嗡。 百灵又唤了另一个小女孩稚嫩的声音, 自问自答道, 是啊,是啊, 小百灵姐姐比这些花可要香多了, 美多了呢。 嘻嘻。 说完, 她嘻嘻一笑, 只见轻轻一动, 小蜜蜂嗡嗡嗡地飞走了。 当她准备去采摘另一朵仙花时, 呼地抬起头, 看向花圃外, 仙师愣了一下, 然后惊讶道, 姑爷, 你怎么来了? 说着, 是不是又想来糟蹋人家的花? 骆青舟看着她, 沉默了一下, 道, 蝉蝉呢, 在后院没有看到她。 百灵疑惑道, 后院没有吗? 那肯定在房间睡觉, 毕竟昨晚, 哼, 累着了。 骆青舟脸上露出了一抹尴尬, 道, 百灵, 姑爷问你一件事。 百灵立刻警惕道, 关于谁的? 骆青舟道, 大小剑。 百灵立刻摇头, 不知道, 百灵什么都不知道。 哼, 百灵的小嘴可紧了, 姑爷休想, 让人家出卖小剑。 随即又哼道, 糖葫芦也没用。 骆青舟道, 我没糖葫芦。 百灵顿时撅嘴道, 那就更别想了。 哼, 骆青舟没有再多说, 道, 那算了。 说完, 她转过身, 准备离开。 走出几步后, 百灵突然又开口道, 姑爷, 小姐的事情, 你可以直接去问二小姐, 二小姐什么都知道的。 骆青舟转过头看着她, 顿了顿, 道, 其实我也什么都知道了。 百灵危证, 道, 姑爷知道什么了? 骆青舟道, 什么都知道。 百灵与她目光对视着, 没有再说话。 我走了。 骆青舟挥了挥手, 快步离开。 百灵又在花铺里站了一会儿, 呼地拿着鲜花, 跑回去了灵缠月宫, 跑进了后院。 梁亭里, 秦大小姐正微微低头, 在谈着古情。 百灵来到近前, 看了一眼她身上披着的外衣, 又等待了一会儿, 方轻生开口道, 小姐, 刚刚姑爷来, 对你说什么了? 秦大小姐沉默了一下, 道, 没说什么。 百灵嘴唇动了动, 似乎还想问什么, 秦生已经再次响起。 她只得小声嘀咕了一句, 人家都怀上宝宝了, 小姐都不知道着急, 哎, 没想小缘。 骆青舟回到房间, 看了一眼桌上的日月宝镜。 镜面上, 已经凝集了四滴深蓝色的灵液。 她拿出瓷瓶, 收集了起来, 继续把日月宝镜放在桌上, 对着外面的光线。 秦二小姐还在礼物睡觉。 她在角落里的蒲团上坐下, 在掌心低了两滴灵液, 准备修炼。 等今晚给大小姐请安后, 她就进宫修炼。 想要快速修炼, 只能继续去皇宫地底, 在灵矿之星下面修炼。 现在她的目标是一年后的九州大会, 还有缥缈先宗。 所以, 即便她的修炼会对灵矿之星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她也不在乎了。 因为到时候, 她要给大爷迎来更好, 更多的灵矿。 女皇已经怀了她的孩子, 月姐姐为了救她而神魂受到重创, 秦家也有这么多人需要她保护, 所以她必须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否则, 等哪天缥缈先宗知道了墨城的事情, 那就晚了。 体内的能量开始涌动。 她闭上了双眼, 很快便进入到了修炼的状态。 窗外, 太阳渐渐息坠。 秦二小姐醒来后, 见她再修炼, 没敢打扰, 悄无声息地出了房间, 然后去了隔壁的灵缠月宫。 小蝶守在走廊上, 太阳很快落山。 夜幕落下时, 小蝶在走廊上和大门口挂上了点亮的灯笼。 洛青州从修炼状态醒过来时, 秦二小姐依旧还没有回来。 她走到窗前, 把日月宝镜上新名具的灵液收了起来, 然后翻了一面, 重新放在了那里。 出了房间, 小蝶正在走廊上一针一线地绣着荷花。 即便光线昏暗, 她的手法也极为熟练, 甚至不用看, 也能熟练地穿针影线。 洛青州走了过去, 在她身旁的椅子上坐下。 小蝶这才惊醒过来, 转头看着她道, 公子, 你修炼完了吗? 洛青州点了点头, 伸手把她娇小玲珑的身子抱了起来, 放在了自己的腿上。 小蝶顿时扭捏道, 公子, 别, 待会儿二小姐他们回来了。 洛青州安慰道, 没事, 我可以看到外面。 小蝶这才安静下来, 顿了顿, 把手里的东西轻轻扔在了地上的篮子里, 然后转过身子, 双臂抱住了她的脖子, 脸颊贴着她的脸颊, 轻泥地磨蹭着, 轻声道, 公子, 奴婢想你了, 洛青州心头满是愧疚, 轻轻抚摸着她的秀发, 柔声道, 小蝶, 想啊孩子吗? 小蝶愣了一下, 连忙点头, 抱紧了她, 有些委屈地道, 公子, 奴婢想, 奴婢早就想要了, 洛青州没有再说话, 直接抱起她, 进了房间, 不知过了多久, 猪儿拎着灯笼, 秦儿小姐在秋儿的搀扶下, 回到了小院, 刚进屋, 她突然停下了脚步, 看了屋里一眼, 然后, 她转过身道, 走吧, 去娘亲那里, 陪娘亲说说话, 猪儿立刻拎着灯笼, 在外面引路, 秋儿也看了屋里一眼, 搀扶着秦儿小姐, 缓不出了小院, 没想小缘, 灯笼, 哐当哐当地晃动着, 不知又过了多久, 洛青州从屋里出来, 在井边洗了个澡, 换了身宽大的乳袍, 然后出了门, 去了隔壁的灵禅月宫, 来到门口, 不带她敲门, 院门以吱压一声打开, 柏林在门里催声道, 姑爷, 你怎么现在才来, 你要是再不来, 人家就要睡觉了, 人家一睡觉, 就没有人给你开门了, 洛青州走进去道, 不是还有禅禅吗, 她晚上不是不睡觉吗, 在这里,小柏林才是关门弟子, 和开门弟子, 没有小柏林的允许, 谁都不能进来, 洛青州转过头道, 这么厉害, 柏林满脸得意地道, 那当然, 姑爷可要巴结好人家, 不然以后想要进来, 可没门, 洛青州点头道, 好的, 待会儿姑爷, 给大小姐请完安后, 就去你房间巴结你, 说完, 快步去了后花园, 柏林脸色一变, 正了正, 顿时对着她的背影, 跺了跺脚道, 坏姑爷, 人家才不会让你得逞呢, 片刻后, 她回到了房间, 犹豫了一会儿, 走到衣柜前, 在衣柜里挑选了一件新裙子, 然后对着镜子照了起来, 嘴里不自觉地哼起了歌, 我是一只小毛驴, 它从来也不骑, 嗯, 我干嘛要唱这首歌, 哼, 这是坏姑爷唱的, 是笨潺潺唱的, 人家才不要唱呢, 后花园, 月光皎洁, 洒落在凉亭里, 一袭雪白衣裙的少女, 沐浴着洁白的月光, 仿佛被镀上了一层圣洁的光辉, 朦朦胧胧, 唯美如幻, 洛青舟在门口看了一眼, 神情复杂地走了过去, 大小姐, 青舟给您请安, 一如曾经, 她刚入秦府不久, 还是一个卑微可怜的坠婿, 她的坠婿, 秦大小姐抬起头, 双眸如黑夜般漆黑而深邃, 安静地看着她, 沉默片刻, 她突然问道, 你知道什么了? 洛青舟微正, 抬起头, 看着她道, 大小姐问的是什么? 秦大小姐目光平静地看着她, 绝美的容颜依旧清冷似雪, 你自己明白? 洛青舟沉默了一下, 道, 二小姐今日, 给我看了大言礼法, 秦大小姐道, 然后呢? 洛青舟道, 我以前也看过, 不过, 没有细想, 也根本就没有注意过那里, 今日, 二小姐专门让我看了那一页, 哪一页? 秦大小姐, 神情淡淡地看了她, 洛青舟与她目光相对, 道, 关于何离的解释, 秦大小姐安静了一下, 道, 然后呢? 洛青舟顿了顿, 道, 然后, 我就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秦大小姐继续问道, 洛青舟低下头, 拱手道, 明白以后, 青舟依旧要经常过来, 给大小姐请安, 明白, 大小姐依旧是大小姐, 不是, 大姨子, 梁亭里, 突然安静下来, 许久之后, 秦大小姐, 语气淡淡地道, 回去吧, 洛青舟没有多说, 低头告退, 带她走到门口时, 秦大小姐突然又道, 新的, 婚姻法, 你看了吗? 洛青舟愣了一下, 心头顿时一沉, 沉默了一下, 道, 看了, 秦大小姐没有再说话, 洛青舟又看了她一眼, 拱了拱手, 恍惚离开, 出了灵缠月宫, 她在门口站了许久, 方回到梅乡小园, 跟小蝶交代了一声, 然后出了府邸, 去了皇宫, 唉, 该怎么对陛下开口呢? 她不敢开口, 她能够想象得到, 当陛下得知真相后, 会是多么的愤怒, 但这件事, 她却不得不说, 宛若一水送别, 她满怀悲壮地进了皇宫, 摇华宫, 书房中, 灯火明亮, 香烟鸟鸟鸟, 南宫火月一袭火红衣裙, 正坐在桌前, 认真地批月着面前的奏折, 乐舞则跪坐在旁边, 低着头, 安静地严琢磨, 不多时, 门外突然传来了小河的声音, 陛下, 公子来了, 南宫火月文言威正, 目光看向了门口, 顿了顿, 道, 让他进来吧, 知呀, 房门打开, 洛青州从门外走了进来, 躬身行礼, 乐舞看了他一眼, 起身恭敬地打了招呼, 然后, 低头出了房间, 房门轻轻眼上, 南宫火月看着门口道, 这么晚来, 是有事吗? 洛青州心头忐忑, 一时之间, 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他犹豫了一下, 指得道, 没事, 就是想来看看陛下, 南宫火月文言挑了挑眉, 是想来看看朕, 还是想来看看你的宝宝? 洛青州不自觉地看了一眼他的肚子, 心头更加犹豫不决, 南宫火月见他脸上神色似乎不对, 有些疑惑, 怎么了? 到底有什么事? 你是朕的夫君,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随即又道, 站那么远干嘛? 怕朕吃了你。 洛青州走了过去, 看了一眼他的椅子, 没敢坐上去, 他低下头, 直接双膝一弯, 跪坐在了他的红裙下, 不是他怂, 实在是这件事太过离谱, 太让人猝不及防了, 直到现在, 他都感觉像是在做梦, 若是陛下知道了, 会有怎样的反应, 简直不敢想象。 南宫火月见此他如此模样, 顿时猝了猝眉头, 眉宇间露出了一抹凝重之色, 道, 不会做了对不起朕的事情吧? 或者背叛了朕? 又或者, 你要离镇而去, 去九天摇台。 洛青州低头不语, 房间里沉默了片刻, 南宫火月放下了奏折, 伸手拍了下自己的椅子, 轻声道, 起来吧, 坐这里。 你我是夫妻, 无论你做了什么, 或者你准备做什么, 只要你有足够的理由, 朕都可以原谅你。 洛青州心头愈加愧疚, 缓缓起身, 在他旁边坐下了下来。 南宫火月轻声道, 抬起头来, 看着朕。 洛青州缓缓抬起头, 与他目光对视着。 南宫火月又贴近了他, 轻声道, 抱着。 洛青州心头一揉, 又伸出手臂, 轻轻抱住了他。 南宫火月这才语气平静地道, 说吧, 没事的, 朕会心平气和地听你说下去。 即便你要离开, 即便你要抛弃朕, 朕也会安安静静地听你说完的。 洛青州苦笑一声, 道, 当然不是, 我怎么可能离开陛下, 更不可能抛弃陛下。 除非, 即便我死, 也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 南宫火月的目光顿时变得柔和起来, 随即低下头, 轻轻依在了他的怀里, 柔声道, 那就没事了。 其他任何事情, 朕都可以原谅你。 洛青州抱紧了他, 又沉默了片刻, 方道, 陛下, 您觉得, 秦大小姐怎么样? 您, 南宫火月突然抬起头, 从他怀里离开, 看着他道, 是关于他的事情吗? 洛青州低声道, 是。 南宫火月顿时眯了眯眸眸子, 神色渐渐变冷, 看来, 你果然对他于情未了, 开始后悔了, 又或者, 又重新开始垂涎他的美貌了, 是吗? 说到此, 他脸上又露出了一抹讥讽之色, 以前你或许不敢, 现在, 你今非昔比了, 今日, 你岳母大人又亲自发话了, 所以, 你就开始蠢蠢欲动了, 是吗? 陛下, 下去。 南宫火月冷冷地道, 洛青州愣了一下, 方反应过来, 只得松开了他,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又重新跪坐在了他的脚下。 哼, 果然是好色之徒。 南宫火月脸上, 重新恢复了女皇的威严与气势,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道, 朕刚跟你说怀了宝宝, 你就开始基于你家大姨子的身子了。 而且, 竟然还敢色胆包天, 过来询问朕对他的意见。 怎么? 是想让朕点头同意, 让你娶他过门吗? 哼, 不知羞耻, 恶心! 陛下, 我, 你闭嘴! 你是读书人, 听说过好马不吃回头草吗? 当初他对你爱理不理, 连洞房都找别人代替, 最后又无情地羞了你。 你就没点读书人的傲气和骨气。 现在竟然还舔着脸, 要回头去舔他, 你就不觉得丢人。 陛下, 其实, 你闭嘴! 你不就是垂涎他的美貌和身材吗? 哼, 他的脸蛋的确很漂亮, 身材和胸部也跟朕平分秋色, 但你别忘记了, 他根本就不可能像朕这般对你千一百顺地服侍你。 你就算娶了他, 他也只是一个冰雕。 你跟他恩爱, 他躺在哪里一动不动, 甚至坑都不坑一声。 你觉得有意思吗? 陛下, 南宫火月胸脯起伏, 没有在说话, 手突然捂住了自己的肚子。 洛青州脸色一变, 慌忙起身道, 陛下, 你怎么了? 南宫火月没有回答, 闭上了双眼, 缓缓地靠在了后面的椅子上。 半晌后, 他方语气冰冷地道, 你如果真要问朕对他的意见, 那朕就告诉你, 朕, 极度。 洛青州威政, 他是第一个跟你拜堂成亲的, 也是第一个让你心动的女子, 对吗? 南宫火月睁开双眼, 看着他道。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低下了头, 似乎在回忆着曾经刚入坠秦府的点点滴滴。 当初看到秦大小节的第一眼, 他的确是怦然心动了。 那般漂亮如仙女一般的人儿, 突然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又突然变成了他的娘子。 他怎么可能不心动? 南宫火月见他沉默, 没有再说话。 又过了许久, 他方淡淡地开口道, 朕出了极度, 没有其他的想法了。 你如果真想娶他, 那就以洛青州的身份, 重新与他拜堂成亲吧。 到时候, 朕会让美娇和雪姨代替朕去秦府为你们祝贺, 朕就不去了, 免得看着心里难受。 顿了顿, 他又道, 朝臣已经一致同意, 封你为王, 封地在火月国, 朕曾经的封国。 至于亲王的称号, 你可以自己决定, 过两日, 就可以昭告天下了。 你成了王, 就可以迎娶美娇和雪姨了。 他们两个, 朕很愿意。 洛青州神色复杂, 道, 陛下, 这不是朕一个人的意思。 南宫火月面无表情地看着他道, 这是白院长和五大宗门, 以及其他各个修炼世家, 以及边境的军队联合提议的。 你两次为大盐力挽狂澜, 拯救了大盐, 拯救了大盐所有的修炼者和百姓, 这是你应得的, 并不是朕训私给你的。 楚飞扬, 你可能还不知道, 你如今无论是在大盐的修炼者中, 还是在大盐的军队中, 都有着无与伦比的威望和名誉。 若是换一个人, 朕这个皇帝, 可能就吃不好, 睡不好, 要想方设法, 除削除你的影响了。 幸好, 你是朕的夫君, 而且朕了解你, 你对皇权并没有任何兴趣。 其实, 就算你没有这些显赫的功绩, 按照规矩, 你也可以封一个只有虚名的王爷的。 现在, 就更名副其实了, 再也不会有任何一个人质疑朕了, 也没有人会嘲笑你吃软饭。 这个王位, 你是凭着你自己的本事得来的。 当然, 朕也沾了你的光。 现在没有哪个修炼势力敢反对朕了, 那些军队和诸侯, 也对朕这皇帝心服口服了。 毕竟, 朕的夫君, 可是大宗师高手, 谁敢不服。 洛青州低着头, 心潮起伏。 南宫火月说完后, 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道, 去吧, 朕想休息了。 洛青州看了一眼他肚子, 没有再说什么, 站起身道, 陛下, 我想去地底修炼。 南宫火月点了点头, 道, 的确该去修炼了, 朕与朕的宝宝, 还有大爷, 都要靠你了。 你若是不修炼厉害点, 到时候缥缈先宗来收赔偿, 若是收不到, 说不定就要把镇这一国之军给抓走了。 洛青州平静地道, 陛下, 绝不会发生那样的事情的。 南宫火月叹了一口气, 道, 这是孤注一掷, 一年的时间其实很短, 很快就过去了, 希望你可以成功。 镇宇大爷的命运都交给你了。 洛青州没有再说话, 又看了一眼他的肚子, 转身离开, 直接去了地底。 南宫火月靠在了椅子上。 许久之后, 他拿出了传讯宝蝶, 给某人发了一条消息, 师姐, 你真厉害。 他对他的月姐姐, 痴迷至极, 现在对当初修了他的秦大小姐, 竟然也恋恋不舍, 消息回复过来。 是吗? 南宫火月。 不过你别高兴太早了, 镇是正妻, 你能不能进门, 需要镇说了算。 即便是你妹妹, 也需要听镇的。 所以, 师姐, 你该好好巴结和讨好镇了。 现在, 先叫一声姐姐听听, 对方没有再回复。 南宫火月, 嘴角微微翘了翘, 收起了传讯宝碟。 想着到时候拜堂成亲时, 那个骄傲的女人穿着大红洗袍, 端着茶水, 走到她的面前, 低下高贵的头颅, 叫她姐姐时的画面, 她竟有些难以抑制的兴奋和迫不及待。 哈哈哈哈。 嗯? 矜持, 矜持, 镇现在是皇帝, 很快, 他神魂出窍。 哈哈哈哈哈哈, 镇现在是田狗, 呸, 我现在是小月, 想笑就笑。 哈哈哈哈。 洛青州来到地底, 一股精纯的元气扑面而来。 他在灵矿之心下面坐下, 然后又拿出了灵液, 再掌心低了两滴。 大宗师后期的进程还差二十点。 他准备这一次闭关, 直接全部修炼完。 否则, 救不出去。 至于什么正妻和妾, 各种修罗场的事情, 他不想再想了。 大不了洛青州是洛青州, 楚飞阳是楚飞阳。 两个身份, 各有两个正妻就是了。 他没必要为这些事情耗费心神, 浪费时间。 既然决定要闭关, 他自然要先通知岳姐姐和其他人一声。 他拿出了传讯宝碟, 先给岳姐姐发了消息。 接着, 又给龙儿和郡主, 以及师叔师傅发了消息, 又给朱燕发了消息, 询问对方安好。 朱燕这次没有在边境找到自己的爱妃, 想必很难过。 估计茶饭不思, 每天都在伤心流泪之中。 这头上古凶兽, 虽然脾气暴躁, 但也是个重情重义, 对其爱妃情深义重的好男, 值得尊敬。 朱燕很快回复了消息, 杨阳, 为兄没事。 嘿嘿, 悄悄告诉你, 为兄在回来的路上, 邂逅了一场美丽的爱情, 遇到了一个很美很美的美人。 为兄把他带回来了, 与他相处了几日, 越发爱他了。 至于以前那个背叛为兄, 给为兄戴绿帽子的丑八怪, 为兄已经忘记了。 杨阳, 天涯何处无芳草? 只要咱有本事, 何愁找不到美人? 你说是不是, 洛青州, 很快, 一张图片发送了过来, 附上了一句话, 杨阳, 这就是为兄现在的爱妃美人, 也是你的嫂嫂。 你看看, 美不美, 洛青州看着图片上的黑影, 在夜色下黑漆漆的, 完全看不到脸, 只能看到两个粗大的朝天鼻孔。 美, 嫂嫂真美。 兄长的眼光, 果然非同反响, 他违心地拍着马屁。 猪猪, 哈哈哈哈, 谢谢老弟的夸奖, 老弟很OK哦。 为兄的眼光, 向来天下无敌。 不说了, 为兄要去宠幸你扫扫了, 洛青州立刻把照片删除掉。 这时, 郡主回复了消息, 陛下应该跟你说了吧。 不过我和雪姨都拒绝了, 父王去世不久, 我们不能澄清, 至少也需要守校一年, 洛青州。 嗯, 我知道, 小美娇, 你好好修炼, 我会经常去陪薇莫的。 自从我们大言与飘渺先宗签订了那些条约后, 陛下每天都很忧心, 大家也都很担心, 怕每一天大言就没有了。 所以, 就只能靠你了, 洛青州。 嗯, 我一定会守护好大言的小美娇, 陛下告诉你了吗? 洛青州, 陛下有喜的事情。 小美娇, 看来已经告诉你了, 恭喜你, 洛青州。 郡主, 对不起, 我还没有帮你报仇。 不过你放心, 我一定会杀了那个女人的小美娇。 谢谢, 不要太勉强。 你修炼吧, 不打扰你了, 我还要去陪娘亲。 这几晚, 她经常做噩梦哭泣, 洛青州。 嗯, 带我向王妃问好, 接着, 她又回复了龙儿和师父的消息。 龙儿回来后, 就在东湖下面闭关修炼了。 师父在边境突破了大宗师的境界, 回来后, 又开始努力修炼了, 显然不想被师叔甩太远。 师叔没有立刻回复, 应该正忙着。 至于岳姐姐, 同样没有回复。 洛青州等了一会儿, 收起了传讯宝蝶。 此时, 体内的灵液已经化作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在体内流淌了。 她静心凝神, 闭上了双眼, 开始运转功法。 很快, 头顶出现了一道透明漩涡。 灵矿之心中蕴含的精纯元气, 开始顺着那道漩涡, 源源不断地涌入她的体内。 元气快速被炼化成了能量。 浩瀚的能量开始如潮水一般, 凶猛地冲刷淬炼着她的经脉、 血壳和全身各个器官以及骨骼肌肉等等。 肉身的淬炼, 永无止境。 转眼间, 过去了五天的时间。 期间, 南宫火月每天都会下来, 每次都在门口站着, 默默地看了她许久, 然后又默默地离开了, 并未打扰她。 这天夜晚, 洛青州感到体内能量满意, 开始蠢蠢欲动。 同时, 全身各个器官、 骨骼肌肉等等, 也开始在渴望着什么。 她从修炼状态中醒来, 缓缓收了功法, 又平复了一会儿体内的能量。 她拿出了健体时, 握在了掌心, 查看着自己现在的数据。 大宗师后期, 静城九十五化神静初期, 静城九十虽然感到体内能量满意, 已经无法再吸收炼化元气了, 但肉身修炼的静城并没有到达一百。 显然, 还需要外力的刺激与磨炼。 她吐出了一口浊气, 收起了健体时, 然后起身, 出了地底。 来到修炼室时, 发现女皇陛下已经躺在榻上睡熟了。 她轻轻猝着眉头, 显然睡之前, 还在想着心事。 洛青州翘无声息地走过去, 帮她盖好了被子, 她要抚摸一下她的肚子, 又忍住了。 踏前的桌子上, 放着一张纸条。 纸条展开, 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一些字。 洛青州犹豫了一下, 拿了起来, 仔细看着上面的内容。 边境飘渺先宗, 数次无中生有找查, 偷偷派人潜入灵丘城, 他们怀疑当初莫成飘渺先宗长老和弟子被屠杀, 与大言有关。 这上面, 甚至还提到了她的名字。 洛青州眼中, 寒芒闪烁。 该来的, 迟早要来。 不过现在对方还没有证据, 应该还在调查。 那天, 莫成中有很多大言人看到, 相信这件事, 瞒不了多久。 她得抓紧时间, 赶快突破了。 否则, 她又看了一眼陛下促起的眉头, 然后放下了纸条, 悄无声息地从地底出了皇宫。 她先回了秦府, 准备看看家人, 然后再去林霄宗修炼, 准备突破。 当她回到府中, 从梅乡小园的地底钻出地面时, 突然抬起头, 看向了半空中。 漆黑的夜色下, 一道朦胧的身影站在半空中, 正低着头, 看着下面。 对方的目光, 似乎正落在秦府。 洛青州瞳孔一缩, 再次钻进了地底。 随即, 在地底快速一动, 绕到了那道身影的身后, 然后出了地面。 为了不暴露太多的气息, 她直接神魂出窍, 悄无声息地飞上了夜空, 飞到了高处的云海。 然后, 她利用夜色与云层的遮掩, 小心翼翼地飞到了那道身影的上面。 低头看去, 那道身影仿佛被一层烟雾笼罩, 依旧朦朦胧胧, 看不清晰。 洛青州开始蓄积力量, 悄悄落了下去。 杀! 刚降落一段距离, 那道朦胧的身影立刻察觉, 身影一闪, 消失不见。 哄! 洛青州早有准备, 猛然一拳砸了下去。 早已蓄满力量的拳头, 瞬间砸出一道金色的拳芒, 重重地砸在了前方的空白处。 同时, 他身影一闪, 追了上去。 碰! 全盲爆炸, 流光四射! 那道朦胧的身影在空白处现身, 却只是稍稍一顿, 又身影一闪, 向前飞去。 洛青州心头一跳, 这携带着大宗师后期所有力量的一拳, 竟然没有对对方造成任何一点伤害。 而且那道身影似乎只是轻描淡写, 就化解了他这一拳。 搜, 他掠了上去, 又猛然砸出一拳。 这一拳, 直接带上了雷电。 那道朦胧的身影再次在夜幕中现身, 随即转过身, 一掌向着他的拳头打来。 啪! 一声脆响。 那只手掌竟然轻飘飘地穿过雷电与拳芒, 打在了他的拳头上。 一股可怕的力量顿时袭来。 洛青州身子一震, 在破碎的拳芒与气浪中倒飞而出。 而那道朦胧的身影并未趁势追击。 他站在原地, 看了他一眼, 便身影一闪, 准备离开。 洛青州突然喝道, 你到底是谁? 朦胧身影并未理睬, 正要继续顿入黑夜中时突然停了下来。 自前方的夜幕下突然出现了一张电网。 洛青州身影一闪, 来到了他的身后, 双拳拳芒闪烁, 雷电滋滋作响, 目光静怡不定地看着他的背影道, 至少你该留下名字。 朦胧身影没有理睬, 呼得化作一道流光, 飞上高空。 杀! 正在此时, 一道白光呼得破开云层, 从高空中落下。 朦胧身影一掌阶下, 停在了那里。 一道身穿如袍的身影, 从云层中出现, 看着他道, 哪有朋友深夜来访我大言, 可否让白眸已尽地主之意? 洛青州心头一松, 掠了上去。 师徒两人, 皆神情凝重, 双臂蓄力, 严震以待。 显然, 眼前之人的实力, 非同小可。 夜空中, 沉没了片刻。 那道朦胧身影终于开口, 语气轻了。 白院长, 你想怎么尽地主之意? 听到这个声音, 白衣衫顿时身子一震, 脸上露出了一抹复杂的表情。 仙子是来, 反正不是来找你的。 朦胧身影说完, 呼得化作一道流光, 从他身旁掠过, 瞬间消失了在高空的云层中。 白衣衫待在原地, 并未阻拦。 洛青州心头惊疑, 飞到了他的身旁, 道, 先生, 那人是, 白衣衫回过神来, 脸上的神色依旧复杂难明, 道, 是九天摇台的擒摇仙子。 是他? 洛青州顿时一愣, 随即疑惑道, 擒摇仙子, 怎么会突然一个人来我们大言? 而且, 学生刚刚发现他时, 他似乎正在偷窥擒浮。 白衣衫危症, 偷窥擒浮。 他眼中光芒一闪, 道, 他来大言, 只有一个可能, 是为了找你。 不过, 他怎么会去秦府? 你的身份, 不可能有人透露出去的。 除非, 他一直在跟踪你。 洛青州脸色一变, 白衣衫看着他道, 以他的实力, 他若是跟踪你, 你很难发现。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 你的身份应该已经暴露了。 洛青州心头忐忑, 道, 先生, 那学生该怎么办? 白衣衫温声安慰道, 不用太过担心, 秦瑶仙子并非九天摇抬其他人, 他向来不管世俗之事, 不参与任何斗争。 他这次来大言, 应该就是来看看你的。 即使知道了你的另一个身份, 他也不可能告诉其他人的。 毕竟你可是第一个让他们玉女风, 主动请求收为弟子的人。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上次在边境, 学生用雷杰沙缥缈先踪那些人, 秦瑶仙子和他的弟子, 应该都看到了。 白衣衫笑道, 所以, 他们心动了。 洛青州脸上露出了一抹不自然的神态。 显然, 先生也猜到他的体质了。 白衣衫目光温和地看着他道, 我伤势暂时稳住了, 以后夜晚我会经常出来的。 你不用担心家里, 也不用担心皇宫, 好好修炼就是。 洛青州拱手道, 多谢先生。 白衣衫抬起头望一眼远处的黑夜, 道, 好了, 你回去吧, 我去边境看看。 说完, 化作一道流光, 很快便消失不见。 洛青州又在半空中站了一会儿, 方向着秦府将落了下去。 府看儿下。 灵禅月宫中, 依旧烟雾朦胧, 看不清晰。 秦瑶仙子, 他目光闪烁, 落在了梅香小园的屋顶上。 然后, 他拿出了传讯宝蝶, 给粉忧仙子发了一条消息。 在吗? 消息很快回复过来。 在, 对不起, 在边境没能帮到你们, 洛青州。 没事, 我知道, 刘云是领队人。 你们向来, 也不管这些俗士, 粉忧仙子。 刘云师伯一向与飘渺仙宗的关系密切, 他的大弟子和封上的另外几名弟子, 都是从飘渺仙宗来的, 洛青州。 我知道, 我没有怪你们的意思。 粉忧仙子, 我只是想问一下, 你师尊呢? 粉忧仙子, 你要找我家师尊吗? 想通了吗? 若是想通了, 我就去接你, 洛青州。 我今晚, 见到你家师尊了, 粉忧仙子。 不会吧? 在哪里? 洛青州, 大延京都。 他是一个人来的, 刚刚才离开粉忧仙子, 不可能吧? 师尊在洞府闭关修炼, 怎么可能一个人跑去大盐? 他没有理由过去的, 就算要收你来玉女封, 也会派我们几个去接你的。 你会不会认错人了? 洛青州。 你确定情妖仙子, 现在在洞府闭关修炼? 粉忧仙子, 我去看看。 对了, 你怎么知道, 是我家师尊? 你见过他吗? 洛青州。 他开口说话了, 是白院长认出来的, 粉忧仙子。 白院长的确认识我家师尊。 你等一下, 我去看看洛青州脸上露出了一抹狐疑之色。 粉忧仙子说得没错, 就算秦瑶仙子看中了他, 想要把他收为弟子, 也不可能大半夜的, 独自一个人来这里偷偷跟踪他。 难道, 刚刚那个女子, 并非秦瑶仙子, 是假冒的? 想到此, 他立刻拿出传讯宝碟, 提醒白院长, 先生, 你要小心, 刚刚那个女人, 可能是假的, 并非是秦瑶仙子, 消息很快回复过来, 我知道了, 你不用担心, 好好修炼洛青州正思考着时, 粉忧仙子的消息发送了过来, 师尊没有在洞府, 我问师姐了, 他也不知道, 师尊去哪里了, 洛青州, 你可以发消息问一下粉忧仙子。 我发了, 师尊没有回应, 难道师尊真的一个人去大研了? 可是, 为什么呢? 笨粉粉, 你说为什么? 九天摇台某个房间, 粉忧仙子刚把消息发送出去, 一旁的洪冤就忍不住嘀咕道, 粉忧转头看向他, 笨蛋, 洪冤用手指头点了点他的额头, 左右看了一眼, 方低声道, 师父害羞呗, 又迫不及待想要突破呗, 所以就偷偷摸摸一个人去了, 估计是想做点什么, 但又放不下身段, 不好意思, 一直犹豫着, 粉忧正了正, 没有说话, 洪冤又道, 所以啊, 我们这些做弟子的, 一定要装傻, 可不能揭穿了师尊, 让师尊难堪, 粉忧沉默了一会儿, 道, 我觉得, 师尊不是那样的人, 洪冤瞥了他一眼道, 师尊当然不是那样的人, 但是, 师尊一心修炼, 想要成仙, 如果有人可以帮他突破, 你觉得他会无事吗? 粉忧没有再说话, 大言, 秦福, 洛青州坐在屋顶上, 沐浴着月光与清风, 正要收起传讯宝蝶时, 又有消息发送过来, 他低头看一眼, 顿时一震, 本以为是粉忧仙子回复的消息, 没想到, 竟然是月姐姐发来的, 在干嘛, 洛青州按捺住心头的激动, 再赏月, 再想你, 对方没有再回复, 洛青州联盟问道, 月姐姐, 你现在怎么样了? 好点了吗? 月姐姐, 嗯, 你要突破了吗? 洛青州, 快了, 肉身还差五点, 就可以开始, 冲关大宗师巅峰境界了, 我现在需要出去练拳和外力的淬炼, 我不知道会出去几天, 所以, 月姐姐, 我可以见见你吗? 月姐姐, 见我干嘛? 洛青州, 我想你了, 想看看你, 看看你, 我才安心, 月姐姐, 可是我不想看你, 洛青州, 为什么? 月姐姐, 你脏, 洛青州愣了一下, 顿时反应过来, 紧张道, 月姐姐, 你还在我身体里吗? 月姐姐, 刚离开, 洛青州, 之前我做什么? 你都看见了, 月姐姐, 洛青州, 月姐姐, 好好修炼, 等突破大宗师巅峰境界后, 就可以吃下那枚灵果了, 再配合你的灵液, 以及灵矿之心, 你修炼的速度, 应该会很快, 洛青州, 月姐姐, 我想见见你, 月姐姐, 不用, 我有洁癖, 洛青州, 对方没有再回复, 洛青州坐在屋顶, 在冰冷的夜风中凌乱着, 天快亮时, 他进了房间, 看了一眼二小姐, 留下了一张纸条, 接着, 又去了隔壁的灵禅月宫, 他没有进去, 只是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然后离开了府邸, 准备去灵霄宗修炼, 在他离开后不久, 灵禅月宫的屋顶上, 出现了一道雪白身影, 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绝美无暇的脸颊, 依旧有些苍白, 洛青州很快出了城, 然后, 他拿出传讯宝蝶, 给师叔发了消息, 提前通知了一声, 消息很快回复过来, 哦, 洛青州想了一下, 又发了一条消息过去, 师叔, 记得不要告诉师父, 谁知消息刚发出不久, 紫霞仙子就来了消息, 孽徒, 为师已经知道了, 洛青州, 夜凉如水, 洛青州遇风而行, 很快来到了灵霄风山脚下, 刚到后山, 呜, 上面的山坡处, 呼得传来了熟悉的洞霄声, 霄声乌叶, 断断续续, 仿佛有人正在这深山老林里哭泣一般, 师叔有心事, 洛青州心头暗暗道, 随即, 他顺着崎岖的小路, 快速登上了山坡, 一道高挑纤细的身影, 正站在山坡上的松树阴影中, 手持玉霄, 呜呜呜地吹着, 师叔, 洛青州刚叫了一声, 呼得一致, 师, 师父, 紫霞仙子转过身来, 目光悠悠地看着他, 一言不发, 洛青州尴尬道, 师父, 你怎么, 为何不让为师知道? 紫霞仙子有些生气的质问, 所以, 师徒之情会消失, 对不对? 不, 为师要你说对, 紫霞仙子冷着脸, 恢复了师父的威严, 洛青州, 从今以后, 你我师徒之情, 一刀两断, 从今晚开始, 我不再是你师父, 你也不再是我弟子, 你我已成陌路人, 哼, 说完, 他拂袖而去, 向着山下走去, 师父, 十里青山远, 朝平路待杀, 紫霞仙子没有再理睬他, 突然念起了诗词, 声音凄凉, 继续向着山下走去, 树生提鸟愿年华, 又是凄凉时候, 在天涯, 白鹿收蚕鼠, 清风趁晚霞, 绿阳堤盼问荷花, 记得年时孤久, 那人家, 只见他红裙飘飘, 一边念着, 一边渐渐远去, 那窈窍而落寞的身影, 很快便消融在了山脚下的夜色中, 洛青州站在山坡上, 正正发呆, 这时, 身后突然传来一道熟悉的气息, 洛青州转过头看去, 一袭淡绿衣裙的灵狐青竹, 站在高处的山坡上, 衣裙飘飘, 正看着他, 洛青州愣了一下, 连忙掠了上去, 师父, 师父怎么了? 灵狐青竹看着山下的黑夜, 沉默了一会儿, 道, 没怎么, 只是被你气到了, 洛青州, 师叔干嘛要给他看你的消息? 灵狐青竹看向他道, 他就在我旁边, 洛青州疑惑道, 深更半夜, 你们两个在一起干嘛? 灵狐青竹道, 睡觉, 洛青州, 山坡上, 安静了一下, 灵狐青竹转过身, 向着山上走去, 道, 走吧, 修炼, 洛青州跟在身后, 道, 我要炼拳, 灵狐青竹没有再说话, 两人走在崎岖而陡峭的山路上, 如履平地, 很快上了山, 登上剑锋后, 洛青州并没有去洞府, 而是直接去了那片竹林, 杀, 体内蠢蠢欲动的能量, 快速通过经脉, 涌向了双拳, 双拳开始发烫, 哄, 他一拳打出, 气浪如虹, 前方青竹纷纷弯腰, 速速作响, 猫, 他开始打起了牛魔神拳, 利用拳法的爆发力和体内的能量, 开始淬炼肉身, 他的拳头越来越快, 身影越来越模糊, 四周青竹, 摇晃不止, 地上堆积的厚厚竹叶, 也随着颈风飞卷而起, 化作一道飓风, 在他周身旋转, 灵狐青竹站在不远处, 被气浪吹拂得轻衣飘飘, 长发飞舞, 夜色很快退去, 朝阳辛苦了一夜, 终于偷偷爬上了山峰, 在青山后面露出了脸, 阳光乍现, 整座剑峰被镀成了一层橘红色的光芒, 在薄薄的雾气中, 唯美如幻,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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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竹林中, 洛青州依旧在练着拳, 朝阳很快露出了整张脸, 接着, 爬上了正空, 很快, 又坠落到了西山, 而竹林中的练拳声, 依旧没有停歇, 直到夜幕笼罩下来后, 洛青州方筋疲力竭地停了下来, 缓缓地收起了弓法, 他全身的衣衫湿透了一遍又一遍, 体内的原力魂力皆消耗一空, 全身肌肉, 骨骼, 以及被能量不断冲刷淬炼的经脉和五脏六腑, 皆阵阵酸痛, 带心脏的跳动稍稍平复下来后, 他方喘着气坐在了地上, 然后仰面躺了下去, 闭上了双眼, 胸膛依旧在起伏着, 单海中, 原力开始慢慢恢复, 歇息许久, 他方缓缓睁开了双眼, 坐了起来, 灵狐青竹站在旁边, 安静地看着他, 这时才开口道, 去吃饭吧, 洛青州已经听到了肚子里的咕咕叫声, 修炼肉身自然要吃饱喝足, 而且最好要吃品质好的肉食, 虽然很疲惫, 但是他还是勉强站了起来, 道, 师叔, 肉多吗? 我要吃很多很多的肉, 灵狐青竹转身走在前面, 道, 多, 洛青州跟在他的身后, 很快来到了洞府, 洞府的食桌上已经摆满了肉食, 而且这些肉食看起来都是一些品质很好的妖兽肉, 洛青州来不及洗手, 已经坐下, 狼吞虎咽起来, 灵狐青竹坐在一旁, 安静地看着他, 待他吃完两盘肉食后, 又递给了他一大碗肉汤, 洛青州双手接过, 仰起头, 咕噜咕噜, 一饮而尽, 喝完了汤, 继续吃肉, 一整桌的肉食很快便被他风卷残云吃了干净, 又喝了两大碗肉汤, 师叔, 这些妖兽肉, 都是你在云雾山卖打的吗? 咬着很结实, 不像是普通的妖兽肉, 而且味道很好, 没想到师叔还有这般厨艺, 吃饱喝足后, 他这才有时间说话, 灵狐青竹沉默了一下, 道, 是你师父去打的, 也是他亲自下厨烹饪的, 你昨晚上山遇到他, 他就是下山去打猎的, 洛青州闻言一愣, 沉默下来, 去洗澡吧, 灵狐青竹站起身, 去了那座带着温泉池的修炼室, 洛青州又坐了一会儿, 方骑身跟了进去, 两人之间, 早已没有了避讳, 洛青州在浴池旁脱了衣服, 直接跳了下去, 当他靠在身后的浴石上, 搓洗着身子时, 灵狐青竹来到了浴池边, 轻轻解开了仙腰间的衣袋, 洛青州连忙道, 师叔, 我累了, 明天还要继续修炼, 灵狐青竹身上的衣裙, 呼得如水一般, 从身上滑落露出了一具雪白傲人, 深藏不露的浴体, 随即他又取下头上的发簪, 一头乌黑如铺的秀发顿时倾泻下来, 我知道, 他抬起修长的眉腿, 赤着一双雪白的浴卒走进了浴池, 然后拿着毛巾在他身旁蹲下, 道, 你躺着休息就是, 我帮你搓洗, 洛青州又看了他一眼, 方闭上了眼睛, 柔软的毛巾落在了胸膛, 轻轻搓动着满是汉子的皮肤, 洛青州是真累了, 在温泉的浸润下, 师叔的搓洗下, 他不知不觉便睡着了, 他做了一个梦, 梦里, 敲锣打鼓, 响着鞭炮, 人声嘈杂, 热闹非凡, 他穿着一袭大红洗袍, 牵着一道身影, 从厅堂门口的火盆上跨过, 进了屋里, 然后, 在众人的起哄声中, 拜堂成亲, 手里握着的玉手, 格外冰冷, 眼前的画面, 格外熟悉,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送入洞房, 在众人的祝贺声中, 他牵着那道身影, 进了新房, 喝完浇杯酒, 他走到床前, 看着自己的新娘, 然后伸出手, 准备揭开他头上的红盖头, 这时, 新娘忽然开口道, 你猜, 我是谁? 声音朦胧, 听不清晰, 他没有去猜, 直接掀开了他头上的红盖头, 但正在此时, 身后呼地伸出一双手臂, 抱住了他, 然后一个旋转, 与他一起摔倒在了床上, 哥哥哥哥, 姑爷, 这次该人家了吧? 臭姑爷, 又放人家鸽子, 呜呜呜呜呜, 竟然是小百灵的声音, 骆青舟猛然身子一颤, 从梦中惊醒, 睁开眼, 这才渐渐清醒过来, 是梦, 但这个梦, 却是那么的真实, 那一幕幕画面, 那冰凉的御守, 不就是曾经他与大小节拜堂成亲时发生的吗? 只不过, 洞房时抱住他的人, 由蝉蝉变成了百灵, 奇怪, 他怎么会突然做这样的梦? 嗯? 他突然转过头, 看向了旁边, 师叔躺在旁边, 抱着他, 已经睡着, 那傲人的玉体, 格外引人注目, 骆青舟把他轻轻抱了起来, 出了玉池, 把他放在了榻上, 帮他擦干身子, 又帮他盖好了毯子, 做完这些, 他方穿了衣服, 出了洞府, 外面的天, 已经蒙蒙亮, 休息了一晚, 他现在感到精力充沛, 神清气爽, 他拿出灵液, 再掌心滴了两滴, 然后去了竹林, 继续修炼,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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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多时, 竹林里又响起了一阵阵出全时的气流爆破声, 一天时间, 转眼急过, 夜幕很快笼罩下来, 洛青舟收了功法, 抹了抹流淌在眼睛上的汗水, 又休息了一会儿, 然后拿出了剑体石, 查看数据, 大宗师后期, 竞成一百, 化神竞初期, 竞成九十八, 果然, 肉身的修炼竞成, 已经满了, 他终于可以再次冲冠突破了, 大宗师后期, 到大宗师巅峰, 对于别的修炼者来说, 或许需要漫长的几年, 甚至十几年, 几十年, 甚至是一辈子, 但是他, 一个月的时间不到, 所以, 他相信突破五王竞剑, 也指日可待, 想到此, 他心头越发自信起来, 他收起了剑体石, 回到了洞府, 石桌上, 已经放满了肉食和一些水果, 师叔一袭轻衣, 坐在一旁的角落里, 正闭着眼睛在修炼, 洛青州没有打扰他, 立刻坐下吃了起来, 很快, 一整桌饭菜, 又被他狼吞虎咽吃完, 当他站起身, 准备去修炼室洗澡时, 灵狐轻竹缓缓睁开了双眼, 看着他道, 我感觉, 我可能又要突破了, 洛青州, 灵狐轻竹拿出剑体石, 再掌心握了一下, 然后对向了他, 上面的数据, 清晰地显示出来, 大宗师初七, 净呈一百, 化神净初七, 净呈九十八, 夜深人静, 不知何时, 天空上又飘起了小雨, 春雨带着寒意, 淋淋沥沥沥, 净湿了土壤, 淋湿了花草, 未见风上又增添了一分烟雨朦胧的韵味, 洞府中, 洛青州浸泡在温暖的泉水中, 想着刚刚与师叔的对话, 没天脸, 怎么能这么快, 明明才突破的, 你快, 我就快, 可是, 我每天都在辛苦修炼, 而师叔, 我也很辛苦, 对了师叔, 我要是修炼的进程不动, 你也不会动, 对吗? 嗯, 也就是说, 你绑定了我, 你的修为会跟着我的修为一起增长和停滞, 是吗? 是, 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一辈子, 那, 可以解除绑定吗? 可以, 我会修为静毁, 然后, 死, 这么严重? 是, 确定后, 就再也无法更改, 而且永远都只能是你, 师叔, 对了, 那我要是修为静毁, 或者突然死了呢? 我也一样, 师叔, 落青州脸上的神情颇为复杂, 当初月姐姐告诉他这种体质时, 他以为就是简单的双修, 没想到, 竟然像是契约灵兽一样, 可以绑定宿主, 而且, 无论是修为, 还是生命, 都与宿主紧紧绑定在了一起, 一容俱容, 生死与共, 说实话, 他有些感动, 师叔是把自己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交给他了, 包括他的命运与性命, 你若是不愿意, 可以解除, 师叔, 我当然愿意, 不过我有些好奇, 该怎么解除呢? 很简单, 不帮我突破, 不帮你突破, 就像现在, 我的修炼进程满了, 你如果不帮我, 一个, 两天后, 就会自动解除, 你不会有任何伤害, 而我, 师叔, 不对吧? 两天? 我记得在边境时, 那时候你的修炼进程也满了, 我们等了好几天才, 有时候是两天, 有时候是一个月, 师叔, 就算你急, 也没必要吓唬我吧? 我没急, 我只是想要突破, 然后, 帮你, 师叔真好, 那开始吧, 等等, 师父呢? 场中突然沉默下来, 两久, 灵狐青竹方淡淡地道, 我就知道, 你口是心非, 随即右面无表情地道, 先帮我修炼, 等我突破了, 再, 喊他一起, 洛青州嘴角一抽, 连忙道, 师叔, 你可能误会了, 我的意思是说, 师父现在会不会偷偷躲在哪里, 正在偷看我们, 灵狐青竹左右看了一眼, 道, 应该不会, 他刚刚回主风修炼去了, 师叔确定? 确定? 好吧, 希望我这次的突破, 没有雷剑, 要不然, 又得惊动其他人了, 放心吧, 任何天地异象, 你都可以推到我的身上, 和小恶的身上, 师叔真大, 不是, 师叔真好, 洞外, 春雨绵绵, 天亮后, 剑风上依旧寂静如初, 苏风苏雨, 皆在洞府中修炼, 刀铃还在军中, 所以, 剑风上显得格外寂寥清冷, 看不到一个人, 只有鸟在竹林中, 唧唧地叫个不停, 傍晚时分, 春雨依旧零零零零零, 下个不停, 洞门缓缓打开, 洞青舟站在门口, 望着外面烟雨朦胧的风景发呆, 师叔轻而易举地就突破了, 肉身突破到了大宗师中期的境界, 而神魂的进程也到了一百, 突破的悄无声息, 没有任何天地异象, 是真的低调, 而他, 还需要准备一下, 以免到时候冲观时能量不足, 前功尽弃, 毕竟是大宗师巅峰的境界, 他没有原石, 没有丹药, 只有灵液, 不知道是否足够, 先歇息一晚再开始吧, 看了一会儿雨景, 他关了洞门, 回到了修炼室, 师叔躺在榻上, 睡得香甜, 他正要走过去时, 突然发现浴池旁多了一个包裹, 之前肯定是没有的, 他愣了一下, 立刻走了过去, 把包裹拿了起来, 他转过头, 向着四周看了一眼, 师叔的洞府不紧不下的有静止, 还有护山阵法的庇佑, 其他人不可能进来的, 只有, 他嘴角抽出了一下, 好奇地打开了包裹, 包裹里, 竟然装满了晶莹剔透的原石, 其中两块原石看起来格外不同, 竟然是中阶原石, 他正了正, 突然向着四周喊道, 师父, 四周安静无声, 并没有任何人回应, 在大炎, 即便是低阶原石都格外珍贵, 更别说是中阶原石了, 大炎的修炼者, 大多数人, 或许终其一生, 都没有见过中阶原石, 师父是从哪里弄来的? 他拿起其中一块中阶原石, 握在了手里, 顿时感到一股精纯浩瀚的能量, 通过手心, 源源不断地涌入身体, 刚刚的疲惫, 顿时一扫而空, 他没有在犹豫, 立刻拿着这包原石, 走到了隔壁另一间修炼室中坐下, 开始准备冲关, 闭眼, 静心, 随即, 开始缓缓运转功法, 调动丹海中的原力, 原力开始在第一个学窍中聚集, 越来越多, 越来越暴躁, 哼, 随即, 如潮水般涌入经脉, 然后向着高处那处坚固的关爱冲刺而去, 一次, 两次, 三次, 一次彼此凶猛, 一次彼此顺畅, 一夜时光, 悄然而过, 天亮后, 洞外的春雨终于停歇, 阳光洒落, 见风上的花草青竹上, 雨珠垂落, 晶莹剔透, 一道彩虹出现在高空中, 悬崖边突然响起了乌叶的销声, 一袭红裙, 轻舞飞扬, 修炼室中, 灵狐青竹缓缓睁开了双眼, 神情恍惚地看着洞顶, 又过了许久, 他方缓缓坐了起来, 体内可以清晰地感觉大宗师中期强大的能量, 也能感觉到另一股灼热的能量, 在腹部缓缓游动着, 他抚摸着腹部又待了许久, 放下了它, 谁知刚站起身, 呼得双腿一软, 差点跌倒, 又坐了回去, 稍作歇歇, 他开始运转功法, 体内的能量开始缓缓在全身流动着, 又过了一会儿, 他方小心翼翼地起身出了修炼室, 旁边的修炼室中传来了一丝丝的能量波动,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没有去打扰, 而是循着销声出了洞府, 洞外, 阳光明媚, 但沉日的风依旧带着雨后的寒意, 灵狐青竹看了一眼旁边的花草, 在风吹雨打后已是一片狼藉, 他走向了悬崖边, 销声停止, 一袭红裙的紫霞仙子转过身来, 看着他道, 又突破了, 灵狐青竹沉默了一下, 没有说话, 紫霞仙子轻轻叹息了一声, 目光望向了远处的云海, 道, 没关系, 我已经习惯了, 而且, 我也已经知道了, 你体质特殊, 独一无二, 只有你可以, 我是不行的, 所以, 我, 没事的, 灵狐青竹又沉默了一会儿, 方开口道, 其实, 紫霞仙子看向他, 道, 其实什么? 灵狐青竹与目光相对, 道, 其实他的雷灵之气, 可以帮任何人修炼, 而且吸收得多了, 身子反复淬炼, 以后就不怕天雷了, 紫霞仙子沉默了一下, 道, 我知道, 只是, 灵狐青竹走到崖边, 看向远处起伏的云海, 道, 我不能一直帮他, 我这体质, 修炼的确很快, 可以一直跟着他, 到武王, 他虽然很厉害, 但想要从武王突破到雷杰, 会很难, 不过, 不过什么? 紫霞仙子看着他, 心头突然有股不祥的欲感升起, 灵狐青竹神情淡淡地看着远处, 道, 没什么, 到时候, 我可以帮他突破, 紫霞仙子顿时心头一颤, 满脸惊疑不定地看着他, 你可以帮他突破, 从武王到雷杰? 青竹, 即便你这体质再厉害, 也不可能随便就能帮他突破到雷杰, 你是不是需要付出什么代价? 灵狐青竹没有回答, 沉默了一下, 轻声道, 若是没有他, 我连突破宗师都难, 现在我已经是大宗师了, 而且他或许还能帮我突破到武王境界, 这天下有几个武王呢? 而且还是体魂双修的武王和皈依, 所以, 无论以后我为他付出什么, 都是值得的。 紫霞仙子一把拉住了他的手, 醋梅道, 青竹, 你说清楚, 到底会付出什么代价? 我就知道, 你修炼这么快, 这么轻松, 肯定还有其他问题。 他突然又道, 你是不是帮他突破雷杰后, 就会, 若真是如此, 那你现在算什么? 算他养的灵兽, 还是算他炼制的灵丹? 或者储存的粮食? 你跟着他晋级, 跟着他强大, 然后, 就是为了以后牺牲自己, 让他突破。 灵狐青竹的眸中, 渐渐露出了一抹温柔, 低声道, 我心甘情愿。 啥? 这时, 一道巨大的漩涡, 突然在洞府上空出现。 随即, 四周的天地元气, 开始快速向着那道漩涡聚集而去。 萦绕在整座灵霄峰上的雾气, 也开始快速流动起来。 这是, 好像是谁要突破了? 这阵势, 最少也是宗师以上的突破。 是剑峰? 又是剑峰? 你们看那道漩涡, 又是灵狐风主。 此时此刻, 灵霄宗上所有的高层人员, 都聚集在了主峰的广场上, 待看到, 那道巨大的元气漩涡出现在剑峰上, 皆沉没了。 就连庄之言也闻讯而来, 然后, 一起陷入了沉没, 异象在持续。 四周方圆数十里的天地元气, 都开始向着剑峰聚集。 快速移动的元气, 形成了强劲的气流。 灵霄峰四周, 包括云雾山脉之中, 皆刮起了狂风。 这番动静, 自然引起了京都方面的注意。 白衣山从学院中飞上天空, 白衣飘飘立在云霄之上, 举目眺望。 这时, 一道红影呼得从皇宫飞起, 来到了他的身旁, 目光也望向了远处。 白衣山目光闪烁, 开口道, 林霄峰有人在冲关。 这意象看起来像是大宗师觐见, 不知道是庄之言, 还是。 一旁的少女道, 是楚飞扬。 白衣山文言一愣, 收回目光, 看向了他, 顿了顿, 陛下确定。 南宫火月望着远处林霄峰的方向, 道, 当然确定。 白衣山致了致, 目光重新看向了远处。 沉默半赏, 他方神色复杂地道, 在边境时, 一个月的时间他连续突破两极。 这才回来没有几天, 他竟然又要突破了, 原来这世间, 还真有这般妖孽的天才, 南宫火月眸中光芒闪动, 语气淡淡地道, 院长, 我们大言, 原来不有一个吗? 白衣山文言微正, 点了点头, 问道, 他现在如何了? 南宫火月沉默了一下, 道, 谁知呢? 这个云层飞快流动, 即便是在京都的上空, 也能够感到一股股天地元气正在被吸走。 白衣山收回目光, 温声道, 应该不会这么快。 陛下, 你有身孕, 先回去休息吧。 听说明日大蒙帝国的使者团要来, 是为之前签订边境贸易的事情吗? 南宫火月眸中寒芒一闪, 道, 应该是的。 他们的大军依旧驻扎在边境, 不仅没有撤离, 还向前进了十余里, 还在边境残杀了我们大盐的十几名商贩。 他们这次来, 应该是知晓, 我们大盐军队在边境损失惨重, 想要趁机威胁我们, 签下北方边境的不平等贸易条约, 当初我们拒绝多次, 想让他们删除和更改几个对我们大盐不利的条款, 他们并未同意, 还以为他们已经死心了, 没想到, 现在竟然想要趁火打劫。 白衣衫不禁叹了一口气, 道, 其中应该少不了飘渺先宗的窜多。 这次在墨城, 他们那么多长老和弟子惨死, 虽然没有证据, 但估计还是会算到我们的头上。 南宫火月顿时冷哼一声, 道, 自作孽, 不可活, 活该他们死那么多长老和弟子。 白衣衫看向他道, 明日陛下打算如何处理? 需要我去吗? 南宫火月淡淡地道, 兵来降荡, 水来土掩, 朕自然不会怕他们。 院长不用去, 您是我大言的支柱, 岂能随随便便就去见人。 这件事, 朕自会处理。 白衣衫点了点头, 并未再多说。 如今, 这少女已是一国之君, 许多事情需要自己他自己决定和处理, 这样才能快速成长起来。 况且, 她还有一个即将突破到大宗师巅峰境界的夫君。 夫妻联手, 相信许多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两人又在半空中看了一会儿, 方落了下去。 男宫活跃回到寝宫后, 上了床, 却是辗转反侧, 都难以入眠。 她抚摸着自己的肚子, 神情变得温柔, 嘴里喃喃自语着。 没事的, 她不会有事的, 她那么厉害, 又有人守着她, 即便没有成功突破, 也不会有事的, 更何况, 那个女人肯定也在某处偷偷守着她。 过了片刻, 她还是睡不着, 只得拿出传讯宝蝶给某人发了一条消息, 她在冲关, 你知道吗? 她给某人修改了备注, 小妾大悦许久。 消息方回复过来, 有事, 男宫活跃, 朕就是想要确定一下, 你有没有守着她。 大宗师境界的突破, 又是突破巅峰境界, 会有危险。 你应该知道的, 小妾大悦, 我在睡觉, 男宫活跃眉间一抽, 哼, 撒谎。 朕知道, 你肯定在某处偷偷看着她, 虚伪的女人, 对方没有再回复。 男宫活跃, 告诉你, 朕已经答应她, 重新拜堂成亲时, 记得给朕敬茶, 喊朕姐姐。 若是再像是这样态度不好, 哼, 朕可是会行使正妻的权力和威严, 好好鞭挞你的, 对方依旧没有再理睬她。 哼, 你等着。 小妾。 男宫活跃冷哼一声, 收起了传讯宝碟。 想到明天还有正事, 想到肚子里还有宝宝, 她只得闭上双眼, 强行让自己入睡。 与此同时, 林霄宗见风上, 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庄之严以及林霄宗的那些长老和风主 都聚集在了剑风之上, 神色凝重地等待着。 紫霞仙子站在悬崖处, 一动不动, 脸上平静无波。 夜色很快退去。 一缕阳光滑破黑暗, 洒落在剑风上。 洞府上空的意象 已经从最激烈的状态 渐渐平静下来。 但他们知道, 洞府里的情况 依旧激烈而危险。 每一次的冲关都伴随着危险。 如果肉身淬炼的不是足够强大, 哪怕有一丝的脆弱, 在能量凶猛冲关时, 可能就会造成创伤、 撕裂经脉或者某个器官 造成严重的后果。 轻则, 晋级失败。 重则, 经脉俱费, 身体重创。 所以, 大家都很紧张。 灵狐风主刚在边境突破, 现在一个月不到, 又开始突破, 只怕是根基不稳了。 别说不吉利的话, 灵狐风主每次突破可都稳得很, 肯定会没事的。 几名长老低声说着话, 他们都以为是这场天地异象, 是灵狐青竹引起的。 庄之言也忍不住开口道, 紫霞, 青竹这晋级的速度, 实在太快了一些。 若是这次成功晋级, 你还要是劝劝他, 根基打牢了再冲关。 后面的境界都很危险, 不可操之过急, 更不可有丝毫大意。 紫霞仙子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洞府中, 某间修炼士, 洛青州坐在角落里, 手里握着一块中阶原石, 依旧在不断地冲着关。 旁边的其他原石都已经暗淡无光, 有些原石已经粉碎, 显然都已经被吸干了里面的能量。 还有最后一块中阶原石, 此时, 原石中的能量正在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身体, 随即快速在他单海沉淀, 化为他自己的能量, 然后涌入经脉, 向着高处那处雪桥关爱冲刺而去。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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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又一次的凶猛冲击, 那处关爱已经薄如蝉翼, 看着马上就要被冲破。 但在一股又一股的能量冲击下, 依旧顽固地守在那里, 不肯破碎。 洛青州全身肌肤赤红, 没有停歇, 依旧在聚集能量, 继续冲击着。 洞府外, 灵狐青竹一席轻衣, 安静地站在门口, 似乎没有呼吸, 也没有心跳, 一动不动, 仿佛一尊雕塑。 与此同时, 一柄巨大的飞剑, 自北方而来, 在京都北门外降落了下来。 一名身材高大的青年, 在百名修炼者的簇拥下, 走下了飞剑, 目光桀骜地望向了城门处。 早有大盐官员, 带着礼仪队, 敲锣打鼓地迎了上来。 哼, 大盐军队如今精锐尽失, 修炼者也损失惨重, 而且各个诸侯心怀鬼胎, 不服女皇。 我大盟帝国国力, 如今则正如日中天, 又沉冰边境, 五王子亲自来谈判, 他们竟然就派了几个官员来迎接, 一名满脸胡茬的男子, 看着大盐官员, 脸色阴沉地道。 旁边另一名满身肌肉的男子, 也冷哼道, 不是那位女皇亲自前来吗? 哼, 某家很失望啊。 某家还想第一时间一睹他的风采, 他身上的骨骼突然噼里啪啦响了起来, 被他们簇拥在最中间的那名高大青年, 正是大蒙帝国的五王子格雷。 他上次来过大盐, 不过被作乱的妖兽, 吓得匆匆离开了。 这次来, 跟上次可不一样了。 上次他们大蒙帝国与大盐的国力相差不多, 各有忌惮。 而现在, 大盐在几场内战中消耗了国力, 又在边境一战, 军队和修炼者皆损失惨重, 实力大打折扣。 可以说是风雨飘摇, 最为虚弱的时候。 而他们大蒙帝国则在飘渺先宗的扶持下, 国力蒸蒸日上, 实力突飞猛进, 已经变成四周国家中实力数一数二的帝国。 所以此次前来, 他们是以强者身份而来的。 大盐即便不是女皇亲自出来迎接, 也该派几个王爷, 和以最高的礼仪规格来迎接吧。 然而眼前的迎接队伍, 却只是一支很简单的礼仪队伍。 所以, 此刻大蒙帝国众人, 接脸色阴沉起来。 以前那个小皇帝当家做主时, 可是很热情, 很懂得礼貌的。 哼, 现在一个女流之辈当上了皇帝, 竟然连基本的礼貌都不懂了。 五王子, 待会儿要不要给他们一个下马威, 教训教训他们。 一名长脸老者, 满脸冷笑地道。 格雷眼中金光闪烁了一下, 道, 暂时不要惹事, 有百姓看着呢。 走吧, 先进宫, 见见那位女皇。 当初本王子来的时候, 他还只是长公主, 哼, 本王子还差点娶了她, 没想到, 现在他竟然登上了地位, 成为一国之君了, 的确有些手段。 卫阳公, 大殿中, 南宫火月, 一袭火红龙袍, 带着皇冠, 神态威严地端坐于高台的龙椅之上。 台下, 大阎重臣低头功力, 整齐排列。 高大威武的火兽石像, 盘绕于石柱上的巨龙浮雕, 金碧辉煌的九龙高台, 皆让人感到了扑面而来的庄重与威严。 大殿中, 寂静无声。 片刻后, 一名女子侍卫出现在大殿门口, 恭敬禀报道, 启禀陛下, 大蒙帝国的使者已经从北门进城, 由大蒙帝国王子格雷带队, 一共212人, 皆是修炼者。 据探子回报, 说到此, 他停住了话。 南宫火约威严开口道, 但说无妨, 这里都是自家人。 女子侍卫继续恭敬禀报, 其中两人, 一人叫杨云, 一人叫赵继, 皆是飘渺先宗的修炼者。 两人曾在墨城出现, 似乎是刚加入队伍不久, 南宫火约端坐于龙椅, 神色威严地听着, 脸上波澜不惊。 待女子侍卫禀报完退下后, 站在队列前面的端王南宫客, 连忙拱手道, 陛下, 对方带着这么多修炼者来, 又有飘渺先宗的人跟着, 显然是有别的目的。 为了以防万一, 陈建议赶快通知五大宗门的修炼者和龙虎学院。 南宫火约, 神情淡淡地道, 暂时不用。 若是什么事情都麻烦他们, 那我大言的宫中护卫, 还有何用? 这时, 丞相范文锦拱手道, 陛下, 老臣以为, 大蒙帝国来者不善, 我们还是要多做准备。 秦府洛公子才华横溢, 能谋善断, 又口才了得, 上次在各国来史的面前不卑不亢, 应对自如, 让我大言威风八面, 无人敢小觑。 所以, 老臣以为, 陛下可以宣召洛公子进攻, 多一分力量。 南宫火约看了他一眼, 还会说话, 范文锦后面的御史大夫又道, 陛下, 丞相所言即是宣洛公子进攻, 有备无患。 陛以为, 除了洛公子, 还需要让楚王爷出来。 楚王爷是陛下夫君, 又是我大言数一数二的修炼者高手, 有他在, 自然不惧大蒙帝国那些修炼者。 范文锦汉首道, 洛公子和楚王爷, 一文一武, 皆是我大言佼佼者。 而且都年轻有为, 有他们两个在, 也可以彰显我大言繁荣昌盛, 人才积极的景象。 南宫活跃的眉间顿时抽出了几下, 瞥了两人一眼, 神色威严地道, 不用。 范文锦威正, 还要说话时, 刚刚那名在门口禀告事情的女子侍卫, 再次出现, 恭敬道, 启禀陛下, 刚刚传来消息, 大蒙帝国的使者并未立刻进攻, 而是去逛街去了。 此话一出, 大殿中的众臣皆一愣。 与此同时, 皇城外的街道上, 大蒙帝国的五王子格雷, 正在众修炼者的簇拥下, 到处闲逛。 一群人人多是众, 又是异国打扮, 又有大盐官员跟着, 街道上众百姓见了, 皆纷纷避让, 在路边好奇观望, 低声议论着。 大盐礼部侍郎王颜, 满脸焦急地跟在旁边道, 王子殿下, 陛下和大臣们都还在宫里等着。 我们先进宫, 等见完了陛下, 再出来逛也不迟。 格雷与其他手下, 仿佛没有听见他的话, 依旧在兴致高昂的穿街走向, 到处闲逛着。 大盐众官员皆是心头焦急, 却是敢怒不敢言。 一行人浩浩荡荡, 突然停在了一座酒楼前。 一名大蒙帝国的老者笑道, 听说大盐京都的雾江雪花鱼, 肉质鲜嫩, 味道鲜美, 很是不错。 王子殿下, 我们要不要去进去尝尝? 这时, 旁边其他人也都纷纷开口道, 走走走, 进去尝尝。 刚好, 我们肚子也饿了。 格雷也笑着点了点头。 一行人正要进入酒楼时, 大盐礼部侍郎王妍慌忙上前拦住道, 王子殿下, 陛下还在宫里等着, 宫里的宴会也已经准备好。 殿下若是想尝一尝雾江雪花鱼, 宫里也有, 咱们还是快进宫吧。 格雷看着他, 淡淡一笑, 道, 王侍郎, 麻烦你回去告诉女皇陛下一声, 我等吃不惯大盐皇宫里的山珍海味, 就爱在这酒楼里吃。 等吃饱了, 自然会进宫。 说完, 大步进了酒楼。 王子殿下, 王妍满脸焦急, 还要再说话, 那名满身肌肉的男子, 一把抓住他的肩膀, 把他向着旁边推了出去, 嘴里冷笑道, 你们那位女皇, 若是真的想让我们王子进宫, 那就自己出来迎接吧。 王妍猝不及防, 被他一推, 顿时向后踉枪着, 一屁股摔坐在了地上。 大蒙帝国众人, 顿时肆无忌惮地轰笑起来。 王大人, 大言众官员, 慌忙过来把王妍搀扶了起来, 接满脸战红, 怒目而视。 岂有此脸, 你们来我大言做客, 怎能如此无礼? 一名文人官员, 顿时怒声呵斥, 其他官员, 也都纷纷出声质问。 那名满身肌肉的男子, 顿时冷笑一声, 满脸轻蔑地瞥了他们一眼, 不屑回答, 直接大步进了酒楼。 让开。 大蒙帝国的众护尾立刻粗鲁地把大言众人推开。 随即, 一群人分成两队守在了酒楼门口。 格雷带着十几名修炼进了酒楼, 直接大摇大摆上了二楼。 酒楼前的街道上很快围满了看热闹的人群。 好像是大蒙帝国的人, 好生嚣张。 听说现在大蒙帝国的国力如日中天, 而且还在我大言边境沉冰数十万, 狼子野心昭然若见。 不知道他们这次来我大言, 是为何事? 如此嚣张跋扈, 连我大言朝廷命官都不放在眼里。 太过分了。 众人在不远处低声议论着, 都不敢靠近。 站在门外的那些大蒙帝国护卫, 一个个皆身材魁梧, 气势可怕, 显然都是武者。 这里发生的事情, 很快传到了皇宫。 卫阳宫, 大殿中。 听到侍卫的禀报, 殿中的大言众臣皆愤怒无比。 一群野蛮的东西, 来我大言, 竟敢对我朝廷命官动手。 明知道我等再次等候, 竟然去逛街游玩, 又进了酒楼吃喝。 太过分了。 那名女子侍卫又低头禀报道, 陛下, 对方还很嚣张地说, 若想让他们王子进宫, 须陛下亲自去迎接。 此话一出, 众人更加愤怒。 岂有此脸! 岂有此脸! 岂人太甚! 群臣激愤, 怒不可遏。 南宫火月坐在高台, 脸上的神色依旧威严淡定, 波澜不惊道, 既然他们不愿进宫, 那就让他们在外面待着吧。 诸位散了, 不用再等他们。 说完, 他站起身, 准备离开。 丞相范文锦见此, 连忙劝道, 陛下, 不可。 虽然对方的行为实在过分, 但是如今边境情势不妙, 对方大军压境, 摩拳霍霍。 我边境商贩和百姓, 都不断遭到骚扰。 而我大言北境, 有兵力不足。 如今情势下, 我们万万不能冲动, 不能受人于把柄, 南宫火月看向他, 满脸冷酷地道。 丞相的意思是, 让朕暂且忍辱负重, 亲自出宫去迎接他们。 范文锦低头道, 陛下当然不用亲自出去, 不过, 可以派一名王爷出去, 以示我大言诚意。 若是对方再无理取闹, 我等不再理睬便是。 对方此行目的不明, 也许是为了北京贸易, 也许是为了其他, 我们必须先探查对方的来意, 才能提前做好准备。 这时, 汝阳侯也拱手道, 陛下, 对方一入城, 便嚣张找势, 估计是故意想激怒于我们。 我等该沉着应变, 不让其得逞。 丞相之言, 不无道理, 臣也以为该暂且忍让一下。 毕竟北京形势, 不容乐观, 对方兵强马撞, 我大言又刚大战过后, 需要时间休养生息。 若是惹恼了对方, 对方北京大军突然入侵, 我大言北京数万人马, 只怕很难抵挡。 此话一出, 其他大臣也都冷静起来, 脸上出现了担忧之色。 南宫火跃沉默了一下, 目光看向了南宫客, 道, 端王叔, 您觉得呢? 南宫客拱手道, 陛下, 臣也以为, 暂时还不能与其争锋相对。 这样, 臣再带着人出宫去迎接一下, 顺便先探探对方的口风。 汝阳侯拱手道, 臣愿意与王爷一同前往。 南宫火跃微微醋眉, 沉饮了一下, 重新落座, 道, 好吧, 带着人去看一下。 若是对方在这般无礼, 直接回来, 不用再理睬。 是, 陛下! 两人答应一声, 立刻匆匆离开。 南宫火跃看着两人的背影, 脸色阴沉地想着北境传来的那些消息, 和刚刚传来的消息, 心头顿时升起一股怒火。 又想了片刻, 他的肚子突然疼了一下。 他心头一凝, 顿时回过神来, 连忙不敢再多想, 手悄悄地放在了肚子上, 暗暗让自己情绪平静下来。 外面, 太阳渐渐西斜。 端王爷南宫客和汝阳侯, 乘着马车很快出了皇城, 来到了最仙楼。 两旁街道上, 已经围满了京都的百姓, 都在议论纷纷。 而在最仙楼大门两旁, 则整齐地站着两排密密麻麻的护卫, 各个身材魁梧, 气息强大, 满身肃杀之气。 四周百姓, 皆目光忌惮, 不敢靠近。 南宫客从马车上下来, 快步走到九楼前, 拱手道, 端王南宫客与汝阳侯一道, 受陛下之托, 特来邀请五王子殿下进宫。 他声音很大, 四周的百姓和楼上的人都可以听到。 楼上顿时传来一声冷笑。 随即, 那名满身肌肉的魁梧男子, 走到二楼的栏杆前, 向下看了一眼, 满脸讥讽道, 就来了一个王爷吗? 我家五王子亲自来你大言, 就这么不受重视吗? 南宫客抬头拱手道, 抱歉, 我家陛下今日身体有恙, 若有怠慢之处, 本王愿意亲自向王子殿下赔礼道歉。 那满身肌肉的男子, 顿时冷哼一声道, 那就在下面等着吧。 我家王子正在享受美味, 等酒足饭饱后, 自然会下去。 说完, 他便冷笑着离开。 南宫客袖中的拳头握了握, 没有再说话。 汝阳侯脸上阴沉, 看了门口的大蒙帝国护卫一眼, 又看向了旁边的礼部侍郎, 冷声道, 陛下有令, 再等片刻, 我等回宫便是。 礼部侍郎和其他官员闻言一正, 皆满脸怒气地低头道, 是。 四周围观的群众, 见此一幕, 也都一份填膺。 简直欺人太甚。 那些人一看就是野蛮人, 竟对我大言王爷, 如此无礼, 就该直接把他们驱逐出去。 人群中, 宋如月抱着布匹, 与梅儿一起张望着。 他们刚从店铺出来, 准备回家, 没想到看到了这一幕。 走吧, 回家。 宋如月又看了一会儿, 方带着梅儿离开。 回到秦府后, 他让梅儿把布匹放好, 然后静止去了梅乡小园。 院落终, 秦二小姐正与南宫雪衣下着棋。 南宫美娇则手持子鞭, 在另一边的角落里练着鞭子。 宋如月进了小院, 南宫雪衣连忙起身打招呼。 南宫美娇也收起鞭子, 喊了一声姨母。 宋如月走到石桌前, 猝着眉头问道, 威莫, 青州呢? 是不是进宫了? 秦二小姐闻言威正, 道, 青州哥哥应该去拜访其他考生了。 梁卿, 有事吗? 宋如月连忙把刚刚在街上看到的事情讲了一遍, 道, 那些人好像是大蒙帝国的人, 非常嚣张, 连端王爷都不放在眼里。 听旁边的人说, 他们想让陛下亲自出宫去迎接他们。 陛下有孕在身, 又是一国之君, 岂能随便出宫。 秦二小姐微微醋眉, 对方只是普通王子来访, 按照规矩, 端王爷出去迎接, 就已经足够了。 如今大蒙帝国国力正胜, 对方与我们大言在北境向来摩擦不断, 估计这次是见我大言在西境受窗, 想要趁机找事。 南宫雪衣也神色凝重道, 对方看来是想趁机入侵, 我大言北境了, 或者是军队入侵, 或者是贸易入侵。 不管哪样, 现在可能都是我们吃亏。 宋如月气愤道, 太过分了。 陛下刚登基不久, 又有了身孕, 本来莫成那里的事情, 就已经让陛下操碎了心, 现在又来了这么一档子事。 可怜的陛下, 也不知该如何应对。 那些混蛋, 就是看陛下一个女人, 身边没人, 好欺负。 随即又道, 威莫赶快通知青州, 让她进宫帮帮陛下。 青州口舌伶俐, 对方肯定说不过她的。 秦二小姐的目光, 看向了一旁的南宫美娇。 南宫美娇没有说话, 直接进了屋里, 拿出了传讯宝蝶, 给某人发了消息。 在哪里? 在凌霄宗修炼, 怎么了? 南宫美娇犹豫了一下, 道, 关键时候吗? 洛青州, 刚刚在冲关, 现在已经突破了。 郡主, 是不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情了? 南宫美娇, 你若是有时间, 就赶快回来吧。 大蒙帝国的人来了, 似乎在为难陛下。 陛下有孕在身, 太医说需要静养, 我有些担心, 所以跟你说一声, 此时。 凌霄宗, 见风上, 庄之言与宗门高层 都在悬崖处紧张不已。 是突破了吗? 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动静了? 紫霞, 快进去看看, 别是出事了。 紫霞仙子立刻身影一闪, 直接穿过洞门, 进了洞府。 当他来到修炼室时, 却发现里面空无一人。 他愣了一下, 又立刻去了隔壁的修炼室, 然而里面也是空空。 他连忙又把整个洞府都找了一遍, 依旧没有找到人。 人呢? 他满脸疑惑, 立刻拿出传讯宝蝶询问。 青竹, 你们人呢? 不会刚突破, 又去别处修炼去了吧? 片刻后, 消息回复过来, 有事, 去京都一趟紫霞仙子愣了一下, 问道, 什么事? 我能去吗? 灵狐青竹, 杀人紫霞仙子立刻身影一闪, 钻入了地底。 等等我, 我也要去, 我要跟你们并肩作战。 半个时辰后, 等在洞外悬崖边的庄之眼等人, 脸上的神色更加紧张了。 怎么紫霞也不出来了? 不会两人都出事了吧? 庄之言立刻转过头, 看向苏丰苏与姐妹道, 你们两人快进去去看看情况。 是, 老祖。 两姐妹立刻走到洞府前, 拿出玉牌, 打开洞门, 走了进去。 片刻后, 两人一脸迷茫地走了出来。 洛青州带着灵狐青竹, 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到了京都。 他先回到秦府, 去了灵禅月宫。 当百灵打开院门时, 他直接闯了进去, 然后静置进了他的房间, 开始搜刮花粉。 百灵慌忙追进来, 扑到了床上, 紧紧压着他的被子和枕头, 呜呜叫道, 小姐, 救命! 缠缠, 救命啊! 姑爷, 再抢小百灵的, 袜袜和肚兜。 洛青州强行把他掀开, 从枕头下拿出了两袋 看起来与众不同的药粉。 这时, 夏缠突然出现在门口。 洛青州收起药粉, 直接过去拉住了他的小手, 低声道, 缠缠, 姑爷需要你的帮忙。 一瞬间, 夏缠七飞的毛子里, 呼得如星辰一般亮了起来。 洛青州在他瞳孔里, 清晰地看到了两道一闪而过的剑影。 这两道剑影, 竟令他浑身一寒。 傍晚时分, 当端王阴沉着脸, 准备带着大言迎接队伍离开时, 格雷刚好带着人, 满身酒气地从酒楼走了出来。 端王爷, 好久不见。 格雷满脸笑容, 主动打了招呼。 端王顿了顿。 他那本来阴云密布的脸上瞬间又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拱手道, 格雷王子, 好久不见。 随即又皮笑若不笑地道, 王子可吃饱了。 格雷闻言, 哈哈一笑, 王爷恕罪, 实在是一路奔波, 鸡肠碌碌, 所以忍不住先进去填了填肚子。 若是知晓, 王爷亲自在此等候, 小王定然不敢独自在楼上享用。 男功客满脸笑容道, 无妨, 无妨。 是我大言招待不周, 失礼了。 王子殿下, 请。 格雷看了他一眼, 又看了大言其他官员一眼, 这才笑了笑, 与他一起上了马车。 马车缓缓驶离, 大蒙帝国护卫立刻队列整齐地跟在后面。 四周围观的百姓依旧在议论纷纷。 马车很快进了皇宫, 停在了魏阳宫的门前。 门前站着两排宫中侍卫, 皆是银甲短刀, 身段高挑的女子。 这些女子面容冷酷, 身上散发着一股令人生寒的气息, 若是神魂视线, 可以清晰地看到他们浑身上下, 皆笼罩着一股强大的气血之云, 仿佛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正包裹着他们。 这是, 只有在战场上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磨练, 才能养成的。 大蒙帝国一些修魂的护卫, 刚一靠近, 体内的神魂皆是一颤, 不由自主感到一股惊惧。 格雷王子从马车上下来, 看了这些女子护卫一眼, 不禁笑道, 早就听闻女皇陛下, 有一支五千女子护卫队, 皆是恋体舞者, 各个实力不凡。 如今看来, 果然名不虚传。 端王笑了笑, 道, 自不能与王子殿下的护卫队相比。 说到此, 他看了那些大蒙帝国的修炼者一眼, 陪着笑道, 王子殿下, 实在抱歉, 里面都是我大言重臣, 为了避免发生不必要的麻烦, 您只能带着十名护卫进殿。 那名满身肌肉, 名叫国可尔的男子顿时冷笑一声, 讥讽道, 你们大言皇宫内数千护卫, 还怕我们这几个人? 端王笑眯眯地道, 本王记得林江侯当初去你们大蒙, 进帐篷拜见你们可汗时, 可是一个人都没有带进去的。 难道那个时候, 你们大蒙数十万军队, 还惧怕林江侯带去的那数百人? 此话一出, 国可尔眼中顿时寒芒一闪。 大蒙帝国其他护卫也都神色一沉, 场中安静了一下。 格雷笑道, 走吧,不要让女皇陛下久等了。 国可尔, 蒙帝, 你们几个跟本王子一起进去。 说完, 他又转过头, 看了身后的两名青年一眼。 那两名青年虽然穿着大蒙帝国的服饰, 但相貌明显与大蒙帝国的人有些差异。 两人也跟在了身后, 端王依旧满脸堆笑, 带着他们进了宫殿。 大殿中, 一袭火红龙袍的南宫火月, 依旧端坐在高台的龙椅上, 满脸威严而冷酷的神情。 殿中的众朝臣, 皆是满脸冷意。 格雷昂首挺胸地进了大殿, 对着上面丹臂横胸, 微微低头道, 大蒙帝国武王子格雷, 拜见陛下, 祝陛下万岁, 万岁, 万万岁。 南宫火月顿了顿, 方淡淡地道, 王子殿下眠礼。 格雷抬起头来, 目光肆无忌惮地盯着上面看了几眼, 笑道, 小王姗姗来迟, 让陛下久等了。 实在是大言京都太过繁华, 每位诱人, 小王一时之间, 忘了时间, 还请女皇陛下, 不要怪罪才是。 南宫火月淡淡地道, 无妨。 王子殿下此次前来, 可是要与我大言, 商谈北京贸易之事。 格雷笑道, 正是。 不过除了这件事以外, 小王, 还有其他任务。 哦? 南宫火月脸上波澜不惊。 格雷并没有立刻说下去, 而是向着四周看了一眼, 满脸笑容道, 听闻陛下与贵国宗门林霄宗的弟子成亲了, 不知道小王可否见一见那位信任。 说到此, 他突然叹了一口气, 满脸遗憾地道, 当初小王来大言, 本是向陛下提亲的, 谁知, 竟然被人阻挠, 无功而返。 更想不到, 当初的长公主竟突然登上了皇位, 变成了陛下。 没没想到这件事, 小王心头都遗憾至极啊。 南宫火月蜜了蜜毛子, 道, 王子殿下还是说正事吧。 格雷拱手笑道, 陛下, 小王就是想要拜会一下那位楚公子, 虽然当初小王已经领略到了他的风采, 但还未正式认识一下的, 心头实在有些遗憾。 这时, 端王南宫客满脸笑容地开口道, 王子殿下, 楚公子有事, 暂时不能出来见客。 我们还是来先商谈一下北京贸易的事情吧。 格雷脸上笑容微脸, 顿了顿, 淡淡一笑, 道, 好, 那就先来商谈北京贸易的事情。 说着, 拍了拍手, 身后的一名护卫立刻拿出一张羊皮卷, 恭敬地递到了他的面前。 格雷接在手里, 展开后看了一眼, 然后单手乘上, 看向高台上的大眼女皇道, 陛下可以先看一眼, 这上面是我大蒙列下的贸易条约, 一共二十二条, 每一条都是经过我大蒙朝臣商议, 由可汗确定的。 端王接了过去, 翻动了一下, 低头走上了台阶。 岳武从女皇身旁走出, 双手接过, 恭敬地走到女皇身前, 南宫火月端坐于龙椅上, 面无波澜地跃览着。 大殿中, 鸦雀无声。 格雷抬着头, 毫不避讳地看着上面, 嘴角翘了翘。 片刻后, 南宫火月看完, 神情淡淡地道, 拿去给丞相和端王看看。 他那威严而娇美的脸带上, 并没有露出任何情绪变化。 岳武把羊皮卷拿了下去, 先交给了丞相范文景。 范文景接过, 立刻展开看了起来。 很快, 他的眼中露出了一抹怒意, 继续看向了后面。 待他看完后, 顿时气地满脸涨红, 忍不住怒道, 岂有此理, 岂人太甚。 旁边的端王立刻接了过去, 不动声色地看完。 范文景直接怒道, 这上面的22条, 至少有19条, 都是不平等的, 都是侵犯, 我大言利益的, 我们绝不可能同意。 格雷看着他, 淡淡一笑, 丞相不用动怒, 有些条约, 我们是可以商量的。 当然, 至于能不能更改, 小王还需要回去, 请示我家可汗。 其实, 这次若是能直接签订, 自然最好, 也免得我大蒙大军, 在边境苦苦等待。 汝阳侯脸色阴沉道, 王子殿下, 这是在威胁我大言吗? 格雷哈哈一笑, 道, 侯爷说笑了, 小王只是在陈述实情。 端王看完条约, 又递给了汝阳侯, 道, 给其他大臣都看看吧。 汝阳侯接过, 脸色阴沉地看了起来。 不一会儿, 大言重臣皆是面露怒涩, 群情激愤起来。 绝不可能。 竟然想让我大言拆除通缘关建造贸易城, 那可是我大言北京的生死关。 若是拆除, 他大蒙骑兵若是心怀不轨, 将会毫无阻碍, 长驱直入。 既是贸易, 理该平等对待。 凭什么我大言商品进入你们大蒙, 你们要收那么多的税费。 而你大蒙商品进入我大言, 不准我们收税。 岂有此脸。 茶叶, 丝绸, 盐, 这些是买卖吗? 这就是给你们上贡。 你们这就是明抢。 大言重臣看完条约, 一个个皆愤怒不已。 格雷神色自若, 目光看向了高台之上道, 女皇陛下, 您觉得如何? 若有哪些需要修改的, 女皇陛下尽管提出来, 我们再商讨商讨。 南宫火月面无波澜地看着他, 直接道, 无需再浪费时间商讨, 这些条约, 朕一条都不会答应。 随即起身, 又淡淡地道, 王子殿下若无其他事情, 就下去用膳吧。 朕今日身子有些不适, 就不多赔了。 大蒙帝国众人, 皆是神色异冷。 格雷笑了笑, 道, 陛下误及, 小王刚刚已经说了, 小王这次来, 还有其他任务。 这个任务, 刚好与陛下的夫君, 那位楚公子有关。 此话一出, 大殿中顿时一静。 南宫火月停下脚步, 目光冷冷地看着他, 并未红说话。 格雷拿出了一块传讯宝蝶, 上面光芒一闪, 出现了一些密密麻麻的字体, 然后道, 陛下, 这是飘渺先宗从大盐末城传来的消息。 当初在末城, 飘渺先宗十余名长老和数百名弟子, 皆被屠杀。 虽然他们查出来是妖族所为, 但最后又查一些消息, 说我们人类修炼者中可能出了奸细, 与妖族内外勾结, 屠杀同类, 南宫火月脸上的神色, 并没有有任何变化, 神情淡淡地道, 那与朕的夫君又有何关系? 莫非他们觉得, 那个奸细就是朕的夫君? 格雷微微笑道, 陛下不用紧张, 小王也就是带传话而已。 飘渺先宗的意思是说, 希望那位楚公子出来, 让我们当场检查一下。 南宫火月顿时脸色一寒, 身上火红龙袍, 无风自动, 满脸冷酷地道, 放肆。 他是朕的夫君, 是大言义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亲王。 不是任你们欺辱的大蒙百姓。 你们若有证据, 直接拿出来, 若无证据, 滚。 说出最后一个字时, 他眉宇正中, 护得有一枚星红的火焰印记闪烁了一下, 身后长发也无风自动。 同时, 体内仿佛有火焰在燃烧。 正在此时, 他护得脸色一白, 肚子隐隐作痛。 格雷瞳孔缩了缩, 脸上的笑容脸去, 冷冷地道, 说到证据, 飘渺先宗的确有证据可以证明, 当时那位楚公子就在场, 而且还安然无恙地离开了。 端王南宫克冷声问道, 那可有证据, 证明我们楚王是奸行。 格雷看向他, 冷声道, 这倒没有。 不过, 既然飘渺先宗觉得那位楚公子有嫌疑, 那就绝不是无的放尸。 小王觉得, 他应该出来让我等检查一下, 这样才能洗清嫌疑, 避免误会。 南宫克冷笑道, 格雷王子, 本王刚刚跟你一路同行, 突然发现一块银子丢了, 不知王子殿下可否让本王好好搜查一下? 放心, 就是摸一下全身, 不搜查别处。 此话一出, 那些大蒙护卫立刻怒道, 放肆。 格雷眼中寒芒一闪, 道, 端王爷, 这是飘渺先宗的意思。 那位楚公子若是不出来, 小王很难回去交差。 汝阳侯冷声道,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我大言亲王, 陛下之夫君, 岂能任你们随意欺辱。 双方皆怒目而逝, 剑拔弩张。 格雷突然冷笑一声, 道, 如此看来, 小王今日前来, 带来的两个任务都无法完成了。 说着, 他抬头看向了高台之上, 道, 女皇陛下, 既然您那位夫君心虚, 不敢出来, 那么这件事, 小王会如实告知飘渺先宗。 至于边境贸易的事情, 既然陛下也不愿意。 那小王自会回到边境, 告知我, 大蒙铁木元帅。 到时候, 铁木元帅若是控制不住边境的二十万铁骑, 那就不能怪小王了。 告辞。 说完, 他阴冷一笑, 拱了拱手, 转身去。 跟在他身后的那名叫国可的魁梧男子, 也抬头看了一眼高台之上的女皇, 讥讽笑道, 女子登上皇位, 果然喜欢感情用事, 看来大言距离王国也不远了。 随即又咧嘴一笑, 故意道, 王子殿下, 当初你没能与这位女王陛下成双成对, 实在可惜。 不过, 到时候等我大蒙大军入境, 您还是有机会的。 这时, 门口突然出现一道身影, 格雷瞳孔一缩, 停在了原地。 国可儿和其他护卫也都停了下来, 目光警惕地看向了门口。 高台之上, 南宫火跃看着门口的身影, 正了正, 冷厉的目光和威严的神态, 渐渐变得柔和起来。 他重新坐回到了龙椅上, 双手不自觉地放在了肚子上, 心头腾腾的火焰也渐渐平息了下去。 端王和汝阳侯, 以及大言其他朝臣, 也都转过头, 看向了门口。 洛青州从门口走了进来, 停在了格雷的面前, 开口道, 王子殿下是想检查我吗? 格雷眼中金光闪烁, 脸上露出了一抹笑意。 楚公子果然还是忍不住出来了, 很好, 男子汉大丈夫自然不该畏畏缩缩地躲在女人的后面。 放心, 我们只是随便检查一下, 若无结果, 小王定会亲自道歉赔罪。 洛青州神色平静地看着他, 道, 检查可以, 不过, 在下想先表演一个节目。 哦? 格雷文言一愣, 眯了眯眼睛道, 什么节目? 洛青州道, 全爆脑僵。 说完, 他的身影呼得一闪, 瞬间出现在那名叫国可尔的魁梧男子的面前, 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格雷脸色顿变, 慌忙拔刀转身。 他身后其他护卫, 接脸色大变, 慌忙都拿出了武器, 身上瞬间亮起了护体光照。 小子安改! 众护卫怒吓。 大言众臣, 也都吓了一跳。 贝洛青州掐住脖子的国可尔, 又惊又怒, 瞪大眼睛, 伸着双手, 全身肌肉颤抖着, 拼命想要挣脱, 却仿佛被一只可怕的铁箍箍住, 丝毫都动弹不得。 同时, 他脖子上的骨头仿佛正在被捏碎一般, 卡卡作响。 格雷举刀大怒道, 放手! 哄! 一声暴响! 金色的拳芒带着红色的雷电, 瞬间以千军之力重重地砸在了国可尔的脑袋上。 这满身肌肉魁梧强壮的大蒙勇士, 竟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瞬间脑袋爆裂, 脑浆飞溅, 一命呜呼。 啪! 洛青州松开手, 把他丢在了地上。 无头尸体双脚落地, 鲜血喷涌, 在地上摇晃了几下, 方僵硬地摔倒在了地上。 洛青州转过头, 看向身后举着刀, 满脸金木的大蒙王子, 脸色依旧平静如初, 王子殿下, 这个节目如何? 正在此时, 无头尸体的喷血处突然飞出一道模糊的虚影。 然而, 不带他逃走, 洛青州已经伸出手, 又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甚至没有回头去看他一眼。 殿下! 救我! 救我啊! 虚影发出了凄厉而绝望的哀号声。 但声音刚落, 扑的一声, 洛青州瞬间把他捏得粉碎, 随即雷电一闪, 魂飞魄散, 化为了灰烬。 自此, 这位大蒙的勇士连最后的一缕生机也被掐灭。 大蒙帝国的众人皆是脸色煞白, 又惊又怒。 大言众臣也都瞠目结舌。 本来准备过来劝架的端王, 不知何时已经躲到了不远处的柱子后面, 瑟瑟发抖。 高台之上, 南宫火跃端坐于龙椅上, 脸上的神色看着依旧波澜不惊, 只是眸中闪烁着明亮的光芒。 格雷王子脸色难看, 举着手中的刀却似乎不敢落下, 因为眼前这少年的实力看着竟深不可测。 放肆! 这时, 大蒙护卫中突然站出两名青年, 直接掏出了身上的玉牌, 脸色阴沉地道, 我等是飘渺先踪, 轰。 话还未说完, 一道硕大无棚的拳头突然带着可怕的力量与雷电, 瞬间砸在了其中一名男子的身上, 直接砸碎他的胸膛, 把他砸飞了出去。 另一名男子张了张嘴, 随即脸色大变, 刚要后退, 一只手突然从虚空中伸出, 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瞬间, 他感到全身的力气被抽空, 双脚离地而起。 他瞪圆眼睛, 张大嘴巴, 嗓子里发出了惊恐而绝望的呵呵声, 上下嘴唇颤抖不止, 再也没有了刚刚拿出玉牌时盛气凌人的气势。 缥缥先踪的弟子吗? 刚好, 我想再杀几个。 洛青州一脸平静地说完, 随即卡的一声捏碎了他的喉咙, 然后把他扔上半空, 猛然一拳打出, 轰得一声爆响, 直接把他的整个身子和里面的神魂 打成了一盆血舞, 漫天洒落。 这一刻, 整个大殿鸦雀无声。 刚刚还在怒声呵斥的大蒙帝国众护尾, 这一刻, 街脸色煞白, 心惊胆寒。 谁也没有想到, 这少年竟然如此胆大, 竟然敢在皇宫大殿之中,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抱起杀人。 而且, 竟然还杀了缥缈先宗的人, 就不怕在边境陈兵数十万的大蒙帝国, 和身为九州大陆三大先宗之一的缥缈先宗的报复吗? 这一刻, 不光大蒙帝国的众人, 就连大言众臣, 也都被吓蒙。 这少年是疯了吗? 五王子, 杀了他, 快杀了他。 另一名缥缈先宗的青年, 被一拳砸碎了胸膛, 还未死去, 此时在地上面孔猙獰的叫着。 此格雷, 已经被吓得连手里的刀都快要握不稳。 如今, 他们可是在大言的地盘。 这暴徒连缥缈先宗的人都敢杀, 何况是他一个个区区的大蒙王子。 更主要的是, 这少年身上散发强大气血之力, 非常可怕, 令他的神魂颤抖不止, 根本就抬不动脚步上前。 小畜生, 你竟敢杀我缥缈先宗的弟子? 你, 那名缥缈先宗青年咬着牙, 嘴里的话还会说完, 脑袋竟突然咕噜一声, 从脖子上滚落了下去, 扑, 鲜血喷射。 无头尸体僵了僵, 倒了下去。 同时, 他的体内滋的一声, 似乎有雷电亮起。 他的神魂, 也瞬间灰飞烟灭。 一柄漆黑如墨的飞剑, 忽得从虚空中出现, 落在了洛青州的掌中。 他的目光, 看向了大蒙帝国的其他人。 只要被他目光所扫到的人, 皆是浑身一颤, 双腿发软, 瑟瑟发抖。 大蒙帝国的五王子格雷, 慌忙看向了身后, 颤声道, 七叔, 这时, 他的身后呼得走出一名身材高大的老者, 身上衣袍无风自动, 烈烈作响。 四周其他人, 皆感到一股可怕的气浪袭来。 即便是站在远处的大言重臣, 也突然身子一晃, 不由自主地被推得向后退去。 不错, 不错。 大宗师后期境界, 高大老者看着眼前的少年, 脸上表情淡漠, 语气也苍老淡漠, 没想到大言, 还有你这样的天才。 当初你在边境与飘渺仙宗的鄙视中, 连杀五人, 据说只是大宗师初期的修为吧。 这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 你就已经连升两极, 到了大宗师后期, 即便是三大仙宗的那些天才, 在你面前, 也不值一提。 可惜, 你年轻气盛, 嚣张过头了。 你不把我大蒙放在眼里也就算了, 毕竟你的确有这个实力, 但你竟然连飘渺仙宗也不放在眼里。 老夫很是纳闷。 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大殿中安静了一瞬。 洛青州看着他, 开口道, 我也很纳闷。 你偷偷把刚刚的画面, 记在传讯宝碟中, 是要带回去当作证据吗? 可是, 你确定, 你回得去? 此话一出, 大蒙众人, 心头一颤。 高大老者的脸上, 依旧淡漠无任何表情。 老夫若是要走, 即便是你们大研第一高手白衣衫来了, 也拦不住。 你大宗师后期的实力, 的确厉害, 但老夫归一进中期的境界, 难道只是百舌? 说到此, 他身上突然净风呼啸, 长发飞舞, 全身呼地勃发出一股强大无比的气息。 整个大殿中的气温, 骤然一降。 大蒙众人见此, 顿时安下心来。 但正在此时, 高大老者却是眉头一皱, 脸色顿变, 有些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少年道, 你, 骤轻舟一脸平静地看着他, 皱仪境界中期, 的确厉害。 不过, 我若是拿出可以独捣皱仪境界, 无色无味的毒粉, 阁下又该如何应对呢? 高大老者脸上坦然的表情, 顿时变得有些扭曲。 更何况, 我的修为, 一声响亮的牛猫声, 突然在大殿中响起。 碰! 高大老者瞬间被一股可怕的力量撞飞了出去, 足足飞了十几米远, 狼狈地摔落在了大殿门口。 这时, 骆轻舟还未说完的话, 方说了出来, 并不是大宗师后期, 高大老者身上的颈风和护体光照, 竟瞬间被这一击状的支离破碎。 他忍着胸口的剧痛, 猛然从地上跳了起来, 刷的一声, 慌忙拿出了自己的宝剑, 满脸猙獰而不可置信地道, 大宗师巅峰境界。 你, 既如此, 你为何还要下毒? 哄! 骆轻舟猛然一拳打去, 全忙带着闪电, 再一次把他打飞了出去, 道, 无他, 手熟而已。 蓄积了大宗师巅峰境界力量的全忙, 带着三色雷电, 瞬间把高大老者的胸膛打得凹陷了下去。 他倒飞而出之时, 想要立刻神魂出窍逃跑, 但闪烁的雷电, 强大的气血风暴, 却让他体内的神魂瑟瑟发抖, 动弹不得。 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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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刹那, 骆轻舟又打出了数百道全忙, 雷电滚滚, 拳拳暴击! 大蒙帝国, 这位拥有着归异中期境界的强大高手, 几乎没有任何反抗之力, 转眼间, 已经被砸得血肉模糊, 生魂歼灭, 彻底毙命。 一滩血肉, 洒落在了外面的走廊上, 已看不清模样。 骆轻舟握着全忙渐渐缩小的拳头, 一脸平静地站在门口, 却仿佛一尊从地狱走出的沙神, 目光看向了大殿中的大蒙帝国其他人。 这一刻, 大蒙帝国的五王子与他的护卫, 皆彻底崩溃和绝望。 连他们大蒙最厉害的修魂高手, 都被一击致命, 失魂无存。 他们还有什么可反抗的? 五王子格雷, 慌忙看着台上的女皇, 颤声求饶道, 陛下, 即便是两国交战, 也不斩来使, 何况, 我大蒙与你们大言并未交战, 只是, 只是想要商讨贸易, 南宫火月端坐在高台的龙椅上, 依旧面无波澜, 只是嘴角微微翘了一下, 语气淡淡地道, 这话, 你跟朕的夫君说, 他要杀人, 朕可拦不住。 此时此刻, 大言众朝臣虽然惊吓, 但看到, 这位刚刚还趾高气扬咄咄逼人的五王子, 现在被吓成了这番模样, 皆感到吐出了一口恶气。 端王突然站在柱子侧面冷笑道, 你们这是来商讨贸易的吗? 明明是来仗势欺人, 鸣抢的。 格雷脸色煞白, 慌忙道, 可以商量, 可以再商量。 陛下, 你们觉得哪条不好? 小王立刻让人修改。 说完, 连忙对着门外大声喊道, 高云。 你们快进来修改条约, 这声叫喊, 仿佛在呼救, 带着惊恐而绝望的颤音。 宫殿外面, 还有他们大蒙帝国将近两百名修炼者护卫。 然而, 此时的宫殿外面并无任何回应。 过了片刻, 一名身穿银甲的女子侍卫, 突然匆匆进来, 在大殿门口恭敬禀报道, 启禀陛下, 大蒙帝国的一百九十五名护卫, 不知为何, 全部都倒在了地上, 而且, 全部被割掉了脑袋。 此话一出, 格雷顿时浑身一颤。 其他大蒙帝国的护卫, 也都脸色煞白, 几乎站立不稳。 那名女子侍卫的话刚说完, 一对女子侍卫匆匆进来, 他们的双手上, 接拎着东西。 等他们到了大殿门口时, 大殿中的人方惊骇发现, 他们的双手上, 竟然都拎着血淋淋的人头。 每个人的一只手上, 都拎五颗。 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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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突然整齐一致, 把人头都扔在了大殿门口。 其中一名女子侍卫恭敬禀报道, 启禀陛下, 还有许多人头和尸体在外面, 都是大蒙帝国的人。 普通, 格雷王子仿佛突然被抽空了全身的力气, 双腿一软, 跪在了地上, 全身哆嗦不止。 他身后那些护卫, 也都颤抖着跪了下来。 只有一名护卫, 还站在原地, 牙齿打斩地道。 我大蒙帝国勇士, 宁死, 碰! 话还未说完, 洛青州直接一拳打爆了他的脑袋。 无头尸体喷着鲜血, 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方啪的一声, 歪倒在了地上。 碧! 陛下! 饶命! 格雷彻底崩溃, 匍匐在地上颤抖求饶。 南宫伙月坐在高台之上,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大殿中, 大言众朝臣也都双腿发软, 静若寒蝉。 这时, 洛青州开口道, 端王爷、 丞相、 汝阳侯, 你们几个商议一下, 重新你一份贸易条约, 让五王子殿下签字按印。 随即又道, 记住, 是不平等条约。 然后, 又看向匍匐在地上的大蒙五王子, 道, 王子殿下觉得如何? 格雷慌忙颤声道, 小王签, 小王愿意签, 端王爷, 快你, 快你。 端王难攻克, 大言其他朝臣, 这一刻, 不仅是感到扬眉吐气, 无比的畅快, 还感觉有种做梦的荒诞。 端王醒过神来, 立刻与丞相和汝阳侯聚在一起, 低声商议着。 丞相, 这条不行, 楚王说了, 要不平等的, 您说的这些, 对大蒙太公平了, 侯爷, 这条也不行, 这条对大蒙又太残忍了, 太过杀鸡取卵, 还是细水长流, 慢慢压榨吧, 很快, 三人就把新条约拟了出来。 当端王把两份新条约 拿到大蒙帝国五王子的面前时, 格雷甚至没有敢看上面的条约, 慌忙签下名字, 又立刻咬破手指, 按上了自己的血印, 然后可怜巴巴地道, 陛下, 这条约小王还要拿回去, 给可汗过目, 需要给我大蒙所有朝臣看一遍。 不过陛下放心, 我大蒙向来有契约精神, 既然小王已经签订了, 就绝不会违背, 这话说得很明白, 简单概括就是, 陛下, 我想回家, 请放我回去找爸爸。 南宫火月没有立刻回答, 目光看向了殿中的某人。 这个时候, 整个大言都是某人在做主了。 洛青州开口道, 王子殿下不是肚子饿了吗? 宫里已经准备了晚宴, 吃了再走吧。 格雷浑身颤抖, 慌忙道, 不了, 小王已经饱了, 小王想快点把契约带回去, 给可汗过目, 洛青州沉没下来。 大殿中的其他人, 也都突然屏住了呼吸, 仿佛心跳都停止了。 格雷和大蒙帝国剩余的护卫, 这一瞬间, 心脏皆提到了嗓子眼, 匍匐在地上, 一动也不敢动, 街瑟瑟发抖地, 在心头暗暗祈祷着。 终于, 那个从地狱爬出来的魔鬼开口了, 既然王子殿下归心四剑, 那我们就不多留了。 如蒙大赦! 格雷慌忙带着众护卫从地上爬了起来, 颤声道, 多谢楚王, 多谢陛下。 说完, 立刻相互搀扶着, 向着殿外走去。 虽然他们双腿发软, 几乎站立不稳, 但强烈地求生欲望和极度的恐惧, 支撑着他们艰难地走出了大殿。 带他们走下台阶后, 慌忙振作精神, 拿出了飞剑, 登了上去。 洛青州突然大殿门口道, 王子殿下, 我大言随时欢迎你们再来做客。 又差点双腿, 一软跪下, 慌忙颤声道, 多, 多谢楚王。 洛青州道, 助王子殿下一路顺风, 杀。 飞剑立刻飞上半空, 急射而去。 洛青州又在大殿门口站了一会儿, 方转身进了大殿, 直接登上台阶, 走上了高台。 南宫火月微微醋眉, 开口道, 既然已经动手了, 又为何放他们离开? 大殿中的众臣也都心有疑惑, 却都没敢开口。 洛青州伸出手, 想要握住女皇的手, 又想到自己刚刚才杀的人, 只得又收了回去, 道, 没事, 等他们出了边境, 有大蒙的人看到了, 再死也不迟。 南宫火月一愣, 道, 谁在边境? 洛青州道, 龙儿, 小鄂, 飞蛇, 还有, 我, 我先看看你, 待会儿就去。 南宫火月目光温柔地看着他, 道, 大宗师巅峰境界, 的确, 你有这个本事。 不过, 北京的大蒙大军洛青州突然道, 陛下, 您上次不是说, 可以让我自己选择王爷的名号吗? 我想了一下, 楚王不太好听, 我想叫北境王。 北境王? 南宫火月威正, 目光正正地看着他, 沉默了一下, 点了点头, 道, 好,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北境王。 北境一切, 归你节制。 顿了一下, 他又道, 除了女人, 洛青州看向外面, 道, 陛下, 我该走了。 我的雷杰, 已经饥渴难耐了。 说完, 他身影一闪, 消失不见。 夜幕悄然落下。 大沿高空中, 一柄飞舰正向着北方的边境急驰而去。 巨大的飞舰上, 大蒙帝国的武王子格雷正哆哆嗦嗦地用传讯宝蝶呼救。 但他却突然发现, 消息根本就发不出去。 许多国家都有专门的阵法, 可以阻止本国与本国之外的消息传输, 以防间隙内外勾结。 特别是开战之时, 或者国与国关系, 紧张之时。 显然, 在他们来之前, 大沿已经做好了准备。 格雷握紧了手里的传讯宝蝶, 低声咒骂了一句, 为自己刚刚在大沿皇宫中的贪生怕死和卑躬屈膝而感到耻辱。 但他依旧在恐惧地颤抖着。 在他身后, 只剩下了六名修炼者护卫, 皆还未从刚刚的惊吓中恢复过来。 两百多名大蒙修炼者, 加上两名飘渺先宗的弟子, 除了他们七人, 全部惨死在了皇宫。 其中, 甚至还包括他们大蒙最强的修魂高手。 在来之前, 谁能想到, 大沿会突然动手杀人? 谁又会想到, 连他们皈夷境界的高手, 竟然都被对方秒杀? 明明他们大蒙是以强者的身份来的。 明明他们占据着绝对的优势。 明明他们进入京都后那般作为, 大沿女皇和仲臣也是敢怒不敢言, 还是照样在大殿中老老实实等着他们进攻。 然而, 这一切都被那名突然出现的少年给打破了。 一来就杀人, 连飘渺先宗的人都杀了, 连他们大蒙修为最高的修魂者都给秒了, 不讲武德。 两国交战, 还不斩来使呢? 君子动口不动手, 他大言不是礼仪之邦吗? 畜生啊! 格雷咬着牙, 双腿依旧再止不住地哆嗦着。 殿下, 那人会不会追来? 这时, 有名护卫满脸紧张地问道。 格雷心头一跳, 转头看去, 又仿佛在自我安慰, 既然契约已经签了, 应该不会, 要不然, 又为何放我们走? 另一名护卫道, 殿下, 那契约, 我们真要拿回去吗? 格雷脸上的肌肉抽出了几下, 拿出了那张契约, 认真地看了起来。 但把上面的条约全部看完, 他顿时勃然大怒, 欺人太甚。 把我大蒙帝国当作什么了? 做梦。 骂完, 他立刻面孔争名地要撕了契约。 但突然, 他又停了下来。 看了一眼, 咬着牙道, 等出了边境, 本王就把它撕了。 想占我大蒙的便宜, 痴人说梦。 飞剑以最快的速度在夜空上急驰着。 凌晨时分, 他们终于看到了前方边境线上的那些建筑。 大延那巍峨的关爱与城墙, 在此刻, 竟然显得是那么的亲浅。 殿下, 我们没事了。 您看, 前面那座十楼就是我们的岗哨。 我们的大军就在前面十几里处。 该死的大延。 等我们回去后, 一定要向可汗禀报, 发兵攻打, 殿下。 那时, 几名护卫正在死里逃生激动着时, 突然看到前面的高空上出现了一道模糊的影子。 那影子躲藏在厚厚的云层中, 朦朦胧胧, 看不清晰。 但从其露出的一些轮廓上来看, 体型似乎大的吓人。 格雷看了一眼, 立刻当机立断, 急速向下坠落, 从最下面飞了过去。 搜, 飞剑快速掠过大延的边境线, 进入了他们大蒙的边境。 那座石楼上的岗哨已经发现了他们, 手里仰起了大蒙的旗帜和火焰, 在楼上挥舞着。 快! 通知铁木元帅, 大言, 格雷一边遇见向着石楼急驰而去, 一边高声呼喊着。 但正在此时, 下面的黑暗中突然飞来一条巨大的铁尾, 轰的一声, 直接他们连带脚下的飞剑给扫飞了出去。 随即, 下面的巨大黑影血盆大口一张, 突然吐出了一股墨绿色的毒液, 如一股洪流扑向了他们。 两名护卫先被拍飞, 此时又躲避不及, 顿时被墨绿色的毒液击中, 全身瞬间腐烂, 化为了一滩之夜。 剩余四名护卫立刻跟在格雷身后, 惊恐地向着石楼冲去。 而石楼上的岗哨已经燃起了篝火, 敲响了警钟。 急促的钟声在黑夜的荒原上当当当地响得不停。 数里外, 大蒙先锋铁急, 立刻出动。 哄! 格雷几人刚逃到那座石楼近处, 一条银龙突然冲天降, 嘴里突然吐出一团巨大的雷球, 猛然炸开。 格雷直接被炸飞了出去, 身上光芒一闪, 宝物激发了护体光照, 格挡住了剩下的雷电之力。 那四名护卫则当场被爆炸的雷球击穿了身体, 瞬间被烧焦。 他们的神魂刚要出窍, 一条巨恶突然从下方冲出, 再次吐出一股墨绿色的毒液, 直接把他们的肉身与神魂全部腐蚀一空。 格雷忍着疼痛, 想要继续逃跑, 一只手突然从黑暗伸出, 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格雷顿时瞪圆双眼, 拼命挣扎, 却正脱不开。 他被带进了阁楼。 石楼里的那名岗哨, 依旧惊慌地在敲着中, 见他从窗户飞进来, 慌忙道, 王子。 一, 他嘴里的话, 突然停滞, 一柄漆黑如墨的飞溅在他的脖子处出现。 他脖子上的脑袋顿时咕噜一声, 滚落下来。 格雷被扔在了石楼里的地上。 他刚跳起来, 一只脚突然踢在了他的膝盖上。 卡! 卡! 他两只腿上的膝盖瞬间碎裂, 双腿一软, 跪倒在了地上。 他嘴里顿时发出了一声淒厉的惨叫。 这时, 他才看清偷袭之人, 顿时面孔扭曲地咬牙道。 你, 你, 碰! 洛青舟一拳打在了他的胸膛, 直接把他的胸膛打碎。 格雷再次发出一声淒厉至极的惨叫, 倒在了地上, 嘴里顿时溢出了大骨的鲜血。 接着, 洛青舟一脚把他从石楼的窗户踢飞了出去。 天空上突然伸出一只巨大的龙爪, 直接把他挂在了一只锋利的指甲上, 飞上了高处。 洛青舟在格楼里盘膝坐下, 开始催动体内的雷铃之根。 滋滋, 他的身上突然出现了一条条雷电。 瞬间, 他感应到了高空上的某股巨大的能量。 夜空中, 乌云突然快速游动, 聚集在了一起。 随即, 一道巨大的黑色漩涡出现。 而此时, 大蒙帝国的八千先锋骑兵已经呼啸而来。 他们第一眼就看到了天空上那条全身闪烁着银色光芒的巨大银龙, 接着又看到了一条双眼星红张着血盆大口的巨额。 当然, 他们也看到了那条银龙爪子上的人。 是五王子。 骑兵的头领一眼就认出了半空中那个可怜的人。 正在此时, 银龙呼得松开爪子, 格雷身子一晃, 向下急速坠落。 他慌忙拼尽力气惊恐地大叫道, 救我, 阿乌。 谁知正在此时, 那条巨额突然从旁边飞出血盆大口一张, 直接一口把它咬在了嘴里。 随即, 上下两排獠牙猛然合拢, 卡查一声, 把它咬得粉碎。 同时, 嘴里墨绿色的毒液瞬间腐蚀了他的血肉。 五王子! 那名骑兵头领见此一幕, 顿时又惊又怒。 巨额吞咽了碎肉, 又张开了血盆大口, 嗓子里发出了节节节的笑声, 面孔争鸣地道, 我妖族与你们人类修炼者, 势不两立。 说完, 他铁尾一摆, 突然冲向了大盐的关爱, 随即大嘴一张, 开始喷吐毒液。 城墙上的大盐将士顿时惨叫不断。 妖族来袭! 妖族来袭! 城墙上有人大声喊叫着。 自! 这时, 高空上那道巨大的黑色漩涡中, 突然出现了一条条粗大的雷电。 大盟帝国的骑兵剑子, 揭愣在原地。 而此时, 洛青州已经骑在了高空上那条银龙的身上, 躲在了他的龙角之处。 龙儿, 你确定? 你不怕雷电了? 不怕, 公子尽管电, 龙儿不仅不怕, 好像还很喜欢。 走吧, 别浪费了。 银龙呼得呼啸一声, 全身缠绕着雷电, 向着大盟帝国那八千先锋骑兵冲了上去。 同时, 高空中, 第一条粗大的雷电, 如另一条红色的巨龙咆哮着扑了下来。 与此同时, 大盟关爱的城墙上, 剑楼中大盟守军皆躲在里面, 正在偷看外面。 将军, 那条龙真的是我们大盟呢? 当然, 陛下亲自发来的消息, 那是修炼者的雷劫吗? 无知! 修炼者哪有那么多雷劫高手? 那应该是那条银龙的雷劫, 很多灵兽晋级时都会有雷劫, 原来如此。 而此时, 外面荒野中, 那条巨大的银龙已经带着满身雷电, 以及那条从高空中扑下来的红色雷电, 冲进了大盟帝国的骑军之中。 撤! 快撤! 骑兵头领声嘶力竭地吼叫着。 他们用弓箭射击用手里长枪反抗, 却对那条银龙造不成任何伤害。 一片一片的骑兵在雷电中化为了乌有, 连身上的铠甲和胯下的战马也都一起消失。 原本整齐的骑兵队伍瞬间大乱, 那条银龙如入无人之境, 在骑兵队伍中所向披靡, 沾折死, 碰折亡。 而此时的夜空上, 更多的雷电如一条条争鸣的巨龙呼啸而下, 瞬间笼罩了方圆数千米的地狱。 关爱上的大盐守军看得目瞪口呆, 黑夜如白昼。 大盐关外的荒野, 皆被漫天的雷电照亮。 雷声轰隆作响, 如万马奔腾。 大蒙帝国骑兵绝望的惨叫声, 马儿的嘶鸣声响彻荒野。 轰隆隆。 这时, 更多的大蒙骑兵从远处奔驰而来, 冷烈的杀气如暴风一般来临, 以神魂的视线所见, 在他们的头顶上一道道气血之云组成的风暴漩涡, 随着他们的奔驰呼啸而来。 空气仿佛被撕裂, 强大的杀气与气血之力组成的恐怖气势 与军队独有的气血风暴, 如狂风巨浪般席卷而来。 此刻, 就连其在龙儿身上的洛青州都突然感到神魂战力。 他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道, 走。 龙儿长尾一摆, 携带着雷电, 顺着两国边境线, 向着西边的高山丛林飞去, 同时, 对着那些奔腾而来的骑兵粗声粗气地道, 人类, 本龙还会再回来的。 人族必衰, 妖族当兴。 恶霸天也慌忙长尾一摆, 紧随其后, 对着大言关爱怒吼道, 天不生我恶霸天, 当大蒙帝国的数万骑兵携带着气血风暴来到近处时, 两只庞然大雾已经逃之夭夭。 同时, 头顶的雷劫也已经消失。 而先前那八千大蒙骑兵已经损失殆尽, 只剩下了一些灵性的骑兵在远处的岩洞、 泥巴里和草丛里瑟瑟发抖。 大蒙帝国的将军努多看着眼前的一幕又惊又怒。 他的目光突然望向了远处的大言关爱。 城墙上到处都是墨绿色的毒液, 一些城墙上还出现了窝口, 两座箭楼也已经坍塌, 上面许多士兵举着火把, 匆匆奔跑着, 显然也被妖族攻击过。 这里怎么会突然出现妖族? 他心头惊疑不定。 这时, 一名士兵被搀扶了过来, 一条胳膊已经被烧焦, 他忍着剧痛禀报道, 将军, 五王子, 五王子被那条巨鳄给吃了, 此话一出, 鲁多顿时脸色一变, 惊道, 五王子被吃了? 那名士兵满脸痛苦地道, 属下, 属下亲眼所见, 鲁多满脸震惊之色, 突然道, 其他修炼者呢? 五王子这次去大盐, 不是带了两百多名修炼者吗? 还有七王爷? 对了, 还有两名飘渺先宗的人, 都, 都被那两只妖怪给, 给杀了, 士兵颤抖着说完, 便痛得晕厥了过去, 鲁多的脸色, 顿时变得煞白无比, 握着刀柄的手哆嗦着, 两百多名修炼者, 连七王爷, 全部被杀了, 缥缈先宗的弟子, 也被杀了, 突然, 他对着四周大声命令道, 立刻搜查其他人下落, 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他就不信, 那么多人全被那两只妖怪给吃掉了, 此时, 东方的天际, 已经开始泛白, 黎明乍现, 大蒙帝国的骑兵, 在荒野上到处寻找着尸体和幸存者, 就连地上的血肉, 也都带了回去, 而此时的洛青州, 已经带着龙儿和恶把天, 绕路回到了大盐境内, 他以北境王的身份, 发布命令, 令北境所有军队, 向着边境关爱聚集, 准备战斗, 对外的理由是, 边境关爱遭受妖族攻击, 可能还有妖族要来, 所以要提前准备, 实则, 是准备应对大蒙帝国的入侵, 大蒙的五王子, 皈夷境界的高手, 以及三百多名修炼者, 全部惨死, 对方怎么可能善罢单休, 就算他们真的相信是妖族所为, 也可能会把怒气发泄到他们大盐的身上, 况且, 人家也没有那么好骗, 肯定会怀疑他们, 以对方如今的军事实力, 即便只是怀疑, 也足以发动入侵的战争了, 但如果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还是会毫不犹豫地杀那些人, 缥缈先宗的欺压, 他已经暂且忍受了, 因为现在的他, 确实没有那个实力去叫板, 谁知道, 现在竟然又来了个大蒙帝国, 而且还带着人直接去皇宫, 对着他的女皇耀武扬威, 最关键的是, 他的女皇还怀着他的孩子, 这个时候, 他怎么能忍? 当然不能忍, 更何况, 他已经晋级到大宗师巅峰的境界, 以他肉身的强横和雷电的威力, 除非雷杰高手亲自动手, 否则, 谁也别想杀他, 实力就是胆怯, 以他如今的实力, 又何必再畏畏缩缩, 大蒙固然兵强马壮, 实力强大, 但他大言, 也绝不弱, 对方以骑兵为主, 在平原上锁向披靡, 但他固守关爱, 对方的骑兵根本就无法发动本身的优势, 只能靠血肉与勇猛进攻, 然而刚刚, 对方的八千骑兵几乎已经全部覆灭, 死壮极惨, 肯定会影响对方的士气, 对方若是现在进攻, 绝无任何优势, 大言只需固守便是, 此时的洛青州, 正坐镇边境最前线的通源关, 正在听取守关大将吴岳, 禀报着城中的守军情况, 以及大蒙的兵力分布情况, 与此同时, 北京各处的兵力, 都开始向着通源关集结, 岳银也带着重新编制的三万银甲铁骑, 从西境赶来, 西境经过与妖族和魔术一战, 除了莫城的缥缈先宗修炼者以外, 暂时无外敌靠近, 而且有, 善于防守的玉翅林率军防守, 问题应该不大, 这场准备防守大蒙入侵的战斗, 几乎动员了大盐所有的兵力, 毕竟大盐刚经历了内乱, 又经历了妖族和魔术的战争, 损失惨重, 短时内能够集结的兵力并不多, 不过还好有通源关在, 他们只用竭力防守就可以了, 对方想要入关, 绝非易事, 我们最多只能集结八万兵力在北境, 对方大概有二十多万兵力, 但都是骑兵, 擅长平原作战, 若是强行攻城, 我们也不须对方元帅铁幕, 并非鲁莽之人, 他身边也有我大言谋士, 知晓我大言关爱的坚固与将士的意志, 昨晚, 他们刚刚损失八千骑兵, 还在处理尸体和搜查幸存者, 暂时应该不会进攻, 大厅中, 吴越满脸自信从容, 侃侃而谈, 并没有因为大蒙大军压境, 而有任何慌张之色, 洛青州安静地听着, 偶尔会开口询问几句, 两天后, 大蒙突然派遣使者进关, 调查五王子的事情, 和那晚妖族屠杀的事情, 洛青州并未出去, 吴越带着人出去迎接, 把早已准备好的说辞都说了一遍, 同时, 城中许多将士都穿着丧服, 还提前布置了一些灵堂, 花圈等等, 还把大言正在集结军队, 准备防备妖族的事情也说了一遍, 使者很快离开, 而此时的大蒙帝国军营某间帐篷中, 大蒙元帅铁木正在与手下商议着事情, 那些身材魁梧的将军皆是脸色阴沉, 杀气腾腾, 元帅, 王子被杀, 我三百多名修炼者被杀, 连七王爷都被杀, 我们还等什么? 直接破了通元关, 杀入大言, 手刃大言女帝, 为他们报仇血恨, 哼, 当我们大蒙那么好欺骗吗? 就算真的是妖族所为, 也肯定与他们大言有关, 元帅, 末将请战, 隔日将军, 不可大意, 通元关若是那么好破, 我大蒙也不至于被阻这么多年, 如今, 我们又损射八千先锋, 许多士兵被那两只妖怪吓得不轻, 人心惶惶, 士气正弱, 可不能随便动手, 哼, 我大蒙二十万大军在此, 岂能任人欺辱? 仇当然要报, 但绝不能冲动, 更不能小觑大言, 至少, 我们要先打探清楚对方的底细, 先重振士气, 几名将军坐在两旁, 争论不休, 元帅铁木神色沉着地听着, 但双方都安静下来后, 他方开口道, 乌云, 飘渺先宗那里是如何回复的? 一名青年立刻起身, 恭敬道, 对方让我们调查, 他们似乎不愿意再派人前来, 铁木眉头微微皱了一下, 那名青年又道, 已属下猜测, 飘渺先宗这次在大岩边境, 损失惨重, 如今已经元气大伤, 而且据说, 他们宗主知道消息后, 大发雷霆, 大长老和同行的封主都受到了责罚, 他们暂时可能无法再派人过来, 也不敢再有所损伤, 毕竟, 九州大会还有十个多月就要开启, 他们需要提前做准备, 大仗中安静了一下, 一名满脸胡须的男子开口道, 这次飘渺先宗的确损失惨重, 据说几十名长老和数百名精英弟子全部被杀, 估计他们已经把大岩当成了晦气之地, 暂时不敢再来了, 而且, 他们当初当着九天摇台和蓬莱仙岛的面, 与大岩签下的契约, 不可能再明目张胆地进入大岩, 不过, 他们的损失肯定会算在大岩的头上, 估计, 等九州大会结束后, 他们可能才会对大岩动手, 或者, 在向大岩收取契约上写的赔偿时才会发难, 铁木脸上阴沉似水又沉没了片刻, 道, 大岩境内可传来消息, 那名叫乌云的青年立刻道, 据探子回报, 大岩北境的军队都在向着通缘关集结, 西径的三万铁机也在向着这里集行, 大岩的很多修炼者好像也来了, 哼, 这是心虚了, 五王子和七王爷他们的死, 绝对是大岩搞的鬼, 元帅, 下令吧, 不踏平大岩, 我们是不还, 元帅, 末将愿意打头阵, 众将士接起身请命, 铁木面无波澜地看了他们一眼, 顿了顿, 道, 都坐下吧, 这件事, 本帅已经禀报可汗了, 至于本帅的意见, 暂不出兵, 此话一出, 众将士都面面相去, 铁木沉声道, 第一, 通缘关不好攻破, 对方如今举全国之力防守, 即便我们攻破了, 二十万大军也所剩无几, 得不偿失, 更何况, 对方那三万铁机, 可不是为了防守而来的, 是为了找到机会, 对我们一击致命, 第二, 五王子这次去大岩, 带着三百修炼者, 还有七王爷跟着, 七王爷可是我大蒙最厉害的修魂者, 结果呢, 一个也没有回来, 这说明, 绝非我们看到的, 和打听到的这般简单, 很可能除了白衣衫以外, 还有其他隐藏高手, 第三, 大岩再西进一战, 你们也知道了, 三大先宗, 以及我们的数万军队, 都损失惨重, 落荒而逃, 但是, 大岩最后不仅独自守住了城池, 还捉灭了那棵魔术, 甚至还赶走了妖族, 这样的实力和胆量, 以及军民的意志力, 你们难道不觉得可怕吗? 若是他们在拿出那样的勇气和意志, 死守通园关, 我们大蒙二十万骑兵, 可能寸步难尽, 又可能会被偷袭, 一败涂地。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据飘渺先宗传来的消息, 大岩可能与妖族有勾结, 那晚的事情, 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 若是我们动手, 妖族突然出现, 前后夹击, 我大蒙二十万大军, 岂不是灰飞烟灭? 到时候, 对方长驱直入, 我大蒙可能就要亡国了。 这番话说完, 仗中重将士, 接脸色难看, 瞬间冷静下来。 所以, 我们还要等, 至少要等到查清了妖族大军的动向, 至少要等到查清大岩的真正实力, 本帅以为, 最好的时机, 就是十个月后, 九州大会结束, 或者飘渺先宗动手之后, 那个时候, 才是我们踏破通园关, 植入大岩京都的最好时候。 此时, 帐篷外, 突然下起了小雨。 通园关的城内, 众将士依旧在忙碌着, 准备各种防守的器具。 洛青州站在城墙上, 望着城外的荒野, 思考着破解大蒙骑兵的方法。 龙儿化作白裙少女, 如贴身侍女一般, 安安静静地站在她的身旁, 陪着她一起望着城外雨中的荒野。 对方应该不敢攻城。 洛青州突然说了一句, 正看着她出神, 并未听清, 闻言愣了一下, 道, 公子说什么? 没事。 洛青州拿出传讯宝蝶, 给月影发了消息, 让她在原地待命, 不用再急行去。 月影立刻回了消息。 为何? 洛青州, 我已放出消息, 由北京王亲自再次守关。 北京王威名赫赫, 文武双全, 百战百胜, 大蒙应该会知难而退, 不敢再入侵了, 月影, 什么时候了, 还开玩笑? 洛青州, 不开玩笑, 我觉得对方如果聪明, 不会选择现在进攻。 月影大人, 暂时在原地待命吧, 明天应该就会有结果了, 月影。 是, 北京王洛青州收起传讯宝蝶, 又望向了远处, 果然不出所料。 第二日, 前方探子突然传来消息, 大蒙帝国二十万大军, 已经开始撤退。 不过, 洛青州依旧没敢大意, 又等待了三天。 直到对方真的全部撤退后, 他方放下心来。 对方在等待机会, 他又何尝不是? 十个月后, 他要让九州大陆所有的国家和宗门都知道, 小小大盐, 也能汉天。 即便是九州大陆高高在上的先宗, 他们照样能灭。 大盐京都, 洛青州从北京回来后, 就立刻进入了皇宫地底, 继续闭关修炼。 因为他清楚地知道, 大蒙只是暂时撤兵, 而缥缈先宗, 也只是暂时沉默。 以他们的地位与实力, 不可能咽下这口气。 暴风雨, 或许很快就会来临。 而这场暴风雨, 甚至可能让整个大盐有灭顶之灾。 所以, 他必须抓紧时间突破到五王境界。 只有到达五王境界, 他才真正有了自保和保护家人, 以及守护大盐的能力。 在他回到京都的第一天, 他被封为北晋王的旨意, 正式颁布。 通常册封异姓王, 朝臣多有争议。 一些功勋家族, 以及百姓, 也都会私下议论, 平头论族到底该不该。 但这次的消息一出, 无论大盐朝臣, 还是功勋家族, 又或者是军队和百姓, 以及大盐各个宗门, 皆心悦臣服, 忠心祝贺。 一些修炼者和百姓, 甚至还激动无比。 无论是京都, 还是大盐其他州县, 皆在流传着这位北晋王的英雄传说。 他可不仅仅是女皇的夫君, 可不仅仅是林霄宗的天才。 他身先士族, 奋不顾身, 三次击退强敌, 挽救大盐于危难, 拯救百姓于水火, 忠肝一胆, 功勋卓掌, 这段时日, 大盐的各个酒馆、茶楼, 甚至是青楼、大街小巷, 人们茶余饭后, 皆在讲述和听着他的故事。 讲述者讲得口莫横飞, 激动无比。 听述者则听得心潮澎湃, 兴奋不已, 惊叹声不绝于耳。 此时, 距离春围的日子也越来越近。 京都城内, 各地的读书人纷纷涌来。 除了参考的举人以外, 还有许多准备结交朋友的各地才子。 所以, 北京王的传说每天都在重复着, 添油加醋着。 许多才子听完后, 激动不已, 写了诗词称赞, 许多异女则谱了曲, 在青楼传唱。 一时之间, 整个大盐京都上到王公贵族, 世家子弟, 身归千金, 下到平民百姓, 小贩仆人等等, 到处都是对那位年轻的北京王, 歌功颂德, 崇拜赞叹的声音。 就连颂如月, 每天都能在店铺中和街上, 听到客人兴奋的议论声。 他心头自然也很兴奋, 有时候听到别人说的激动, 他恨不得立刻开口骄傲地告诉别人, 那位年轻的北京王曾经救过他, 还是他家闲虚的好友, 更去他家里吃过饭呢? 这一日, 回到家后, 他又兴奋地跟家里人分享。 秦二小姐微笑听着, 并不作声。 秦大小姐也默默地听着, 一言不发。 倒是百灵, 依旧喜欢对人。 夫人, 可是北京王长得一点都不好看, 外面那些人竟然说他生得英俊潇洒, 俊朗非凡, 是天下第一美男子。 哦, 什么? 北京王平逆近人, 温文尔雅, 心地善良, 喜欢小动物? 呵呵, 我怎么没有发现? 什么? 竟然还有人说, 那家伙对陛下一见钟情, 忠心耿耿, 只爱陛下一人, 不喜欢其他任何女子。 哼, 那郡主是怎么回事? 陛下身边的月影月舞, 和那些女子护卫, 是怎么回事? 哼, 都是他的新欢呢。 宋如月说的兴起, 被他一直对顿时有些生气。 小百灵, 你就见过人家楚公子几次, 凭什么这样说人家? 你根本就不了解人家。 哼, 在我心里, 楚公子也是英俊潇洒, 平易近人, 对陛下忠心不二的好男人。 人家当初还救过我吗? 夫人, 小百灵, 楚公子是我的恩人, 是陛下的夫君, 是我大言的救星, 也是我的偶像, 不准你诋毁他。 宋如月见他还要胡说, 立刻发怒。 夫人的偶像, 百灵治了一下, 顿时忍不住捂着嘴巴, 呃呃呃地笑了起来。 宋如月白了他一眼, 没有再理睬他, 继续给自家两个闺女, 讲着外面流传的消息。 傍晚时分, 他口干舌燥地说完, 喝了一杯茶水后, 便要起身去厨房做饭。 这时, 亲儿匆匆从外面跑了进来, 满脸激动地道, 夫人, 老爷和二公子回来了。 此话一出, 宋如月顿时疼的一下, 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激动道, 真的。 亲儿兴奋地点头道, 当然是真的, 奴婢才不敢骗夫人呢。 宋如月顿时眼圈一红, 一边揉着眼睛, 一边快步向着大门外走去。 秦儿小姐也站了起来, 在秋儿的搀扶下, 向着外面走去。 这时, 秦文正带着秦川, 从门口走了进来。 两人穿着普通的静装, 满脸胡渣, 头发凌乱, 但精神看着异常饱满, 身体看着也变得强壮了许多。 老爷。 川儿, 宋如月的眼泪最终还是止不住, 流了下来, 然后便捂着嘴巴, 呜呜呜地哭了起来。 秦川见此, 顿时哈哈一笑, 娘亲, 你哭什么? 我们回来的是活生生的人, 又不是尸体。 等我们下次回来的是…… 啊, 一声惨叫, 顿时在小院里响起。 秦文正狠狠一脚踹在他的屁股上, 直接把他踹趴在了地上。 秦川刚从地上爬起来, 谁知宋如月不知道突然又从哪里抄来一把扫帚, 对着他就劈头盖脸地打了起来, 一边打一边骂道, 我让你胡说, 我让你胡说。 秦川一边抱头在院子里转着圈逃跑, 一边哀嚎, 威莫, 救命。 秦二小姐在原地笑着, 百灵则站在走廊上一边笑, 一边拍手道, 夫人, 打二公子脸。 二公子是练武的, 打他屁股一点都不疼。 十点劲儿啊。 秦川忍不住瞪了他一眼道, 百灵, 你还没有嫁出去吗? 百灵嘻嘻笑道, 二公子, 百灵不会嫁出去的, 百灵要永远陪着我家小姐呢。 秦川立刻又道, 青州呢? 还在屋子准备春围吗? 宋如月这才停止了殴打, 气喘吁吁地插着腰骂道, 混账东西。 一回来, 就说不吉利的话, 气死我也。 秦川陪着笑道歉, 躲在了秦二小姐的后面。 宋如月连忙又道, 威莫, 快让小蝶或者猪儿去把青州叫回来, 你爹爹和二哥回来了, 我们好容易一家人团圆, 今晚要一起吃个饭。 秦二小姐点了点头, 对一旁的秋儿低声说了几句话。 秋儿立刻领命而去, 匆匆出了门。 秦文正开口道, 青州没有在家吗? 秦二小姐轻声道, 青州哥哥跟一些朋友去参加试会去了。 快春围了, 他说要放松一下。 秦文正点了点头, 没有再多说。 宋如月连忙道, 梅儿, 青儿, 快去烧水。 先让老爷和二公子洗个澡, 换身衣服。 两人风尘扑扑回来, 满脸满身满头灰尘, 身上还散发着浓烈的汗臭味, 不惜早可不行。 两名丫鬟立刻去了后厨。 秋儿出了府后, 立刻去街道上坐了辆马车, 先去了墨雪书店。 见两位郡主不在, 他又去了东湖。 下了马车赴了银子后, 他向着湖上的石桥走去。 东湖行人稀少, 小贩也没有几个。 他上了石桥后, 见左右无人, 立刻对着狐狸喊道, 龙儿姑娘。 一脸喊了三声。 湖畔经过的行人, 只是侧目看了他几眼, 便离开。 当他准备喊第四声时, 身后突然响起一道清脆而灵动的声音。 秋儿, 有事吗? 秋儿吓得一颤, 转过身看去。 身后不知何时, 竟无声无息地站着一名身穿白裙, 气质高贵, 脸大很漂亮的少女。 两人当初在凌霄峰山脚下见过面。 当初情府众人搬家时, 就是龙儿迎接和送过去的。 秋儿连忙低头恭敬道, 龙儿姑娘, 我家老爷和二公子回来了, 小姐让奴婢来找龙儿姑娘, 希望龙儿姑娘帮忙通知公子一生, 让公子回家吃团圆饭。 龙儿笑道, 原来是这事啊。 他立刻拿出传讯宝碟, 发送了消息。 秋儿又抬头看了他一眼, 道, 姑爷跟我家小姐说了, 如果想要找他, 来找龙儿姑娘就行了。 此话一出, 龙儿顿时眉开眼笑, 很是开心, 轻力地拉着他的小手道, 对, 秋儿, 以后可以随时来找我, 就在这里, 喊我就可以了。 随即他又眨了眨清澈如水的毛子, 道, 那个, 秋儿, 我可以一起去吃团圆饭吗? 我也饿了。 秋儿一听, 稍稍一顿, 立刻点头道, 当然可以啊。 龙儿姑娘, 走吧, 奴婢带你去。 既然姑爷和小姐 对这位龙儿姑娘那么信任, 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他早就看出来了, 这位龙儿姑娘跟姑爷, 关系很不简单。 小姐显然早就同意了, 不然也不会让他过来找对方。 龙儿一听, 脸上的笑容越发灿烂了。 不过, 他还是跟公子发了消息, 询问了一下公子的意见, 免得公子不太方便。 消息很快回复过来, 想去就去, 家里人都认识你, 威莫还经常跟我说, 让你去吃饭呢。 龙儿看到这条消息, 顿时心花路放, 立刻拉着秋儿道, 邱儿,走吧, 公子同意了。 邱儿也满脸笑容, 道, 龙儿姑娘, 有些远, 我们去租个马车吧。 不用。 龙儿微微一笑, 忽得搂着他的腰, 直接带着他飞了起来。 同时, 两人的四周闪烁着一层淡淡的光芒, 隔绝了外面所有人的视线。 邱儿飞上半空, 顿时吓了一跳。 龙儿抱紧了他, 安慰道, 别怕, 没事的, 很快就到了。 谁知话刚说完, 两人就降落在了秦府大门口。 邱儿落在地上, 双腿有些发软, 看着眼前的秦府大门 有种做梦的感觉。 龙儿姑娘, 你, 你是, 他想问, 对方是不是很厉害的修炼者。 但龙儿却向来很坦诚, 笑道, 我是一条龙, 是你家贵的坐骑呢。 随即又有些得意, 又很开心地笑道, 他经常气握哦。 邱儿, 秦府大厅, 秦川正在神采飞扬, 滔滔不绝地说着战场上的事情。 秦家众人皆满脸笑容, 安静地听着。 宋如月抹着眼泪, 又哭又笑, 时而插上几句和笑骂几句。 丫鬟们也跟着笑。 秦文正坐在椅子上, 品着茶, 脸上也带着温和的笑意。 周管家也站在门口笑着。 只有秦大小姐, 一袭白裙, 默默地坐在一旁, 脸上依旧清冷无波, 于大厅里的欢快与温馨气氛, 格格不入。 仿佛一个局外人。 宋如月听了一会儿, 见时候不早了, 连忙抹了抹眼泪笑道, 你们聊, 我去做饭。 秦川立刻道, 娘亲, 做什么饭, 出去吃。 去酒楼, 孩儿请客。 孩儿这次在边境立了宫, 可是得了不少奖赏。 随即又突然道, 对了娘亲, 爹爹那里也攒了很多银子。 一旁的秦文正顿时脸色一沉, 瞪了他一眼。 随即也道, 等青州和秋儿回来了, 我们出去吃吧, 这么多人, 秦文正笑道, 那老爷付钱, 好不好。 秦二小姐也笑道, 爹爹是一家之主, 自然是爹爹付钱, 二哥的钱还要留着娶嫂嫂呢。 秦文正笑道, 好, 今晚想吃什么, 尽管点就是。 随即他又转过头, 看向一旁默默坐着的另一个闺女, 温声道, 监家, 一起出去吧。 秦大小姐还未回话, 站在他身后的百灵立刻道, 好爷, 好爷, 老爷, 我们也去。 小百灵要吃好多好多好吃的。 秦文正笑着点了点头, 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秋儿的声音, 夫人, 奴婢回来了, 姑爷等会儿就回来。 这位, 这位是龙儿姑娘, 众人向着门外看去。 秋儿一袭淡黄衣裙, 身后跟着一名白裙少女, 模样娇俏, 气质高贵, 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女儿。 咦, 这女孩好熟悉, 宋如月满脸疑惑, 一时之间没有认出来。 龙儿画龙以后, 无论是气质还是神态, 都有了很大的变化。 秦儿小姐连忙起身道, 娘亲, 这是龙儿姑娘, 当初我们搬去云雾江畔, 就是龙儿姑娘带我们去的。 她一个人在京都, 是威莫让秋儿喊她过来一起吃饭的。 宋如月这才反应过来, 是龙儿姑娘, 娘亲记得, 不过, 好像跟之前有哪里不一样了, 好像更漂亮了。 这时, 秋儿已经带着龙儿, 从门口走了进来。 龙儿连忙低头行礼, 彬彬有礼地道, 龙儿见过秦老爷, 秦夫人、秦二公子、秦大小姐、秦二小姐和各位姐姐。 随即又抬头看着宋如月惊讶道, 秦夫人好像变得更年轻, 更漂亮了呢。 龙儿第一眼都没有认出来, 还以为是秦大小姐或者秦二小姐呢。 宋如月一听, 顿时笑得合不拢嘴, 连忙过去拉着她的小手道, 龙儿, 你这小嘴可真甜。 哈哈, 走走走, 一起去吃饭去。 随即又道, 啊, 青州怎么还没有回来, 再等等, 再等等。 话语刚落, 外面传来了周管家的声音, 姑爷回来了。 洛青州穿着一袭宽大的乳袍, 手里拿着一本书籍, 风度翩翩地从大门外走了进来。 刚刚龙儿给她发消息时, 她刚修炼完正在修炼时泡走, 而且女皇陛下还正在亲自给她搓走, 不过搓着搓着就开始乱摸了。 幸好龙儿消息来得及时, 她立刻撤离了。 咦, 龙儿姑娘也来了。 进了大厅, 她故意道, 龙儿笑嘻嘻地也故意道, 是二小姐叫龙儿来的。 秦二小姐在一旁笑道, 龙儿, 叫我威莫就好了。 龙儿连忙叫道, 威莫姐姐。 然后, 又看向秦大小姐, 甜甜地笑叫道, 奸家姐姐。 一旁的百灵, 嘴里哼一声, 不知道低估了一句什么。 洛青州走到秦文正身前, 躬身行礼, 青州给岳父大人请安。 又对着旁边的秦川叫道, 二哥。 秦文正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目光看向了她手里的书。 秦川则过来拍了拍她的肩膀, 笑道, 青州, 辛苦了。 我和爹爹出去这么长时间, 家里就靠你了。 二哥今晚一定要多敬你几杯, 咱们兄弟不醉不贵。 洛青州道, 应该的。 宋如月立刻满脸笑容道, 好了, 人都到齐了, 我们快走吧。 去晚了, 小心没有位置了, 现在京都好多人, 读书人都来了, 青州应该是知道的。 洛青州道, 的确, 全国各地的读书人都来了。 宋如月顿时哼道, 又不是人人都有资格去春围, 也不知道他们来凑什么热闹。 一家人一边向着大门外走着, 一边聊着。 秦二小姐解释道, 提前交朋友呗, 说不定运气好, 就能交上今年的新科近视了, 甚至是新科状元呢。 宋如月的目光, 看向了某人, 道, 青州, 今年的春围, 你有把握吗? 洛青州道, 考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宋如月立刻道, 可不能只考上, 一定要考上前三甲, 最好是拿个状元回来。 秦川在一旁道, 娘亲, 能考上普通的近视就不错了, 那么多才子, 哪有那么容易考上前三甲的, 状元就更难了。 宋如月白了一眼道, 连陛下都亲口说了, 青州考个前三甲, 绰绰有余。 秦川疑惑道, 陛下什么时候说的? 宋如月顿时得意道, 你和你爹爹去参军的时候, 陛下可是经常跟美娇来我们家做客呢。 秦川顿时惊讶道, 陛下朝是那么繁忙, 经常来我家干嘛? 宋如月更加得意道, 自然是你娘亲做的饭菜好吃。 秦川嘴角抽搐了一下, 道, 娘亲, 陛下是来找青州商量国家大事的吧。 宋如月哼了一声道, 当然不是, 青州那段时间出去游学去了, 没有在家, 陛下还是经常来呢。 陛下跟威莫的关系可好了, 每次来, 都会去梅乡小园跟威莫聊天下棋呢。 秦川满脸疑惑, 陛下有这么闲吗? 一旁的秦文正, 默默地看了某人一眼。 这时, 宋如月突然又到, 对了, 陛下有喜了。 此话一出, 秦文正神色一动, 又看了某人一眼。 一家人锁了大门, 上了马车。 周管家赶着马车, 缓缓行驶, 丫鬟们则都跟在后面, 说说笑笑, 很是开心。 此时, 太阳已经渐渐落山, 天空昏暗了下来。 不多时, 马车停在了最先楼的门前。 秦文正先下了马车, 进了酒楼, 问了一下是否还有座位。 店老板热情地道, 包厢是没有了。 不过二楼大厅还有座位, 价格比一楼稍贵, 足够十几二十人坐了。 客人要是再来晚一会儿, 估计连大厅都没有座位了。 最近来京都的人实在太多了, 这几晚本店还有一人来表演节目, 每晚客人都是爆满的。 秦文正文言, 微微蹙没道, 表演什么节目? 我们可是一家老小, 有家卷的。 若是一些露骨的节目, 肯定是不行的。 店老板连忙笑道, 客人不必担心, 只是一些弹琴作诗或者说书的本店是正经酒楼, 绝不会有其他不适宜的节目的。 秦文正一听, 这才放下心来, 稍一沉吟, 便拿出银子订了二楼的两桌。 秦家主仆一共才十四个人, 两桌足够了。 进来吧。 他走到门口, 对着外面喊了一声。 宋如月立刻带着一群人走了进来。 店小二立刻热情地带着他们上了二楼。 此时的二楼只有两桌客人, 不过最里面的位置已经搭上了台子, 正在准备节目。 秦家众人分成两桌坐下。 店小二拿来了菜单, 秦文正点了几个菜, 又把菜单递给了洛青州, 道, 青州, 你来点, 随便点就是。 洛青州接过菜单, 先扫了一眼, 看向宋如月道, 岳母大人, 你想吃什么? 宋如月脸上露出了笑意, 道, 你点就是, 我随便。 洛青州又问秦二哥道, 二哥, 你呢? 秦川直接道, 只要试肉就行, 路上一直啃馒头, 馋死我了, 今晚一定要多吃点。 洛青州对身后的店小二指了指几个菜, 都是一些肉食。 店小二很快计下, 洛青州的目光又看向了身旁的秦二小姐, 正要说话时, 秦二小姐在桌下轻轻踩了她一下。 洛青州立刻反应过来, 看向对面的秦大小姐, 顿了顿, 道, 大小姐, 你想吃什么? 秦大小姐带着面纱, 坐在柱子的阴影里, 语气清冷地道, 随便。 道, 那给大小姐点一盘炒蚂蚁吧。 秦大小姐, 秀眉微微动了一下, 店小二文言一愣, 连忙陪着笑道, 客人, 没有炒蚂蚁这个菜。 洛青州看向她, 一本正经地道, 你们让后厨去捉一盘不就是了, 多少银子都无所谓。 我家大小姐想吃, 快去。 店小二嘴角抽了一下, 不知道这位书生打扮的少年, 是在开玩笑, 还是认真的。 秦家众人都笑了起来。 秦川笑着道, 秦州, 厉害啊, 现在你连奸家的玩笑都敢开了。 宋如月却是低哼了一声。 洛青州一脸认真的道, 二哥, 我没跟大小姐开玩笑。 我曾经的确在书上看过一道菜, 就是炒蚂蚁, 据说不放油干炒, 最后再撒点芝麻和葱花, 很香的。 大小姐刚刚说随便什么菜都可以, 所以我才想起这道菜的。 秦川文言一愣, 惊讶道, 还真有这道菜啊。 洛青州道, 当然, 我可不敢跟大小姐开玩笑。 说着, 他看了秦大小姐一眼。 秦儿小姐在一旁掩嘴, 忍着笑。 龙儿立刻笑嘻嘻地道, 公子, 龙儿也想吃。 店小儿顿时有些为难了。 这时, 秦大小姐突然淡淡开口道, 我想吃别的。 洛青州立刻道, 大小姐想吃什么? 秦大小姐目光冷冷地看着他道, 肉。 洛青州道, 什么肉? 牛肉? 还是羊肉? 或者鸡鸭鱼? 秦大小姐面无表情地道, 小毛驴肉。 洛青州, 扑吃, 一旁的百铃顿时扑吃一声, 随即捂着肚子, 笑得差点从椅子上跌了下去。 其他人则是一脸猛。 小毛驴肉? 宋如月满脸疑惑。 秦川更是一脸惊讶之色, 奸家, 听说驴肉, 上火。 店小二连忙笑道, 客人, 本店有驴肉, 都是惊天献杀的。 而且的确是小毛驴肉, 很鲜嫩的的。 驴肉男女老少都可以享用, 男人吃了身体备棒, 女人吃了可以美容养颜, 小孩吃了可以长得更强壮, 老人吃了可以补身体。 而且, 我家大厨做得非常美味, 大家可以尝一下。 哥哥哥哥哥, 这一下, 小百铃直接笑得从椅子上跌落了下去。 其他人依旧一脸猛, 完全不知道这丫头在笑什么。 洛青州没在开玩笑, 拿着菜单, 指着上面的菜道,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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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点了二十多道菜。 店小二连忙一一记下, 最后又问道, 客人, 小猫绿肉还要不要? 哈哈哈哈, 百铃刚从地上爬上了椅子, 又笑得跌了下去。 不要。 洛青州一挥手, 把菜单递了回去。 好了, 客人稍等, 先喝茶。 店小二没敢多说, 立刻拿着菜单离开。 洛青州看了一眼对面的秦大小间, 见他正看着自己, 指得嗨嗨了一声, 对着一旁百铃训斥道, 百铃, 女孩子, 要矜持。 大庭广众之下, 疯疯癫癫, 快起来。 百铃笑着爬上了椅子, 道, 姑爷, 百铃也想吃小毛驴肉。 咯咯咯咯咯咯, 洛青州没有再理睬他。 这时, 外面的天已经黑了。 许多客人陆续走了上来, 一楼和二楼的大厅, 很快坐满了人。 二楼的台上, 很快有一名身姿妙慢的女子, 抱着琵琶走了上去。 清脆而悠扬的琵琶声, 很快响起, 四周看可皆在喝彩。 那琵琶女坛到最浓处时, 不知是被自己的演奏感染, 还是想到了什么伤心的事情, 顿时落下眼泪来。 一些看客看他楚楚可怜, 顿时动了恻隐之心, 纷纷向着台子上扔着银子。 当然, 都是一些男人在扔钱。 洛青州只是看了几眼, 旁边的琴儿小姐便小声道, 清州哥哥想打赏吗? 微末这里有些碎银。 洛青州低声道, 不用, 人家可不一定是真可怜。 不多时, 批判女演奏完, 抹着眼泪, 对着下面低声道谢, 然后捡了银子, 走下了舞台。 这时, 一名身穿粗不麻衣的中年汉子, 带着一名十余岁的少女, 走上了台。 那少女的手里, 拿着一副小小的铜锣。 中年汉子身材高大, 满脸胡茶, 他对着台下行了一礼, 方拱手道, 大家都叫在下老庄, 这是在下的闺女小妻。 我们妇女走南闯北, 是专门说书的。 今天我们要说的, 就是我们大言的战神北晋王。 北晋王的故事, 大家应该都听过。 知道的细节更多一些。 除了北晋王三次退敌的故事以外, 今日, 我们还要来聊聊北晋王与女皇陛下, 以及与其他红颜的故事。 此话一出, 下面顿时响起了兴奋的鼓掌声和启哄声。 连一楼的客人听了, 也立刻挤着上了楼。 这段时日, 大家都爱听北晋王的故事, 不过讲来讲去, 都是在讲北晋王的三次退敌的故事。 至于北晋王与女皇陛下是如何认识的, 如何在一起的, 都没有人敢讲, 更没有人讲北晋王与其他女子的故事。 所以这中年汉子话一出, 酒楼里的客人都激动了。 连酒楼老板和店小二都立刻竖起了耳朵。 刚刚在台上演奏完, 准备离开的琵琶女也立刻停下了脚步。 英雄与美女的故事, 谁不喜欢听? 更何况, 这位英雄还是他们大言的战神, 听说还是一个美少年, 更是女皇陛下的夫君。 这故事, 肯定精彩。 当! 台上的少女, 呼地敲了一下手里的锣, 翠生道, 各位安静, 我爹爹要开始讲哦。 洛青州的目光, 也看着这对妇女。 秦家众人, 看起来都对北晋王的私事很感兴趣。 宋如月却是猝起眉头, 道, 北晋王的私事, 他们怎么可能知道? 肯定又是胡编乱造, 胡说八道。 哼, 若是敢说北晋王的坏话, 敢污蔑北晋王, 我定要去找陛下告状, 杀他们的头。 秦文正看了他一眼, 道, 江湖说书人, 大多都是道听途说, 随意编造, 故意增加故事趣味性, 就是逗人一乐, 何必当真。 宋如月立刻道, 老爷, 他们背后说别人, 我可不关照。 北晋王可是我们的, 他压低了声音。 北晋王可是我们的恩人, 还是青州的好友呢? 秦文正的目光, 看向了对面的某人。 而洛青州的注意力, 依旧在台上那对妇女的身上。 虽然这对妇女的打扮, 与之前有些改变, 但他依旧一眼认出, 这对妇女就是之前在云雾山脉入山口处开茶楼的那对妇女, 什么时候变成说书人了? 而且, 竟然还要说他的私事, 他倒是要好好听听对方能说出什么来。 当, 又一声啰响, 台上的汉子清了清嗓子, 终于开始讲了起来。 话说, 当初的北晋王, 还是我大研五大宗门之一, 林霄宗内一个小小的外门弟子, 但, 鱼有潜水, 有画龙之心, 鸟降青山, 有昆鹏之志。 当初的北晋王, 只是一个默默无名的外门弟子, 每天除了在武馆修炼, 就是出去磨练战斗技巧。 大家都知道, 京都城外八十里处, 有一座云雾山脉, 那里云雾缭绕, 山虫水腹, 妖兽肆虐, 大研许多修炼者, 都会去那里捕猎妖兽, 除了磨练战斗技巧以外, 还可以用他们来补充武者修炼需要的能量, 以及卖一些金币, 听到这里, 洛青州眯了眯眸子, 名叫老庄的中年汉子, 继续讲了起来, 我们的北晋王, 那个时候, 也会经常去云雾山脉捕猎妖兽。 据说, 他第一次去的时候, 还在路上救了一对母子, 那对母子的护从, 都被云雾山脉的强盗杀害, 那些强盗正要杀害他们时, 北晋王赶到, 救了他们。 据说, 那对母子, 就是林霄宗某位长老的家眷, 不过, 直到现在, 估计那对母子和那位长老, 都没有认出咱们的北晋王, 就是他们的恩人。 这时, 有人突然大声道, 既然他们都不知道, 你又是如何知道的? 就是, 人家当事人都不知道, 你是怎么知道的? 其他客人也开始质问起来, 老庄善善一笑, 道, 听说, 在下也只是听说, 台下顿时发出了一片虚声。 搞了半天, 原来都是听说, 都是传言, 都是胡编乱造的。 没意思, 都是假的。 喝酒喝酒, 不听了, 假的有什么好听的? 客人们顿时没了兴趣, 那些挤在楼梯上的一楼客人, 也准备离开。 这时, 老庄突然又开口道, 不过, 当初在下, 也曾在云雾山脉待过一段时间, 曾经不止一次亲眼见过北晋王。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一静, 那些正要下楼的客人, 也都立刻停了下来。 当真, 可别又胡说八道, 你亲眼见过北晋王? 你确定吗? 众人刚刚熄灭的兴致, 顿时又被提了起来。 老庄立刻举掌立誓, 若有虚假, 让老庄天打雷劈, 五雷轰顶, 不得好死。 此话一出, 众人顿时兴奋起来。 快假! 快假! 北晋王当时是一个人, 还是跟谁一起? 老庄黑黑一笑, 道, 北晋王自然不是一个人, 他每次去那里, 身边都有人陪着。 而且, 说到此, 他故意掉了一下胃口, 这才道, 而且, 北晋王的身边, 都是年轻漂亮的女子, 宋如月顿时柳梅一树, 胡说八道。 污蔑! 其他客人, 却是更加兴奋起来。 老庄, 快假! 快假! 都有哪些女子? 她们跟北晋王是什么关系? 老庄嗨嗨了一声, 瞥了自家闺女一眼。 当! 那名叫小气的少女, 立刻敲了一下手里的锣, 给大家唱了个诺, 翠声道, 各位公子小姐, 叔叔伯伯, 我们妇女二人行走江湖, 风餐露宿, 吃不饱, 穿不暖, 今日有幸遇到各位好人。 若是觉得我爹爹讲得好, 请各位施舍一二, 给点碎银, 让我和爹爹有口饭吃, 有口茶喝。 不待他说完, 已有客人立刻扔上了银子, 迫不及待地催促道, 快讲! 讲得好, 还有啥? 其他客人, 也都立刻扔了一些碎银上去。 小气连忙道谢, 喜滋滋地在地上捡着。 老庄这才笑呵呵地道, 多谢各位, 多谢各位, 话说, 在下第一次见到北京王的尊荣时, 是一个夕阳西下黄昏晚霞的傍晚, 北京王与他的同门一起进了云雾山脉。 当时, 他的身边好像有两个女子, 这时, 小气突然插话道, 爹爹, 你记错了, 是三个。 老庄愣了一下, 哦, 是三个吗? 哦, 的确是三个。 那三个女子都长得年轻漂亮。 当时, 其中最漂亮, 最令在下印象深刻的, 是一名银发女子, 那名银发女子, 好像是北京王的师姐, 不样与身材都很不错, 特别是那双腿, 又长又结实。 在下记得当初看到北京王时, 北京王一直在偷偷盯着那位银发师姐的大长腿看, 而且跟他说说笑笑, 看起来关系最好, 洛青州嘴角抽出了一下。 一旁的琴儿小姐, 小手扯了扯他的衣袖, 低声道, 是刀姐, 对吗? 洛青州低声道, 别听他胡说, 我没有偷偷盯着看过。 随即又低声道, 我要看, 也是光明正大的看, 何必偷看? 而且, 腿有什么好看的? 威莫, 你是知道的, 我喜欢的是别处。 琴儿小姐, 宋如月一听到有人说北京王坏话, 立刻不干了, 满脸怒气地站起来道, 胡说八道, 北京王才不是那样猥琐的人。 你这是污蔑?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也立刻原声道, 我也觉得是污蔑。 北京王何等光明磊落之人, 怎么可能像他说的那样猥琐? 宋如月气鼓鼓地道, 就是, 简直胡说八道。 这时, 许多人都在起哄, 让老庄继续讲下去。 这段时日, 听腻了北京王的英雄故事, 乍一听到北京王这些有趣的私事, 皆感到新奇和兴奋。 老庄呵呵一笑, 继续讲着。 那是在下第一次近距离目睹北京王的风采。 当时的北京王, 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稚嫩少年, 看着与那位银发少女郎才女帽, 倒也般配。 谁知, 第二次再见到北京王时, 突然又多出了一个少女, 那少女可不得了, 身穿紫裙, 腰缠长边, 身材极好, 一双腿又长又直, 而且模样极为漂亮, 气质也极为高贵。 一看就是大家千金。 不, 即便是那些大家千金, 也比不上她, 看起来像是, 说到此, 她突然停了下来。 众人正听到兴起时, 见她突然停下, 立刻都催促起来。 有些人知晓规矩, 立刻又扔了一些碎银上去。 老庄这才笑呵呵地继续道, 看起来身份高贵, 像是薰贵之家的千金小姐, 甚至像是皇家子女。 那少女的座器可不一般, 名为千里雪, 有钱难买。 而且她, 还有两名护卫, 看起来实力都很强大。 这个时候, 宋如月突然安静下来, 她一下子就猜到了, 那个少女是谁。 这家伙, 难道说都是真的? 她心头开始有些动摇起来。 老庄这时又道, 最后在下才知道, 那个少女应该就是北晋王的红颜知己, 南国郡王府的南宫郡主。 众人听到这里, 都更加兴致勃勃起来。 老庄又道, 那位郡主当初跟北晋王的关系, 似乎不太好, 两人刚一见面, 气氛就剑拔弩张。 在下亲眼所见, 郡主在茶水中下了迷药, 把北晋王给毒晕了, 然后就把北晋王放在马上给带走了, 结果, 结果不到一会儿时间, 北晋王就骑着郡主的那匹千里雪回来了, 那位郡主则被五花大绑, 绑在了千里雪上。 哈哈, 那个时候在下就知道, 北晋王不简单。 估计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北晋王与南宫郡主不打不相识, 渐渐发展成为红颜知己的, 众人听得兴奋不已。 老庄接着又讲了一些云雾山脉的事情, 打发时间, 等待大家听得都有些无趣了。 他立刻又道, 接下来, 我们再来讲一讲北晋王与秦府的事情。 此话一出, 秦府众人皆是神色一鸣。 立刻有人问道, 秦府? 哪个秦府? 老庄笑呵呵地答道, 自然是, 深得女皇陛下恩宠, 财经天下, 运筹帷幄, 出谋击溃七国叛乱, 与泰王叛军的那位洛公子, 所在的秦府。 巧合的是, 那位才华横溢计计谋无双的洛公子, 与北晋王竟然还是好友。 大家可能有人知晓, 有人还不知道, 那位洛公子可是秦府的坠婿。 此话一出, 人群中顿时传来一阵惊讶声。 坠婿? 那位洛公子我也听说过, 听说失财无双, 是莫城的投名举人, 竟然是个坠婿? 陛下果然爱财惜财, 慧眼食财, 竟然连坠婿都敢重用。 老庄继续讲道, 说到这里, 大家肯定很好奇, 北晋王是怎么与那位洛公子认识的, 是怎么与秦府有关系的。 其实, 都是因为一个女子。 此话一出, 众人立刻都屏住了呼吸。 宋如月脸上开始出现了怒意, 不过很好奇, 他要准备怎么再编造下去。 各位有所不知, 秦府曾经也是勋贵之家, 因为当初的陛下, 想要削绝, 而率先响应。 当初的秦府主人, 主动辞绝, 这才得到了陛下的赏识。 据说在秦府之中, 有一个貌落天仙的千金小姐, 从小患病, 不会说话, 不会笑, 只会发呆。 而那位洛公子入赘秦府后, 娶的就是她, 某一天, 那位洛公子带着那位秦家小姐, 去街上游玩散心时, 恰好遇到了当时一无所有, 修为平平的北晋王。 北晋王只看了一眼那位秦家小姐, 便怦然心动, 身陷其中, 回去后便对其念念不忘, 朝思暮想, 辗转反侧, 无论是吃饭, 睡觉, 走路, 修炼, 猎杀妖兽, 脑海中都忍不住想起那位秦家小姐, 听到这里, 秦家众人都神色各异, 宋如月满脸惊衣不定的神色, 似乎半信半疑, 秦二小姐却微微低头, 轻轻咬着嘴唇, 似乎忍着笑, 洛青舟则脸色沉了下来, 她不禁抬起头, 偷偷看了对面的秦大小姐一眼, 而此时的秦大小姐, 竟然也正看着她, 不过, 北京王知晓对方已经澄清, 所以一直把这份爱慕之意埋藏在心里, 直到有一天, 机会来了, 那位秦家小姐, 竟突然与那位洛公子合离了, 刚好, 有一天, 那位洛公子去拜访朋友, 去朋友家吃饭时, 遇到了几个地痞流氓, 那几个地痞流氓, 见那位洛公子生得唇红齿白, 俊美异常, 竟然想要灌醉她, 然后带她去房间聊天, 说到此, 秦二小姐终于忍不住, 低着头, 笑出了声, 百灵更是扑斥一声, 咯咯咯咯地笑了起来, 宋如月则是翘脸阴沉, 那个被灌醉的人, 明明是她, 老庄继续绘声晦涩地讲道, 幸好当时, 北京王也现场, 北京王露见不平一声吼, 立刻英雄救美, 不, 是英雄救郡, 救了那位洛公子, 从那天起, 两人就成了好朋友, 这时, 有名身穿净装, 腰挂短刀的女子, 突然开口道, 那些地痞流氓, 会不会就是北京王故意找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接近那位洛公子, 毕竟, 北京王当时对那位秦大小姐, 一见钟情, 朝思暮想, 此话一出, 二楼和一楼, 皆安静了一下, 有人想要复合, 又不敢, 毕竟那可是大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北京王, 他们可不敢胡乱猜测, 说他坏话, 老庄听完, 思考了一下, 竟然点头道, 也有这个可能, 这时, 宋如月终于忍不住, 立刻冲过去, 怒不可恶道, 胡说八道, 你再胡说八道, 北京王何等英雄人物, 坐视光明磊落, 正气凛然, 怎么可能做出那种卑鄙无耻之事? 还有, 你说北京王救了那位洛公子, 也是胡说八道, 根本就没有的事情, 还有, 你怎么知道, 秦府的洛公子, 跟那位秦家小姐合离了? 你有证据吗? 没有证据, 就在这里胡说八道, 谣言获重, 小心我去官府告你, 众人见他如此激动, 目光都看了过来, 老庄善善一笑, 道, 这位夫人, 在下是个说书的, 说的就是故事而已, 逗大家一笑, 夫人不必当真, 宋如月依旧目道, 你这就是在故意污蔑北京王? 什么北京王对那位秦家小姐, 一见钟情, 朝思暮想, 简直就是, 就是放屁, 他忍不住动了粗口, 这混蛋竟然还说, 他家奸家不会说话不会笑, 是个傻子呢? 可恶, 这时, 旁边的客人也立刻劝道, 这位夫人, 你若是不想听, 只管离去便是, 人家说书的, 本来说的就是趣味故事, 逗大家开心的, 何必当真? 就是就是, 你不想听, 自己下楼离开, 别影响我们, 我们当然也尊敬北京王, 北京王是我们大爷的英雄, 也是我们百姓心中的英雄, 所以我们才想听一听, 关于他的故事, 是真是假, 我们自然会分辨, 无需夫人操心, 众人皆纷纷出口谴责起来, 宋如月顿时气的面红耳赤, 这时, 秦川顿时怒吼一声, 跳了起来, 全身近风缠绕, 衣袍裂裂, 怒目原争道, 谁敢放肆, 谁敢欺负我娘妻, 站在近处的几人, 顿时被他这一声吼叫, 和可怕的气势, 吓得腿一软, 差点跌倒在地上, 是无者, 有人突然低声提醒道, 走走走, 无者可不好惹, 别吃个饭, 把脑袋给吃没了, 北京王可是女皇陛下的夫君, 这说书人胆子可真大, 我们不能再听了, 快走吧, 这时, 众人皆被眼前这青年的吼叫和气势给惊醒过来, 纷纷离开, 台上的老庄和那名叫小气的少女, 也立刻低头捡着地上的银子, 然后偷偷跟在人群后面溜走, 可恶, 有本事别跑, 宋如月于怒未消, 气得胸脯起伏, 为他的偶像北京王, 为他的闺女秦大小见, 其他几桌客人, 则各自回到座位, 低头吃饭, 安静下来, 楼梯上和走廊上, 宋如月回到座位, 气愤地道, 这些说书的就爱胡说八道, 没一句是真的, 这时, 旁边坐着的秦文正, 看向他道, 难道青州与奸家的合理, 也不是真的? 此话一出, 宋如月顿时脸色一变, 桌上鸦雀无声, 宋如月满脸紧张的表情, 仿佛是自己做错了事情, 正不知所措时, 秦川突然道, 咦, 青州呢? 秦二小姐开口道, 青州哥哥肚子不舒服, 下楼了, 宋如月连忙拿起筷子, 夹了一块牛肉, 放在了秦文正的碗里, 满脸讨好地道, 老爷, 吃肉, 快吃肉。 秦文正眼中金光一闪, 道, 如月, 你们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宋如月顿时吓得脸色微微发白, 慌忙把求救的目光看向了自家闺女。 秦二小姐微微一笑, 轻声道, 爹爹, 没什么大事。 等晚上回去了, 娘亲会跟您说的。 宋如月慌忙道, 薇莫, 你对你爹爹说, 我不敢, 秦二小姐笑道, 其实, 爹爹应该早就知道了。 此话一出, 宋如月顿时一愣, 秦文正沉默了一下, 道, 你娘亲什么时候知道的? 秦二小姐道, 刚知道不久, 秦文正没有在说话, 低头喝着酒。 宋如月呆滞了片刻, 看着他道, 老, 老爷, 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秦文正神情淡淡地道, 肯定比你早。 宋如月, 这时, 一旁的秦川满脸迷茫地道, 爹爹, 娘亲, 薇莫, 你们到底说什么? 我怎么一句都听不懂。 秦二小姐微笑道, 没事, 反正不是坏事, 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说着, 他看了自家姐姐一眼, 秦川更加迷茫了。 与此同时, 骆青州出了酒楼, 悄无声息地跟在那对说书的妇女身后, 两人穿过街道, 进入了一条小巷。 然而, 当骆青州跟过去时, 却突然发现, 一眼可以看到镜头的小巷中, 已经没有了那对妇女的身影。 他心头一宁, 立刻神魂出窍, 飞上半空, 四处搜查。 然而, 四周街道小巷, 皆无那两人的身影。 果然不对。 他立刻神魂归窍, 又掠出小巷, 四处探查了一遍。 但依旧毫无所获。 半个城池的街道和小巷, 甚至房屋, 都在他的视线覆盖之下, 但那对妇女, 却突然像是凭空消失了一般, 完全找不到了任何踪迹。 这种本事, 顿时令他极被生寒。 要知道, 跟踪两人, 却竟然跟丢了。 而且竟然没有捕捉到对方的任何痕迹。 他突然心头一颤。 搜, 他没有再继续寻找下去, 而是立刻身影一闪, 以最快的速度返回了九楼。 那里可别出事。 还好, 当他上了二楼时, 大家都安然无恙。 不过, 岳母大人却在抹着眼泪, 看起来有些委屈。 见他来了, 立刻又恢复了原本的神色。 洛青州回到座位, 坐了下来。 正在此时, 他突然转过头, 看向了不远处的走廊。 第一间包厢的房门, 突然推开。 随即, 一名中年汉子带着一名少女, 一边吃着手里的包子, 一边向着楼梯走去。 而令他感到紧张的是, 这对妇女, 正是刚刚他跟丢了的那对妇女。 他刚刚亲眼看见, 这对妇女走进了小巷, 走向了与这酒楼相反的方向。 当对方在小巷中消失时, 他立刻神魂出窍, 飞上半空, 四周街道上的所有行人都尽收眼底。 对方不可能掉头回来。 这一刻, 他的后背突然冷汗淋淋。 爹爹, 那个姐姐好漂亮。 正在此时, 那名叫小巷的少女突然停下脚步, 目光看向了秦家众人这一桌。 而他的目光, 不是看着秦二小姐, 也不是看着百灵和夏产, 而是看着秦大小姐。 秦大小姐坐在柱子的阴影里, 此时, 已经摘下了面纱, 那张绝美的容颜, 即便是在阴影的笼罩下, 也美得让人窒息。 中年汉子转过头看了一眼, 也是一愣, 眸中似乎露出了一抹恍惚, 道, 的确, 漂亮, 真如天仙一般, 小气低声道, 爹爹, 您说, 北京王当初见到的那位秦家小姐, 是不是就跟这位姐姐一样漂亮? 中年汉子沉默了一下, 道, 这位, 应该更漂亮, 天下无双, 爹爹, 您怎么了? 您的手在颤抖。 没事, 走吧。 中年汉子又最后看了一眼, 转身下了楼, 小气也连忙跟了下去。 这一次, 洛青州没敢再继续去跟踪, 刚刚那一刻, 他突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袭来, 令他甚至无法起身。 此刻, 他的后背已经被汗水浸湿, 又过了片刻, 秦家众人都已经吃饱, 桌上的饭菜也在秦川的狼吞虎咽下, 吃得差不多了。 秦文正带着秦家众人下了楼, 亲自解了账。 出了酒楼, 洛青州依旧全身紧绷, 目光警惕地看着四周的街道。 几人上了马车, 带回到秦府后, 他方暗暗松了一口气。 下了马车, 他正要搀扶着秦二小姐下来时, 秦二小姐突然道, 秦州哥哥, 先扶姐姐下去吧。 洛青州看向了秦大小姐。 结果, 秦大小姐从另一边下去。 这时, 已经下去的秦文正, 突然开口道, 秦州, 待会儿去我那里, 我有话跟你说。 洛青州愣了一下, 道, 是, 岳父大人。 他心头有些疑惑。 这么晚了, 岳父大人要找他说什么事? 难道是, 秦大小姐的事情? 他连忙搀扶秦二小姐下了马车, 低声询问了一句。 秦二小姐也有些疑惑, 轻声道, 威莫也不知道, 不过威莫感觉, 应该不是修书的事情。 府中, 灯笼亮起, 洛青州先把秦二小姐送回到了梅乡小园, 叮嘱他早些休息后, 便准备离开。 秦二小姐犹豫了一下, 轻声提醒道, 青州哥哥, 要是爹爹问起修书的事情, 青州哥哥只用如实回答就是了。 洛青州道, 我知道。 秦二小姐还是不放心, 道, 青州哥哥, 若是爹爹问起你对修书的看法, 以及现在对姐姐的看法, 青州哥哥要怎么说?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如实说就是了。 秦二小姐微微醋眉, 道, 有些话是不能如实说的。 现在沐已成舟, 爹爹和娘亲都不会再说什么了, 只是想要确定青州哥哥心里是怎么想的, 会不会对他家闺女好。 若是青州哥哥回答的不能令爹爹满意, 爹爹会很担心的。 洛青州看着他道, 你想让我怎么回答? 秦二小姐轻声道, 青州哥哥又何必明知故问呢? 洛青州没有再多说, 道, 我知道了, 你早些休息吧。 说完, 转身离开。 秦二小姐站在小院, 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大门外, 又震了一会儿, 呼得咳嗽起来。 她习惯性地拿出手帕, 捂住了嘴。 当她拿开手帕时, 雪白的手帕上, 已是烟红一片。 小姐, 一旁的圈和桌, 看到这一幕, 皆满脸惊慌之色。 没事, 秦二小姐一脸平静, 喃喃地道, 能活到现在, 我已经心满意足了, 我只希望, 希望可以看到青州哥哥, 余姐姐, 有情人, 忠诚眷属, 我只是一个第三者而已。 此时, 秦文正正站在小院里, 望着夜空上的月亮,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宋如月站在她的身旁, 跟她说了几句话, 她仿佛都没有听见。 老爷, 你, 你到底, 有什么心事? 老爷, 你, 你为什么不理睬如月? 老爷, 你是不是在外面有, 有别的女人了? 我, 没关系, 你说出来就是, 我, 我不哭, 不闹, 我, 秦文正收回目光, 忍不住白了她一眼, 道, 胡说什么? 宋如月抹着眼泪道, 可是, 可是老爷不理人家, 刚刚喊, 还偷偷进房间, 把当初送给人家的玉佩给偷走了, 呜, 是不是想偷偷拿走, 送给别的女人? 秦文正脸上的肌肉, 顿时抽出了几下, 板着脸道, 是的, 是要送给别人。 此话一出, 宋如月顿时哭得更大声了, 呜, 梅儿站在门外, 不知所措。 这时, 洛青州突然从不远处走了过来, 宋如月依旧在哭着, 呜, 老爷, 小如月到底哪里做得不好? 老爷是不是嫌弃小如月老了? 可是小如月今年才二十九岁, 人家都说, 小如月跟薇莫是姐妹, 皮肤又嫩又滑, 身材也超级好, 模样也貌美如花, 人又聪明又贤惠, 呜, 洛青州走到门口, 听到哭声和这些话, 顿时停下了脚步, 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站在门口的梅儿, 也满脸尴尬, 犹豫了一下, 还是小心翼翼地对着里面道, 老爷, 夫人, 姑爷来了, 宋如月立刻停止了哭泣, 抹了抹眼泪。 秦文正头疼地看了他一眼, 道, 回房去, 我跟青州有些话要说。 宋如月立刻擒着眼泪, 委屈巴巴地道, 不, 就不, 什么话不能让人家听见? 老爷是不是想让青州去给你送玉佩? 我, 老爷怎么能让青州做这种事情? 会带坏他的, 秦文正福额叹气, 只得对着外面道, 青州, 进来吧。 洛青州脸上带着尴尬, 走进了小院, 拱手道, 岳父大人, 岳母大人。 宋如月梨花带雨地站在一旁抽气着, 像个委屈的孩子, 没有说话。 秦文正又叹了一口气, 直接把手里的玉佩递了过去, 道, 青州, 这块玉佩你拿着。 洛青州愣了一下, 刚要伸手去接。 宋如月, 呜, 呜呜, 洛青州。 宋如月可怜巴巴地看着她道, 那是我的, 你岳父送给我的, 洛青州更加迷茫, 道, 岳父大人, 这玉佩, 秦文正沉默了一下, 道, 这玉佩, 当初的确是交给你岳母保管了, 但不是送给她的。 秦州, 你先拿着吧。 宋如月, 呜, 呜呜, 洛青州满脸尴尬, 没敢去接, 道, 岳父大人, 要不, 还是还给岳母大人吧, 我不需要, 宋如月连忙伸手, 要去接。 秦文正直接把她的手打开, 然后不由分说, 塞进了自家女婿的手里。 呜, 宋如月顿时更加委屈了, 双手捂着脸, 一边哭着, 一边跑进了屋里。 梅儿连忙跟了进去, 秦文正没有理睬她, 道, 青州, 走吧, 我们到门外说话。 洛青州握着手里的玉佩, 突然感觉, 这块玉佩似乎有些与众不同, 不仅触感令人惊叹, 里面似乎还流淌着一丝奇异的能量。 她心头疑惑, 连忙跟了出去。 秦文正站在门外的大树下, 又抬头望了一眼夜空中的月亮, 沉默许久, 方开口道, 青州, 本来这件事, 我想烂在心里的, 永远都不告诉任何人的, 毕竟, 说到此, 她顿时苦笑一声, 看向她道, 但谁能想到, 一小子竟然吃着碗里的, 又要把锅给端走。 我若不告诉你这件事, 只怕你会因为一些道德的事情, 继续犹豫不决, 伤害了我家闺女, 洛青州听得有些猛, 道, 岳父大人, 您到底要说什么事情? 秦文正脸上露出了一抹复杂的神情, 叹了一口气, 低声道, 青州, 你先答应岳父, 这件事, 你可不要告诉别人, 连微末都不能告诉。 洛青州微正, 道, 青州答应。 秦文正点了点头, 这才靠近她, 指了指她手里的玉佩, 道, 这块玉佩, 其实是尖佳的。 当初, 提出洛青州的脑中顿时嗡的一声, 一片空白。 呆之半上, 他方颤声道, 岳父大人的意思是说, 大小姐她, 她不是您和岳母, 秦文正苦涩地点了点头, 有些自嘲地道, 你岳母的确长得漂亮, 可是, 像尖佳那样的模样和气质。 你觉得我跟你岳母, 生得出来吗? 洛青州有些难以置信, 道, 可是, 可是青州觉得, 大小姐与岳母大人, 有那么几分相似, 秦文正苦笑道, 因为你心里觉得, 她们是母女, 而且, 尖佳是吃她奶水长大的, 每天与她朝夕相处, 自然有些相似的地方, 所以你, 才会这么认为, 但你再仔细对比一下, 她们没点像。 尖佳的模样, 气质, 性格, 甚至是聪明。 你觉得你岳母像几分? 洛青州沉默下来, 心头依旧波澜起伏, 难以平静和相信。 秦文正抬头望着夜空, 仿佛在回忆着当初的事情, 脸上露出了一抹痛苦之色。 那一天, 你岳母大人刚好临盆, 生下一个女孩, 可惜, 由于长时间没有出来, 好不容易出来后, 已经, 已经没有呼吸了。 当时你岳母, 疼得昏迷了过去, 我抱着刚出生的闺女, 比谁都心疼, 可是没有办法。 我不能让你岳母醒来后再看到, 我匆匆出去, 亲自把她给掩埋了。 当我准备回到小院时, 突然听到后门处传来了一声婴儿的哭泣声, 我以为听错了, 我以为是我刚刚埋葬的孩子在哭, 我很害怕, 说到此, 她眼中已有泪水, 但当我寻声走到后门, 颤抖着打开那扇木门时, 突然看到一个粉雕欲灼的小婴儿, 被人包裹着, 放在后门的台阶上, 怀里只有这块玉佩, 她就是奸家, 当时我也不知道了, 突然就觉得, 这是上天见我们可怜, 又赐给了我们一个闺女, 我觉得, 这个闺女, 一定是我刚刚死去的闺女变成的, 于是, 我把她抱了回去, 放在了你岳母大人的身旁, 还好, 当时那里只有一个街上的婆子, 和一个丫鬟, 我给了她们很多银子, 让她们离开了, 倪岳母醒来的时候, 看向了旁边的奸家, 奸家当时也正睁着漂亮的眼睛看着她, 然后, 两人就一起笑了,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幅画面, 我相信, 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奸家笑得很可爱, 倪岳母笑着得很幸福, 那一刻我就知道, 她们上辈子, 或许真的是母女, 这一辈, 也一定是, 秦温正的嘴角, 露出一抹幸福而温馨的笑意, 眼中却满是泪水, 青州, 我之所以告诉你, 是怕你因为奸家和威莫是亲姐妹而犹豫, 她们的确是亲姐妹, 但并没有任何血缘关系, 玉佩你拿着, 就当作是, 她给你的定情信物吧, 毕竟当初你们成亲, 她什么都没有, 给你, 落青州低下头, 看向了手里的玉佩, 月光洒落在上面, 玉佩的中心, 仿佛突然也多了一缕月光, 在微微闪烁着, 嗯? 她仔细看向了玉佩里面的那一缕月光, 那月光仿佛清水一般, 正在缓缓流动着, 竟渐渐凝聚成了一个模糊的字体, 当她想要看清时, 那字体却突然又魄散开, 转瞬即逝, 月光皎洁, 叶峰轻轻拂在脸上, 带着一丝凉意, 仿佛少女的温柔, 落青州走在回去的路上, 心潮起伏, 无法平静, 手里的玉佩, 恢复如初, 里面那眉如月光一般凝聚的字体, 已经消失不见,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她可以清楚地感受到, 这玉佩并非凡物, 可能是一箭法器, 甚至可能是法宝, 这块玉佩是属于大小节的, 那么, 大小节曾经的父母又是谁呢? 他们为何会把她丢弃呢? 临走时, 岳父大人告诉她, 这件事, 奸家有权利知道, 你自己决定, 看什么时候告诉她? 当然, 如果你觉得, 她不该再承受这样的伤痛, 那么, 你可以选择不告诉她, 如果她快乐的话, 其实这样挺好, 洛青州停在了梅香小园门口, 顿了顿, 她又继续向前走去, 她停在了临禅月宫的门口, 正犹豫着, 要不要敲门时, 院门突然吱压一声打开了, 百灵从门里探出了脑袋, 一脸忧怨地看着她, 洛青州突然有些心虚, 道, 我没事, 就是随便逛逛, 那个, 大小姐休息了吗? 百灵拉开了门, 撅了撅小嘴道, 哪有这么早休息的? 随即又哼道, 小姐还在等着吃小毛驴肉呢? 说完, 扑斥一声笑了起来, 洛青州脸上露出了一抹尴尬, 正不知道是该进去, 还是该离开时, 百灵已经让开, 催声道, 姑爷, 快进来吧, 你还要给小姐请安呢? 小姐可是说了, 只要姑爷在家, 就要来请安。 洛青州这才想起了那晚秦大小姐说的话, 没有在犹豫, 进了门, 百灵在他身后关上了院门, 跟着他道, 姑爷, 听夫人说, 北晋王跟你是好友, 那姑爷应该知道, 北晋王身边有多少红颜知己吧? 是不是多得两只手都数不过来?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没有回答, 百灵突然又问道, 姑爷, 你是不是不行啊? 人家北晋王都让女皇陛下, 怀上宝宝了呢? 洛青州, 百灵又低声道, 姑爷, 潺潺也想要一个宝宝,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看向他道, 怀宝宝会麻烦的, 不能再练剑了, 而且, 生宝宝会很疼的, 潺潺的身子, 百灵, 要不, 你帮潺潺怀一个吧? 百灵脚步顿时一致, 洛青州道, 如果你愿意的话, 姑爷这几天就准备一下, 多不补身子, 百灵, 不愿意就算了, 洛青州没有再理睬他, 直接去了后花园, 百灵又在原地僵了一会儿, 方聚了撅小嘴, 小声嘀咕道, 坏姑爷, 总是想欺负人家, 人家才不要呢, 人家可是发过誓, 一辈子都要做一朵粉粉嫩嫩冰青玉节的花呢, 后花园中, 下馋一席淡绿衣裙, 正在角落里的大树下练着剑, 那单薄鲜弱的身影, 仿佛与他手中的剑影融为了一体, 以模糊地看不清晰, 洛青州看了几眼, 走向了凉亭, 凉亭里, 月光如水洒落, 一席雪白衣裙的少女, 正安静地坐在那里看着书, 洛青州眸中露出了一抹复杂的情绪, 走了过去, 拱手作衣, 大小姐, 他抬头, 目光偷偷打量着他, 无暇的容颜, 如铺的青丝, 一尘不染的清冷气质, 那双漆黑深邃的眸子里, 仿佛藏着最美的星河, 的确, 岳母大人虽然漂亮, 但与这位大小姐相比, 怎么了? 正在他心头想着事情, 发着呆时, 秦大小姐突然抬起头来, 清冷的眸子看向了他, 洛青州回过神来, 两人目光相对, 洛青州下意识地避开, 没事, 就是来给大小姐请个安, 他微微低头道, 场中安静了一会儿, 秦大小姐突然淡淡地开口道, 今晚在酒楼, 你冒犯我了, 洛青州嘴角抽了一下, 道, 大小姐, 那不是冒犯, 那只是开个玩笑, 况且, 大小姐不是也跟我开玩笑了吗? 秦大小姐目光清冷地看着他, 道, 我没有, 洛青州抬起头, 与他目光相对, 道, 大小姐说要吃小毛驴肉, 难道不是开玩笑? 秦大小姐顿了顿, 道, 不是, 洛青州一愣, 道, 大小姐不会真的想吃驴肉吧? 如果是的话, 我明日出去给大小姐买, 秦大小姐看着他, 没有再说话, 这时, 缠缠地练剑声也停了下来, 目光也看了过来, 洛青州又等待了一会儿, 道, 就算是我错了, 我给大小姐道歉, 他心头突然又想起了这少女的身世, 算了, 反正你也不成心, 秦大小姐淡淡地说了一句, 低下头, 继续看着手里的书, 洛青州道, 我是成心的, 秦大小姐翻着书, 没有再理睬他, 洛青州看着他绝美而清冷的容颜, 心头挣扎许久, 还是没敢说出一个字, 只得告辞道, 大小姐若是无事, 那我就先走了, 秦大小姐, 依旧没有理他, 洛青州没有再说话, 转身出了凉亭, 目光看向了不远处大树下的身影,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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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禅又开始练起了剑, 洛青州心事重重, 没有心情再逗留, 快步离开, 走到前院时, 百灵正一个人低着头, 坐在小院的石桌前, 手里拿着一朵鲜花, 在一边撕扯着花瓣, 一边小声嘀咕着, 让坏姑爷欺负, 不让坏姑爷欺负, 让坏姑爷欺负, 不让坏姑爷欺负, 洛青州站在他身后, 只见他撕扯下了最后一片花瓣, 嘴里说的是, 不让坏姑爷欺负, 但突然, 他又把手里光秃秃的花枝折断, 扔在了地上, 嘴里又道, 让坏姑爷欺负, 然后叹了一口气, 哎, 怎么每次的结果, 都是让坏姑爷欺负呢, 讨厌, 嗨嗨, 洛青州突然在他身后嗨嗨了一声, 百灵吓了一跳, 慌忙站起来看着他道, 姑爷, 你什么时候来的? 洛青州道, 刚来, 没听到你想让坏姑爷欺负你的事情, 百灵, 洛青州突然问道, 百灵, 你是什么时候跟大小姐认识的? 在哪里认识的? 百灵立刻捂着脸, 向着屋里跑去, 嘴里呜呜道, 好丢人, 小百灵好丢人, 洛青州看着他的背影, 又在小院里站了一会儿, 方离开, 回到梅乡小园, 秦儿小姐已经睡下了, 秋儿满脸担心的低声告诉他, 姑爷, 今晚小姐又咳嗽了, 而且咳了很多血出来, 洛青州心头一颤, 道, 要按时吃了吗? 秋儿叹了一口气, 道, 当然按时吃了, 不过感觉效果, 已经没有一开始那么好了。 小姐最近, 经常咳嗽, 而且经常会咳嗽出来, 小姐一直让我们不要告诉姑爷, 洛青州心头如针扎一般刺痛, 脸上却依旧保持着镇定, 轻声安慰道, 没事, 你们不用太担心, 我会解决的。 秋儿眼圈发红道, 姑爷真的可以治好小姐吗? 大夫说, 不用听大夫的, 以后也不用再找大夫了。 洛青州脸上带着一抹严肃, 道, 这种病, 大夫根本就看不懂, 只会胡说八道吓唬人。 秋儿低头道, 也没有去看, 奴婢就是出去找大夫说了一下情况, 问了一下。 大夫给开了很多药, 奴婢都没敢抓。 洛青州道, 不抓是对的, 不能乱吃。 好了, 去休息吧, 我进屋了。 嗯。 秋儿温顺地答应了一声, 看着她的眼神, 心头顿时安定了不少。 洛青州进了房间, 看着礼物床上的身影, 脸色变换了一会儿, 走到窗前桌前, 拿起了两瓶灵液。 在她修炼的这段时间, 日月宝镜一直都放在家里。 二小姐每天早上和傍晚, 都会帮她收集一遍灵液, 也会帮她把日月宝镜翻面。 她收起灵液, 又拿出了剑体石, 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数据。 大宗师巅峰, 静城二, 化神镜初七, 静城一百, 神魂倒是可以突破了。 不过肉身的静城, 开始变得很慢了。 即便是在灵矿之星下面修炼, 即便使用了灵液, 修炼的速度也极为缓慢。 她能够理解, 毕竟是大宗师到五王的进程。 若是还像以前那样快, 那就太不正常了。 不过, 她还有一个东西没有使用。 当初月姐姐说过, 等她突破到大宗师巅峰境界以后, 就可以使用储物界里 那颗金色的果实了。 有了她, 想必修炼的速度 会变得比之前更快了。 至于快多少, 那就不知道了。 那颗果实应该是成熟了。 不过, 为了安全起见, 她还是想让月姐姐先看了一下, 免得稍有差错, 前功尽弃了。 想到此, 她拿出了传讯宝蝶, 准备给月姐姐发消息。 但正在此时, 传讯宝蝶突然震动了一下, 定眼一看, 竟然是月姐姐主动发来的消息。 在干嘛, 洛青州连忙回复, 在家, 刚准备给月姐姐发消息的。 月姐姐的身体好些了吗? 月姐姐? 嗯, 洛青州? 那月姐姐今晚可以出来吗? 我想让月姐姐帮我看看储物界里的那颗果实, 看看现在是否可以吃了月姐姐, 应该可以了洛青州。 我不要应该, 我要肯定随即诱导。 月姐姐, 我家娘子最近又咳嗽了, 而且经常咳血, 脸色也看着很不好, 我担心时间会来不及了, 我想快点修炼。 无论有任何方法, 我都愿意, 月姐姐, 东湖洛青州立刻收起传讯宝蝶, 又看了里屋里熟睡的少女一眼, 身影一闪, 直接钻入地底, 从地底离开。 东湖, 湖面上, 夜风拂过, 波浪起伏, 一只小船正在湖水正中央的位置飘荡着。 小船上一道月白身影站在船头, 正望着夜空中的明月正正发呆。 月姐姐, 洛青州身影一闪, 飞了过来, 轻轻落在了小船上。 月瑶转过头, 目光看向了她, 单单地道, 我先看看那枚果实吧。 洛青州立刻靠近了她, 拿出了储物界。 月姐姐, 什么时候离开的? 她忍不住问道。 月瑶安静了一会儿, 目光看向了她, 道, 什么什么时候离开的? 洛青州道, 我们从边境回来时, 月姐姐不是藏在我的身上吗? 是藏在我的储物界里吗? 月瑶面无表情地道, 我有那么无聊吗? 洛青州张了张嘴, 道, 月姐姐藏在哪里? 月瑶没有回答, 伸出手, 把她手里的储物界拿了过去, 又看了一会儿, 开口道, 已经可以吃了。 至于效果, 我也不知道。 说完, 又把储物界还给了她。 洛青州伸手接过, 指尖与她的指尖触碰了一下, 沉声道, 月姐姐, 你觉得, 我还来得及吗? 月瑶沉默了一下, 道, 你应该问你自己, 如果你对你自己有信心, 当然来得及。 可是, 洛青州叹了一口气, 道, 我感觉修炼越来越难了, 速度也越来越慢了。 而她, 似乎坚持不了太久了。 月瑶盯着她看了片刻, 突然道, 那你可以再考虑一下, 我之前说的那个方法, 牺牲你的, 前妻, 让你家娘子的神魂, 进入她的身体, 这样, 不。 不带她说完, 洛青州立刻打断了她的话, 态度坚决地道, 月姐姐, 不要再提这个方法了。 我说了, 我不可能答应的, 我家娘子也不会答应的。 而且, 她沉默了一下, 道, 而且, 她不是我的前妻。 月瑶道, 那是什么? 大姨子? 洛青州脸上露出了一抹复杂之色, 道, 也不是, 她, 她是我的, 妻子, 名副其实的妻子。 小船上, 顿时寂静下来。 片刻后, 月瑶淡淡开口道, 哦, 又和好了。 洛青州脸上露出了一抹尴尬, 道, 不是和好, 其实我与她, 本来就没有合理。 那封修书, 是假的, 月瑶目光安静地看着她, 道, 那你, 高兴吗? 还是, 觉得烦恼?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只是觉得很意外, 觉得, 其实我对她, 这时, 她突然又想起了一件事, 连忙拿出了那块玉佩, 递到她的面前道, 月姐姐, 帮我看看这块玉佩, 看看她是法器吗? 看看, 她出自哪里? 月瑶文言威正, 看了玉佩一眼, 轻轻揭在了手里。 不知为何, 在她的手指触碰到玉佩的一瞬间, 她的心头呼得一颤, 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一般, 整个身子都跟着颤抖了一下。 月姐姐, 你怎么了? 神魂还没有恢复吗? 洛青州连忙问道, 月瑶没有说话, 低头看着手里的玉佩, 眸中深处露出了一抹疑惑。 夜风拂过, 仿佛少女的手温柔地抚摸着脸颊, 撩动着长发。 落在湖中的月光被打碎, 星光点点, 如满天星河。 这一刻, 不知狐是天, 还是天是狐。 月瑶身上的光芒已经散去, 露出了花骨娇美的面容与柔美的身姿。 她站在月光下, 安静看着手里的玉佩。 青丝与白裙, 与风而舞, 美眸与容颜, 与叶比美。 洛青州站在镜前, 安静地看着, 不自觉间, 脑中再次想起了曾经她燃烧神魂 保护自己的一幕幕画面。 夜色宁静。 只有水浪轻轻拍打小船的声音, 仿佛一首催梦曲, 在小船的晃晃悠悠中催人入梦。 洛青州的神情, 有些恍惚。 许久之后, 月瑶方抬起头, 看向了她, 脸上似乎并没有露出其他表情。 这块玉佩, 谁给你的? 洛青州回过神来, 犹豫了一下, 没有回答, 月姐姐可以看出她的来历吗? 是不是非常珍贵? 月瑶又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玉佩, 道, 应该只是普通的法器。 随即又抬头看着她道, 不能跟我说吗? 洛青州脸上露出了一丝为难之色。 抱歉, 这件事, 我不能跟任何人说。 月瑶沉默了一下, 道, 好吧。 玉佩我先带回去, 里面好像还有别的东西, 等我看清楚了再还你。 洛青州一听, 连忙道, 我之前第一下触碰她时, 也感到里面好像有什么东西。 好像是一股很特殊的能量, 月瑶收起了玉佩, 看着她道, 你不急这样吧? 洛青州摇了摇头道, 不急, 月姐姐尽管检查就是。 月瑶没有再说话, 准备离开。 洛青州突然伸出手, 拉住了她的手, 轻声道, 月姐姐, 上次在边境。 你, 你为何要那般牺牲自己? 月瑶淡淡地道, 你不也是。 洛青州道, 可是, 我是为了, 我也是。 月瑶面无波澜。 洛青州目光复杂地看着她, 月姐姐, 好好修炼。 月瑶正脱开了她的手, 身影呼得一闪, 消失不见。 洛青州带立小船上, 站了许久, 已是凌晨。 回到秦府后, 她并无睡意, 目光看向了 储物界里的那枚金色果实。 神魂修炼的进程, 已经到达一百了。 还是先突破化神境中期再吃吧。 吃了这枚金色果实, 可能就要闭关了。 而这次闭关的时间, 只怕会很长。 甚至可能有数月之久。 毕竟已经是大宗师巅峰境界, 需要炼化的能量会更多, 需要淬炼的时间, 也会更久。 今晚见了月姐姐一面, 她安心了不少。 至少, 月姐姐看起来并无大碍。 女皇那里, 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二小姐, 她看向了里屋, 睡得正熟的少女, 心头越发沉重起来。 在闭关之前, 她还需要再去青云关一趟, 把药材都准备好。 但据秋儿所说, 药的效果已经开始在减退了。 所以, 她必须要继续努力修炼。 哪怕只有一线希望, 她也绝对不会放弃。 一日, 她跟秦二小姐说了一声后, 便悄悄离开秦府, 出了京都。 既然要突破, 自然要去灵霄宗。 神魂的突破, 或许也会有雷洁。 京都如今人满为患, 自然不能在那里突破。 有了上一次的教训, 这一次回灵霄宗, 她并没有提前给师叔发消息。 一路飞行, 不多时, 她已经来到了灵霄宗的上空, 然后悄无声息地穿过护山阵法, 降落在了剑峰之上。 这时, 悬崖处突然传来了一阵熟悉的销声。 师叔? 还是师父? 她脚下无声地走了过去, 在拐角处向着外面看了一眼。 此时, 站在悬崖处的灵狐青竹, 也立刻发现了她, 转过头, 看向了她。 师叔, 洛青州右左右看了一眼, 道, 就你一个人吗? 灵狐青竹眉间动了动, 道, 那我让苏宇去喊你师父来。 洛青州嘴角一抽, 连忙道, 不是, 你一个人就好。 我神魂要突破了, 需要用师叔的洞府, 师叔帮我护法。 灵狐青竹沉默了一下, 道, 化神境初期到中期, 对吗? 洛青州道, 对, 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果然, 刚好, 我也要突破了。 灵狐青竹淡淡地道, 洛青州, 其实从上次他在这里突破大宗师巅峰境界时, 师叔的神魂进程, 就已经到一百了。 师叔应该是知晓他有事, 所以并没有主动联系他。 洛青州没有再矜持, 道, 那, 一起吧。 两人进了洞府, 在洞门口, 又不下了新的阵法。 进入修炼室后, 两人就开始修炼, 准备冲关。 因为洞府里有温泉, 热气腾腾, 很热。 而且修炼时又有许多热量爆发, 所以, 两人先脱了衣服, 洛青州先帮师叔冲关。 因为师叔每次的突破都很轻松, 而且, 除了在洞里的动静有些大一些, 外面并无天地异象。 而他的突破则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会出现天地异响, 甚至会出现雷劫。 所以, 需要师叔先突破, 然后帮他遮掩。 师叔, 准备好了吗? 嗯, 那么, 开始吧。 一声闷哼, 突然在洞府中响起。 两人开始修炼。 从早上, 到傍晚, 天还未黑, 灵狐青竹便已经轻松突破。 最后的冲刺, 带着浩瀚的能量轰的一声, 冲破了那处通往化神境中期的关爱。 灵狐青竹的体内突然多了一股陌生而强大的能量, 而他浑身的气息也骤然一变, 仿佛压抑了许久。 在他猛然突破的一刹那, 一股汹涌澎湃的能量突然从他的体内爆发而出。 他不禁发出了一声高昂的叫声, 突破到化神境中期的神魂突然飞上了云巅, 接受着天地能量的洗礼。 而他的身子则颤抖着晕了过去, 仅仅一个白天甚至一天的时间都不到, 他就已经轻松突破了。 洛青州很是羡慕。 稍作歇歇。 天黑后, 他拿出了那瓶墨黑灵液在掌心倒了几滴, 然后开始了自己的冲关。 一股股灼热的能量在他的魂心中升起, 顺着他神魂的经脉冲向了那处关爱。 一遍又一遍, 一个夜晚, 很快过去, 又一个白天快去。 第二天天黑后, 灵狐清竹醒来, 来到了他的身旁, 默默地看着他。 哄! 终于, 在将近凌晨时分, 洛青州也突破了。 化神境初期, 到化神境中期。 神魂的突破, 显然比肉身的突破, 要简单了许多, 也快了许多。 不过奇怪的是, 这次神魂的突破, 没有发生任何天地异想。 同时, 好像也没有雷劫降临。 他仔细想了想, 应该又是师叔的缘故。 师叔冲关时, 已经提前把他那些连通天地异象和雷劫的气息, 给全部吸走了。 师叔体质特殊, 几乎可以吸收他的任何东西, 包括雷劫的气息。 这样也好, 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突破后的神魂, 比之前更加凝实了。 而且体内又多了一些经脉学窍, 看着仿佛真身一般。 难怪说, 神魂修炼到一定境界, 根本就不需要肉身了。 因为它可以自行凝结肉身。 师叔, 你感觉如何? 骆青舟收了功法, 神清气爽地站了起来。 灵狐青竹没有回答, 道, 洗澡吧。 虽然是神魂冲关, 但肉身上依旧满是汗水和污渍。 骆青舟走进了浴池, 躺在了浴池上, 全身浸泡在了温暖的池水中。 池边的花篮倾倒, 红色的花瓣飞舞着, 落入了池水中。 淡淡的花香, 扑边来。 骆青舟绣着花香, 泡着温泉, 舒服地闭上了眼睛。 一双玉手呼地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轻轻揉搓着, 柔软温柔。 骆青舟呼地抓住其中一只, 轻轻一扯。 扑通! 水花似箭, 花瓣飞舞。 骆青舟把落水的人儿抱在了怀里, 道, 恢复了吗? 怀里的人儿摇了摇头。 骆青舟指得道, 哦! 很快, 他呼地浑身一颤, 又重新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浴池中, 雾气阴晕, 朦朦胧胧, 只能看他一个人躺在荡漾的池水中, 闭着眼睛, 在享受着这一刻的美好。 天亮后, 他从剑锋飞上天空, 悄悄离开。 灵狐青竹一袭轻衣, 站在悬崖处, 目光正正地望着他的身影, 直到他消失在高空的云海中时, 又一个人在这里站了许久, 方默默离开。 骆青舟先去了青云关, 很快拿着朱燕血, 回到秦府。 在与一家人吃了饭后, 便去了皇宫。 换上了一身火红色的宽大长裙, 正坐在桌前, 批阅着奏折。 骆青舟来了后, 抱着他温存了一会儿, 跟他交代了一声, 便去了地底, 开始修炼。 在灵矿之心的下面坐下, 他平复了一下心头的情绪, 方拿出了储物件, 看向了里面那棵小树上 生长的金色果实。 此时的金色果实, 看起来已经熟透了。 浓郁的果香, 几乎充斥着储物件里所有的空间。 大宝二宝, 小火壶, 飞蛇, 接垂涎的直流口水。 就连药谱中的那些灵药 也在轻轻张合着各自的花瓣 以及枝叶, 仿佛在沉醉地 吸着那一股股诱人的果香。 搜, 正在此时, 蹲在树下养着头流着口水的小火壶, 竟突然跳了起来, 扑向了枝鸭上的那枚金色果实。 洛青舟顿时吓了一跳, 但小火壶的速度极快, 转眼间已经扑到了那枚果实前, 眼看就要一口把它吞了进去。 洛青舟的心头顿时凉了半截, 完了, 哗, 谁知正在此时, 那棵小树上竟突然出现了一层金色的光照。 小火壶啪的一声撞在了光照上, 竟直接被弹飞了出去, 狼狈地摔趴在了地上。 而树下的大宝和二宝则仿佛见怪不怪了, 没有任何反应, 依旧仰着头, 看着枝头上的那枚果实, 默默地流着口水。 他们似乎并没有任何要跳上去的意思。 以他们的弹跳力, 想要跳上去, 吃了那枚果实, 轻而易举。 显然, 他们也吃过苦头。 那条小青蛇也躲在一株灵药的下面, 翘着脑袋, 吐着腥红的蛇性, 并没有要靠近那棵小树的意思。 小树的金色光照, 显然不是第一次凝显。 洛青舟心头暗暗捏了一把汗。 幸好有金色光照保护。 他之前可是从未想过, 这些小家伙们会垂涎这枚金色果实, 就算垂涎, 想来也不敢打这枚果实的主意的。 毕竟他可是经常进来看这枚果实, 显然对这枚果实极为看重。 现在看来, 他是低估了这枚金色果实的诱惑力。 他没敢再犹豫。 神石立刻飞向了那棵小树, 在接近那道金色光照时, 他放慢了双手, 轻轻地触了上去。 扑! 出乎意料, 也在情理之中。 几乎没有任何阻碍, 他的意识便轻而易举地突破光照, 闯了进去。 看到这一幕, 下面的大宝二宝和小火壶, 更加口水直流。 洛青州立刻用意识包裹住了那枚金色果实, 轻轻一扯, 啪的一声, 竟很轻松地就摘了下来。 更上面的枝鸭上, 那颗新生长出来的花蕾, 已经开始变大了。 那是第二枚果实。 他没有犹豫, 立刻把这枚成熟的金色果实, 从储物界里拿了出来。 刚一出来, 一股极为诱人的果香, 便扑鼻而来。 洛青州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嘴里口水泛滥, 肚子也突然开始咕咕叫了起来。 忍不住了呢? 咔嚓! 他没有再犹豫, 立刻咬了一口, 脆脆的像是苹果。 但果肉刚一入嘴, 便突然化作了浓郁的果汁, 顺着他的喉咙流淌了下去, 清甜爽口, 口齿生香。 咔嚓! 咔嚓! 他立刻又忍不住吃了起来。 这果实的正中心, 藏着一枚金色的果盒, 果盒上竟然也有一些奇怪的图案。 他试着, 用牙齿咬了一下, 静硬地像铁, 完全咬不动。 要知道, 他的牙齿也是经过反复淬炼过的, 可是大宗师巅峰境界的牙齿。 可是, 不仅咬不动这枚果盒, 甚至没有在上面留下任何痕迹。 这枚果盒难道也是一枚宝卧? 他心头好奇, 立刻拿出了漆黑木棍, 然后把果盒放在了地上, 随即猛然一棍子砸了上去。 碰! 咔! 他手里的木棍, 竟突然断成了两截, 棍子断了。 洛青州看着手里的半截木棍, 将在原地。 这果盒? 好硬! 不仅没有裂开, 上面甚至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地面上倒是留下了一条裂痕。 要知道, 这里可是灵矿所在, 是整个大研修炼者的命脉, 地底与地面的防御力堪比灵宝。 可见, 这没果盒的变态硬度。 他又愣了一会儿, 立刻拿出了传讯宝碟, 拍了几张照片, 给月姐姐发送了过去。 傅言, 月姐姐, 果子我吃了。 这果盒好变态, 比我的棍子还硬。 我的棍子被震断了, 消息很快回复过来。 哦, 洛青舟。 哦, 月姐姐就不感到震惊吗? 我的木棍可是天下第一硬, 那些神兵利器在他面前都撑不过一个回合。 可是, 这没果盒却把它给震断了, 月姐姐。 看一下木棍的断口处, 是什么颜色, 洛青舟心头疑惑, 立刻从地上捡起了折断的木棍, 看向了断口处。 漆黑中, 带着淡淡的金色。 金色? 他突然低下头, 看向了地上的果盒。 果盒也是金色的。 他刚刚吃的那枚果实, 也是金色的。 难道, 他立刻回复道, 黑色里面带着金色? 月姐姐, 这个木棍, 不会是用小树的材料炼制而成的吧? 月姐姐, 上古时期的天地圣树, 洛青舟心头一震。 月姐姐, 洛青舟愣了愣, 可是, 上古时期的宝物, 不是应该更厉害吗? 怎么会被刚长出来的小树的果盒给震断了? 月姐姐, 木棍是用它的材料炼制的。 而果盒属于它本体的一部分, 本身就是先天之宝, 洛青舟看着地上的果盒, 心头暗精, 先天之宝。 月姐姐, 那它除了硬, 还有什么作用? 我该怎么使用它? 月姐姐, 我也不知。 不过, 我可以帮你看看, 是否可以炼制成宝物? 洛青舟一听, 立刻捡起了果盒, 又把两截木棍捡了起来, 问道, 月姐姐, 那我的木棍, 还可以修复吗? 月姐姐, 我先看看, 洛青舟, 月姐姐在哪里? 我现在就过去找你, 月姐姐, 把东西给龙儿。 我晚点去拿, 洛青舟还要回复时, 突然感到体内生起一股灼热的气息, 随即, 一股强大的能量, 开始在丹海中流动。 那没果实, 已经开始在消化了。 他没敢犹豫, 立刻从地底离开, 出了皇城, 来到了东湖。 他直接进入了龙宫。 龙儿, 正在修炼室修炼, 见他突然出现, 顿时满脸惊喜, 跑过来抱着他就道, 公子, 龙儿想了。 哦, 我也想了。 洛青舟附和了一句, 把东西交给了他, 道, 这东西很重要, 月姐姐晚点会过来拿。 龙儿立刻很郑重地收了起来, 然后双眸水汪汪地看着他道, 公子, 这次, 你是想在洞府里, 还是去天上。 洛青舟揉了揉他的脑袋, 道, 下次吧, 我刚服用了灵果, 需要立刻修炼。 怕他不幸, 又拿起他的手, 放在了自己的腹部。 好烫。 龙儿脸色一变, 连忙道, 公子, 你快去修炼吧, 龙儿不想了。 洛青舟低头亲吻了他一下, 道, 你也好好修炼, 免得到时候承受不了雷电。 龙儿脸上顿时露出了害怕之色, 弱弱地道, 公子, 龙儿不怕雷洁的雷电, 就怕你的洛青舟又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 感觉体内的能量已经快要无法控制了, 没敢再逗留, 立刻离开。 回到皇宫的地底后, 他立刻在灵矿之心的下面坐下, 然后, 开始运转功法。 灵果带来的能量, 一波接着一波, 源源不断, 在他的丹海中如浪潮一般翻滚。 很快, 一股股霸道的能量随着原力流动, 开始洗刷, 淬炼着他全身的经脉穴道。 一天, 一天, 整整半个月后, 他方感到那枚灵果带来的能量被炼化干净。 同时, 全身能量满意, 四周的精纯元气已经无法再进入他的身体。 这个时候, 又该需要外力的刺激与磨炼了。 他收了功法, 稍作平息后, 方迫不及待地拿出了剑体石, 查看了一下上面的数据。 大宗师巅峰, 静城二十二, 化神镜中七, 静城五十, 果然, 即便有灵果和灵矿之心的帮忙, 肉身的修炼静城依旧很慢。 当然, 这种慢是相对于他之前的修炼速度。 相比其他人, 自然是逆天了。 不仅只用了半个月的时间, 而且还是大宗师巅峰境界到五王的静城。 相比于肉身的静城, 神魂的静城变得快了许多。 不过, 那枚金色灵果的效果, 就只有这些吗? 天地圣树的灵果, 而且还是用他的灵液和金血长出来的。 而且还长了那么久, 如果真的只有这些效果, 那就令他有些失望了。 月姐姐不是说, 可以帮他突破到五王吗? 他心头有些疑惑, 正要拿出传讯宝蝶询问时, 门口突然传来了南宫火月的声音, 怎么样了? 洛青州看向了他, 立刻站起了起来, 走过去道, 效果还可以。 陛下的身子, 没事吧? 南宫火月挑了挑眉, 道, 是在关心阵, 还是在为你家宝宝? 洛青州抱住了他, 轻轻抚摸着他的肚子, 对着他的额头亲吻了一下, 道, 当然都关心。 南宫火月温柔地已在了他的怀里, 道, 没什么事, 就是感觉他突然又停住了话。 洛青州连忙道, 感觉如何? 南宫火月低声道, 感觉肚子里有时候有火焰, 有时候又有雷电。 洛青州一震, 道, 真的? 南宫火月点了点头, 微微醋眉, 有火焰时, 暖暖的, 很舒服。 镇本就是火灵之体, 有火灵属性, 也是应该的。 至于雷电, 洛青州道, 有雷电也是应该的呀, 我可是雷灵之体。 南宫火月看着他道, 镇没有说不应该的。 只是, 有雷电时, 镇会疼, 而且经常疼, 洛青州眉头一皱, 道, 陛下可以确定是雷电引起的吗? 南宫火月点了点头道, 当然可以确定。 洛青州沉吟了一下, 有些担心道, 会不会对宝宝有影响。 南宫火月叹了一口气, 道, 镇也不知道。 不过镇问了师, 问了别人, 他说没事。 洛青州道, 别人是谁? 南宫火月顿了顿, 盯着他道, 你家小妾, 月瑶。 洛青州, 南宫火月又冷哼一声, 镇作为正妻, 喊他过来帮镇亲自检查一下, 他竟然不来, 一点都不知道李叔。 哼, 到时候过门, 别怪镇给他脸色看。 洛青州嘴角抽出了一下, 道, 南宫火月冷着脸道, 能怎么问, 就是随口问了几句, 一开始他还回答。 哼, 当镇把他当成自己人, 亲热地称呼他为小妾妹妹时, 他就不理睬镇了。 过分, 镇可是一国之君, 是正妻。 称呼他为了小妾妹妹, 难道不应该吗? 洛青州捂住了脑袋。 你干嘛? 觉得镇做得不对吗? 南宫火月眯了眯眸子, 洛青州连忙拉着他道, 陛下怎么可能做得不对, 陛下做得永远都是对的。 走吧, 肚子饿了, 要先上去洗个澡, 填一下肚子。 至于宝宝的事情, 我会亲自问他的, 陛下不用担心。 南宫火月冷哼一声, 与他一起上着台阶, 道, 问能问出什么? 你把他叫到宫里来, 镇要让他当面给镇检查一下才安心。 洛青州犹豫了一下, 道, 我试试吧。 的确, 当面检查一下, 才能确定没事。 南宫火月挑眉道, 什么叫试试? 难道你叫他, 他还赶不来? 他还想不想进门了? 他还想不想当你小妾了? 洛青州没在吭声。 月姐姐可没有说过要进门, 更没有说过要当他的小妾。 让月姐姐当小妾? 怎么可能? 进了修炼室, 他直接脱了衣服, 进了浴池中。 月武拿着毛巾进来, 然后跪坐在了他的身后, 帮他轻轻搓洗着。 叔父, 洛青州闭上了双眼, 差点睡着。 而此时, 在他体内丹海中, 一枚枚奇怪的金色符纹, 正在丹海中缓缓游动着, 在不断地散发着一丝丝的能量, 与丹海中的精纯原力, 融为了一体。 那些金色符纹, 看着颇为熟悉, 像是之前那枚金色邻国表皮上的, 图案分裂开的。 好疼, 正在此时, 浴池边的踏上, 南宫火月突然捂着肚子, 呻吟了一声。 月武慌忙站了起来。 洛青州也立刻睁开眼道, 陛下, 怎么了? 南宫火月捂着肚子, 眉宇间露出了一抹痛苦的表情, 宝宝又惦我了, 随即又悠悠地道, 跟你一样坏, 洛青州, 陛下, 需要叫御医吗? 南宫火月痛苦道, 御医有什么用, 还不如你家小妾叫过来, 啊, 好疼, 洛青州脸色一变, 没敢再犹豫, 立刻拿出传讯宝蝶, 给月姐姐发了消息。 月姐姐, 我在皇宫, 你可以过来一趟吗? 陛下的肚子很疼, 里面的宝宝好像在放电片刻后。 消息回复过来, 他叫我什么, 洛青州, 月瑶姑娘洛青州撒了谎。 消息发出去后, 对方并未再回复。 不过还好, 陛下的肚子只疼痛了一会儿, 便停止了。 洛青州突然想到了一件事, 问道, 陛下, 你不是可以内视吗? 可以看到宝宝的性别吗? 南宫火月白了他一眼, 道, 哪有那么简单? 那里被体内的能量主动笼罩了, 那是根本就看不到。 随即又问道, 你很在乎男女吗? 洛青州道, 当然不是, 只是想提前知道一下。 无论男女, 我都喜欢。 南宫火月沉默了一下, 道, 朕喜欢男孩, 虽然朕是女皇, 但也喜欢是一个男孩继承大言的皇位。 洛青州道, 若是女孩, 照样可以继承。 南宫火月看向他道, 女孩总是要嫁人的, 若是像朕一样, 遇人不输, 被人骗了怎么办? 洛青州贪首道, 我哪里骗陛下了? 南宫火月冷哼一声, 道, 哪里骗朕, 你自己心里清楚? 在外面招风影蝶, 不守夫道, 到处留情, 说不定还在哪里留种了呢? 洛青州没敢再吭声。 哼, 南宫火月又冷哼一声, 没有再继续说下去, 道, 快回去看看你家威莫和那些小妾吧, 闭关了这么久, 应该很想他们了吧? 洛青州想到二小姐的身体, 心头满是担忧, 起身道, 陛下, 若有事, 记得立刻通知我。 南宫火月淡淡地恩了一声, 没有再理睬他。 洛青州出了房间, 直接遇见而行。 恶请, 已经到了秦府。 他在秦府门口落下, 早已换了一身宽大如袍, 手里拿着一本书, 从正门而入。 州管家看到他回来, 连忙道, 姑爷, 您回来了, 夫人这几天还在低估, 说眼看都快春围了, 也不见您人影。 对了, 美娇郡主和雪衣郡主, 今日也来了, 在二小姐小院里说话呢。 洛青州打了声招呼, 立刻去了后院。 刚来到小院门口, 就听到里面传来了雪衣郡主和丫鬟们的笑声。 嗨嗨。 洛青州在门外咳嗽了一声, 方抬脚走了进去。 秦儿小姐和南宫两姐妹, 正坐在小院里的石桌前说着话。 丫鬟们站在后面, 主仆几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意。 两位郡主, 似乎也已经从南宫郡王去世的阴影中, 走了出来。 哟, 咱们的大才子回来了, 刚刚还在说起你呢。 南宫雪衣满脸笑意地道。 秦儿小姐连忙笑道, 青州哥哥可不是说你坏话, 而是夸你呢。 南宫美娇则面带笑意, 并未说话。 洛青州走过道, 夸我什么? 南宫雪衣道, 自然是有才, 相信这次春围, 你一定可以高中前三甲的, 我猜是状元。 秦儿小姐则道, 青州哥哥, 威莫觉得陛下可能会避讳与你的关系, 只给你个榜眼或者探花。 南宫雪衣立刻道, 举贤不必轻, 更何况, 电视时虽然是陛下出题, 但汉林院的院士和那么多大臣都在。 谁最优秀, 谁才有资格获得第一名, 大家自然都清楚, 陛下可不会随便给个名字。 洛青州一脸坦然道, 无所谓, 只要能中就可以。 至于前三名, 我倒是没有太在意。 南宫雪衣哼道, 你当然不会在意, 因为陛下已经提前看中你了。 无论你是第几名, 到时候都是高官厚禄的, 其他才子可比不得你。 这时, 一旁的南宫美娇突然开口道, 陛下说上次的评判, 你的计谋立了大功, 大臣们都一致上奏, 让陛下给你封赏, 端王甚至上奏, 请求封你为侯。 南宫雪衣笑道, 落大才子运筹帷幄, 挥手间, 七大诸侯叛军和太王军队, 挥飞烟灭。 不仅守护了京都, 吓坏了其他有异心的诸侯, 还彻底安定了整个大言。 即便封猴也是应该的。 南宫美娇脸上露出了一抹讥讽, 看着某人道, 不过, 陛下拒绝了。 陛下说, 你太年轻, 还需要再磨练几年。 不过陛下真正的用意到底是什么, 谁也不知道。 你不知道才怪。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心里暗暗吐槽了一句, 都已经封王了, 还要什么猴? 南宫雪衣连忙拿出一本厚厚的书籍, 道, 落才子, 快来, 石头记, 我又想到一个结局了, 说给你听听。 洛青州嘴角一抽, 直接道, 不用了, 你说给威莫听就是了。 顿了顿, 他又道, 我认定的结局, 永远都是那个。 南宫雪衣看着他, 目光闪烁到, 北晋王娶了林妹妹, 对吗? 北晋王, 北晋王, 林妹妹, 秦妹妹, 这段话, 其他人或许没有听懂, 但洛青州立刻就听明白了。 这丫头好聪明, 果然早就知道她的身份了。 他相信, 不会是威莫告诉她的。 几人正说着话时, 此时的宫里, 南宫火月正坐在桌前, 看着边境发来的消息。 这时, 门口突然传来了乐舞的声音, 陛下, 月瑶姑娘来了。 嗯? 南宫火月一愣, 抬起头来, 目光看向门口, 眯了眯眸子。 让她进来。 她放下了手里的传讯宝蝶, 正经危坐, 脸上, 恢复了女皇的威严。 枝呀, 房门打开, 一袭白裙的花骨, 如一朵冰山上的雪莲, 进了房间。 南宫火月在感受到这股气息的一刹那, 下意识地就想站起来叫一声尸解, 但她立刻就反应过来。 她是女皇, 是正妻。 她依旧端坐在椅子上, 神态冷傲, 语气里带着一丝饥讽, 一直用花骨的身子, 有意思吗? 月瑶来到她的面前, 面无波澜, 淡淡地道, 她很快就可以苏醒了。 南宫火月一愣, 道, 真的? 随即又想到, 眼前这位从不会开玩笑, 沉默了一下, 是为了她吗? 月瑶没有回答, 目光看向了她的肚子。 南宫火月犹豫了一下, 稍稍向后仰了一下, 道, 你看看吧。 月瑶伸出一根玉纸, 轻轻处在了她的腹部。 南宫火月看着她的眸子, 似乎想要从她的眸中看出一些什么情绪, 嘴里又道, 宝宝有火, 有雷电, 是镇与她的结晶。 或许只有第一个宝宝, 才会继承她的雷灵肢体。 说完, 她继续看着她的眸子, 但令她有些失望的是, 对方并没有任何反应。 没事。 片刻后, 玉纸收起, 月瑶神情冷淡地道。 南宫火月道, 这段时日, 镇经常会疼, 特别是雷电出现的时候, 对宝宝会有影响吗? 月瑶沉默了一下, 道, 不会, 雷电其实也是在帮你催炼身体。 南宫火月松了一口气, 道, 没事就好。 随即又看向她道, 无论男女, 镇到时候都会把皇位传给她。 当然, 如果她不愿意做这个皇帝, 也随她。 毕竟, 她可能是火灵肢体和雷灵肢体的结合, 天赋肯定会更强。 这小小的大言不一定装得下她。 月瑶没有在说话, 准备离开。 南宫火月突然又道, 你是兵机玉骨灵体, 比我更强。 到时候, 你若是与她结合, 有了宝宝, 天赋应该会更强。 月瑶走向门口, 南宫火月看着她的背影, 突然又道, 你什么时候告诉她? 你若是觉得羞耻, 朕帮你。 月瑶停下了脚步, 南宫火月又道, 朕已经不怕了。 即便她知道朕是小月, 朕也不怕了, 因为朕有了她的宝宝。 倒是你, 虽然她知道了, 你会很羞耻, 但拖得越久, 你可能就越不敢。 她不是已经喜欢上你了吗? 你长得那么普通, 她还喜欢你。 若是发现, 你是那位貌若天仙的大姨子, 她应该会高兴地睡不着觉吧。 至于嘲笑你, 她应该不敢。 朕觉得是时候该告诉她了。 不然, 你永远都无法真的与她在一起, 只能是神魂。 月瑶又沉默着站了一会儿, 淡淡地道, 我没有说过要跟她在一起。 说完, 她走出了房间。 当她走到房间门口时, 南宫火月突然又到, 还有九个月, 九州大会就要开始了。 到时候, 你会去吗? 门外沉默了一下, 传来了渐渐远去的声音。 会。 南宫火月看着门外, 正了一会儿, 呼得自嘲一笑。 好吧, 朕明白了。 原来你早就决定了。 在那一天, 她又抚摸了一下自己的肚子, 一脸坦然, 难难地道。 无所谓了。 那一天, 你出再大的风头, 再让她刻骨铭心, 也休想占据正在她心中的位置。 随即又低哼一声, 哼, 狡猾的小妾, 秦府的晚宴很热闹。 除了秦府一家人和两位郡主以外, 龙儿和南宫郡王王妃也来了。 席上说的最多的, 自然就是下个月的春围了。 大家挨个敬酒和鼓励。 这一晚, 洛青州喝了很多酒。 除了果子酒以外, 还有几坛比较有精的酒。 她并没有主动排酒。 所以, 晚宴结束时, 她已经有些醉醺醺的了。 这一刻的感觉, 她觉得很舒服。 至少不用再胡思乱想了。 这一刻, 也不用再肩负那么多的责任了。 身体与神魂, 皆轻飘飘地, 从未有过地放松。 秦二小姐和秋儿, 搀扶着她离开。 其他人也都散了。 在进入梅乡小园时, 洛青州突然吐着酒气道, 微末, 我还要给大小姐请安。 今晚的晚宴, 秦大小姐坐下, 只想争信地吃了几口, 便独自离开了。 不知为何, 洛青州这时, 突然又想起了她。 秦二小姐看着她醉眼朦胧的模样, 心头呼地动了一下, 松开了她, 轻声道, 对了, 轻舟哥哥还没有给姐姐请安呢。 姐姐今晚吃得很少, 不知道肚子饿不饿, 轻舟哥哥快去问问。 说着, 她看了秋儿一眼, 秋儿会议也连忙松开了手。 洛青州虽有醉意, 身子却依旧很稳, 很快便来到了临禅月宫门口。 碰, 碰, 碰。 她抬手敲门, 声音很大。 百灵如百灵娘一般清脆悦耳的声音, 在里面响起, 谁? 谁在外面咋门? 洛青州道, 你家姑爷。 亲姑爷。 不远处的琴儿小姐忍不住笑了一下, 立刻带着秋儿进了梅乡小园。 支呀, 院门打开。 百灵满脸古怪地看着她道, 姑爷, 你喝醉了? 难怪再说醉话呢。 姑爷就姑爷, 什么亲姑爷吗? 洛青州借着酒意, 一把揪住了她的小耳朵, 还装。 啊, 姑爷, 什么装? 小百灵什么都不知道啊。 走, 去你房间, 咱们一边玩吐吐, 一边说, 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 呜, 姑爷, 你让小百灵坦白什么吗? 小百灵真不知道修书的事情吗? 洛青州直接揪着她的耳朵, 带着她进了房间。 百灵挨挨求饶, 走到床边时, 主动翘着团儿趴在了上面, 一边挣扎, 嘴里一边呜呜地道, 姑爷, 饶命, 啪, 一声脆响, 在房间里响起。 百灵顿时啊的一声, 身子一颤, 睁大了眼睛。 随即捂着团儿, 扭过头看着她, 那脸上的小模样, 看起来有些迷茫。 洛青州侧着身子, 双手合拢在一起, 缓缓摊开, 道, 有蚊子。 随即看向她道, 以为姑爷在打你屁股。 呵, 想得美。 百灵, 趴好, 唱首小毛驴, 姑爷就如你所愿。 洛青州挑了挑眉, 百灵顿时呜了一声, 趴在床上, 翘着团儿抽气道, 臭姑爷, 坏姑爷, 就喜欢欺负人家, 呜呜, 洛青州道, 你唱不唱? 百灵立刻撅嘴道, 不唱, 就不唱, 人家宁死不屈。 有本事, 姑爷就狠狠地打人家, 人家才不怕呢。 说着, 她捂着团儿的手拿开, 甚至还又向上翘了翘团, 然后咬着粉唇, 满脸悲壮, 期待, 的表情。 洛青州, 你做梦呢? 既然不唱, 那姑爷就走了。 说吧, 没有再理睬她, 直接出了房间, 顺便帮她关上了房门。 百灵连储床, 臀翘天, 向条弓着身子的毛毛虫, 将在那里一动不动, 等了半晌, 她方突然泄气, 仙妖和团儿都塌陷了下去, 趴在床上, 鼓着粉塞嘀咕了几句, 然后开始发呆, 纠结, 临缠月宫大门外。 洛青州站在那里, 吹着冰凉的夜风, 酒醒了大半。 这种形象, 还是不要去给大小姐请安了。 万一说错了话, 做错了事, 可不是唱小毛驴那么简单了。 她可不想惹大小姐不愉快。 还是回去吧。 等她回到了梅乡小园时, 竟然惊讶地发现, 猪儿的飞刀已经变成了真的飞刀。 不用手扔, 竟然已经开始用神念控制了。 杀! 一柄飞刀在小院中转着圈。 猪儿站在小院正中, 正伸着一根指头, 嘴里在念念有词。 这小丫头看起来很激动, 不过那飞刀不仅飞行的速度很慢, 而且看着晃晃悠悠, 几乎就要坠落下来了。 叮! 飞刀最终还是掉落在了地上。 猪儿叹了一口气, 刚要去捡, 突然发现地上的飞刀 嗖的一声飞了起来, 落在了一只手里。 啊! 猪儿吓了一跳, 抬头看去。 这才发现, 竟然是自家古严。 洛青舟握着飞刀, 手指轻轻抚摸着刀刃, 目光看着她道, 这飞刀的质量不像是普通的兵器。 你从什么都不会, 到现在可以驱使飞刀, 小馒头, 你不会是妖族派来的奸细吧? 猪儿愣在原地, 一时之间没有反应过来。 洛青舟道, 你果然是妖族派来的奸细。 猪儿一颤, 终于回过神来, 慌忙颤声道, 姑爷, 奴婢, 奴婢不是, 洛青舟冷声道, 老实交代, 是谁派你来的? 猪儿带着哭腔道, 姑爷, 奴婢真不是, 洛青舟正色道, 真不是吗? 除非你再请姑爷 吃一次小馒头和灌汤包, 特别是灌汤包, 只有人类才会做, 否则, 姑爷就把你送关。 这时, 房间里突然传来了一阵咳嗽声, 洛青舟脸色一变, 没敢再开玩笑, 把飞刀还给了她, 问道, 二小姐这几碗都在咳嗽吗? 猪儿呆了呆, 方道, 昨, 昨晚没有, 前晚咳嗽了, 要吃了吗? 洛青舟又问道, 猪儿呆呆地点了点头, 吃了, 秋儿熬的。 洛青舟没有再说话, 神色凝重地进了屋里, 猪儿又在小院里发了一会儿呆, 方神情恍惚地回到屋里, 进了小蝶和秋儿的房间。 秋儿, 你会做灌汤包吗? 秋儿从睡梦中醒来, 迷迷糊糊, 什么灌汤包? 猪儿低声道, 就是那种咬一口, 汤汁四溢的包子啊, 我们在外面吃过的。 哦, 你会不会做吗? 明天再说吧, 你怎么突然想吃这了? 是姑爷想吃, 哦, 嗯? 秋儿突然清醒了过来。 隔壁房间, 秦儿小姐只咳嗽了几声, 便停了下来。 她依旧睡得很香, 只是脸色比以往更加苍白了一些。 洛青舟站在床前, 心疼地看着。 凌晨时分, 她去了东湖, 给月姐姐发了一条消息, 然后便进了龙宫, 在龙儿的修炼室中练着拳法。 龙儿默默地守在门外, 没有打扰。 天快亮时, 洛青舟从修炼室中出来, 问道, 月姐姐还没有来吗? 龙儿摇了摇头, 道, 不过姐姐给龙儿发消息了, 她让公子不用担心。 洛青舟微正, 就说了这一句。 龙儿微微醋眉道, 嗯, 就说了这一句, 龙儿也不明白姐姐说的是什么。 洛青舟心头暗暗道, 应该是陛下的身体和宝宝的事情, 看来月姐姐已经去过宫里了。 顿了顿, 她又道, 对了龙儿, 那莓果荷和短棍, 给她了吗? 龙儿点了点头, 道, 公子拿来的那天晚上, 姐姐就来把她们拿走了。 没什么吗? 没有, 姐姐拿了就走了。 洛青舟沉思了一下, 道, 好吧, 龙儿, 你好好修炼, 我也要去继续闭关修炼了, 时间不多了。 龙儿依依不舍, 满脸娇媚地道, 公子, 龙儿, 洛青舟道, 我现在体内能量很多, 雷电也是最强最满的。 龙儿脸色一变, 连忙道, 公子, 修炼要紧, 你快去闭关修炼吧, 龙儿也要闭关了。 洛青舟揉了揉她的脑袋, 没有再逗留, 转身离开。 看来除了师叔, 谁都害怕。 即便是经常度雷劫, 拥有着真龙之血和体魄的龙儿, 也承受不住。 女皇就更不用说了。 她就放了一点电, 女皇就哭着骂逆尘了。 嘖, 她握着拳头, 看了看拳头上亮起的雷电, 心头突然想起了月姐姐, 暗暗道, 不知道月姐姐能够承受得住吗? 回到皇宫, 天已经蒙蒙亮了。 陛下还在床上睡着, 身上盖着厚厚的毯子。 她站在床边安静地看了一会儿, 方去了地底。 在灵矿之心的下面坐下, 她并没有立刻修炼, 而是拿出了传讯宝蝶, 把自己心头的疑问, 发送给了月姐姐。 当然不是月姐姐, 能不能够承受住雷电的疑问。 再借给她一百个胆子, 她也不敢。 她问的是, 那枚金色果实的事情。 她如今获得的效果, 虽然相比于其他修炼者来说, 的确不错, 但依旧有些不符合那枚果实的身份。 片刻后, 消息回复过来, 果实的能量, 不会这么快炼化完, 应该还在你体内。 你再试一下, 我传授你的内功心法, 应该可以找到她, 洛青州立刻放下传讯宝蝶, 盘膝做好, 闭上了眼睛。 随着功法的运转, 丹海中果然出现了另一股陌生的力量, 不仅强大, 而且有些暴躁。 当她那时看去时, 竟然看到了一道道刺眼的金光, 和一条条像是蝌蚪一般 在丹海中游动的金色符纹。 她那时的神识, 顿时有种灼烧的疼痛, 头也跟着疼痛。 她没敢多看, 立刻收了回来。 月姐姐, 我果然找到她了, 丹海中有许多金色的文字, 像是符纹。 我运转功法练化时, 感觉能量很强大, 而且很暴躁, 她立刻拿出传讯宝蝶, 把刚刚探查到的结果 给月姐姐发送了过去。 月姐姐果然是无所不能, 无所不知的。 消息很快回复过来, 每次炼化一枚, 其中蕴含的能量, 再加上你的灵液和灵矿之心内的元气, 应该会让你的修炼速度变快, 足够你进城加满, 落青州。 月姐姐的意思是说, 还不足够直接突破到五王境界。 月姐姐, 还需要担要, 落青州愣了一下, 突然想起了, 曾经在边境灵丘城的那段时日里, 月姐姐的房间里, 总是漂浮着炼丹的要香味。 当时, 月姐姐还独自一个人出去, 不知道去哪里了, 而且还受伤了。 如果她没有猜错的话, 月姐姐应该是出去采药了。 想到此, 她心头愈发难受和愧疚, 月姐姐是不是已经帮我炼制好丹药了? 月姐姐, 没有落青州。 那需要什么丹药? 月姐姐告诉我, 我从现在开始准备, 月姐姐, 你好好修炼落青州。 可是我想先准备丹药, 对方没有再回复。 落青州看着手里的传讯宝蝶, 挣了一会儿, 又道, 月姐姐, 你怕我的雷电吗? 对方依旧没有回复。 落青州握了握手里的传讯宝蝶, 决定鼓起勇气, 说一句情话。 思考良久, 她道, 月姐姐, 我想垫你, 发送完后, 她立刻收起了传讯宝蝶, 闭上了眼睛。 啪! 她突然给了自己一巴掌, 让你嘴贱。 许久之后, 她方平复了心头的情绪, 开始运转体内的功法。 头顶上很快出现了一道透明的漩涡, 一股股精纯的元气从四周聚集而来, 顺着漩涡钻入她的体内。 随即, 流入她的丹海, 与那些金色符纹一起, 被她炼化。 然后, 化作一股股强大的能量, 不断地冲刷和淬炼着她肉身的每一条经脉, 每一个血窍, 每一处肌肉骨骼以及内脏。 仿佛火焰在体内断烧。 热量与废物, 开始顺着毛孔排泄而出。 一天, 两天, 三天, 又是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这一日, 她全身的赤红与火焰刚退去, 耳中呼地传来了女皇的声音, 夫君落轻舟缓缓地收了功法, 又平复了一下体内的能量, 方睁开了双眼。 洞中不济日月, 修炼不知昼夜。 她缓缓地吐出了一口长气, 感到全身肌肉骨骼刺痛, 仿佛被重新打碎, 又接上了一般。 这一次的淬炼, 效果更好。 她拿出了剑体时, 握在手心, 查看了一下新的数据。 大宗师巅峰, 进城48化神镜中期, 进城80, 怎么样了? 南宫火月见她在查看数据, 方敢走了过来, 满脸关切。 洛青州看向她道, 我这次闭关了多久? 南宫火月道, 16天。 洛青州把数据给她看了一眼, 微微醋没道, 感觉还是有些太慢了。 整整半个月的时间, 肉身的修炼进程才增加了26点。 神魂的进城才增加了30点。 南宫火月, 陛下, 你那是什么表情? 南宫火月嘴角忍不住抽出了几下, 道, 你这修炼速度, 在整个九州大陆, 只怕都找不到一个出来, 你竟然还嫌弃慢? 你这是到五王的进城, 不是武师, 洛青州看着剑体时上的数据? 道, 虽说如此, 但我依旧感觉有些慢。 不过, 如果一直是这样的速度的话, 时间应该是够了。 何止够, 绰绰有余。 南宫火月脸上露出了笑容, 道, 想到我们大爷就要出一个五王, 而且这个五王还是镇的夫君, 而且还这么年轻, 这么英俊, 而且还在镇的肚子里留下了宝宝, 镇就好激动。 洛青州有些奇怪地看着他道, 陛下, 怎么了? 南宫火月满脸笑容, 洛青州又盯着他看了几眼, 道, 我怎么突然感觉, 陛下, 好像变了一些, 变成了, 南宫火月笑道, 变成了什么? 洛青州嗨嗨了一声, 道, 小田狗南宫火月脸上的笑容顿时一僵, 空气突然寂静, 气氛突然凝固。 洛青州连忙道, 陛下, 我错了, 请饶恕我大不敬之罪, 南宫火月的脸上, 道是没有出现动怒或者生气之色, 只是谋中的情绪变化不止, 呆滞, 慌乱, 震惊, 疑惑, 羞耻等等。 你, 你什么意思啊? 半晌后, 他方有些结巴地开口道, 洛青州道, 陛下恕罪, 我只是开个玩笑, 没有别的意思。 南宫火月脸色变幻地看着他, 与其笃定地道, 不, 你肯定有别的意思。 你, 陛下, 我什么都不知道。 洛青州连忙道, 南宫火月又寂静了半晌。 南宫火月咬了咬粉唇, 脸颊发烫地瞪着他, 握着拳头道, 你, 你果然知道了。 什么时候? 洛青州一脸茫然, 陛下在说什么呢? 我怎么听不懂。 南宫火月羞恼地瞪着他, 没有再说话。 突然, 他眯了眯眸子, 是不是他告诉你的? 洛青州疑惑道, 他是谁? 南宫火月冷冷地道, 你心里清楚? 洛青州摇了摇头, 表示自己并不清楚。 南宫火月冷哼一声, 正要说话, 嘴角突然又露出了一丝讥讽, 的确, 你并不清楚他。 说完, 他袖袍一扶, 起身道, 走吧, 春围明天开始。 你家薇莫和岳母都很着急, 已经让美娇来询问了好几次了。 再不回去, 你家岳母可能就要急哭了, 还以为你这个坠绪跑了呢? 明天春围? 这么夸? 洛青州一听, 立刻站了起来。 已是傍晚。 向来喧嚣的京都街道上, 今日却显得格外的安静。 人没有少, 但声音似乎都没有了。 街边的小贩, 没有在吆喝。 挥舞着皮鞭赶马车的声音, 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声音, 也突然都消失。 行人走在路上的聊天声, 也都压低了声音。 街上的读书人, 也突然少了很多。 因为明日就是大延三年一度的会市, 从全国各地聚集而来京都的世子, 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读书或者休息。 所以, 从前三日开始, 京都就已经开始戒严。 所有人无论白天黑夜, 皆不可大声喧哗, 更不可打架斗殴影响考生, 不然处罚将会很严重的。 青楼也破天荒的闭门谢客三日, 特别是那些住着考生的客栈都静悄悄的, 甚至还有官兵经常在门前巡逻。 整个京都都变得安静下来。 洛青州从皇宫出来, 走在内城的街道上, 看着轻声细语说话的商贩行人, 看着和和睦睦的百姓, 一时之间还有些无法适应。 进了小巷, 他摘下了面具, 换上了乳袍, 敛去了舞者的气息, 摇身一变已是一名俊美儒雅, 风度翩翩的书生。 与此同时, 秦府大厅中宋如月正愁容满面, 哀声叹息。 秦二小姐则在一旁美感吭声, 明日就要考试了, 那小子却连个人影都不见。 微墨, 你总是说他在朋友那里读书, 到底是哪个朋友? 你说啊, 你就继续帮着他骗娘亲吗? 你个傻丫头, 他骗你说出去读书, 说不定跟着那些狐朋狗友去哪里鬼混去了? 男啊, 整天在外面晃荡不回家, 很危险的。 外面那么多狐狸精, 小秦那小子被勾走了, 直接把你给抛弃了。 哎, 我秦家带他不薄, 碗里的盘里的, 甚至锅里的, 都全部给他了, 他要是真跑了。 这时, 一旁的小蝶忍不住弱弱地开口道, 夫人, 公子不会跑的, 宋如月顿时瞪了他一眼, 那他人呢? 明天就要春围了, 他要是没跑, 怎么还不回来? 你们这一个个的, 整个府里上上下下都帮着他的说话, 小秦被那个没良心地骗了, 还帮人家数钱。 小蝶低着头, 没敢再吭声。 宋如月顿时有些心酸, 有些委屈, 眼圈发红道, 小蝶, 你是最清楚的。 那小子刚来我秦府时, 一无所有, 我们都没有嫌弃他, 不仅把我家最漂亮的闺女嫁给了他, 还专门给他了一个小院, 让他安心读书, 这两年来, 我们秦家从未亏待过他, 府里上上下下都被他给霍霍了, 我都没说什么, 小蝶睁大了眼睛。 正在此时, 清儿突然从外面跑进来道, 夫人, 姑爷回来了。 宋如月疼的一下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慌忙擦了擦胯腰落下的眼泪, 喜道, 真的。 清儿点头道, 嗯。 这时, 一道穿着如袍的熟悉身影, 从大门外走了进来。 哼。 宋如月立刻又重新坐回到了椅子上, 脸上也恢复了长辈的威严。 骆青州走进了大厅, 看了他一眼, 拱手道, 让岳母大人担心了, 清州在朋友那里读书复习, 所以今日才回来。 宋如月板着脸道, 哪个朋友? 骆青州看了秦儿小姐一眼, 低头道, 北晋王。 宋如月一愣, 道, 北晋王没有陪着陛下吗? 他现在在哪里? 骆青州道, 他就在宫里, 宫里有很多书籍, 所以他邀请清州在那里读书复习。 清州偶尔还能见见陛下, 跟陛下探讨一下国家大事。 宋如月一听, 顿时眉开眼笑, 哦, 在宫里啊, 还能经常跟陛下说话。 哼哼, 好, 好, 清州啊, 明天就是春围了, 你也不让人回来说一声, 大家都很担心你。 对了, 美娇他们也在宫里住, 你没有去见他们吗? 骆青州道, 清州知晓春围快到了, 所以一心读书复习功课, 并没有时间去找郡主他们。 宋如月笑道, 对对对, 复习功课重要, 确实不该分心别的。 随即又靠近了他, 压低声音道, 清州啊, 陛下那么看重你, 又与你在宫里经常见面, 有没有向你透露一些, 嗨嗨, 这次的考题。 骆青州立刻正色道, 岳母大人, 这可不行。 考题可是关乎到天下所有考生的命运, 甚至关乎到国家和百姓的命运, 怎么能提前透露呢? 即便是陛下, 也绝不能提前告知任何人。 宋如月善善一笑, 连忙道, 岳母知道, 岳母知道重要, 问问吗? 骆青州没有再说话。 宋如月又道, 清州, 复习得怎么样了? 骆青州道, 江江, 嗨嗨, 还好。 一旁的秦二小姐, 眼住了嘴。 宋如月没有再多说, 道, 好了, 快回去再多复习一下, 待会儿岳母, 让门儿给你送些鸡汤补补。 今晚一定要早点睡, 明早岳母亲自去喊你起床。 对了, 还有, 骆青州低着头, 洗耳恭听。 宋如月突然又笑道, 没事了, 清州, 你先回去吧, 岳母还有话对威莫他们交代。 骆青州没有再多问, 告辞退下。 待他离开后, 宋如月立刻看向了小蝶和秋儿桌, 满脸严肃地道, 今晚不准跟孤夜胡来, 要看好他, 也不准他跑出去, 让他保存精力, 好应对明日的考试。 小蝶三人立刻红着脸低头道, 是, 夫人。 骆青州回到梅香小园后, 先收了桌上的灵液, 又把日月宝镜翻了一个面, 然后又划破手指, 滴了两滴鲜血上去。 鲜血落在镜面上, 很快消失不见。 他这才在桌前坐下, 拿过了考试必看的书籍, 一页一页地看了起来。 以他过目不忘的本领, 早已记在了心里。 不过,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要再看一遍。 虽然, 如今他已经是修炼者, 对于明日的考试并不看重, 但不管是为了秦家的名誉, 还是为了他的母亲, 这次他都一定要考中。 至少也是前三甲, 这样母亲在天之灵, 也会感到欣慰。 而秦家才会更有面子。 毕竟他在秦家的身份, 在外人的眼里是一名读书人, 而且还是莫城的第一次才子。 一本书很快看完, 他又翻开了第二本。 窗外, 夕阳落山, 夜幕悄悄笼罩下来。 又过了一会儿, 秦二小姐方带着秋儿小蝶和桌儿回来, 还端来了丰盛的晚餐。 两人在桌前吃着。 秦二小姐笑道, 青州哥哥, 今日要是再不回来, 娘亲就要哭了。 这几晚, 娘亲都没有睡好觉呢, 每天一大早, 天还没有亮, 就跑这里来问威莫, 你回来了吗? 洛青州歉意道, 在修炼, 忘记时间了。 秦二小姐帮她夹着菜, 故意道, 还以为青州哥哥有了陛下, 已经不想回我们秦家了呢。 洛青州道, 怎么可能, 这里永远都是我的家? 即便是陛下那里, 也比不过。 秦二小姐闻言叹了一口气, 道, 可惜, 被陛下节族先登了, 陛下都有宝宝了, 我们却没有。 洛青州低头吃饭, 一时之间, 无言以对。 秦二小姐看了她一眼, 低声道, 秦州哥哥, 缠缠身子不好, 威莫也不行, 可是, 小蝶和秋儿他们都可以啊。 再不行, 百灵, 还有, 借鉴, 应该也可以的。 洛青州, 秦二小姐语气悠悠地道, 秦州哥哥, 不能喜心厌旧, 厚笔薄词哦。 洛青州咳了一声, 道, 等考试完, 我再努力一下。 秦二小姐神色一动, 道, 跟谁努力? 洛青州看向她道, 反正不是跟你, 你就别操心了。 说完, 突然又觉得这句话似乎有些残忍, 连忙又道, 等你身子好了, 我一定让你得偿所愿。 对了, 薇莫, 你这几日身子怎么样了? 还在咳嗽吗? 秦二小姐轻声道, 没有了, 挺好的。 洛青州看了一眼她那微微苍白的脸色, 没有再询问, 继续低头吃着饭。 对了, 青州哥哥, 爹爹和二个又去北京参军了, 听美娇姐说, 大蒙帝国的军队又在边境集结了。 洛青州一顿, 谋中闪过一道寒芒, 沉吟了一下, 安慰道, 没事, 大蒙暂时应该还不敢发动战争。 很快, 一桌饭菜被她吃完。 她正要回屋继续读书时, 秦二小姐又轻声道, 青州哥哥, 这几日, 百灵和缠缠也会经常过来。 洛青州危证, 顿了顿, 道, 大小姐呢? 秦二小姐摇了摇头, 姐姐没有来, 不过, 百灵不就代表她吗?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点了点头, 道, 我知道了, 今晚我就不去了, 等明日我考试完再去吧。 秦二小姐没有再说话, 洛青州进了房间, 在桌前坐下, 又继续看书。 一个时辰后, 秦二小姐在门口轻声道, 秦州哥哥, 今晚你自己睡吧, 微默想去姐姐那里睡。 洛青州闻言看向她, 道, 不用怕打扰我, 我是修炼者, 就算几晚不睡, 都没有关系。 秦二小姐轻声道, 不是怕打扰青州哥哥, 微默只是想去陪陪姐姐。 姐姐总是一个人, 很孤独的。 洛青州沉默下来, 秦二小姐没有再说话, 在桌的搀扶下离开。 小蝶和秋儿, 留在了梅乡小园。 洛青州没有再胡思乱想, 继续看着书。 快到凌晨时, 秋儿在门口轻声提醒道, 姑爷, 该睡觉了, 明早还要早起呢。 小蝶打来了热水。 洛青州在两个小丫头的服饰下和监督下, 洗了脸洗了脚, 然后上了床。 秋儿把桌上的蜡烛吹灭, 就准备离开。 洛青州看着他身穿黄裙的鲜柔身影, 突然道, 秋儿, 一个人睡不太习惯, 而且也睡不着。 秋儿转过头, 笑道, 姑爷今晚就别想了, 夫人要是知道了, 可是会把我们扔进井里去的。 洛青州道, 有那么严重吗? 秋儿道, 当然, 夫人对于姑爷这次的春围可是盼望了很久, 抱了很大的希望了。 洛青州道, 没关系, 姑爷有信心。 其实姑爷不想做什么, 就是想跟你和小蝶聊聊天, 说说话, 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 秋儿立刻出了房间, 在门口娇笑道, 姑爷就是个骗子, 奴婢才不会相信你呢。 小蝶也在外面笑道, 公子, 好好休息吧, 今晚不可能哦。 待会儿, 我们就把门锁上。 哼。 这时, 秋儿又突然在门口探进了脑袋, 道, 对了姑爷, 听朱儿说, 姑爷喜欢吃灌汤包, 对吗? 若是姑爷喜欢, 明早奴婢早些起来去外面买。 洛青州道, 外面的不干净, 吃不下, 我就喜欢吃朱儿做的。 小蝶顿时惊讶道, 公子, 朱儿姐姐还会做灌汤包吗? 奴婢怎么不知道。 洛青州道, 这有什么不会做的, 小馒头里包点汤汁不就行了? 我暂时还不想吃, 不用麻烦了。 小蝶似乎还想说话, 秋儿关上了房门, 把她拉走了。 姑爷, 早先休息哦。 两个小丫头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随便插上了房门。 洛青州在床上躺了一会儿, 没有任何困意, 只得拿出传讯宝蝶先给郡主发了消息。 消息很快回复过来, 快睡, 明天还要考试。 不跟你说了, 洛青州又给师叔发了消息。 师叔, 我睡不着, 师叔也很快回复了消息。 那我去找你, 或者你来找我, 我又快要冲关了, 洛青州。 师叔, 我明日还要考试。 不说了, 他又给朱燕发了消息。 兄长, 我睡不着, 朱燕, 滚。 这才半个月, 又想来放维兄的血。 你的良心被狗吃了? 别打扰维兄跟你扫扫亲热。 奶凉快, 去奶待着去。 洛青州, 他看向了传讯宝蝶上月姐姐的名字。 两人的聊天消息, 定格在他之前发的那一句胆大包天的话上面。 月姐姐, 我想惦你, 啪。 看到这句话, 他忍不住又给了自己一巴掌。 真是个变态。 怎么能对月姐姐说出这么势力的话呢? 难怪月姐姐不理他了。 由于良久, 他决定补救。 月姐姐, 你可能误会我上次那句话的意思了。 我的意思是说, 月姐姐那么厉害, 应该可以承受我的雷电。 我想跟月姐姐切磋一下, 试一试我现在的雷电的威力片刻厚。 消息竟然回复过来了, 不用试了。 我知道很厉害, 洛青州。 月姐姐都没有试, 怎么知道很厉害? 很快, 三张图画发送了过来。 一张是龙儿的, 一张是女皇陛下的, 另一张是诗书的, 三张图画都有几个共同的特点。 雪白如玉, 睁大眸子, 双眸诗神, 躺在地上, 一动不动, 窗外, 明月高悬。 有夜风从窗台吹过, 呜呜作响, 仿佛为某人而悲弃。 洛青州躺在床上, 一动不动, 本以为射死了无数次, 他早已练得刀枪不入, 水火不清。 但这一刻, 他才发现, 以前的那些根本就不值一提。 这一次, 他真的想飞离地球。 没有罪, 只有更。 这一晚, 他彻夜未眠, 一日, 昏暗的天空, 突然飘起了小雨。 天还未亮。 外面已传来了敲门声, 以及颂如月的声音, 青州起来了吗? 邱儿连忙撑着伞去开门。 洛青州在床上叹了一口气, 方起身下了床, 穿上了干净的乳袍。 小蝶在外面敲门, 公子, 该起来了。 洛青州答应了一声。 小蝶推开门, 进了房间, 帮他整理衣服, 梳理头发。 邱儿端来了热水, 伺候他洗漱。 此时, 窗外的天空, 已经蒙蒙亮了。 宋如月门口轻声道, 青州, 昨晚睡得好吗? 洛青州脸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 道, 挺好, 多谢岳母大人关心。 宋如月笑道, 岳母为你熬了瘦肉粥, 做了包子, 待会儿趁热吃。 洛青州文言看了一眼外面的天色, 心头颇为感动。 岳母大人应该半夜就起来, 在厨房忙碌了吧? 唉, 这次无论如何, 他都要考一个好成绩出来。 岳母大人念念不忘的告命夫人, 他也得跟陛下说一声, 给他封一个。 洗漱完, 几人正要一起出门时, 秦儿小姐也带着猪, 从隔壁回来。 宋如月看了隔壁的灵缠月宫一眼, 微微蹴眉道, 微末, 你姐姐呢? 这么重要的日子, 她不去吗? 秦儿小姐低声道, 姐姐身子有些不适, 所以, 宋如月顿时冷哼一声, 每次拿这个来当借口, 其他时候也就算了, 今日可是青州大考的日子, 不管对青州来说, 还是对我们秦家来说, 都至关重要。 她身为, 哼, 娘亲亲自去喊她。 洛青州连忙道, 岳母大人, 不用。 今日街上的人肯定很多, 考场外估计人几人, 没必要去那么多人。 您和二小姐也不用去, 大家都不用去, 在家里, 等着就好。 宋如月立刻正色道, 那怎么行? 人家考生都是一家人全部跟着, 热热闹闹。 你要是一个人孤孤单单地去, 人家认识的, 会怎么说我们秦家? 说因为你是坠婿, 所以我们秦家就不看重你, 根本就不在意你。 哼, 我可不想让被人在背后说三道四。 秦儿小姐也轻声道, 青州哥哥, 我们肯定要去的。 洛青州心头有些担忧他们的安危, 今日外面的街道上, 估计熙熙攘攘, 鱼龙混杂, 岳父大人和二哥又不在, 秦家就剩下这几个女卷, 很不安全。 他突然想到了龙儿, 好吧, 走吧, 不用喊搭小姐了, 你们几个人去就是了。 他一边说着, 一边拿出了传讯宝碟, 偷偷给龙儿发送了消息。 秦儿小姐也道, 娘亲, 让姐姐在家休息吧, 人太多, 我怕姐姐待得难受。 宋如月猝着眉头, 没有在说话, 叹了一口气, 道, 走吧, 先去吃饭。 当几人来到前厅时, 发现南宫美娇和南宫雪衣两位郡主已经来了。 宋如月顿时满脸喜色, 美娇, 雪衣, 这么早就来了。 还没吃饭吧, 来来来, 一起吃饭。 随即连忙对亲儿和门道, 快去城放去, 把锅里的包子都端上来。 两名丫鬟答应一声, 立刻去了厨房。 宋如月笑道, 我今早起来亲自熬的粥, 还做了一大锅的灌汤包。 听猪儿说, 清粥最喜欢吃灌汤包了, 我可是花钱在外面店铺献学的, 待会儿你们尝尝味道。 洛清粥, 秋儿不禁看了他一眼。 很快, 亲儿和门儿端来了热气腾腾的粥和包子。 几人在桌前坐下, 宋如月拿着筷子, 先给两位郡主加了一个, 又给洛清粥加了一个。 笑道, 先尝尝, 好吃的话, 多吃几个。 洛清粥咬了一口, 汤汁四溢, 味道鲜美, 竟然与外面的不相上下。 南宫雪衣也咬了一口, 立刻双眼发亮道, 姨母, 好好吃, 真是你做的吗? 宋如月顿时满脸得意。 那当然, 我可是学了好久呢。 然后又看向自家女婿, 小心翼翼地问道, 清粥, 你觉得怎么样? 洛清粥吃完了一个, 又加了一个, 道, 比外面的好吃多了, 岳母大人真厉害。 宋如月顿时没开眼笑, 道, 好吃就多吃几个, 一定要吃饱, 进了考场, 可是三天都不能出来了, 只能吃那些冷硬的东西了。 外面的小雨淋淋淋淋, 天很快亮了。 几人吃完早饭后, 就拿了伞, 提前出了门。 今日街上的人肯定有很多, 若是不提前出门, 被堵在了路上, 那就糟糕了。 宋如月把袋子里装满了馒头饼子, 以及一些不容易坏的水果。 灌汤包和其他包子一类的, 肯定是不能带的, 带了也要被掰开检查, 而且很快就会坏掉。 几人没有坐马车, 直接步行出了门。 沐夷和几名护卫在外面等着。 刚出小巷, 龙儿也来了。 几人打了招呼后, 就匆匆赶往考场。 路上的人已经开始多了起来。 虽然天空正下着雨, 但依旧浇灭不了人们凑热闹的心思。 除了考生和考生的家人以外, 还有其他读书人, 以及一些百姓赶来看热闹。 一行人很快来到了考场外。 这里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许多考生被家里人围着, 说着各种鼓励的话。 还有一些甚至在对着老天虔诚的祈祷。 也有考生手里拿着书, 在抓紧最后的时间复习着。 不一会儿, 人更多了。 南宫美交道, 姨母, 威莫, 我们去对面的酒楼。 那里, 我们已经订好了包厢, 可以看到这里。 待会儿人几人, 小心东西被偷了。 几人一听, 立刻走向对面的酒楼。 洛青州偷偷把储物界和传讯宝碟都给了龙儿。 考场门口有检测这些东西的宝物, 任何可以作弊的方法都会被提前杜绝。 几人很快来到了酒楼。 洛青州在房间坐了一会儿, 见时间差不多了, 便站起来告辞。 宋如月连忙把装着食物的袋子和被子给她, 满脸殷切地叮嘱道, 青州, 一定好好好考。 你若是考上了, 我们秦家脸上有光。 你母亲在天之灵, 也会感到欣慰。 她那么苦, 却一直供你读书, 就是盼望着你有这么一天。 洛青州接过东西, 点了点头, 准备离开。 洛青州哥哥不要有太大的心理负担, 顺其自然就好。 小爹也道, 公子, 奴婢相信你一定可以考中的。 邱儿也道, 姑爷, 我们等你哦。 南宫雪姨也道, 以你的才华, 考中进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还是不能大意哦。 南宫美娇也开口道, 陛下让我跟你说, 好好考, 他在皇宫等着你电视。 洛青州沉默着看了他们一眼, 默默地点了点头, 走出了房间。 下楼时, 龙儿追了出来, 低声道, 公子, 姐姐让龙儿跟你说, 等你电视考完后, 花骨应该就可以醒了。 此话一出, 洛青州顿时心头一震, 道, 真的。 龙儿点了点头, 道, 姐姐从不骗人的。 姐姐一直在帮花骨温养和淬炼身子, 所以才恢复得很快。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龙儿, 帮我谢谢月姐姐。 还有, 跟她说一声, 我原谅她的偷窥了。 说完, 她快不下了楼。 偷窥? 龙儿站在原地, 满脸疑惑, 什么偷窥? 姐姐偷窥公子什么了? 洛青州出了酒楼, 来到了考场门口排队。 又过了大概一盏茶的时间。 门口的守卫, 开始挨个仔细检查考生, 一个一个地放了进去。 每个考生带的任何东西, 都要拿出来翻开检查, 甚至衣服里, 鞋子里, 头发里, 嘴巴里, 耳朵里, 每一个地方都会检查一遍。 当然, 门口还有宝物配合。 想带储物带储物借进去, 根本就不可能。 洛青州进了考场后, 拿了号码牌, 找到了自己考试的位置, 走了进去。 又过了半个时辰, 几名官员走了进来, 又带着人挨个考试检查了一番, 方开始发放试卷。 第一场考试, 四书五经文。 考场中, 以及外面的街道上, 都鸦雀无声。 试卷发下来后, 洛青州先仔细看了一遍, 一边看着, 一边研磨。 待所有题目都看完后, 他提笔战末, 从第一题答了起来。 落寞成字, 囚禁有力。 很快, 一整张试卷上, 已经洋洋洒洒, 写满了漂亮的字体。 这时, 他突然又想起了月姐姐的字和图画, 不禁一笑。 下午时, 他已经答完了所有的题目。 监考官巡逻到这里时, 见他试卷已经答完, 正拿着笔, 在干净的宣纸上画着画, 不禁皱了皱眉头, 道, 提答完了, 还要好好检查, 骄傲自大, 小心前功尽弃。 洛青州连忙放下笔, 又多看了他一眼, 总觉得这个书生有些熟悉, 但一时之间, 又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只得摇摇头离开。 过了片刻, 主考官背负双手, 悠闲地躲着步子走了过来。 洛青州抬头看了他一眼, 顿时一愣。 端王爷难攻克, 满脸笑容地道, 洛公子好悠闲啊, 别的考生都急得满头大汗, 甚至哭了, 洛公子倒好, 竟然在画画。 洛青州尴尬道, 王爷见笑了, 试卷已经做完, 呆着无聊, 所以随便画画。 端王爷看了一眼他的试卷, 又看了一眼他面前的画, 笑道, 以洛公子的本事, 和陛下对洛公子的看重, 这考试, 也就走个过场。 能考上当然最好, 万一没有考上, 也没有关系。 洛青州立刻道, 王爷说笑了, 在下一定会努力考上的。 若是没有考上, 我家岳母大人, 肯定会哭鼻子的。 端王爷哈哈一笑, 道, 那本王诸洛公子必重。 这时, 其他监考官听到动静, 心头疑惑, 走了过来。 端王立刻收敛笑容, 低声提醒道, 洛公子, 电视才是最重要的, 到时候大臣都会去, 白院长也会去。 你若是不好好发挥, 陛下也没有办法给你好名次的。 说完, 快步离开。 电视吗? 洛青州拿起笔, 继续勾勒着月姐姐的裙子, 似乎并未放在心上。 第二场, 五言八韵。 第三场, 实物策论。 洛青州接在一个时辰的时间都答题完毕。 稍作检查后, 便开始想着修炼的事情。 三日后, 考试结束, 他第一个从考场中走出。 路过其他考试时, 其他考生依旧在眉头紧锁, 汗流加倍地抓住最后的一丝时间答着题。 有些考生则抬头望天, 双眼空洞, 显然已经放弃和绝望。 洛青州刚要走出考场, 端王走了过来, 笑着道, 洛公子气定神闲, 看起来已经是胸有成竹了呀。 洛青州拱手道, 王爷说笑了, 在结果没有出来前, 谁也不敢说自己一定就能考中, 在下也只是答题稍稍快些而已。 端王哈哈一笑, 洛公子太谦虚了, 你要是考不中, 那才是稀奇事。 随即又靠近他, 低声道, 洛公子当初在金蝉寺亲自给本王写的佛记, 本王可都好好收藏着在呢。 到时候等公子一招成名, 本王那莫保可就值钱了, 嘿嘿嘿, 洛青州嘴角一抽, 心里暗暗低估, 你那明明不要连抢的。 本王很期待, 到时候洛公子在电视上的表现。 以洛公子的本事, 到时候肯定又有传世经典面试, 端王又笑着聊了几句, 方迈着八字步, 继续去巡逻考场去了。 洛青州出了考场, 便看到了对面街道上的人群中, 秦家众人被护卫护在中间, 正巧手以盼地等着他。 青州! 青州! 宋如月看到他第一个出来, 立刻兴奋地招手呼喊, 仿佛在大声告诉四周的考生家长, 这是我家贤婿, 我家贤婿第一个出来了。 几个丫鬟也都在招手呼喊着, 洛青州连忙走了过去。 由于人太多, 大家都没有多说话, 立刻在护卫的保护下, 挤开人群, 离开了这里。 等回到府邸, 宋如月方迫不及待地问道, 青州, 考得怎么样? 提难不难? 都答完了吗? 一旁的南宫雪衣不禁笑道, 姨母, 她可是第一个出来的, 若是没答完, 她会这么快出来。 洛青州道, 题目稍稍有些难度, 不过都答完了。 至于结果如何, 只能等三日后放榜才知道了。 话刚说完, 肚子突然咕咕叫了几声。 这三日都在考场, 没有吃什么东西, 那些冷硬的馒头饼子, 她也没有吃几口。 宋如月连忙道, 梅儿, 快去把我做的糕点端上来, 先给姑爷添添肚子, 我这就去做饭。 随即又道, 青州, 你先回去洗个澡, 洗完澡了就来吃饭。 今晚岳母给你准备了一桌的菜, 让你吃个饱。 洛青州道, 多谢岳母大人。 宋如月眉开眼笑地道, 这孩子, 自家人, 还谢什么? 说完, 匆匆去了厨房。 洛青州心头暖洋洋的, 吃了几块糕点后, 就去了后院。 小蝶圈, 早已烧好了热水。 叔叔伏伏洗了个澡, 换了身干净的衣服, 把头发擦干后, 他出了小院, 看向了隔壁的灵缠月宫。 犹豫了一下, 他走了过去, 院门关着。 小院里, 响起了百灵清脆月耳的歌声。 仔细一听, 竟然是水掉鸽头。 我欲成风归去, 又恐穷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 在百灵的清唱下, 这首歌, 听着颇有一种婉转凄凉的孤独感。 洛青州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准备离开。 院门却吱压一声打开。 百灵露出了脑袋, 灵动的毛子看着他, 撅起小嘴道, 姑爷又在偷听人家唱歌吗? 要给银子的。 洛青州转过身看着他, 道, 银子没有, 只有身子, 你要吗? 百灵治了一下, 随即有些生气, 气鼓鼓地哼道, 姑爷就爱骗人, 哼, 不理你了。 说完, 又关上了门。 洛青州问道, 听说大小姐身子不太舒服, 现在好些了吗? 百灵在里面捂着耳朵道, 不理骗子姑爷, 听不见? 听不见? 那算了。 洛青州没有再多说, 转身离开。 这时, 院门突然又打开。 百灵看着他的背影气道, 臭姑爷, 有本事你以后都别来了。 洛青州没有理他, 继续向前走去。 百灵跺着脚, 指得又大声道, 姑爷, 虽然小百灵不理你了, 但缠缠还会理你的。 晚上记得过来, 还要给小姐请安呢? 洛青州这才挥了挥手, 道, OK。 OK? 百灵一愣, 道, 什么意思? 是来呢? 还是不来呢? 他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方进了小院。 缠缠, 你知道, OK是什么意思吗? 姑爷刚刚跟我的说的。 不, 不知道。 小姐, 你知道, OK是什么意思吗? 姑爷刚刚说的。 后花园, 凉亭中, 一袭白裙的少女, 正坐在石桌前, 翻开着手里的书籍。 那书籍的封面上, 歪歪扭扭地画着几个黑色的符号, 像是某种文字, 符号旁, 画着一只药顶, 以及两颗金色的丹药。 安静片刻, 他方淡淡地开口道, 是好的意思。 百灵睁大了眼睛, 道, 小姐好厉害, OK, 什么文字? 姑爷和小姐都认识吗? 少女继续看着手里的书籍, 没有再回答。 百灵走出了凉亭, 看着, 正在练剑的下馋, 立刻称赞道, 馋馋, 你练得很OK呢? 前面大厅中, 洛青州坐在桌前, 已经开始吃着丰盛的晚餐了。 奸家不来吗? 宋如月问道, 秦二小姐摇了摇头, 道, 姐姐不饿。 宋如月猝了猝眉头, 道, 青州去考试的时候, 她不出来, 现在考试回来了, 她又不出来。 待会儿, 我得去好好说说她了, 都是一家人, 怎么能这么冷淡呢? 一旁的南宫美娇道, 姨母, 奸家不是向来如此吗? 宋如月哼道, 今时不同往日, 现在她可是, 哼, 不说了, 吃饭吧。 南宫美娇狐疑地看了她一眼, 又看了旁边的某人一眼。 洛青州低头吃着饭, 并未参加他们的聊天。 晚饭过后, 外面已经天黑了。 由于王妃一个人在宫里, 所以南宫美娇和南宫雪衣 很快就离开了。 龙儿也独自离开。 洛青州正要搀扶着 秦二小姐去后院时, 宋如月立刻严肃地道, 青州, 走, 去找姨家说说话去。 洛青州一听, 立刻道, 岳母大人, 不用了, 怕什么? 宋如月顿时哼道, 有岳母在, 那丫头还敢吃了你不成? 走吧, 今日岳母亲自帮你问问, 那丫头到底有什么想法? 她若是不愿意, 没有人勉强她。 她若是愿意, 那就别拖延了, 今晚你们就洞房。 洛青州一旁的秦二小姐连忙笑道, 青州哥哥, 有娘亲为你做主, 快去吧。 走。 宋如月风风火火, 走在了前面。 洛青州被秦二小姐拉着, 跟在了后面。 一行人很快来到了临缠月宫。 宋如月亲自上前敲门。 百灵正在小院里掰着花瓣, 幽怨地唱着小毛驴, 听到敲门声, 立刻站了起来, 哼道, 小百灵不在, 有本事你喊缠缠和小姐给你开门。 哼。 宋如月立刻道, 小百灵, 是我。 百灵一听, 愣了一下, 立刻扔了花瓣, 蹬蹬蹬地跑去打开门, 惊讶道, 夫人, 你怎么, 他突然看到了后面的其他人。 宋如月满脸严肃地道, 奸家呢? 还没有睡吧? 百灵见他脸色不对, 正要摇头, 又突然点头, 道, 睡了, 小姐已经睡下了。 哼。 宋如月可不会相信他, 直接走了进去, 转过头道, 青州, 薇莫, 你们都进来。 百灵连忙道, 夫人, 小姐真的睡了, 小百灵可以发誓。 宋如月没有理睬他, 带着自己闺女和女婿, 快步走进了屋里, 在屋里转了一圈, 又去了后花园。 后花园里, 夏禅正在练剑, 看见他们后, 愣了一下, 立刻停了下来, 呆呆地站在那里。 也不怪他惊讶。 自从洛青州进门后, 这是宋如月第一次亲自带着他来找秦大小姐。 梁亭中, 秦大小姐缓缓合上了书籍, 目光看向了他们。 宋如月静止走了过去, 本想严厉地训斥几句的, 但看着他的模样和神色, 又想起了这些年他受过的苦, 顿时于心不忍, 声音放缓道, 奸家, 娘亲有话对你说。 虽然这些话, 可能会让你有些难堪, 但娘亲仔细想了很久, 还是想要跟你说一声。 百灵也连忙走了过去, 在庭外竖起小耳朵偷听。 秦大小姐闻言沉默了一下, 开口道, 娘亲请说。 宋如月又看了他清冷的神情一眼, 转过头对着庭外道, 青州, 你过来, 站近点。 洛青州有些尴尬。 宋如月立刻又道, 别怕, 有岳母在呢, 他不敢凶你。 洛青州嘴角抽出了一下, 走了过去。 大小姐可从来都没有凶过他, 他害怕大小姐, 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尊重的而已。 在他的人生中, 大小姐的意义, 非同一般。 他进了凉亭, 站在了旁边。 秦大小姐看了他一眼, 神情淡淡。 宋如月叹了一口气, 道, 奸家, 修书的事情, 你应该也知道了吧。 咱们, 就把它当作一场闹剧, 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吧。 秦大小姐沉默不语, 宋如月又与众心肠地道, 你与青州是正式败过天地的夫妻, 这娘亲没有说错吧? 秦大小姐依旧沉默, 宋如月猝着眉头, 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严肃地道, 所以, 你现在对青州的态度, 娘亲很看不过去。 娘亲今日带着青州来, 也不是来训斥你的, 就是想要问一下你, 你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 你对青州, 到底有没有, 哪怕是一丁点的喜欢和在意? 还有, 娘亲想让你亲口说明, 你到底还愿不愿意与青州做夫妻? 你如果不愿意, 那娘亲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管你们了, 你们可以重新离了。 倘若你愿意的话, 那么, 你就该尽早与青州洞房。 娘亲觉得今晚就可以。 此话说完, 后花园中顿时寂静无声, 夜风拂过,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花香, 百灵吸了吸鼻子, 突然打破了沉默, 小声嘀咕着, 姑夜太急了, 自己不敢过来对小姐说, 竟然把夫人给叫来了, 人家说, 洞房花竹叶, 金榜提名时, 姑夜最起码要先考上状元吧。 几人的目光, 突然都看向了她。 宋如月的眉宇间, 呼得露出了一抹思索之色。 洛青州连忙道, 岳母大人, 这件事, 还是等青州电视, 以后再说吧。 青州, 不急。 她有些心虚地, 看了秦大小姐一眼。 而此时的秦大小姐, 也正面无波澜地看着她。 宋如月又沉默了片刻, 方开口道, 也好, 反正还有几天了。 等青州高中后, 再来说这件事情吧。 随即她又叹了一口气, 语气放缓道, 尖家, 不是娘亲非要逼你。 你自己想想, 青州来我们秦家, 已经有两年的时间了, 为我秦家做了那么多事情, 她可是与你正式败过唐城过亲的, 一直都很尊敬你。 威莫她身子不好, 直到现在, 都还没有与青州。 你是姐姐, 又是她真正的妻子, 你应该履行自己的职责。 青州这孩子, 人太老实, 又害怕你, 就算心里想跟你好, 也不敢跟你提出那些要求, 但我们秦家不能欺负她。 她已经是举人了, 马上又要考上进士了, 她配得上你, 所以娘亲不能再看着你这么对她了, 娘亲是一定要为她做主的。 秦大小姐微微低头, 依旧没有说话。 宋如月今晚是第一次 用这种严厉的语气跟她说话, 说完后, 心头也暗暗有些后悔。 她没有再继续说下, 轻声道, 好了, 时候也不早了, 你早些休息吧。 这件事, 你好好想一想, 娘亲也是为你好。 说完, 她转过身道, 青州, 微末, 走吧, 你们也回去休息吧。 洛青州正要跟在后面, 秦大小姐突然看向她道, 你留下。 此话一出, 几人都愣了一下。 秦二小姐连忙道, 青州哥哥, 姐姐可能有话对你说, 微末跟娘亲先走了。 说完, 立刻拉着宋如月离开。 百灵连忙拎着灯笼, 在前面带路。 夏禅也翘无声息地离开。 后花园里, 很快就剩下了梁亭里的两人。 洛青州将在原地, 脸上带着尴尬, 嘴唇动了动, 先开口解释道, 大小姐, 不是我让岳母大人过来说你的, 我发誓。 秦大小姐安静地看着她, 脸上依旧并没有露出任何情绪。 又沉默片刻。 她方淡淡地开口道, 你很急吗? 洛青州嘴角一抽, 连忙低头拱手道, 大小姐真的误会了, 青州绝没有那个意思, 哪个意思? 秦大小姐目光清冷地看着她。 洛青州捏如了一下, 低头道, 急着与大小姐同房, 青州发誓, 真没有那个意思。 秦大小姐沉默了一会儿, 突然又看着她道, 听薇莫说, 你喜欢上了一个叫月姐姐的人, 是吗? 洛青州? 二小姐怎么能告诉大小姐这种事情? 我, 说实话? 秦大小姐冷冷地道。 洛青州低着头, 心头一横, 脸颊发烫地道, 是, 我喜欢她。 秦大小姐目光平静地看着她道, 多久了? 洛青州恍惚了一下, 道, 我也不知道。 梁亭里突然又陷入了寂静。 梁九? 秦大小姐方淡淡地道, 以前我就说过, 你很花心。 我也说过, 我不喜欢花心的男人。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我知晓大小姐的意思了。 秦大小姐没有再理她, 收回目光, 从桌上拿起了书籍, 继续安静地看着。 洛青州拱手作一, 告辞离去。 等她走出那扇缘门时, 秦大小姐方缓缓抬起头来, 看着她渐渐消失的背影, 目光微动。 姑爷真笨, 旁边的角落里传来了百灵的嘀咕声。 洛青州回到梅乡小园。 秦二小姐一袭素白衣裙, 正柔柔弱弱地坐在榻上看着书, 等着她。 洛青州进了房间, 在她身旁坐下, 伸手握住了她裙下穿着白袜的鲜袖小脚, 一边抚摸着, 一边率先开口道, 威莫, 你别问了, 问我也不会说。 从今天开始, 我再也不会跟你说任何事情了。 秦二小姐微正, 道, 青州哥哥, 怎么了? 洛青州手上稍稍用力, 看着她道, 你干嘛把我的秘密告诉大小姐。 大小姐刚刚嘲笑我了。 秦二小姐仔细想了一下, 顿时忍君不惊, 是月姐姐的事情吗? 洛青州道, 是。 秦二小姐立刻忍着笑, 可怜巴巴地眨着毛子认错道, 青州哥哥, 威莫错了, 威莫再也不敢了, 随即又咬了咬嘴唇, 向着里面坐了坐, 把另一只鲜绣的小脚也伸到了她的怀里, 弱弱地道, 大不了, 威莫给赔罪吗? 哼。 洛青州哼了一声, 看着她故作可怜娇媚的小模样, 顿时心头一热, 过去把她抱了起来, 向着礼屋走去, 道, 既然要赔罪, 那就得有点诚意。 珠帘晃动, 两人进了礼屋, 上了床, 连杖缓缓拉上。 青州哥哥, 威莫真的错了, 威莫下次还敢, 除非, 除非今晚青州哥哥就把威莫吃掉, 想得美, 动手动脚就可以了。 可是, 威莫想试试, 别, 我可是憋了一个月了, 我怕, 等你身子好了再说吧。 唉, 床头, 红烛燃烧, 一双雪白的罗袜, 呼地从床边掉在了地上, 硬在连杖上的身影, 一个坐在床头, 一个坐在床尾, 正在恩爱地说着话。 不知过了多久, 秦儿小姐下了床, 喊了秋儿, 出去洗漱一番后, 又回了房间。 青州哥哥, 现在可以说说姐姐那里发生的事情了吗? 也没什么事, 就是, 大小姐说我花心, 她不喜欢花心的男人, 所以, 她不喜欢我。 还说什么了? 没了? 唉, 青州哥哥真笨。 与此同时, 汉林院的某个房间中, 众大臣正在连夜批阅着考生的试卷。 遇到精彩的答题, 阅卷大臣立刻读了出来, 大家都争先评论, 然后各自打出了分数。 考生的籍贯, 姓名等信息都被封条遮挡着, 谁也看不到。 而且有端王和老丞相作证, 谁也不敢训思舞弊。 凌晨时分, 众大臣都停了下来, 稍作休息, 吃着点心, 讨论着刚刚精彩的答题。 这时, 一名须发洁白的老臣突然拍安而起, 满脸激动地惊叹道, 好文章。 好文章啊。 众人皆被吓了一跳。 丞相范文锦看了过去, 笑道, 程大人, 什么文章, 让你这般激动。 那名须发洁白的程大人, 似乎并未听到他的话, 继续激动地看着试卷。 片刻后, 他突然再次一拍桌子, 更加激动地道, 好诗。 好诗。 此事无论是气势还是寓意, 皆精妙绝伦, 此时, 众人终于忍不住了, 立刻都围了过去, 争先观看起来。 不多时, 屋里皆是拍安叫绝, 赞不绝口的声音。 正打着瞌睡的端王, 也终于忍不住, 起身走了过去, 道, 本王来看看, 到底是什么试卷, 让诸位这般激动兴奋。 他来到镜前, 首先看到的是, 那篇洋洋洒洒的一首诗。 金尊清酒斗石千, 玉盘真修值万钱。 亭碑投注不能时, 拔剑四顾心茫然, 此时, 秦府中。 洛青州带秦儿小姐睡着后, 便悄悄起床, 出了房间, 去了小蝶的房间。 没想到, 三个小丫头竟然挤在一起。 不过床挺大的, 睡四个人也没什么问题。 天蒙蒙亮时, 他出了秦府, 去了东湖。 龙儿看到他来, 很是开心, 但很快就笑不出来了。 龙宫里很快响起了小龙女的哭泣声。 太阳升起后, 又渐渐息坠。 傍晚时, 洛青州进了皇宫, 与陛下和宝宝说了话话, 就去了地底, 继续修炼。 两天后, 放榜的日子到来, 天还没有亮, 他就离开皇宫, 回到了秦府。 刚回到房间, 与秦儿小姐躺在一起, 外面就响起了敲门声, 以及岳母大人的声音, 青州回来了吗? 邱儿连忙去开门, 道, 夫人, 公子, 昨晚就回来了。 宋如月连忙道, 快喊他起来, 今日放榜, 我们得快去站着前面的位置。 洛青州与秦儿小姐一起起了床。 当几人来到前厅时, 南宫美娇和南宫雪衣也刚好来了, 就连王妃都亲自来了。 秦家众人连忙拜见。 王妃白若水, 看起来比之前销售了许多, 不过精神看起来还不错。 他笑道, 走吧, 一起去看看热闹。 青州肯定会中的, 就看牌第几名了。 随即又道, 尖家不去吗? 宋如月有些尴尬, 指得道, 奸家这几日身子不太舒服, 外面人多, 就不让他去了。 王妃关心了几句, 并未多问。 一行人出了门, 坐上了马车。 毕竟有王妃在, 肯定是不能走路的。 木仪赶着马车, 护卫在两旁跟着, 缓缓驶出了小巷。 上午晨时, 准时放榜。 街道上早已围满了人群, 可谓是人山人海, 水泄不通。 带榜单贴出来后, 人群更是激动无比, 拼了命地向前挤着, 人家众人有护卫护在中间, 占据着最前面的位置, 自然第一个就看到了榜单上的名字。 无论是宋如月, 还是白若水, 还是其他人, 目光皆直接从榜单上的最前面的位置, 看去。 共识的第一名, 是会员。 那第一名, 用最大的字体, 写着会员二字, 后面则写着考生的籍贯和名字。 宋如月睁大眼睛看去, 待看到上面的籍贯与名字时, 顿时激动地呼吸一致, 脑中瞬间一片空白。 第一名, 西晋莫城, 洛青州。 宋如月晕倒了。 从小到大, 除了曾经在生情大小姐的那次晕倒以外, 这是她第二次晕倒。 第一次是疼的。 这一次, 是激动和兴奋的。 众人慌忙抬着她, 在众护卫的保护下, 离开了这是非之地。 人群中, 发出了各种疯狂的声音。 有人在激动地尖叫, 有人在哈哈大笑, 也有人在嚎啕大哭, 有人在仰天怒问。 甚至有人在发疯, 举着拳头到处挥舞着, 吼叫着。 洛青州一行人, 很快走出了人群。 快到秦府时, 宋如月方悠悠醒来, 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抓着南宫美娇的衣服, 急声问道, 我家青州是第一名吗? 我没有看错吧? 南宫雪衣在一旁笑道, 姨母, 没错, 是第一名。 南宫美娇也点了点头, 丫鬟的脸上, 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 宋如月顿时裂嘴傻笑, 第一名, 第一名啊! 举人第一名, 共生第一名, 到时候, 电视如果再是第一名, 那就是连众三远啊! 哈哈哈哈, 低调, 低调, 不能太得意忘形, 哈哈哈哈, 众人见他笑得合不拢嘴, 不由得也跟着笑。 一行人刚回到府中没多久, 青儿就从门口快步进来, 告知报喜的官员来了。 众人连忙出去迎接, 谁知一看来人, 皆是吃了一惊, 竟然是端王爷亲自来报喜了。 而且, 端王爷身后, 还跟着两个粉雕玉琢的小女孩, 一个是南宫小新, 一个竟然是常乐公主。 南宫美娇惊讶道, 小新, 常乐, 你们怎么也来了? 南宫小新立刻撅嘴道, 谁稀罕来看这个坏蛋, 人家正和常乐踢球呢? 爹爹非要让我们过来。 秦家众人连忙拜见端王和常乐公主, 端王爷哈哈大笑, 过来双手扶起了洛青舟, 道, 本王在考场见你第一个气定神闲交卷, 就知道你稳了, 只是没有想到, 你竟然考了第一名, 本王没有记错的话, 你在墨城也考了第一名吗? 洛青舟谦虚道, 侥幸, 侥幸而已。 端王爷哈哈笑道, 洛公子就不必谦虚了。 你那诗卷本王也看了, 无论是经文, 还是诗词, 还是国事见解, 皆当得起第一名。 那晚在乐卷时, 各位大臣可是一口一个天才, 皆对你的答题拍安叫绝, 激动不已呢。 宋如月在一旁听了, 好不容易合拢的嘴巴又咧开, 继续傻笑。 双方寒暄了一番, 又说起了电视的事情。 这次一共录取了320名共生, 三日后在卫阳宫大殿电视, 由陛下亲自出题, 由众大臣一起打分, 确定前三甲。 端王说完, 又笑道, 若是洛公子电视上再得第一名, 那就轰动了。 我大言建国以来, 还从未有过连众三元的人, 希望本王到时候, 有这个机会看到。 洛青舟又谦虚了几句。 端王呼得嗨嗨了一声, 看了自己闺女一眼, 话风一转, 有些埋怨地道。 青舟啊, 你怎么总是骗小星呢? 说了经常去陪他玩的, 怎么这么久都没有去了? 这丫头都生气了, 说再也不要见你了。 南宫小星顿时下巴一仰, 哼了一声, 大骗子。 常乐在一旁羞涩地笑着。 洛青舟连忙道歉解释, 无非就是为了考试, 在家用功读书什么的。 端王笑道, 那你, 今日得好好哄哄他了。 反正你也考试完了, 今日该放松一下了。 本王还有其他事, 要先告辞了。 宋如月连忙礼貌地挽留, 王爷, 吃了午饭再走吧。 端王笑道, 不用了, 秦夫人好好给青舟庆祝吧, 我家小星和常乐, 就麻烦秦夫人了。 说完, 就转身离开了。 南宫小星连忙气鼓鼓地道, 父王, 人家不想看到这大骗子, 人家也要走。 说着, 就要拉着常乐离开。 常乐似乎有些不愿意离开。 这里这么多人, 美娇姐和雪姨姐都在, 很热闹的。 端王转过头, 笑眯眯地道, 小星, 晚点父王再派人来接你们。 南宫雪姨也过去, 拉着南宫小星道, 小星, 雪姨姐陪你玩, 还有你美娇姐呢。 对了, 你不想看天下第一个美人吗? 待会儿雪姨姐带你去。 南宫小星一听, 顿时来了兴趣, 是尖家姐姐吗? 你们总说, 尖家姐姐很漂亮。 天下第一, 就连黄姐都承认, 尖家姐姐跟他旗鼓相当呢。 我还真想看看, 他到底有多漂亮。 常乐也小声道, 我也想看。 南宫雪姨目光一闪, 看向了某人, 笑道, 可以去看, 不过你们得经过 青州哥哥的同意。 南宫小星立刻道, 凭什么? 尖家姐姐又不是他娘子。 就算是, 我也不要理他。 这时, 秦儿小姐在一旁轻声道, 青州哥哥, 刚好, 姐姐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呢, 我们一起去吧。 洛青州还未说完, 宋如月直接道, 走, 一起去。 洛青州无奈, 只得跟在后面。 几人很快来到了后院的灵禅月宫。 这时, 小院里突然传来了一阵清脆月耳, 旋律欢快, 而又带着一些忧怨的歌声。 我是一只小毛驴, 它从来也不骑。 呜呜呜, 梅儿正要去敲门。 南宫小星立刻拉住了它, 低声道, 嘘, 等会儿, 这歌儿好好听, 声音也好好听, 谁唱的? 这时, 小院里的歌声突然停止。 谁? 谁在外面偷听小百灵唱歌? 哼, 肯定又是那个坏蛋。 随即, 院门枝鸦一声打开。 百灵一袭粉裙, 耳朵上插着一朵小粉花, 手里还拿着一束, 像是花仙子一般, 翘生生地站在门里, 眨着灵动的毛子, 惊讶地看着门外这么多人。 南宫小星睁大了眼睛, 正正地看着它。 宋如月正要开口说话时, 南宫小星突然熬的一声扑了上去, 双膝一弯, 跪在地上, 紧紧抱着百灵的大腿道, 尖家姐姐, 你好漂亮, 好香, 唱歌也好好听, 小星喜欢你。 众人, 百灵一脸猛。 南宫雪衣扑斥一笑, 连忙过去把她拉了起来, 道, 小星, 这是百灵, 不是尖家, 尖家还在里面呢。 南宫小星一愣, 道, 那到底谁是天下第一美人? 南宫雪衣笑道, 当然是尖家姐姐啊。 南宫小星呆了呆, 立刻道, 不, 我觉得百灵姐姐才是我喜欢百灵姐姐。 众人都面面相去。 百灵顿时喜得眉开眼笑, 脸上露出了两个可爱的酒窝。 宋如月连忙道, 百灵, 尖家在吗? 百灵正要点头, 看了某人一眼, 又立刻摇头, 不, 小姐不在。 宋如月眉头一蹴, 道, 那她在哪里? 百灵很仔细地想了一下, 道, 好像在, 还在屋里睡觉呢。 宋如月顿时白了她一眼, 直接走了进去。 南宫雪衣连忙道, 小星, 你快进去看看, 我们就不去了, 尖家姐姐不喜欢人多。 南宫小星立刻摇头道, 我也不要进去, 我想跟百灵姐姐玩。 随即立刻又过去亲热地牵着百灵的手, 养着小脸, 满脸讨好地道, 百灵姐姐, 你刚刚唱的是什么歌, 可以教小星吗? 百灵笑道, 当然可以。 常乐连忙弱弱地道, 百, 百灵姐姐, 我, 我也想学。 百灵看了她一眼, 立刻严肃道, 你可不行, 我要是教你了, 你姐姐会来揍我的。 说完, 拉着南宫小星进了门, 然后把门插上了。 常乐满脸迷茫的表情, 她都还没有自我介绍呢, 百灵姐姐怎么知道她是谁? 百灵姐姐说的姐姐, 是黄姐吗? 过了片刻, 宋如月满脸担忧地出来, 道, 尖家好像真的生病了, 脸色有些苍白, 还在睡觉。 随即她有些愧疚, 叹气道, 怪我, 我不该逼她的, 她那性子。 唉, 南宫雪一连忙道, 姨母, 我们要进去看看吗? 需要喊太医过来吗? 宋如月摇了摇头, 叹气道, 算了, 不用了, 让她睡吧, 她不喜欢被人打扰。 洛青州犹豫了一下, 没敢说话。 走吧, 去大厅去。 青州中了会员, 想必会有很多考生过来拜见的。 宋如月看了她一眼, 示意她暂时也不要进去。 一行人去了前面。 果然, 很快就有考生连妹而来, 都是这次会试考中的考生。 洛青州招待了两拨, 实在有些受不了那些繁文入节了, 就独自去了后院。 吃完午饭后, 她跟秦二小姐交代了一声, 便出了府邸, 去了东湖。 她准备在龙儿的龙宫待上两天。 这几天, 显然会有源源不断的考生, 和其他读书人找到秦府, 喊她出去参加各种宴会。 她可不想在那上面浪费时间。 当她进入龙宫时, 龙儿正光溜溜地静在水中睡觉, 听到动静立刻醒来, 然后满脸忐忑地看着她道, 公子, 龙儿, 龙儿不要了, 洛青州嘴角抽出了一下, 道, 我是来练拳的。 龙儿这才松了一口气, 道, 哦, 随即又悠悠地道, 公子, 下次能不能不要, 不要用那么多雷电了。 洛青州道, 要不, 一点都不用了。 龙儿正要点头, 想了下, 又摇了摇头, 然后摇了摇嘴唇, 有些窃窃地道, 龙儿的意思是说, 可以用, 但是, 洛青州给了她一个手势, 向着另一边的修炼室走去, 道, 我去修炼了。 龙儿突然又道, 对了公子, 这两日, 姐姐一直在这里帮你练丹, 昨晚好像还吐血了。 虽然练丹室里什么都没有, 但龙儿闻到血腥味了。 洛青州脚步一僵, 龙儿轻轻叹了一口气, 道, 姐姐好像在为公子准备突破五王境界的灵丹, 听说这种灵丹需要练制很多次, 至少也需要承担八十一次, 期间一次都不能出错, 不然就会前功尽弃。 而且炼丹的材料也都很难找, 洛青州站在原地, 一动不动。 三日后, 电视的日子, 天还未亮, 洛青州已经回到了秦府。 秦二小姐已经早早起来, 洛青州翘无声息地从地底进了房间, 把刚进房间的邱儿吓了一跳。 秦二小姐让她在梳妆台坐下, 又亲自帮她梳理了一下头发。 洛青州看着铜镜里的自己, 不知为何, 她又想起那晚秦大小姐说的话, 不禁问道, 威莫, 你觉得我花心吗? 秦二小姐闻言停顿了一下, 笑道, 男人哪有不花心的, 只不过, 有人有本事花心, 而有人没有本事花心而已。 只要不是屎乱中气, 不是故意欺骗对方的感情, 威莫觉得, 其实没什么的。 洛青州不禁叹了一口气, 秦二小姐看向镜子里的她, 轻声道, 青州哥哥, 又想起姐姐的话了吗? 姐姐那些话, 或许只是发发牢骚而已。 青州哥哥, 若是因为那些话就放弃了, 那就太可惜了。 洛青州沉默下来。 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敲门声, 以及宋如月的声音, 都起来了吗? 逐儿连忙跑去开门。 洛青州与秦二小姐出了房间。 宋如月看见两人, 连忙催促道, 走吧, 快去吃饭。 待会儿早些去皇宫外面, 等着, 还要排队挨个检查呢, 可别去晚了。 几人出了门, 宋如月又看向了隔壁, 叹了一口气道, 我刚刚也去喊尖家了, 不过, 洛青州开口道, 没事, 让大小姐好好休息吧。 我一个去就可以了, 岳母大人和二小姐, 也不用去的。 宋如月立刻道, 那可不行, 我们一定要去。 随即又笑道, 我们都去了, 才能给你带来好运气。 岳母的运气, 一向都很好的, 上次你中了会员, 说不定就是岳母给你带来的好运气呢。 洛青州笑了笑, 道, 那多谢岳母大人了。 宋如月笑呵呵地道, 自家人, 不说两家话。 你岳父大人, 以前就经常说我人傻福多, 呸呸呸, 是说我人美福多。 哼哼, 洛青州一本正经地附和着。 秦儿小姐在一旁掩着嘴偷笑, 几人去了前厅, 简单地吃了早饭, 就出了门。 沐一已经驾着马车, 在门外等着了。 不过两位郡主并没有来。 这次电视, 整个朝城都看在眼里, 宫里的任何人都不能与考生提前见面的。 两位郡主不仅住在宫里, 还是皇室里的人, 若是明目张胆地来接他进宫, 肯定会惹来非议的。 马车载着几人, 慢慢驶出了小巷。 街道上的人, 已经多了起来。 大多数考生, 都是一群家族里的人簇拥着, 不行走向皇城。 洛青州几人来到皇城大门外时, 天已经亮了。 城门外站着两排披甲职锐的士兵, 以及一些负责检查的护卫和大臣。 很快, 三百多名考生都到齐了。 虽然还要电视, 但这三百多人已经一只脚踏入官员的行列了, 所以一见面都互相很客气地寒暄着。 洛青州不想太过孤傲, 也与前几日认识的几人随口说着话, 消磨着时间。 至于考生的家属, 则都站在了护城河的另一边, 翘首期盼着。 又过了半个时辰, 门口的官员和守卫开始挨个检查。 检查完毕后, 方放行。 待三百多名考生都进去后, 由官员带领, 浩浩荡荡向着卫央宫走去。 一路上, 众考生皆是低着头, 静若寒蝉, 无比紧张。 当然, 也有洒脱轻狂者四处张望。 不多时, 众人在卫央宫门前停下, 守在门外的女子护卫连忙进去禀报。 过了片刻, 里面方传来了女子的声音, 宣诸位考生进殿。 女皇继位以后, 就没有再招收任何太监了。 宫里的护卫和传话的, 大多都是女子。 并未驱逐出去, 在后面做一些杂活。 洛青州觉得, 可能是自己的话起了作用。 当初他对陛下说过, 男人切掉那里, 有被人性, 太过残忍。 既然有女子修炼者, 就没有必要再招收太监了。 陛下当时听了这话, 很是鄙夷, 冷冷地看着他道, 你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宫里全是女人, 你直接后宫加厉三千人是吧? 其实加上那些女子护卫, 可远远不止三千人。 洛青州可没有那个意思, 他只是身为男人, 深刻地知道切掉那里的痛苦与绝望而已。 当然, 对于大多数太监来说, 不被饿死, 才是最重要的。 虽然陛下照着他的话做了, 不再招收任何太监了, 但每次依旧凶巴巴地威胁他, 要把他切掉做太监。 不过, 那都是一开始了。 后来, 当他第一次使用雷电, 证明了自己的强大以后, 女皇就服服贴贴, 格外温顺了。 而且, 每次他操劳过度, 陛下都还会眼波流转, 满脸娇媚很关切地道, 朕命令你, 保护好他, 朕爱他, 呃, 这个时候, 胡思乱想什么呢? 大殿里传来了威严而压抑的气氛。 洛青州混在众考生之中, 低着头, 满脸恭敬地进了大殿, 然后开始参拜女皇陛下。 他的娘子此刻, 一袭火红龙袍, 头戴皇冠, 满脸威严地坐在高抬的龙椅上, 身上的气势与威仪, 压得众考生弯腰低头, 几乎喘不过气来, 甚至连抬头看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洛青州悄悄抬头看了他一眼, 刚好对上他那威严的目光。 内阁大学士出场, 说了一些勉励和祝贺的话, 然后开始说考试的规则。 说完后, 众考生在官员的安排下, 依次在偏殿的座位上落座。 汉林院院士则开始发放试卷。 电视第一场考试, 一般都是测问, 题目一般数百字, 答题需要一定的格式, 字数不限。 第一场考试, 则有选出得分最高的前十名。 然后, 再由圣上亲自出题, 然后清定预批一甲第一, 二, 三名, 即为状元, 榜眼, 叹花。 一甲三人称近视极地, 又称三顶甲。 其余人根据成绩, 又分为二甲和三甲。 考试很快开始。 众考生在试卷发下来后, 立刻低头认真阅读, 反反复复地读了许多遍, 方开始皱眉思考如何解答。 只有等答案全部成竹在胸后, 方敢落笔。 洛青州再读完题目, 稍作思考后, 便开始研磨提笔答题。 题目先是一个典故, 然后问如何治理一线, 不仅要让百姓安居乐业, 还要让税收不能比往年少。 其中简要地说明了那里现金的人口, 耕地, 资源, 等等情况。 洛青州提笔落寞, 很快便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 而且还意犹未尽。 那座县城的优缺点都很明显。 人不多, 耕地平级又是战乱之后, 但资源非常丰厚, 而且地理位置也好, 又有港口。 所以, 自然是发展商业, 以商养农, 免农税, 吸引人口流入, 渐渐壮大商业, 增加各种商业税收, 以港口运输, 把当地的资源包装后, 运往全国各地等等。 赏午时, 开始交卷。 收卷官员立刻封卷, 整理好后, 直接送到了另一边的月卷官员那里。 一个时辰后, 在经历了激烈的讨论和争论后, 最终确定了前十名。 丞相范文锦亲自念出了考生的名字, 洛青州自然不出意外, 被录取了。 南宫活跃看了他一眼, 接过了那十份试卷, 仔细看完后, 开始亲自出题。 他一共出了三题。 第一题是问帝王之心和帝王之正。 第二题则是写一篇《借物欲人》的文章。 第三题则是写一首五言诗, 以志向为题。 被选取的前十人接在偏殿落座, 拿了试卷, 开始答题。 洛青州看完题目后, 稍一沉吟, 心头便有了答案。 他一边沿没, 一边继续思考着。 随即, 提笔战末, 开始书写。 陈文帝王之淋浴与内野, 必有经理之实证。 而后可以约束人群, 错综万机, 第一题答完。 他思考片刻, 又继续落寞。 是有伯乐, 然后有千里马。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 第二题的答案, 一气呵成。 至于第三题, 他思考良久, 方写下了侠客行三个字。 这个世界, 可是有武者存在的。 即便是文人, 也经常梦想仗剑走天涯, 迎安白马做豪侠。 十名考生都答完后, 方一起收卷。 不过这一次的批阅, 甚至诱甚, 并没有当场决定。 考生皆被先送了出去。 洛青州看了仲大臣前方一眼, 一袭如袍的白院长正站在那里, 脸上带着笑意看着他。 洛青州心头暗暗道, 先生, 那首诗就送给你了。 白院长自然配得上那首诗。 以那首诗的气势, 或许白院长看了, 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当众考生全部离开后, 大臣们开始一起神卷。 洛青州随着人流出了皇城。 护城河对岸, 宋如月看到他后, 立刻开始点着脚尖招手, 满脸灿烂的笑容。 他现在已经是近视了, 对于秦府来说, 的确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荣耀。 不过, 如果他北京王的身份曝光的话, 不知道永远29岁年轻貌美的岳母大人, 是会激动地晕过去, 还是会直接扑上来咬死他。 想想都可怕。 不过这件事情, 肯定是没法永远隐瞒下去的。 他仔细想了一下, 九个月后的九州大会, 他或许, 就该彻底曝光了。 因为到时候, 他还要用马甲, 给飘渺先踪, 一个猝不及防的大大的惊喜。 至少要当场打死一个皈依境界的长老, 或者封主, 才不枉他自爆马甲。 到时候的战斗,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所以, 在此之前, 他必须要先解决一下家里的和身边的事情。 比如, 秦大小杰的事情。 又比如, 青州, 考得怎么样。 正在他想着事情时, 岳母大人那张充满了期待和忐忑的美丽笑脸, 已经凑了过来。 洛青州下意识地答道, 江江旧旧, 马马虎虎。 空气突然安静。 魏阳宫, 大殿中。 岳眷官不知道看到了什么答题, 突然开始激动起来。 就连丞相范文景, 也惊叹不已。 端王夺过去看完后, 立刻把那份试卷送到了女皇陛下的手中。 南宫火月看完, 并未立刻开口评论。 他目光闪烁了一下, 把试卷递给了旁边的岳母, 道, 拿下去给白院长看看。 岳母恭敬地接过试卷, 走下台阶, 双手对到了白衣衫的面前。 片刻后, 整个大殿突然出现一股气息波动。 石不杀一人, 千里不流行, 试了浮衣去, 身藏身与名。 白衣衫身上的雪白如袍突然无风刺动起来, 一股股文气不由自主地被某种力量从他的体内牵引而出。 他体内的文心颤动不止。 那试卷上的文字也仿佛化为了一道道筋芒, 映入他的瞳孔, 涌入他的体内。 这一刻, 他的双眸亮若星辰。 与此同时, 洛青州在秦家众人的簇拥下, 回到了秦府。 宋如月冷着脸, 一路上都没有再理睬他, 等回到府中后, 方淡淡地道, 先去后面休息吧, 待会儿来吃饭。 洛青州尴尬离开。 待他离开后, 宋如月方冷哼一声, 气道, 这小子, 竟敢当面学我说话, 没大没小。 他这次要是考不上前几名, 别怪我以后, 再也不给他做灌汤包吃了。 哼, 梅儿和千儿在一旁忍着笑。 洛青州回到梅乡小园, 与秦儿小姐说了一会儿话, 听说大小姐生病了, 他自然要来探望一下。 不过这一次, 百灵并未开门, 只是在门里道, 姑爷, 小姐现在不想见你, 过几日吧。 洛青州回到梅乡小园, 秦儿小姐轻声安慰道, 等明晚再去吧。 娘亲说了, 等电视结果出来了, 就帮青州哥哥做主。 洛青州站在窗前, 看着日月宝镜上凝结的灵液, 沉默着没有说话。 秦儿小姐轻声道, 青州哥哥, 你在想什么? 洛青州摇了摇头, 道, 没什么。 秦儿小姐又看了他几眼, 道, 那微末去看看姐姐吧。 洛青州点了点头, 道, 帮我跟大小姐问安。 秦儿小姐立刻出了门, 带着秋儿去了隔壁。 洛青州又在桌前站了一会儿, 过去从书架上拿出了一本书, 翻开看着。 书籍的面上赫然写着, 大言婚姻法几个大字。 晚饭很丰盛, 虽然宋如月生气了, 但还是做了很多好菜。 天黑后, 洛青州跟秦儿小姐交代了一声, 便去了东湖蓉宫, 继续修炼。 龙儿看到他后, 连忙又啪啪地道, 公子, 还不行哦。 除非, 除非你不用雷电。 洛青州揉了揉他的脑袋道, 我是来修炼的。 不多时, 修炼室中已经响起了全忙爆裂的声音。 快到凌晨时, 他在温泉中泡澡, 拿出了传讯宝碟, 上面已经接收到了好几条消息。 女皇宝宝, 电视结果出来了, 洛青州回复道, 状元还是炭花? 女皇宝宝, 为何不是榜眼? 洛青州, 不太好听, 我喜欢炭花, 听说炭花一般都给考得好又长得英俊的考生。 我觉得我当然不让女皇宝宝, 不知羞。 告诉你, 你根本就没有进前三名洛青州, 陛下是为了避嫌吗? 女皇宝宝,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最主要的原因是, 你最后的那首诗, 杀气太重, 崇尚快意恩仇的豪侠, 与朝中里面不符, 大臣们都表示不能给你高分洛青州, 好吧, 进了二甲吗? 一甲只有三名, 状元, 榜眼, 炭花。 至于二甲, 有三百公升的三分之一多, 剩下的三分之二, 则是三甲。 女皇宝宝, 洛青州, 好吧, 三甲也可以。 能考上就可以, 女皇宝宝, 你会怨恨朕吗? 洛青州, 我马上就要五王了, 陛下觉得我看得上这些虚头八脑的东西吗? 再多的状元狼, 我也是一拳一个女皇宝宝, 那么好突破的, 听说即便进程到了一百, 还需要一种很厉害的极品灵丹, 洛青州顿了顿, 回复道, 我知道, 女皇宝宝, 你家月姐姐, 前两日来宫里了, 把宫里最珍贵的两株灵药给拿走了。 本来朕要拒绝的, 不过她对朕喊了一声姐姐, 朕就答应了, 洛青州, 陛下, 别说谎, 女皇宝宝, 哼, 气死朕了, 她来找朕要东西, 竟然极其嚣张地喊朕小月, 可恶, 朕是朕, 小月是小月, 怎么能混为一谈, 洛青州, 女皇宝宝, 你说是不是, 洛青州, 女皇宝宝, 不说了, 朕要休息了, 宝宝在踢朕了, 朕不能熬夜, 洛青州连忙道, 嗯, 陛下快休息吧, 她又给师叔回了消息, 考得还可以, 已经是进士了, 竹竹, 第几名, 是状元吗, 洛青州, 师叔, 我要修炼了, 不说了, 粉游仙子竟然也发来了消息, 师父想要亲自收你为弟子, 如果你答应的话, 师父说他会在九州大会上亲自出手, 帮大言争取一条灵脉, 洛青州看着这条消息, 愣了一会儿, 我记得之前仙子说过, 秦瑶仙子不收男弟子的消息很快回复过来, 师父斟酌再三, 同意了, 师父看中你的天赋, 所以愿意破例洛青州, 不用了, 我不愿意, 粉游仙子, 为什么? 你天赋的确很好, 但大言的修炼资源根本无法支持你的修炼, 只有在这里, 你才能走得更远, 洛青州, 帮我跟秦瑶仙子说声谢谢, 晚安, 回复完, 他收起了传讯宝蝶, 帮大言争取一条灵脉, 他脸上露出了一抹讥讽, 喃喃自语, 抱歉, 我们大言不需要靠任何人的施舍, 况且, 我想要的, 可不仅仅只是一条灵脉, 天快亮时, 他收了功法, 拿出了剑体石, 查看了一下数据, 大宗师巅峰, 进城52, 化神境中期, 进城90, 这几日的修炼, 仅仅只多了4点而已, 不过这天都是在考试, 等明日结果出来后, 他就去皇宫地底, 继续闭关修炼, 还有9个月的时间, 应该来得及, 宇龙儿告辞后, 他回到了秦府, 这一晚, 宋如月彻夜未眠, 他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天还没有亮, 他就起了床, 去了厨房, 亲自包了罐汤包, 以那小子的本事, 和陛下的青睐, 不说状元, 榜眼炭花肯定能考一个, 最低也是炭花吧, 他心里暗暗道, 想到自家贤婿变成了炭花郎, 他顿时, 又笑得嘴巴和布隆, 天亮后, 他立刻收拾了一番, 换了身衣服, 打扮得漂漂亮亮, 去了梅乡小园, 这时, 洛青州和秦二小姐都起来了, 洛青州已经把昨晚与陛下的聊天消息, 告诉了秦二小姐, 宋如月进了小院, 顿时满脸堆笑, 似乎已经把昨天的江江舅舅马马虎虎给忘记了, 道, 青州, 岳母大人给你做的灌汤包刚出笼, 趁热吃, 洛青州有些尴尬, 秦二小姐斟酌再三, 决定还是先提醒一声, 免得自家娘亲抱得希望太大, 到时候空欢喜一场, 娘亲, 其实考试的结果, 昨晚就出来了, 宋如月一听, 顿时睁大了眼睛, 慌忙拉着她道, 是陛下传来的消息吗? 还是美娇传来的? 青州考了第几名, 是状元还是炭花? 洛青州心头暗暗道, 果然, 岳母大人也觉得她配得上炭花郎, 可惜了, 秦二小姐有些尴尬, 轻声道, 娘亲, 陛下很看重青州哥哥, 整个朝臣都知道, 即便青州哥哥这次没有考中, 以后陛下也会为以重任地, 宋如月脸着嘴笑道, 那是自然, 陛下早就对咱家青州垂涎三尺了, 巴不得她快点去做官呢。 随即又想起正事, 对了, 你还没说, 青州这次考了第几名呢? 快说! 秦二小姐指的低声道, 没有进前三名, 宋如月顿时将在原地。 秦二小姐连忙又道, 娘亲, 威莫的意思您还不明白吗? 朝臣都知道陛下与青州哥哥的关系, 所以, 陛下要避嫌, 自然不能给青州哥哥高分, 但并不影响青州哥哥在陛下心中的位置, 宋如月脸上勉强露出了一丝笑容, 道, 也对, 到底是第几名呢? 秦二小姐不知道如何回答, 骆青州指的硬着头皮道, 应该是一百名之后。 宋如月, 秦二小姐轻声道, 娘亲, 反正都是近视, 秦州能够考中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宋如月沉默了一会儿, 脸上突然露出了笑容, 道, 对对对, 能考中近视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咱家秦州可是举人第一, 共生第一呢? 秦州这次可是帮咱们光中药祖了。 随即连忙又笑道, 秦州, 没事的, 岳母很开心, 走, 我们吃惯汤包去。 骆青州心头暖暖, 道, 多谢岳母大人, 自家人, 别这么拘谨, 走走走, 待会儿还要出去看榜单呢。 宋如月满脸笑容, 一行人出了小院, 去了前厅, 谁知刚到前厅, 大门外突然传来了一阵 敲锣打鼓和奏乐的声音。 随即, 南宫雪衣突然从门口快步走了进来, 满脸兴奋地道, 姨母, 快准备赏钱, 宫里来人了, 骆青州连中三圆, 这次电视又考了第一名, 考上状元了。 此话一出, 宋如月顿时将在原地, 张大了嘴巴, 脑中嗡的一声, 一片空白。 秦家其他人, 也都将在原地, 满脸呆滞的表情。 整个大厅突然鸦雀无声, 就连骆青州自己, 都是满脸愕然的表情。 夫人! 这时, 一旁的梅儿突然惊呼一声。 宋如月呼得白眼一番, 身子一软, 又晕倒了, 噼里啪啦。 秦府大门外, 很快响起了喜庆的鞭炮声。 宋如月醒来后, 喜极而泣。 这时, 端王爷突然又带来了另一个好消息。 陛下有指, 恰逢洛青, 连中三圆之喜, 为表彰洛青平叛之功, 与秦家父子保家卫国之功, 特加封秦家夫人宋如月为告命夫人, 赞从三品, 啊, 刚醒来过没两分钟的宋如月, 顿时浑身一震, 睁大眼睛, 随即再次眩晕了过去, 秦家众人端王爷, 呜呜呜呜, 带端王爷和报喜的官员离开后, 宋如月终于醒了过来, 然后便抱着他告命夫人的诏书, 呜呜地哭了起来, 坐在地上一边哭, 一边亲, 一会儿哭, 一会儿笑, 任谁劝都不好使。 午饭前所未有的丰盛, 南宫美娇两姐妹, 以及王妃白若水, 都从宫里赶来祝贺。 桌上, 洛青州与自家岳母互相吹捧。 来, 状元郎, 岳母敬你一杯。 谢谢告命夫人岳母大人。 只喊他岳母大人不加告命夫人, 他还不高兴。 听到告命夫人四个字, 他顿时犹如吃了仙丹一般, 咧嘴傻笑, 飘飘欲仙。 贤婿, 岳母就知道, 你肯定能考中状元。 你是我秦家的荣耀, 岳母再敬你一杯。 这都是告命夫人岳母大人的细心栽培, 才有青州的今日, 该青州敬您一杯。 两人你吹捧, 我会吹, 桌上的其他人和后面站着的丫鬟们都笑弯了腰。 小蝶笑得直接蹲在了地上, 捂着肚子, 站不起来了。 午饭在热闹而欢笑的气氛中结束。 宋如月有些意犹未尽, 挽留王妃和两位郡主在府中玩耍。 不过母女三人还是告辞了。 洛青州中了状元, 又是连中三元, 又是陛下面前的红人, 今日肯定会有很多人来拜访的。 他们母女三人在这里并不合适。 洛青州也怕被人打扰, 对岳母大人交代了一声, 道, 如果有来找我的, 就说我出去拜访朋友去了。 然后回了后院, 紧闭院门。 果然, 午饭过后, 很多此次考中的心境境士都来拜访。 甚至还有一些官员。 秦二小姐留在前厅, 与宋如月一起招待着客人。 洛青州则躲在房间里, 看着大言婚姻法、 沉思, 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此时, 她身上的传讯宝蝶突然震动了一下。 拿出来一看, 竟然是月姐姐发来的, 恭喜你, 洛青州连忙道。 月姐姐, 你原谅我了吗? 今晚可以见见你吗? 月姐姐, 今晚有事, 洛青州。 那明晚呢? 月姐姐, 也有事, 洛青州。 那月姐姐什么时候有时间? 月姐姐, 不知道, 洛青州, 月姐姐是不是在帮我炼制丹药? 对方没有再回复。 洛青州看着手里的传讯宝蝶, 脑海里不由地浮现出月姐姐为她辛苦炼丹, 到处寻找灵药的一幕幕画面。 挣了半晌, 她的目光又重新看向了桌上的大盐婚姻法。 这时, 传讯宝蝶突然又震动了一下, 她连忙看去, 本以为是月姐姐发来的, 不过并不是, 而是白院长发来的。 秦州, 你那手, 瑕克形, 蕴含着极其强大的文器, 应该可以助我突破, 可否送给我? 我这里有一颗异兽丹, 是当初在一处上古空间中发现的, 听说你家娘子身患疾病, 或许可以帮她一些, 我已经交给陛下, 你可以去陛下那里拿洛青州心头一动, 连忙道, 先生, 那首诗写出来, 本来就是送给您的。 至于易寿丹, 学生的确需要, 多谢先生了, 白院长, 是我该说谢谢。 秦州, 恭喜你中了状元。 还有, 以后如果有机会, 我还会帮你多留意那种丹药的。 至于秦儿小姐的病, 我也会帮你想办法的, 洛青州连忙再次道谢。 随即, 她收起传讯宝蝶, 出去跟小蝶交代了一声, 便直接从地底离开, 去了宫里。 姚华宫, 书房中, 南宫火月正坐在桌前, 批阅着奏折。 洛青州直接从地底出现, 南宫火月抬头看了她一眼, 淡淡地道, 就知道你迫不及待要来。 说完, 拿出一支锦盒, 放在了桌上, 道, 一次只能服用半颗, 分两个月服用。 洛青州连忙过去拿在手里, 打开了锦盒。 一颗赤红色的丹药, 赫然而现。 在开河的一瞬间, 丹药表面仿佛有光芒在流转。 她在月姐姐的教导下, 对丹药的品质颇为了解。 这颗丹药一看就品相不凡。 能够延年益寿的丹药, 最低也称得上市上品灵丹。 有了这颗灵丹, 她接下来闭关后, 就不用再担心二小姐的病情了。 正昨晚骗了你, 不来兴师问罪吗? 南宫火月看着她道, 洛青州小心翼翼地收起了灵丹, 看向她道, 沉哪里敢? 说着, 在她旁边坐下, 手轻轻放在了她的肚子上, 问道, 又疼了吗? 南宫火月白了她一眼, 道, 每天都会疼几次, 都怪你。 洛青州连忙道, 怪我怪我, 都怪我。 南宫火月痴笑一笑, 道, 现在又是北京王了, 又是状元狼了, 开不开心? 洛青州道, 说实话, 没什么感觉。 南宫火月挑了挑眉, 道, 是吗? 两个身份都开了不少后宫, 确定没什么感觉吗? 洛青州轻轻揉着她的肚子道, 陛下, 少说话, 不然把宝宝吵醒了, 又要电你了。 南宫火月顿时冷哼一声, 就是跟你这个坏蛋学的。 洛青州道, 是是是, 都是我的错。 那我发誓, 以后再也不电陛下了, 可以吗? 南宫火月正要点头, 突然又瞪着她道, 不可以。 你不电我, 你准备电谁? 电你家娘子吗? 她们受得了吗? 还是说, 她眯了眯毛子? 你准备电你家月姐姐? 洛青州连忙转移了话题, 陛下, 我准备闭关了, 这次闭关的时间, 可能有些长, 或许数月。 如果陛下要生宝宝了, 记得提前下去喊我一声, 我要亲自看着。 南宫火月眉头一簇, 看着什么? 洛青州道, 看着陛下生宝宝啊。 南宫火月脸色一变, 瞪着她道, 变态。 下流。 洛青州一脸无语, 陛下, 父亲看着自己的孩子出生, 陪在自己的娘子身边为她鼓励, 亲眼亲而感受着她的痛苦和不义, 这不是很正常, 很伟大吗? 怎么会跟变态下流扯上关系? 我又不是看别的女人生孩子。 南宫火月一时之间, 竟有些无言以对, 只得气到, 朕不准你降嘴。 洛青州道, 哦, 陈错了。 南宫火月沉默了一下, 看着她道, 你安心修炼吧, 家里的事情, 朕会帮你看着和处理的。 毕竟, 朕是正妻, 有这个责任。 洛青州嘴角抽搐了一下, 心头挣扎了一下, 还是没敢说出来。 其实, 说不说都无所谓了, 因为她的心中, 已有决定。 陛下, 那我回去了, 晚上就过来开始闭关。 你早些休息, 不用等我。 洛青州起身道, 南宫火月点了点头, 没有再说话。 洛青州直接从地底回到秦府。 秦儿小姐也刚回到梅乡小园不久, 并且带来了岳母大人的话。 青州哥哥, 娘亲本来说了, 要在你电视后带你去问清楚姐姐的。 不过姐姐, 最近生病了, 百灵也不让她进去。 所以, 娘亲说, 再晚点吧。 娘亲想等爹爹回来了, 一起去找姐姐问清楚。 爹爹的话, 姐姐有时候还是会听的。 洛青州想起了那块玉佩和大小姐的身世, 道, 没事, 不急。 其实, 我也有话想对大小姐说。 不过现在说, 应该不太合适, 让大小姐先养病吧。 我马上就要去修炼了, 可能几个月后才会回来。 说着, 她拿出了那只锦盒, 递到了她的手心, 道, 威莫, 这是延年益寿的灵丹, 记住, 一个月吃一半, 分两个月吃, 或许对你的病情有些效果。 你放心, 等修炼到了更高的境界, 就可以帮你彻底治好了。 秦儿小姐看着手里的锦盒, 睫毛微微垂下, 低声道, 青州哥哥, 何必呢? 何必为了威莫这样一个, 不许说了? 骆青州捂住了她的嘴, 严肃地道, 我说过, 不准你再说这些话了。 只有你好好活着, 我才有动力努力修炼, 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起来。 威莫, 就算是为了我, 你也要好好活着, 努力活着, 知道吗? 青州哥哥, 秦儿小姐擒着眼泪, 已在了她的怀里。 夫妻两人又说了话话。 骆青州又出去跟小蝶和邱儿叮嘱了几句, 方离开。 她出了小院, 走向了隔壁的灵禅月宫。 本想再看望一下大小姐的, 不过敲了几下门, 里面并没有任何回应。 百灵似乎也不在前院。 她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方离开秦府, 去了东湖龙宫。 龙儿上次说了, 等她电视完毕, 花骨应该就会复活了, 花骨的神魂还在她这里。 所以, 月姐姐今晚应该会过来吧。 可是等她来到龙宫时, 龙儿又道, 姐姐说了, 让你把小火壶放在这里。 她还在准备东西, 可能要晚点, 再让花骨的神魂归翘。 没有见到月姐姐, 骆青舟有些失望。 不过这种事情, 肯定是急不得的, 不能出现一点差错。 好吧。 公子, 龙儿, 龙儿可以了, 什么可以了? 可以电了, 这次, 公子可以, 可以多电几次哦, 龙儿可以忍着不哭, 那个, 下次吧, 我还要修炼。 骆青舟现在可没有心情电她, 又哄了她一会儿, 方离开龙宫, 去了皇宫地底, 正是闭关修炼。 有灵矿之心, 再加上体内丹海中的那些金色符纹, 她暂时并不需要其他东西。 静心凝神, 运转功法。 丹海中, 一股股陌生而强大的能量, 开始流动起来。 同时, 头顶上出现的透明漩涡, 也开始快速旋转起来, 不断地吸取着上面精纯的元气, 涌入她的身体。 很快, 她进入了忘我的境界。 时间悄然流逝。 一天一天, 悄无声息。 修炼, 回家打卡, 去灵萧宗修炼, 继续修炼, 回家打卡, 去灵萧宗修炼, 一直重复着, 转眼间, 半年的时间已经过去。 这一日, 洛青州正收了功法。 在仔细观察体内的情况时, 悄无突然在门口出现, 满脸激动和紧张地道, 公子, 陛下要生了。 洛青州有些猛, 但很快, 她就反应过来, 立刻起身, 跟在悄无的身后, 上了台阶。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 女皇已经要生了, 而她, 她又看了一眼手里的剑体石, 眉头紧锁。 大宗师巅峰, 静城武, 化神镜巅峰, 静城武时, 这半年的修炼, 她的神魂连续突破了两级, 也帮着师叔顺利突破了两级。 但是, 肉身的修炼, 却出现了诡异的情况。 两个月前, 她肉身的修为静城, 已经到达大宗师巅峰一百了。 就在她准备冲关之时, 却突然发现, 静城突然又变成了零, 竟然又重头开始了。 体内好不容易聚集的能量, 也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她连忙把这种情况, 告诉了月姐姐。 但对方听完, 也无法解释, 只让她继续修炼, 再看看情况。 于是, 她又连续修炼了两个月。 本以为只是体内某个地方出现了差错, 很快就会好了。 但今日她拿出剑体石检查时, 发现依旧没有恢复之前的静城, 而且重新修炼的静城, 简直慢得令人发指。 整整两个月的时间才增加了五点。 她感到很猛。 难道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不光是她, 师叔似乎也被影响了。 师叔的神魂跟随她的脚步 也突破到了化神境巅峰境界, 但肉身的修为 却依旧停留在大宗师中期 毫无寸境。 而且也找不到任何原因。 但明显, 肯定是她哪里出了错? 难道是那枚果实的原因? 又或者, 是原来她利用那些魔物快速修炼, 造成了某些方面不可逆的创伤? 她心头无比沉重。 眼看还有三个多月的时间, 九州大会就要开始了。 而她却迟迟无法突破到五王境界。 不仅无法突破, 之前所有的努力和心血 都突然归零, 又要重头开始。 而且修炼的速度 也变得跟普通修炼者一样, 慢得让人抓狂。 如今, 陛下又要生下宝宝了。 她的肩上, 又多了一份责任。 可是, 以她如今的情况, 她如何守护大爷, 如何保护他们呢? 公子, 没事的, 有朱婆婆在, 陛下一定会顺利生下宝宝的。 朱婆婆可是接生的高手, 先帝时就在宫里帮着接生, 从未出过差错呢。 岳武见她神色沉重, 以为她担心陛下, 连忙安慰道。 洛青州回过神来, 收起了手里的剑体石, 道, 我倒是不担心, 陛下又不是普通人, 应该没事的。 岳武笑道, 公子想要皇子, 还是公主? 洛青州道, 都可以。 岳武看着他道, 陛下想要皇子。 陛下说, 以后皇子长大了, 可以帮陛下做公子。 如果是公主的话, 肯定会帮着公子的。 说着, 他笑了起来。 洛青州脸上也露出了一抹笑意, 心头的抑郁稍稍化解了一些。 两人很快来到地面。 房间里, 传来了一名老婆婆的声音, 陛下, 在家把劲, 藤舅叫出来, 不要憋着, 洛青州心头一紧, 立刻走了过去。 房间外, 两排身穿银甲的女子守卫, 正神色凝重地守在那里。 月影也回来了。 此时他也是一身银甲, 腰弦佩剑, 英姿飒爽地在门前簇眉徘徊着, 看起来很是担忧。 月影, 洛青州跟他打了招呼。 月影看向他, 低头拱手道, 王爷。 洛青州道, 跟月武一样, 叫我公子就行了, 叫公子顺儿一些。 月影满脸冷酷地看着他道, 那不行, 月武是你的妾, 我不是。 洛青州嘴角抽出了一下, 没再多说, 走向门口。 月影立刻身影一闪, 挺胸拦在了他的前面, 道, 你要干嘛? 洛青州一愣, 道, 进去啊。 陛下要生了, 我作为夫君的, 当然要进去陪他。 月影猝起眉头, 女子生产, 男人是不能进去的。 洛青州道, 谁说的? 月影顿了一下, 道, 这是规矩。 这时, 里面传来一声女皇陛下的叫声。 什么狗屁规矩? 洛青州直接推开了他, 随即推门而入。 旁边的其他女子护卫, 想要拔剑阻拦, 犹豫了一下, 又没敢, 目光都看向了自家大人。 月影将在原地愣了几秒, 看向一旁的月舞, 道, 他刚刚推的是我的胸。 月舞忍着笑, 道, 我没看到。 说完, 也跟了进去, 顺便关上了房门。 月影定在原地, 一动不动。 一旁的女子护卫低声道, 大人, 要不要去把他请出来? 听说女子生产时, 若是有男子进去, 会带去不好的东西的。 虽然他是陛下的夫君, 也该遵守规矩的。 月影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道, 什么叫规矩? 你知道吗? 拳头大, 就是规矩。 我们的拳头, 有他的大吗? 女子护卫, 立刻闭上了嘴巴。 哎呀呀, 我的老天爷啊, 你, 你怎么进来了? 来人, 快来人, 快把这小子, 给我揪出去。 屋里突然传来了朱婆婆大呼小叫的声音, 可是, 外面的守卫仿佛都没有听见。 洛青州来到床前, 看着满头大汉发丝粘在脸上的女皇陛下, 轻轻握住了他的手, 安慰道, 陛下, 没事的, 用力就可以了。 朱婆婆在一旁怪叫了几声, 见没有守卫赶进来, 顿时勃然大怒。 杨起手中的拐杖, 就向着眼前的少年打了过去, 一边打一边奸声道, 出去, 给我出去。 洛青州没有躲避, 也没有反抗, 任凭拐杖落在身上, 犹如挠痒一般。 他转头看着眼前的老婆婆道, 婆婆, 省点镜, 快帮陛下接声嘛。 朱婆婆气坏了。 这时, 南宫火月突然身子一颤, 一只手抓紧了床单, 另一只手抓紧洛青州的手, 颤声道, 又, 又来了, 朱婆婆慌忙放下拐杖, 走到他鼓起的肚子前, 奸声道, 陛下, 一鼓作气, 不要泄气, 快用力。 疼, 南宫火月拼命使劲, 别过头, 满脸痛苦和委屈地, 看向身旁的人。 洛青州握紧了他的手, 眼见他咬着牙身子颤抖不止, 心头一疼, 立刻浮在他的身上, 抱紧了他, 把他的嘴巴按在了自己的肩膀上, 道, 陛下, 咬着我, 使劲。 南宫火月抱紧了他, 却依旧紧紧咬着牙, 没有舍得咬他, 但指甲仿佛已经陷入了他的后背。 陛下, 快了, 快了, 在家把劲儿, 头已经出来了。 陛下, 快, 啊, 朱婆婆正鼓励着, 突然身子一个抽搐, 倒在了地上。 月舞和旁边的宫女见状, 吓了一跳, 慌忙过去扶起了他, 问道, 朱婆婆, 您怎么了? 朱婆婆全身颤抖着, 满脸难以置信地看着陛下的双腿间, 颤声道, 好像, 好像有雷电, 麻死老身了, 正在痛哭使劲儿的女皇陛下, 突然扑斥一声, 竟然笑了出来。 啊, 这时, 朱婆婆慌忙抱起了一个满身血迹的小人, 正激动着时, 突然脸色一变, 怎么不哭? 洛青州心头一沉, 放开陛下, 转头看去。 南宫火月也忍着疼痛, 慌忙抬起了头, 房间里突然诡异地寂静。 正在众人心头惊恐之色, 那小人突然扭动了一下身子, 随即小嘴一张, 哇地哭了出来。 这一声稚嫩的哭泣, 顿时把众人沉到谷底的心又拉了回来。 朱婆婆激动地大声道, 是个好宝宝, 是个好宝宝,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南宫火月身子一软, 躺在了床上。 是男是女。 洛青州依旧握着陛下的手, 冷静地问道。 朱婆婆连忙看了一眼, 满脸笑容道, 恭喜陛下, 恭喜王爷, 是小皇子。 南宫火月的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 眼泪却不知觉地从眼角流了下来。 他看向了旁边, 语气虚弱地道, 看你, 看你以后还敢欺负朕吗? 朱婆婆连忙把小人擦拭干净, 又连忙道, 快端水来。 月舞, 你帮陛下擦拭一下, 一定要小心。 宫女立刻端来了温热的清水。 朱婆婆正要帮小人洗个澡时, 洛青州连忙过去道, 婆婆, 还是我来吧, 小心有电。 朱婆婆脸色一变, 又看了怀里的宝宝一眼, 道, 应该不会, 啊。 正在此时, 嘖的一声, 一条微弱的闪电突然在小宝宝的身上出现。 朱婆婆顿时浑身一抖, 向后倒去, 不过依旧紧紧抱着怀里的宝宝。 洛青州连忙扶住她, 把她怀里的宝宝夺了过来。 朱婆婆身子一软,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心有余悸不可思议地道。 老身在宫里接生了这么多年, 偶尔也会出去给其他王爷官员的家卷接生, 还从未见过这等怪事。 洛青州有些颤抖着, 抱着怀里小的可怜的宝宝, 掀射了是水温, 方小心翼翼地把她放了进去。 宝宝只是刚刚哭了几声, 这个时候在她怀里, 异常安静。 洛青州看着这小鼻子小眼睛小嘴巴, 心都差点融化了。 陛下, 公子, 给宝宝取个什么名字? 这时, 岳武开口道, 南宫火月虚弱地道, 让他取吧。 洛青州一边小心翼翼地帮宝宝洗着澡, 一边思考着。 片刻后, 突然道, 就叫洛岳飞吧。 此话一出, 屋里突然再次寂静无声。 猪婆婆颤颤巍巍从地上站了起来, 满脸古怪和狐疑地看着她道, 洛岳飞。 谁姓洛? 洛青州, 哇, 宝宝的哭泣化解了洛青州的尴尬。 猪婆婆连忙道, 应该是饿了, 快, 把准备好的养奶拿进来。 岳武连忙出去, 洛青州抱着洗干净的宝宝, 走到了床边, 轻轻放在了陛下的身旁。 奇怪的是, 刚一放下, 宝宝立刻就不哭了。 母子两人侧身相对, 大眼瞪小眼, 眼睛里都满是好奇。 南宫火月突然蹙眉道, 宝宝好丑, 洛青州道, 孩子一生下来都是这样的, 长一长就好了。 南宫火月目光狐疑地看着她道, 你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 你在外面生过? 嘿嘿, 陛下, 王爷, 老身先出去了。 猪婆婆这个时候倒是很实眼色, 连忙告退。 岳武端来的温热的养奶, 放在了桌上, 也默默地退了出去。 洛青州答道, 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书上都有记载。 南宫火月紧追不放, 哪本书? 拿来给朕看看。 洛青州道, 忘了。 哼, 南宫火月瞥了她一眼, 突然又道, 你刚刚起的名字是什么意思? 洛月飞, 哪个月? 是你家月姐姐的月吗? 洛青州道, 当然不是, 是火月的月。 南宫火月依旧怀疑地看着她。 这时, 宝宝呼得一压一声, 小手要去抓她。 南宫火月的脸色立刻变得温柔起来, 连忙伸出了一根玉纸, 轻轻放在了她的小手里, 嘴里哼道, 宝宝, 以后要帮母皇揍你家父王, 听到没? 一呀, 用你的小垫垫垫她。 一呀, 连她那些小妾都一起垫, 好不好? 一呀呀, 南宫火月刚要笑出声, 突然眉头一簇, 疼得抽出了一下。 洛青州连忙道, 陛下, 少说话, 多休息。 南宫火月瞪了她一眼, 没有理睬她, 继续跟自家宝宝, 控诉着她家父王的风流无耻之事。 女皇诞下皇子的消息, 很快传了出去。 早已等在门外的南宫美娇和南宫雪衣, 以及南国郡王王妃都进来祝贺。 其他王爷家眷等人都在门外恭贺。 消息传到秦家。 宋如月郑重其事地, 穿上了告命夫人的服饰, 带着秦儿小姐匆匆进宫, 在门外恭贺。 南宫火月在屋里瞥了某人一眼, 又对着自家宝宝道, 看, 你家爹爹的小妾和岳母都来了。 洛青州在宫里待了三天, 在确定陛下和宝宝无事后, 他出了皇宫, 回到了家里。 宝宝的名字已经取好了。 在经过反复商议和讨论后, 宝宝的名字最终确定叫南宫飞羽。 倒不是陛下逼着他让宝宝姓南宫, 实在是没有必要再信我。 而且, 南宫才是皇姓, 以后才更能名副其实地登基为皇。 当然, 洛青州并不希望自己的儿子成为皇帝。 洛青州直接从弟弟回到梅乡小园。 这半年的时间, 他每个月就回来一两次, 因为有陛下亲口解释, 所以, 岳母大人也并未怀疑什么。 陛下说他被派出去体察民情去了, 以后要委以重任, 岳母大人自然是高兴得合不拢嘴。 岳父大人和二哥也回来了几次, 不过很快就离开了。 边境的情势越来越紧张了。 大盟帝国增派了很多兵力在边境安营扎寨, 而且还经常会派出小队伪装成强盗, 骚扰大盐边境的百姓和商人。 大盐自然也不甘示弱, 经常会派出小队去针锋相对。 所以, 边境的摩擦越来越多。 双方的军队也越来越控制不住各自的脾气, 有时候甚至会成群结队隔着边境线叫骂。 但每当矛盾快要无法调和, 即将发生战斗时, 双方又都很默契地退让。 彼此都很清楚对方在等待着什么。 自然是几个月后的九州大会。 到时候等飘渺先宗和依附于飘渺先宗的门派和国家都腾出手来, 应该就是战争爆发的时候。 大盟帝国等的就是那个机会。 在他们眼里, 没有先宗和其他大门派以及国家支持的大盐, 已经成为了他们砧板上的肉, 到时候可以随便宰割。 二哥说他杀了不少大盟的斥候, 不过对方也经常抢劫和杀害大盐的商人和百姓。 书房中, 秦二小姐正在与洛青州聊着边境的事情。 洛青州认真地听着, 心头越发沉重。 如果他不能在这剩下的三个多月的时间里突破到五王境界, 到时候可不止被飘渺先宗欺辱和压榨, 整个大盐只怕都要遭受无法预料的灾难。 对了, 青州哥哥, 你好久都没有去看姐姐了。 秦二小姐见他心事重重, 没敢再继续说下去, 转移了话题。 洛青州沉默着, 没有说话。 秦二小姐只得诱道, 秦州哥哥, 百灵和缠缠也都很想你。 若秦州回过神来, 这才从他上起身道, 那我去看看。 他出了门, 来到了隔壁的灵缠月宫。 正要抬手敲门时, 他突然神色一鸣, 抬头看去。 高空中的黑夜中出现了一道模糊的身影, 仿佛与夜色融为了一体, 飘在那里, 一动不动。 即便是他的目里, 也看不清晰。 只是他感知敏锐, 刚刚突然感受到了一丝气息的波动, 从那里传来。 他呼得在原地消失不见。 这一次, 他直接神魂出窍, 悄无声息地飞上了半空。 正要靠近那道身影时, 对方却突然发现, 身影一闪, 飞向高空。 洛青州立刻追了上去。 对方看起来只是一缕神魂, 而且还是很小的一缕神魂。 洛青州全力追去, 身影一闪, 已拦在了那道身影的前面, 随即身上亮起了雷电。 那缕神魂被一层淡淡的月色包裹着, 看其身影, 应该是一名穿着长裙的女子, 而且看着有些熟悉。 自, 洛青州的手中出现了一团雷球。 同时, 飞剑也翘无声息地飞了出去, 隐藏在一侧。 双方沉默着对峙了片刻。 那道身影呼的开口, 声音冰冷, 我没有恶意。 洛青州心头一动, 簇眉道, 擒瑶仙子。 又是你。 对方没有再说话。 洛青州手中的雷球, 依旧在闪烁着, 目光冷冷地看着他道, 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对方沉默了片刻, 道, 没什么目的, 就是想收你为弟子。 洛青州眯了眯眼睛, 道, 用这样的方法。 秦瑶仙子语气淡淡地道, 是啊, 因为你一直不同意, 所以我就决定来骚扰你。 洛青州嘴角抽搐了一下。 这狐妖是大家口中所说的那位冰冷高傲, 不识人间烟火, 不问俗事, 连白院长都为无比尊敬的秦瑶仙子。 仙子只怕没有说实话吧? 他当然不会相信这些鬼话。 他就算再优秀, 对方也不会这般亲自三番五次地过来偷窥。 就是实话。 秦瑶仙子说完, 呼得身影一闪, 向着高空飞去, 冷冷地道, 你别拦我, 我就不透露你的身份。 洛青州闻言立刻停在了原地, 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消失在高空的云海中。 他又在原地站了一会儿, 方拿出传讯宝蝶给粉忧仙子发了一条消息。 你师尊到底要干嘛? 今晚又来我们大言了, 发送完。 他又抬头看了一眼, 方将落下去。 待他神魂归翘, 重新来到灵禅月宫门口时, 消息回复过来。 真的吗? 我不知道啊, 我今日还看到师尊在洞府修炼, 洛青州回复道, 只是一缕神魂, 他已经承认了。 而且他说, 因为我一直不答应做他的弟子, 所以他才故意一直来骚扰我粉忧仙子。 师尊怎么可能这样? 洛青州, 我也很诧异。 请仙子帮我跟他说一声, 希望他以后不要再来了, 无论他有什么原因, 请让他离我的家远一些粉忧仙子。 我家师尊根本就不可能做出那样的事情的, 更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 希望你别污蔑他, 洛青州。 爱信不信, 洛青州没有再理睬他, 直接收起了传讯宝典。 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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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到灵禅月宫门口, 抬手敲门。 百灵清脆悦耳的声音, 很快在院子里响起。 谁? 谁在外面咚咚咚? 洛青州道, 我。 里面安静了一下, 突然道, 小百灵不在, 蝉蝉也不在, 小姐也不在。 家里没人, 一个人都没有。 洛青州顿了一下, 道, 开下门, 我去给大小姐请安。 百灵的语气里, 突然充满了怨气。 哼, 你是谁啊? 你凭什么要给我家小姐请安? 我怎么不记得我们有个孤雁? 小姐也不记得, 她有个夫君呢。 你肯定是骗子, 小百灵才不会上当呢。 洛青州指的道歉, 我这段时间有事, 所以很少回来。 哼, 百灵, 开下门, 我就给大小姐请个安。 哼哼, 就不开。 洛青州又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想到自己今晚还有事, 指的道, 好吧, 那待, 我向大小姐问安。 说完, 她没有再逗留, 转身离开。 回到梅乡小园, 她收起了桌上的灵液, 又给琴儿小姐交代了一声, 方出了府邸, 去了龙儿那里。 臭姑爷, 坏姑爷, 一点诚意都没有。 缠缠, 姑爷移情别恋了, 不喜欢你了, 灵禅月宫小院中, 百灵气鼓鼓地, 看着走廊上的身影道。 下禅目光正正地看着门口, 沉默了片刻, 方低声道, 她, 忙着, 修炼, 小姐, 忙着, 炼丹, 百灵看向了屋里, 没有再说话。 夜深人静, 东湖正中央的湖水中, 洛青州站在小船上, 再次拿出了舰体石, 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数据。 数据依旧没有变, 大宗师巅峰境界的进程, 依旧是孤零零的可怜兮兮的五点。 到底怎么回事? 她心头烦恼, 百思不得其解。 龙儿从水里出来, 道, 公子, 姐姐这几日都没有来, 不知道今晚会不会来。 你的进程还没有恢复吗? 洛青州摇了摇头, 神色沉重。 龙儿叹了一口气, 道, 这种情况, 龙儿也没有听说过。 好奇怪啊, 明明进程已经修炼满了, 怎么会突然又倒退了呢? 随时她突然道, 公子, 会不会被你的雷灵之根给吸走了? 洛青州闻言沉思了一下, 道, 应该不会, 雷灵之根倒是又多了一条白色雷电, 快长大了, 不过应该跟它没关系。 我怀疑, 是我当初在边境斩杀魔人修炼时造成的。 当初我的修炼速度非常快, 进击得也很快, 我猜测, 会不会因为魔气, 体内受到了某种看不见的创伤, 龙儿微微醋眉, 也有可能。 不过, 还是要让姐姐来亲自检查一下才能知道。 洛青州看了一眼手里的传讯宝碟, 道, 我已经给他发消息, 不过他没有回复。 龙儿道, 龙儿也发了, 姐姐也没有回复。 姐姐最近好忙的, 应该再帮公子炼丹。 洛青州顿时苦涩一笑, 道, 可惜我修为倒退, 就算月姐姐炼成了丹药, 我进程没有到一百, 无法冲关, 也没法服用。 龙儿轻声安慰道, 公子, 别担心, 姐姐一定会有办法帮你的。 对了, 公子对白院长说了吗? 白院长见多识广, 或许能够查出原因。 洛青州叹了一口气, 道, 当初第一次发现时, 已经找他看了, 他也不明白。 而且他现在也在闭关, 我就没有再打扰他了。 两人正说着话时, 龙儿突然拿出传讯宝蝶, 低头看去, 顿时喜道, 公子, 姐姐回消息了。 洛青州立刻凑过去一起看。 他还在吗? 龙儿连忙回复道, 姐姐, 公子一直在等你。 你什么时候来? 洛青州也连忙拿出自己的传讯宝蝶, 给月姐姐发了消息。 月姐姐, 我在这里。 你可以来帮我看一下吗? 龙儿收到了回复, 让他不用担心, 应该不是坏事。 我在古书上找到一个修炼者, 与他的情况有些相似。 至于该怎么解决, 我也不知道。 让他把第二枚灵果吃了, 继续修炼, 再看看洛青州立刻从龙儿的手中夺过传讯宝蝶, 回复道, 月姐姐, 古书上那个人是什么情况? 可以具体说一下吗? 消息很快回复过来, 记载得很简短。 就是那名修炼者在某个境界该晋级时, 突然又要重头开始修炼, 最后连续突破两级。 而且还出现了天赋神通, 实力更强, 洛青州。 可是我现在的修炼速度很慢, 有灵矿之心和灵液辅助, 但是整整两个月的时间, 进程才增加了五点。 还有三个月的时间, 九州大会就要开始了, 我怕来不及, 姐姐。 那棵小树的第二棵灵果, 应该已经成熟了。 你可以吃了, 配合灵液, 再看看效果。 一个月后, 再提前服用灵丹试试, 洛青州, 月姐姐。 灵丹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炼制吗? 材料都有了吗? 听说材料都很难找, 我可以帮你去收集材料, 姐姐。 不用洛青州犹豫了一下。 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 我想见见你, 对方没有再回复。 洛青州又等待了一会儿, 方叹了一口气, 把传讯宝蝶还给了龙。 龙儿接过看了一遍, 安慰道, 公子, 姐姐应该比较忙。 听说那种灵丹非常难炼制, 姐姐应该是怕分心, 所以才不敢出来的, 公子别多想。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啊, 我就先试试月姐姐的方法吧, 希望一个月后会有效果。 龙儿道, 嗯, 两人陷入了沉默。 龙儿, 我要走了。 哦, 龙儿相信, 公子一定可以成功的。 我这次闭关, 又要一个月。 哦, 你就没有话要对我说。 龙儿愣了一下, 道, 公子想让龙儿说什么。 洛青州没有再说话, 只见上呲的一声, 出现了一条电弧。 龙儿突然反应过来, 笑道, 公子也想了吗? 龙儿其实也想, 只是见公子心情不好, 所以没敢说呢。 洛青州叹了一口气, 道, 没办法, 炼体者, 内伙总是太旺盛, 若是不经常释放, 会无法进行修炼的。 龙儿嬉嬉一笑, 双眸水波流转。 那公子, 这次想要在哪里修炼? 龙宫里? 还是水里? 还是, 洛青州没有说话, 抬起头, 望向了夜空。 夜空中, 明月皎洁, 星辰漫天。 不多时, 一条银龙飞上夜空, 搅动风云, 电闪雷鸣。 一日, 洛青州回到皇宫, 陪了一会儿陛下和宝宝, 然后进了地底, 继续修炼。 在灵矿之星下面坐下后, 他的目光看向了 储物界里的那棵小树。 如今的小树 已经长了七八米高的大树, 枝叶繁茂, 又结出了另外三朵花蕾, 而且颜色各异。 之前那第二枚花朵 已经结成了火红色的果实, 如今已经成熟, 仿佛一朵火焰在枝头燃烧。 洛青州又观察了一会儿其他花朵, 然后摘下了那枚火红色的果实。 刚从储物界里拿出来, 一股诱人的果香便扑别来。 看到这枚果实, 他突然想起了第一枚果实 以及那枚果实的果盒。 当然, 还有他折断的棍子。 不知道月姐姐修复好了吗? 正在他要吃掉这枚果实时, 身上的传讯宝蝶呼得震动了一下。 他心头疑惑, 拿出来看了一眼。 竟然是月姐姐发来的, 宝宝很漂亮, 洛青州愣了一下, 连忙到, 月姐姐来宫里了吗? 现在还在吗? 月姐姐, 没有, 他给我发图画了, 洛青州。 哦, 陛下跟你说什么了? 月姐姐, 没说什么, 就是炫耀一下, 洛青州有些尴尬。 别理他, 他在月姐姐的面前, 一直都是小女孩的性子。 月姐姐别放在心上, 又过了一会儿。 月姐姐, 我不喜欢男孩, 洛青州。 为什么? 月姐姐, 会跟你一样坏, 洛青州。 突然, 他反应过来, 那月姐姐喜欢女孩, 对吗? 月姐姐, 嗯, 洛青州手指颤抖着, 月姐姐, 我们以后要个可爱的小女孩, 好吗? 许久后。 消息回复过来, 好, 这一刻, 洛青州的心脏, 仿佛突然停止了跳动。 终于, 月姐姐冰冷的心, 终于融化了。 这一刻, 他等了好久。 他低着头, 反反复复看着传讯宝碟上的好字, 仿佛看不够一般。 又仿佛生怕这个字, 突然又消失了。 他不敢再回复。 他怕月姐姐突然又找出各种理由, 否定了这个好字。 比如, 我发错了, 又比如, 是别人发的, 以月姐姐傲娇清朗的性子。 发出这个好字后, 肯定会越想越感到害羞和后悔的。 所以, 他不能再给她收回和后悔的机会。 不好, 消息似乎可以撤回。 他突然想到了这个可能。 传讯宝碟可以拍照, 可以录像, 但是, 该怎么截屏保存呢? 有这个功能吗? 他连忙在通讯录上找到粉忧仙子询问。 仙子, 在吗? 有事问你, 为什么他要问粉忧仙子呢? 一是因为对方是仙宗弟子, 见多识广, 应该很了解传讯宝碟的功能。 二是, 对方每次的回复都很快。 三, 对方对于他来说, 对方其实就是一个陌生人, 他不用顾虑太多。 果然, 消息很快回复过来。 再, 请说, 洛青州, 传讯宝碟可以截屏吗? 就是把对方发的消息保存下来, 就算对方撤回了, 我还是可以随时观看。 而且可以当作对方的确发过这个消息的有利证据, 与此同时。 秦府, 某座小院, 某个房间, 红烛燃烧。 连仗遮掩的床上, 一袭雪白衣裙的少女, 正抱着双膝, 坐在角落里, 低头看着手里的传讯宝碟。 裙摆下, 那一双赤着的小脚, 雪白如玉, 娇嫩鲜秀, 美帝诱人, 那绝美无瑕的容颜和美丽的眸子, 也在宝碟光芒的照耀下, 在一条消息上, 脸上露出了一丝纠结之色。 正在此时, 他目光一动, 滑到了另一眼。 某人与粉忧仙子的聊天消息, 一览无疑。 粉忧仙子, 我也不知道, 我去帮你问问。 对了, 可以告诉我原因吗? 为什么要保存对方的消息? 对方又为什么会撤回? 洛青州? 对方欠我钱, 被我引诱说出来了。 所以, 我要立刻保存证据。 到时候, 如果对方不承认, 我就拿出证据打他脸, 粉忧仙子。 好的, 等我一会儿, 片刻后。 粉忧仙子, 抱歉, 好像不可以保存下来。 不过, 你可以拖延一会儿时间, 半盏茶的时间后, 对方就没法撤回了洛青州。 好的, 多谢, 很快。 少女手中的传讯宝蝶, 呼得震动了一下。 洛青州, 对了月姐姐, 有件事想要向你请教, 我刚刚运转内功心法时, 突然感到胃仓和浑闷血有些疼痛。 你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少女嘴角微微动了一下。 不知道, 消息很快又发了过来。 月姐姐, 我的棍子怎么样了? 修复好了吗? 没有, 洛青州。 月姐姐, 我上次那块玉佩, 你什么时候还给我? 那块玉佩对我来说, 很重要, 弄丢了洛青州。 啊, 不会吧? 洛青州? 对了, 月姐姐, 我还有一个修炼上的问题要问你, 数分钟后。 在那消息快要无法撤回的最后一刻, 少女呼地划过去, 点击了一下。 那个好字, 瞬间被撤了回来。 少女嘴角微动, 眸中仿佛露出了一丝恶作剧之色。 消息立刻发送过来, 月姐姐, 你什么意思? 为什么要撤回那条消息? 哪条? 洛青州? 那个好字。 你为什么要撤回? 我愿意, 少女发出了消息, 嘴角似乎不自觉露出了一丝俏皮之色, 似乎连她自己都没有察觉到。 但很快, 她嘴角僵硬。 洛青州给她发送来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清楚地出现了两人之前的对话。 其中一条消息, 就是她之前发送的那条消息, 月姐姐, 洛青州? 就知道你要撤回, 所以我一边给你发消息拖延时间, 一边去借了另外一块传讯宝碟, 把你刚刚发送的那条消息给照下来了。 月姐姐, 这一下看你如何在抵赖少女半赏后, 她回复道, 不是我发的洛青州,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不过没关系。 等我突破到了五王, 就拿着这条证据去找你。 你要是敢抵赖, 别怪我用墙。 这可是你当初亲口要求我的, 我没有洛青州, 有没有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要修炼了, 不想再听你狡辩。 你就等着给我生个可爱的女宝宝吧, 少女在黑暗中撅了撅嘴。 皇宫, 弟弟, 洛青州收起了传讯宝碟, 心情很愉悦。 她发现自己刚刚胆子好大, 好嚣张啊, 搁在以前, 她可不敢用那种语气对月姐姐说话。 不过现在, 或许是月姐姐发出那个字后, 她知晓了对方的心意, 再也没有顾虑了吧。 所以, 她现在要更加努力修炼了, 没有突破到五王境界, 想再多都没有用, 只会像是白日做梦一般, 白白耗费心神。 该修炼了。 不过在此之前, 她还要上去把传讯宝碟还给月影。 刚刚她借了月影的传讯宝碟, 拍下证据后, 已经把证据传送到自己的传讯宝碟上了。 至于月影传讯宝碟上的照片, 自然已经删除。 她立刻从阶梯上去, 把传讯宝碟归还后, 又去房间看了一眼睡熟的女皇, 然后重新回到了地底。 在灵矿之心下坐下, 静心凝神。 片刻后, 她拿出了那枚火红色的果实, 放在鼻子下嗅了嗅, 然后开始吃了起来。 咔嚓! 咔嚓! 与之前那枚金色果实的口感, 似乎差不多, 不过多了另一种奇怪的味道。 而且, 果汁流入身体后, 产生的能量, 似乎也浓郁了许多。 感受着丹海中翻滚的能量, 她心头顿时生起了希望。 希望会有效果。 即使无法恢复她之前的修炼进程, 但只要可以加快修炼速度就可以。 她闭上双眼, 开始运转功法。 体内丹海中的原力, 很快被调动起来, 开始炼化融合那些新的能量。 七天后, 她收了功法, 缓缓平复体内波动的能量。 然后, 她迫不及待地拿出了剑体时, 握在掌心, 看向了上面的数据。 大宗师巅峰, 进程时, 化神镜巅峰, 进程六时, 虽然依旧达不到她心里的预期, 她心头顿时升起了希望。 继续修炼。 她拿出了灵液, 直接在掌心低了五滴。 很快, 一股股热流在体内产生。 同时, 头顶上刚刚消失的透明漩涡, 也再次出现, 开始缓缓旋转起来。 一股股精纯元气, 顺着漩涡, 进入体内。 在三重能量的融合下, 她体内的气流, 越发暴躁起来。 全身的经脉和血窍, 隐隐作痛。 但想要快速淬炼肉身, 这种疼痛, 越强大, 效果就会越好。 她无视疼痛, 一遍又一遍地 催动体内暴躁的能量, 继续冲刷 淬炼着全身各处。 又七天的时间过去了。 她再次拿出剑体时, 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进度。 大宗室巅峰, 进程十八, 化神镜巅峰, 进程七十, 很快, 速度又加快了。 她稍作歇息, 又拿出了灵液滴在掌心, 正要继续修炼时, 门口突然传来了女皇的声音。 有效果了吗? 速度还是有些慢, 但比之前好多了。 而且, 速度似乎正在慢慢增加。 南宫火月脸上露出了温柔的笑意, 道, 那就好。 洛青舟看向了她的怀里, 道, 宝宝呢? 南宫火月道, 在上面, 月舞和美娇他们看着。 这里元气太浓郁, 你又在修炼, 所以, 朕没敢把她带下来。 洛青舟点了点头, 道, 外面没发生什么事情吧? 南宫火月犹豫了一下。 洛青舟看着她道, 陛下, 你我之间还有什么事情不能说吗? 不用怕影响我修炼, 我没有那么脆弱。 南宫火月这才看着她道, 听院长说, 前几日她在蓬莱仙岛做客时, 见到月瑶了。 洛青舟一愣, 道, 然后呢? 南宫火月沉默了一下, 道, 院长让好友去打听了一下, 原来月瑶去蓬莱仙岛, 是为了求要, 不过并没有求到, 还被对方的长老孙明给羞辱了几句, 院长本想追上去询问情况, 不过没有追上。 洛青舟沉默下来, 南宫火月看着她, 轻声道, 她应该是为了你。 洛青舟低声道, 我知道, 两人都沉默了一会儿。 南宫火月轻轻叹了一口气, 有些歉就道, 可惜, 朕什么忙都帮不上, 洛青舟安慰道, 没事, 陛下好好照顾宝宝就行了。 南宫火月看着她道, 可是朕是大娘子。 洛青舟沉默着, 没有再说话。 南宫火月又看了她一会儿, 道, 你好好修炼, 那正先上去了。 说完, 她转身离开。 洛青舟又沉默着坐了一会儿, 拿出了传讯宝碟。 但是犹豫了许久, 她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感谢的话, 没有任何用处。 劝月姐姐算了, 显然也没有用。 还是好好修炼吧。 她眸中露出了一抹坚定之色, 缓缓握紧了拳头。 无论如何, 她都要突破无王。 到时候, 什么狗屁飘渺先踪, 什么狗屁蓬来先倒, 只要羞辱过月姐姐的, 她一个都不会放过。 这一次, 她整整修炼了十余天的时间。 体内的各条经脉和学窍, 已经到了快要被撕裂的程度, 全身各处骨骼肌肉等等地方, 也疼痛难忍。 高强度和持续不断地淬炼, 让她身体的承受力到达了极限。 这天傍晚, 她立刻收了功法。 休息许久, 她方拿出了健体时, 查看了一下自己新的数据。 大宗师巅峰, 三十八化神镜巅峰, 九十二这十余天的进步变得更快了。 不过对于她来说, 还是远远不够。 她叹了一口气, 拿出了灵液, 滴在掌心, 一边滋润着体内的创伤, 一边拿出了传讯宝碟, 查看上面的消息。 月姐姐前两日发来了消息, 怎么样了? 洛青州连忙回复, 刚修炼完, 效果还可以, 肉身的进度已经到了三十八了, 神魂到了九十二。 不过,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不知道时间够不够, 片刻后。 消息回复过来, 今晚去东湖洛青州心头一动, 月姐姐今晚会去吗? 对方并未再回复。 洛青州立刻收起传讯宝碟, 从地底离开。 身上已经开始发臭, 肚子也好饿。 她得先好好洗个澡, 换身干净的衣服, 然后饱饱地吃一顿。 然后, 再去见月姐姐。 扑通。 洛青州脱光衣服, 直接跳进了浴池中。 浴池中, 雾气阴晕, 水波荡漾。 温暖的池水与红色的花瓣, 瞬间包裹住了她整个疲惫的身子。 她舒服地呻吟了一声。 一个月了。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都没有泡澡了。 可想而知, 她身上有多脏。 正在她躺在浴石上, 闭着眼睛轻轻搓洗着时, 一只冰凉的浴手呼地从身后伸来, 帮她轻轻搓着肩膀。 月武轻声道, 公子, 陛下待会儿, 就过来。 洛青州问道, 宝宝怎么样了? 月武笑道, 宝宝很可爱呢, 已经长开了, 像是陛下一样漂亮。 洛青州睁开眼, 扭头瞥了她一眼, 道, 男孩子怎么能说漂亮, 应该说像我一样英俊。 月武笑道, 小孩子都可以说漂亮的。 而且, 宝宝真的很像陛下, 生气的时候, 眉心还会出现火焰印记呢。 是吗? 洛青州震了一下, 有些担忧。 哎, 看来以后脾气可能也不好。 月武低声道, 公子, 是在诋毁陛下吗? 洛青州立刻否认, 当然不是。 月武轻哼道, 就是, 月武要跟陛下说, 说公子, 啊, 洛青州突然一把抓住她的小手, 把她扯了下来。 扑通, 水花四溅。 月武惊呼一声, 趴在了她的胸口, 一群瞬间湿透, 满脸惊慌的表情。 洛青州掐着她娇嫩的脸蛋, 扯了扯, 道, 还要不要跟陛下说? 月武满脸红韵, 咬了咬粉唇, 弱弱地道, 不, 不说了, 洛青州这才松开手, 道, 继续搓澡吧。 是, 月武垂下眼眸, 继续帮她轻轻搓着。 渐渐地, 她的脸颊越来越红, 双眸水雾越来越浓, 很快, 整个身子都进入了水中, 不知过了多久。 石门突然轰的一声, 缓缓打开, 洛青州立刻睁开双眼看去。 女皇穿着一袭火红衣裙, 怀里抱着宝宝, 一边逗着宝宝, 一边笑着走了进来。 但她刚走了几步, 突然抬起头, 疑惑道, 月武呢? 在她目光看过来的一瞬间, 洛青州下地哆嗦了几下, 支支吾吾道, 她, 她, 南宫火月眯了眯眸子, 目光看向了浴池中。 哗! 这时, 月武突然从水中冒出了脑袋, 满脸水渍地咳嗽了几下, 方黄忙上了岸, 跪在地上紧紧低着头, 颤声道, 陛下, 奴婢, 奴婢, 可嗨嗨, 抬起头来。 南宫火月冷冷地道, 月武缓缓抬起头来, 脸色微微发白, 满身都是水渍, 嘴巴紧紧闭着。 南宫火月盯着她看了片刻, 方淡淡地道, 起来吧。 月武这才低着头, 缓缓起身。 南宫火月没有理睬她, 看着浴池里的某人道, 洗好了吗? 宝宝要睡觉了。 洛青州连忙又搓洗了几下, 然后上了岸, 穿上了衣服。 宝宝正侧着脸, 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她。 洛青州连忙过去, 伸出了手。 南宫火月又看了她一眼, 方低头对着宝宝笑了笑, 道, 飞雨, 看看这是哪个坏蛋。 一呀, 宝宝眨了眨眼睛, 对着洛青州伸出了小拳头。 南宫火月哼道, 果然是个坏蛋, 宝宝看到你就要打你呢。 洛青州连忙接在怀里, 低头仔细打量着宝宝的眉眼, 惊讶道, 果然跟陛下长得很像, 眼睛大大的, 睫毛长长的, 很漂亮。 南宫火月得意道, 朕的皇子, 当然跟朕长得像。 洛青州略微有些可惜, 若是个女孩, 一定比陛下长得还漂亮。 南宫火月突然冷笑一声, 满脸讥讽道, 你不是早就计划好了吗? 朕别你生男孩, 你那位月姐姐给你生女孩呗。 人家不是都答应了? 洛青州顿时一将。 哼, 南宫火月袖袍一扶, 走到一旁的椅子上坐下, 不再理睬她。 洛青州满脸尴尬, 道, 陛下, 你, 你是从哪里知道的? 突然, 她想起了月影的传讯宝蝶, 那个, 传讯宝蝶还能恢复删除掉的消息。 南宫火月冷冷地看着她道, 你现在才知道吗? 还以为你早就知道了, 故意留着气震的呢? 洛青州, 咦呀啊, 这时, 宝宝突然挥舞着双手, 对着她的脸, 就是一顿抓。 洛青州连忙道, 哎呀, 好疼, 别抓了, 爹爹错了, 爹爹再也不惹你家母皇生气了, 南宫火月扑斥一笑, 哼道, 把她的脸抓花, 让她没脸去见人。 哼, 宝宝继续挥舞着双手抓着, 洛青州继续低着头讨饶, 南宫火月看着这一幕, 又想到她这半年来, 一直躲在地底辛辛苦苦修炼, 心头顿时一软, 道, 你修炼得怎么样了? 洛青州这才看向她, 道, 还好, 南宫火月微微醋眉, 道, 还好是多好, 进城多少了? 洛青州没有回答, 顿了顿, 道, 陛下放心, 我一定会在九州大会之前突破的。 南宫火月沉默了一下, 轻声道, 你也不用有太大的负担, 若是无法突破, 我们就不参加了。 大不了, 再委屈求全, 忍辱负重, 割地赔款, 为你争取更多的时间。 洛青州没有再说话, 低头看着怀里的宝宝。 南宫火月也没有再继续这个话题, 转移了话题, 院长突破到皈翼巅峰境界了。 你家里朕也去看望了几次, 他们都很好。 洛青州道, 谢谢陛下。 南宫火月淡淡地道, 应该的, 朕是正妻吗? 洛青州低头道, 宝宝打哈欠了, 应该是累了, 要休息了。 南宫火月连忙过来, 接了过去, 道, 朕哄他睡觉, 你快回家去看看吧。 随即又道, 朕知道, 你还要去见他。 朕没什么意见, 他为你做了那么多事情。 你去陪陪他, 也是应该的。 洛青州没有再说话, 又看了他怀里的宝宝一眼, 告辞离去。 洞门缓缓关闭, 修炼室里安静了片刻。 南宫火月转过头, 看向一旁的月舞, 道, 吃饱了吗? 月舞文言愣了一下, 随即慌忙低下头, 满脸红韵, 吱吱吾吾, 奴婢, 去换衣服吧, 顺便好好洗漱一下, 过来帮正红宝宝睡觉, 宝宝喜欢听你唱歌。 南宫火月淡淡地道, 月舞连忙道, 是, 陛下。 洛青州出了皇宫, 回到了秦府, 夜幕已经落下, 一轮明月, 升上半空, 洒落着皎洁的月光。 洛青州抬头看了一眼, 刚要进梅乡小园, 想了想, 又走向了隔壁的灵蝉月宫。 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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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到门口, 他抬手轻轻敲门, 里面并无动静。 他又敲了几下, 道, 百灵, 蝉蝉, 依旧没有人回应。 他又等了一会儿, 看向了旁边的院墙, 正犹豫着, 要不要跳进去时, 雀儿突然从隔壁的梅乡小园出来, 看着他道, 姑爷, 大小姐他们不在家, 出去逛街去了。 逛街? 洛青州愣了一下, 走了过去, 道, 跟谁一起? 雀儿道, 就是大小姐, 百灵姐姐, 夏禅姐姐, 就是他们三个人啊。 洛青州有些诧异, 他们三个出去逛街。 雀儿笑道, 的确有些奇怪, 大小姐和禅禅从来都不出去的。 今晚百灵姐姐过来告诉我们时, 我们也很惊讶。 二小姐还说, 要陪大小姐一起, 不过被百灵姐姐拒绝了。 百灵姐姐说, 大小姐想要一个人出去静一静。 洛青州皱起了眉头, 道, 出去静一静。 雀儿道, 奴婢也不知道原因。 洛青州又思考了一下, 道, 知道他们去哪里逛去了吗? 雀儿摇了摇头, 洛青州心头疑惑, 进了梅乡小园。 秦儿小姐从屋里走出, 看到他后, 轻声道, 姐姐可能在屋里待得眷了, 或者, 百灵想出去。 青州哥哥不用担心, 有缠缠跟着呢。 洛青州点了点头, 道, 你最近又咳嗽了吗? 秦儿小姐道, 好多了, 一个月就咳嗽了几次, 而且没有咳血。 青州哥哥拿回来的那颗丹药, 很管用呢。 洛青州心头烧鞍, 道, 放心吧, 有机会的话, 我会再帮你找几颗的。 两人又在走廊上说话话。 洛青州进了屋里, 收起了桌上的灵液, 道, 微末, 接下来的两个月, 我可能都不会再回来了。 你若是有事, 让龙儿通知我, 或者直接去找陛下或者郡主。 秦儿小姐没有多问, 轻声道, 嗯, 青州哥哥不用担心家里, 美娇姐经常会过来, 陛下偶尔也会过来。 微末的身子也挺好, 会在家里乖乖等青州哥哥回来的。 洛青州把他抱在了怀里, 心头满是歉意, 道, 等事情解决了, 我就在家好好陪你们。 嗯嗯嗯。 秦儿小姐已在他的怀里, 也抱住了他。 两人诱饵并撕磨地说了话话。 洛青州见时间不早了, 没有再逗留, 直接从地底离开。 出了秦府后, 他突然想起了大小姐和缠缠他们。 他立刻从地底出来, 飞上了半空, 俯看着下面。 整座内城街道小巷, 一览无遗。 但他仔细搜寻了很久, 都没有看到大小姐三人。 不在内城吗? 他心头疑惑, 正要去外城寻找时, 突然发现一道熟悉的身影, 从不远处街道上的一间药铺里走出。 百灵? 洛青州心头疑惑, 立刻跟了上去。 怎么只有那丫头一个人? 大小姐和缠缠呢? 不是跟着他一起出来了吗? 百灵手里拿着东西, 在街道上左右张望了一番, 突然拐进了一条小巷。 洛青州立刻飞到了小巷上空, 低头看去。 嗯? 人呢? 小巷里空空, 那道穿着粉裙的俏丽身影, 竟像是突然消失了一般。 洛青州心头一灵, 又仔细寻找了一遍, 立刻飘落了下去。 小巷漆黑狭窄, 四周除了破旧的墙壁以外, 还有一些住户。 不过, 那些住户的院门都紧紧关闭着。 从刚刚他赶来的速度来看, 对方不可能这么快就进入了某家住户。 几乎是一瞬间的时间, 对方刚进小巷, 他就飞来了。 而对方也在这一瞬间的时间凭空消失了。 隐身术? 还是洛青州站在小巷里, 思考了一下, 目光突然看向了地面。 杀! 他立刻进入了地底, 又在地底寻找了一番, 依旧没有找到。 这时, 他心头一动, 突然想起了那家药铺。 他立刻从地底出来, 走出小巷, 走向了那家药铺。 那丫头在药铺里买了什么? 是普通的药, 还是炼制那些花药的药材? 潺潺和大小间呢? 他心头带着疑惑, 进了药铺。 这时, 药铺老板正要关门, 见他进来, 只得又走回柜台前, 满脸笑容地道, 客人带药方了? 需要什么药? 老板身穿一身轻袍, 身材微胖, 嘴上留着八字须, 笑起来眯着眼睛, 看着颇有喜感。 洛青州拿出了一块碎银, 放在了柜台上, 道, 不需要什么药。 只是想问一下, 刚刚来的那名姑娘, 买了什么药? 她是一个人来的吗? 老板有没有看见, 她身边跟着其他人? 老板闻言愣了一下, 疑惑道, 姑娘? 哪里有姑娘? 洛青州目光一冷, 看着她道, 刚刚来的, 那姑娘穿着一身粉色衣裙, 头上戴着花卡, 长得很漂亮, 说话的声音也很好听, 笑起来脸上有两个酒窝, 眼睛很大很灵动。 记起来了吗? 老板一脸迷茫, 道, 刚刚老朽一直都在店里, 并没有看到有人进来, 天黑后, 就只有公子你一个人进来, 并没有什么姑娘。 洛青州眸中闭茫一闪, 盯着她的眼睛道, 你确定? 可是我刚刚亲眼看见她进来了, 也亲眼看到她出去了。 老板一脸古怪地看着她, 可人看错了吧? 老朽可以发誓, 刚刚除了公子以外, 真的没有其他人进来。 洛青州微正, 继续盯着她的眼睛道, 今晚就你一个人在这里手电吗? 老板点头道, 是啊, 就老朽一个人。 洛青州又盯着她的眼睛看了一会儿, 方把柜台上的银子推了过去, 道, 谢谢, 可能是我记错了, 或许是在旁边的其他店铺。 说完, 转身离开。 老板, 见她走出了店铺, 立刻拿起了银子, 颠了颠, 又看向了门口, 摇了摇头, 只怕脑子有些问题, 这大半夜的, 哪有姑娘会独自一个人来买药? 说完, 她突然打了个机灵, 眼中露出了一抹金句之色, 左右看了一眼, 自言自语道, 那小子不会是个阴阳眼, 看到鬼了吧? 她慌忙收拾东西, 匆匆关了店铺离开。 洛青州走在街道上, 又想了一会儿, 呼得走进了旁边的小巷, 随即飞上夜空, 向着秦府飞去。 她当然不会看错, 更不会记错。 但她刚刚从那名药铺老板的眼中看出, 对方也并没说谎。 在她的记忆中, 今晚的确没有任何姑娘进入她的药铺。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不对, 应该是两个可能。 第一, 百灵施展了隐身术进去的, 那名老板并没有看见。 第二, 百灵或许施展了什么手段, 撒了花粉什么的, 让那名老板见了她以后, 立刻就忘记了。 可是, 药铺里卖的是药, 而且都是一些普通的药。 她要是想买东西, 直接进去买就是了, 何必如此偷偷摸摸鬼鬼祟祟? 除非她买的是见不得人的药。 当然, 也有可能, 她炼制花药的材料是秘密, 不想让被人知晓。 洛青州心头思考着, 很快回到了秦府。 她飘在了灵缠月宫的上空, 向下看去, 依旧只能看到一层薄薄的雾气, 里面什么都看不到。 但正在此时, 小院里突然传来了一阵熟悉而悦耳的歌声。 她是一头小毛驴, 我才不稀罕骑。 有一天她求着我去骑, 我手里拿着小皮鞭, 我抽得正得意。 洛青州飘落在了灵缠月宫门口, 带她唱完后, 方抬手敲门。 谁? 谁在外面咚咚咚? 小百灵清脆月耳的声音在小院里响起。 洛青州开口道, 百灵, 二小姐让我过来给大小姐请安, 顺便给你拿一串糖葫芦, 秋儿才在外面买的。 登登登, 小院里立刻传来了跑步的声音。 支呀, 院门打开, 百灵露出了小脑袋, 满脸开心地道, 姑爷, 快给我, 小百灵很久都没有吃了, 这次一定要狠狠地舔她。 啊, 洛青州一把掐住了她的后颈, 把她推了进去。 姑, 姑爷, 你要干嘛? 糖葫芦呢? 百灵张牙舞爪地挣扎着, 灵动的毛子还在她的另一手上乱瞄着。 洛青州把门关上, 揪着她的后颈道, 告诉姑爷, 今晚去哪里了? 百灵呜呜道, 去逛街了呀, 姑爷, 快放人家下来, 再欺负人家, 人家要哭了。 洛青州道, 去哪里逛街了? 大小姐和蝉蝉呢? 什么时候回来的? 一边说着, 她一边看向她的眼睛, 眸中亮了一抹臂芒。 她向来不会对身边的人使用这个技能。 毕竟窥探对方秘密, 很不道德, 很不尊重人, 但今晚的情况实在诡异, 她必须要探查清楚。 百灵正脱不开, 只得抓着她胸口, 狠狠地用小指甲掐着, 嘴里呜呜道, 坏姑爷, 掐死你, 快放开人家, 人家就是出去逛了街, 又不是做了什么坏事, 呜呜, 洛青州盯着她的眸子, 又问了几句, 把她进药铺的事情也问了, 但并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 人家就是去逛街了, 就在街上随便逛逛, 小姐和馋馋也都去了, 姑爷怎么不敢去欺负她们, 呜呜, 人家才没有去药铺呢? 人家自己都会炼药, 去药铺干嘛? 姑爷污蔑人家, 呜呜, 洛青州的毒心术, 在这丫头的身上没有起到任何效果。 这丫头的毛子里, 仿佛有另一种力量, 阻挡着她的目光。 果然不简单。 洛青州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突然把她一把抱了起来, 走向屋里道, 既然你不是说实话, 那我们去房间说。 百灵立刻抱着她的脖子挣扎起来, 姑爷, 不要, 不要。 小百灵不要, 洛青州没有理睬她, 直接抱着她, 踢开房门, 走了进去。 然后, 将在原地。 房间里, 下馋抱着剑, 站在窗前。 桌前, 一袭雪白衣裙的秦大小姐, 正坐在那里, 手里拿着书。 此时, 两人冰冷的眸子都看向了她, 空气突然变得寂静。 大, 大小姐, 她手一软, 放下了怀里的百灵。 可是百灵的双臂, 却依旧紧紧抱着她的脖子, 一边挣扎, 一边呜呜道, 姑爷, 不要, 不要啊。 小百灵命死不屈, 小百灵生是小姐的人, 死是小姐的鬼, 洛青州掰开了她的双手, 对着她腰支狠狠掐了一下。 啊, 疼。 好疼, 百灵立刻捂着腰, 蹲在了地上。 那个, 大小姐, 听说你身子不舒服, 所以我来看看。 既然没事, 那我就告辞了。 洛青州说完, 立刻准备溜走。 下禅身影一闪, 拦在了门口, 顺便关上了门, 目光冰冷地看着她。 这时, 秦大小姐开口道, 你有话要对我说吗? 洛青州顿了顿, 犹豫了一下, 方转过身看着她道, 听说大小姐今晚出去逛街了。 秦大小姐也看着她, 道, 是。 洛青州道, 大小姐怎么突然想着 晚上出去逛街? 秦大小姐淡淡地道, 跟你有关系吗?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当然有, 至少, 我们还是夫妻, 所以我关心, 想问一下。 百灵立刻捂着腰, 抬起头生气地道, 姑爷还记得跟我家小姐是夫妻吗? 姑爷说好了, 每晚要来给小姐请安, 陪小姐说话的, 可是整整一个月都没有来。 小姐在家里无聊, 所以才会出去逛街的, 洛青州愣了一下, 沉默下来。 姑爷好过分, 百灵气鼓鼓地道, 门口的下馋也低声附和, 好, 过分。 洛青州低头道歉, 大小姐, 是我不对, 不过这段时我很忙, 一直都在外面, 很少回来, 所以才没有过来给大小姐请安的。 百灵在一旁嘀咕道, 忙得连自家娘子都忘记了吗? 哼, 洛青州低着头, 脸上露出了一抹犹豫之色。 她似乎有话想说, 一时之间又难以启齿。 这时, 身上的传讯宝蝶呼得震动了一下, 她抬头看向了窗外的夜色, 连忙拱手道, 大小姐, 我还有事, 要先走了。 顿了顿。 她又道, 我可能还要出去两个月的时间, 没法来给大小姐请安了。 到时候我回来后, 有件事, 想要跟大小姐商量一下。 百灵立刻道, 姑爷有什么事, 不能现在说吗? 洛青州看了一眼秦大小姐, 又看了一眼门口的馋馋, 没有回答, 直接从窗口翻了出去, 很快便消失了大门外。 房间里, 安静了一会儿。 百灵疑惑道, 小姐, 姑爷到底有什么事情, 要说呢? 随即她突然害怕地道, 啊, 姑爷不会想要求小姐, 让小姐把小百灵送给她欺负吧。 小姐, 不要, 洛青州出了情府, 很快来到了东湖, 飘落在湖水正中心的小船上时, 她方拿出了传讯宝碟。 本以为是月姐姐发来的消息, 不过打开一看, 竟然是粉忧仙子发来的消息, 告诉你一件事, 前几日, 月瑶来我们九天摇台了, 洛青州一愣, 道, 她去干嘛? 粉忧仙子? 好像是求要, 她说, 用我们宗门的任务来交换, 多少任务她都愿意接。 不过, 宗门长老并未答应, 按照规矩, 只有我们宗门弟子, 才能接那些任务, 才能交换本门的修炼资源, 洛青州心头一颤, 然后呢? 粉忧仙子, 然后她就离开了, 至于又去了哪里? 我也不知道了, 洛青州缓缓握紧了手里的传讯宝碟, 眸中渐渐起了一层雾气。 粉忧仙子, 听说她先去了蓬莱仙岛, 也被拒绝了。 她是不是修炼遇到了瓶颈, 需要丹药? 听说她需要的那些灵药, 都非常珍贵。 不过以她曾经的性子, 应该不会来求人的, 所以大家都在议论, 洛青州闭上了眼睛, 又缓缓睁开, 道, 有人欺负她吗? 粉忧仙子, 怎么会? 我们九天摇台, 其实很看重她的, 当初很多师叔师伯都喜欢她, 想收她为弟子, 可惜都被她拒绝了。 她这次来求要, 那些师叔师伯都帮她说话了, 还有劝她加入我们宗门, 没有人会欺负她的, 洛青州, 谢谢, 粉忧仙子, 其实你可以和她一起, 加入我们九天摇台的, 这样的话, 以你们的天赋, 修炼资源都会有的。 我家师尊, 很看好你们两个, 洛青州没有再回复, 握紧了手里的传讯宝碟。 龙儿浮出水面, 跟她说话, 她仿佛也没有听见, 脑海里满是那道孤寂的身影。 公子, 姐姐来了。 龙儿突然看着天上道, 洛青州终于回过神来, 抬头看去, 一道月白身影滑坡夜空, 从远处的云层飞来, 然后飘落了下来。 她落在了船尾, 身上亮着淡淡的月光, 只是一缕神魂。 洛青州突然过去, 把她抱在了怀里, 紧紧抱着她道, 月姐姐, 嫁给我, 让我永远陪你, 永远保护你, 好吗? 怀里的身影, 一动不动, 浮在水面上的龙儿, 则睁大了眼睛。 黑夜寂静, 只有风浪拍打小船的声音, 在缓慢而悠长地演奏着。 仿佛月光下的月章, 催人入眠。 船尾, 洛青州紧紧抱着怀里的人, 不肯松开。 许久之后, 他方看向她, 再次开口, 好吗? 月瑶目光安静地看着她, 脸上似乎依旧没有任何波澜, 道, 不好。 洛青州道, 为何? 月瑶身影一闪, 从她怀里离开, 站在了船头, 叫清冷背影, 道, 先回去问问你家女皇, 她是怎么称呼我的。 洛青州顿时一僵, 龙儿愤愤地告状道, 公子, 那个小铁, 你家女皇陛下, 称呼姐姐为小妾, 还抱着宝宝, 嚣张地让姐姐叫她好姐姐呢。 洛青州, 头疼。 月姐姐, 其实按照真正的大言, 婚姻法来说, 她也, 洛青州正要忍不住说出来时, 突然又停了下来。 不行, 不能说。 万一龙儿过去嘲笑和挑衅陛下, 而且, 陛下如今有了她的宝宝, 又是尊贵的大言女皇, 无论如何, 也不可能做妾的。 还有, 当初二小姐与她拜堂成亲时, 其实行的是妾礼。 也就说, 女皇本来就是正妻。 如果说真正按照大言婚姻法, 拜堂成亲行礼的, 真正算得上是她正妻的, 就只有大小姐和女皇陛下。 这两人的身份名副其实不可动摇。 所以, 公子, 她也怎么了? 龙儿好奇问道, 洛青州耸了耸肩, 道, 没怎么。 随即又看向船头道身影道, 月姐姐, 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不理她就是了。 你也知道她的性格, 她就喜欢争强好胜, 喜欢跟你比。 其实, 她心里是非常感激你, 非常敬佩你的。 所以呢? 月瑶转过头, 看向她, 淡淡地道, 让我叫她姐姐吗? 洛青州, 沉默半赏。 她低声道, 月姐姐, 这件事, 我会解决的。 月瑶没有在说话, 目光望向了远处的黑夜。 洛青州也没敢再继续这个话题, 走过去道, 对了月姐姐, 花骨呢? 龙儿在水里道, 公子, 花骨已经神魂归翘苏醒了。 不过暂时还需要瘟养一段时间, 让神魂与肉身彻底融合熟悉, 毕竟分开太久了。 洛青州道, 她现在在哪里? 龙儿看了一眼她的身旁, 没有回答。 洛青州也看了旁边一眼, 顿了顿, 道, 好吧, 让她好好休养吧。 随即又道, 月姐姐, 我吃了那枚火红色的灵果后, 这一个月的修炼速度的确增加了一些。 现在肉身的进程是38, 神魂的进程是92了, 不过, 只有两个月的时间了, 我怕会来不及。 还有没有别的方法, 可以加快修炼速度? 月瑶从远处收回了目光, 道, 已经很快了。 说完, 她拿出了一支木盒, 递到了她的面前, 道, 这颗丹药, 本来是需要进程满一百后, 冲冠用的。 不过你情况特殊, 现在就可以服用, 应该可以增加一些修炼速度, 但之后能否顺利突破? 我也不知。 洛青州接过木盒, 小心翼翼地打开, 一股浓郁的药香味, 顿时扑鼻而来。 同时, 一道金光乍现, 闪烁了几下, 方熄灭。 木盒里, 是一颗金色的灵丹, 无论是色泽, 还是模样, 又或者是香味, 皆令人心神悸动, 垂涎三尺。 好像, 水中的龙儿, 咽了一口口水, 满脸羡慕地道。 还有金光呢? 这颗丹药, 最少也是上上品灵丹呢。 公子好幸福, 姐姐对你真好。 洛青州目光正正地, 看着木盒里的灵丹, 脑海里再次想起, 月姐姐为了寻找炼丹的灵药, 四处奔波求人, 受尽委屈的一幕幕画面。 月姐姐, 即便你顺利突破到了五王境界, 还差一样东西。 月瑶冰冷地打断了她的话。 洛青州闻言一正, 随即醒悟过来, 全法吗? 月瑶清冷地眸子看向了她, 道, 对于你来说, 无论是拳法, 还是剑法, 或者棍法, 其实都可以。 到了五王境界, 任何功法都可以融会贯通, 运用自如。 你现在缺少的, 就是五王境界的功法, 我这里也没有。 洛青州道, 那月姐姐, 知道哪里有吗? 月瑶道, 知道。 洛青州连忙道, 哪里? 月姐姐告诉我, 我立刻去取。 月瑶沉默了一下, 道, 幽冥。 洛青州一愣, 幽冥。 龙儿立刻道, 姐姐说的是鬼界吧? 龙儿曾经也听爹爹说过, 我们人间上古时期, 很多厉害的功法和宝物都消失了, 好像都去了鬼界, 月瑶淡淡地道, 并非是去了鬼界, 人间的任何东西死去或者消失后, 那里都会有虚影, 无论人, 动物, 功法, 宝物, 还是山脉等等。 龙儿惊讶道, 虚影? 是魂吗? 月瑶看向了远处的黑夜, 道, 我也不知, 只是在书籍上找到了一些记载。 洛青州道, 那月姐姐知道该怎么去吗? 月瑶眸中似乎露出了一丝犹豫, 沉默了片刻, 方道, 据说在麒麟山脉那里有一座火焰山, 每到月圆之夜, 就可以从最里面的岩浆深潭进入幽冥界。 麒麟山脉? 火焰山? 洛青州文言一愣, 道, 不就是我们上次去的那座上古遗址那里吗? 月姐姐, 是那里吗? 月瑶望着远处, 淡淡地道, 我又没去过, 我怎么知道? 洛青州, 这才想起来, 当初月姐姐在那里变成了一只小白兔, 被她, 不对, 那不是月姐姐, 不是, 那我现在就去。 她迫不及待地道, 距离九州大会, 只剩下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她还要服用灵丹修炼, 还要冲刺武王境界, 时间本来就有些不够。 如果不抓紧时间去, 只怕就来不及了。 龙儿连忙道, 公子, 鬼界可不能随便进去, 就算有入口, 也不一定能够进去。 鬼界说, 那地方不是人去的, 若是进去了, 就再也回不来了。 洛青州闻言, 目光看向了月姐姐。 既然月姐姐说出了那个地方, 那么, 她就应该有办法进去的。 月瑶沉默了一下, 道, 龙儿说得对, 那地方不是人可以进去的。 洛青州神色一动, 立刻听懂了她的意思, 月姐姐的意思是说, 人不可以进去, 但鬼可以。 也就说, 我们的神魂应该可以进去, 对吗? 月瑶看向她, 目光动了动, 道, 神魂应该可以。 不过, 稍有差池, 就再也回不来了。 龙儿接着恐吓道, 神魂回不来了, 肉身就会慢慢腐烂消失。 然后, 公子的女皇陛下和宝宝, 大小姐二小姐, 蝉蝉百灵, 师父师叔, 还有可爱的龙儿, 就再也见不到公子了。 公子, 就再也看不到, 和玩不到他们的脚脚了。 洛青州没有跟她开玩笑, 神色凝重地道, 月姐姐, 你也知道, 我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必须要去尝试一下。 只要有一线机会, 我都愿意。 你告诉我进去的方法, 我今晚就去。 月瑶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道, 如果你真要去的话, 需要小月陪你一起, 我也去。 洛青州脸色一变, 龙儿也连忙道, 姐姐, 龙儿也要陪你们一起去。 洛青州立刻道, 月姐姐, 陛下她, 她不能去。 她刚生了宝宝, 又是一国之君, 边境现在又不太平, 所以我不能让她陪我一起去那种地方。 还有月姐姐你, 你已经为我做得太多了, 你也不能去, 我一个人去就可以了。 月瑶淡淡地道, 火焰山并非普通的火山, 里面的温度与火焰, 比普通的火山要更强大。 只有小月跟你一起, 你才能走到最里面, 否则, 你连门都进不去。 而我也只能自保, 不能帮你, 只有她的火灵肢体, 才能护着你进去。 洛青州道, 月姐姐, 我也有灵火护体。 我当初与小月, 她立刻停住了话, 月瑶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道, 即便她给你了一些, 也远远不够。 洛青州沉默下来, 没有再说话。 月瑶又看了她一会儿, 道, 我只是告诉你方法, 你需要自己抉择。 其实你只要突破了五王境界, 即便功法弱点, 再加上你的雷电, 大多数皈依境界的修炼者, 都不是你的对手。 还有, 你的木棍, 我还在炼制, 加入那枚果核后, 威力应该会更强。 洛青州突然想起了什么, 在身上找了找, 洛青州的果核递了过去, 道, 月姐姐, 这是第二枚灵果的果核, 你看看可以用吗? 月瑶看了一眼, 目光微动, 接在了手里, 没有说话。 洛青州道, 那就是这样吧, 我去闭关修炼。 至于功法的事情, 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龙儿叹气道, 三大先宗那里应该会有, 可惜这种功法都极为珍惜, 他们是不可能给外人观看的。 洛青州神情轻松道, 没事, 我还有雷电。 月瑶收起了果核, 看着他道, 服用那颗灵丹后, 无论身体有任何异常, 都记得告诉我。 洛青州点了点头, 道, 好。 随即他突然又道, 月姐姐, 反正你也练完丹了, 要不, 跟我一起去皇宫地底修炼吧。 这样的话, 我若有事, 也可以随时跟你请教。 月瑶看向远处, 道, 我还有别的事。 洛青州道, 什么事? 月瑶没有回答, 身上月光一闪, 便要离开。 洛青州连忙拉住他道, 月姐姐, 我想问一下, 炼制这颗灵丹, 你最后是怎么凑齐灵药的? 月瑶看着远处, 没有回答。 洛青州看着他在月光中的朦胧身影, 轻声道, 我知道, 你为了那些灵药, 好好修炼。 月瑶身影一闪, 消失不见。 一缕月光飞上夜空, 很快, 飞入云层, 无影无踪。 洛青州又在小船上站了一会儿, 转头看向了水里的龙儿, 道, 好好修炼。 说完, 身影一闪, 上了岸, 直接去了宫里。 女黄与宝宝正在睡觉。 洛青州悄悄看了一眼, 便进入了地底, 来到了灵筐之星的下面。 没有五王境界的功法, 实力的确会大打折扣。 但只要他突破到了五王境界, 依靠肉身的强悍和强大的气血之力, 再加上他的雷电, 相信除了皈依巅峰境界的修炼者不好对付以外, 其他皈依境界的修炼者他都不虚。 当然, 即便是皈依巅峰境界的修炼者, 也休想打伤一个五王。 所以, 只要他突破了五王境界, 除非对方出动雷杰高手, 否则, 别想要他性命。 而他如果以命相搏, 即便是皈依巅峰境界的高手, 也得退层皮。 所以, 还是赶快突破吧。 还剩两个多月的时间, 希望月姐姐给他的这颗灵丹, 可以发挥出意想不到的效果。 而那颗火红色灵果的能量, 还未完全消耗完, 一枚枚红色的, 像是符纹一样的东西, 还在他的丹海中游动着, 还能继续给他带来更多的能量。 当然, 还有他的灵业。 静心, 凝神。 他平静心绪, 又安静了一会儿, 方缓缓打开了手中的幕盒, 准备服用月姐姐给他的这颗灵丹, 然后开始闭关。 正在他拿出灵丹, 准备张嘴服用时, 门口突然传来婴儿的叫声。 咿呀, 他立刻抬头看去。 女皇穿着火红色的睡裙, 怀里抱着宝宝, 正站在门口看着他。 宝宝正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 一边好奇地看着他, 一边伸着小手抓着, 似乎想要抓他。 洛青舟连忙收起灵丹, 起身走了过去, 道, 陛下, 你怎么来了? 刚刚不是在睡觉吗? 南宫火月脸上露出了一抹温柔之色, 道, 刚刚做梦了, 梦到你了。 洛青舟伸出手指, 让宝宝抓在了手里, 神色温柔, 道, 什么梦? 南宫火月看着他道, 噩梦。 洛青舟看了他一眼, 道, 那就不要当着宝宝的面说了。 南宫火月沉默了一下, 道, 你又闭关修炼了吗? 洛青舟用手指斗着宝宝, 道, 是的, 可能要闭关两个月。 南宫火月看着他的眼睛, 眸中露出了一抹复杂之色, 道, 你就没有话要对朕说。 洛青舟微正, 看着他道, 没有啊, 怎么了? 南宫火月沉默了片刻, 道, 没事。 随即又道, 你修炼吧, 不打扰你了, 朕要带宝宝去睡觉了。 洛青舟又依依不舍地看了宝宝一眼, 缓缓抽出了手指头, 道, 好, 早点休息, 明日还要早朝呢? 南宫火月没有再说话, 带着宝宝离开。 洛青舟看着他的背影, 直到他消失在不远处的通道时, 方转过身, 回到了灵矿之星下面。 他低下头, 看向了自己的手指。 宝宝抓着的手指, 依旧残留着宝宝手心的温度, 这温度仿佛另一种力量, 植入他的内心。 他深吸一口, 再次拿出了那颗灵丹。 正在此时, 身上的传讯宝蝶呼得震动了一下。 他愣了一下, 这个时候会是谁呢? 月姐姐? 还是诗书? 他拿出来看了一眼, 顿时一致, 竟然是消失很久的小月发来的消息。 好哥哥, 妹妹想你了, 洛青舟, 有事吗? 他自然不敢再叫好妹妹。 也不是不敢, 只是觉得再装下去, 实在有些羞耻。 小月, 听说你有事, 要求妹妹帮忙? 刚好, 妹妹这段时间很无聊, 想要出去逛一逛。 好哥哥, 我们在哪里见面? 洛青舟眉头一皱。 谁跟你说的? 小月, 龙儿那个小妖女, 她来找我了。 她告诉我, 哥哥需要我的帮助, 洛青舟。 我就是随口一说, 没什么是需要你帮助, 不要理她, 小月。 可是她说, 师姐已经独自一个人去了。 好哥哥, 你让师姐帮你, 都不让你家好妹妹帮你吗? 洛青舟猛然从灵矿之心下面站起, 月姐姐去了。 小月, 哥哥不知道吗? 龙儿说, 师姐对你的事情很关心呢。 今晚跟你分开后, 就独自一个人去了洛青舟身影一闪, 掠出了通道, 立刻给月姐姐发消息。 但刚编辑好, 她停顿了一下, 又突然删除了。 她思考了一下, 立刻又编辑道, 月姐姐, 我刚刚吃了你给的灵丹, 现在感觉丹海内非常难受。 而且经脉非常疼痛, 全身像是要爆炸了一般, 消息发送出去后。 她立刻又发送了一条, 月姐姐, 救我, 我全身的皮肤裂开了, 流血了, 好痛苦, 她快速出了地底, 来到了地面, 随即身影一闪, 飞上了夜空。 正要急速向着麒麟山脉飞去时, 身后的屋顶上, 突然传来了一道熟悉的声音, 哥哥, 妹妹在这里。 洛青舟一愣, 停住身子, 扭头看去。 下面的屋顶上, 一道身穿火红衣裙被红光包裹的熟悉身影, 正站在那里, 激动地对着她招着手。 洛青舟将了将, 只得转身飞了过去, 落在了她的面前。 小月激动地道, 好哥哥, 好久不见呢。 随即又又地道, 这么久了, 都不理人家, 是不是已经忘记人家这个好妹妹了? 哼, 你还咬人家的哇哇了呢? 洛青舟, 小月笑嘻嘻地扑进她的怀里, 抱住了她, 道, 哥哥, 我们去哪里? 刀山火海, 妹妹都愿意陪哥哥一起去。 洛青舟嘴角抽搐几下, 道, 别闹, 好好再加红, 我是小月。 她突然打断了她的话, 又压低了声音, 羞涩而又有些得意地道, 舔狗小月。 洛青舟无语, 但无论如何, 她都不能带着她去冒险。 小月, 你听着, 这件事, 哥哥, 你先听着。 小月再次打断了她的话, 与其坚决地道, 这一次, 妹妹一定要陪哥哥一起去。 师姐为哥哥做了那么多事, 而妹妹什么都没有做。 妹妹很难过, 哥哥让师姐付出, 就不让妹妹付出吗? 是看不起妹妹吗? 还是, 觉得师姐亲, 妹妹不亲? 既然妹妹跟哥哥是一家人, 那么, 就该同生共死, 一起面对危险, 不是吗? 洛青舟沉默了一下, 道, 小月, 如果是以前, 我可以让你去, 但是现在, 你有了, 哥哥。 小月目光深情地看着她, 道, 如果是以前, 妹妹是不愿意陪哥哥去冒险的, 更不可能跟哥哥同生共死。 但是现在, 妹妹愿意, 妹妹也有责任陪着哥哥一起。 师姐都可以, 妹妹为什么不可以? 好哥哥, 给妹妹一个机会吧, 就算真的跟哥哥一起死在那里, 妹妹也心甘情愿, 妹妹也开心。 说到此, 她顿了顿, 又轻声道, 如果哥哥不愿意让妹妹跟你一起承受危险, 那么妹妹会很伤心, 很难过的。 妹妹如果伤心了, 难过了, 可能就会把哥哥以前的糗事, 全部抖出去的, 还会让哥哥的宝宝没奶吃。 洛青州, 小月已在她的怀里, 紧紧抱住了她, 哥哥, 让妹妹跟你一起吧。 这件事, 又不是哥哥一个人的事情, 妹妹也有责任。 我们一起承担, 一起面对, 可以吗? 洛青州心头依旧在犹豫着。 这时, 小月突然看向半空中道, 师姐, 可以吗? 小月可以一起去吗? 洛青州立刻转过头, 看向了后面。 夜空中, 一道月白身影立在那里, 静无声息, 不知道已经来了多久。 月白身影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道, 你问她。 洛青州还未回答, 怀里的人突然点起脚尖, 在她嘴唇上亲吻了一口, 哀求道, 好哥哥, 你要是答应妹妹, 等回来后, 妹妹就把收藏的娃娃都给哥哥玩, 好不好? 妹妹可爱的角角, 也一起给哥哥玩, 好不好? 随即突然又道, 哥哥要是觉得还不够的话, 妹妹就把师姐抓住, 也把师姐的娃娃和角角, 给哥哥玩, 好不好? 师姐的娃娃又香又软, 角角, 洛青州立刻堵住了她的嘴, 转过头看着身后的月白身影, 道, 月姐姐, 我们三个如果一起去的话, 有几成的机会回来。 月白身影沉默了一下, 道, 不知道。 小月立刻拿开了她的手道, 好哥哥, 妹妹的运气一向很好的, 有妹妹在, 哥哥放心, 一定会平安回来的。 说完, 红影一闪, 立刻飞上了夜空, 道, 师姐, 走吧。 小月的赤焰火月枪已经饥可难耐了, 华。 话语刚落, 她的手中呼的出现了一杆火焰燃烧的火红色长枪, 而在她的眉宇间, 也有一枚火焰印记, 赫然而现。 洛青州看向夜空中, 月光下, 一道月白身影, 一道红色身影, 相对而立, 一美飘飘。 这一幕, 何其熟悉。 一如曾经, 她刚认识他们的那些夜晚, 她与她, 站在阁楼飞檐, 沐浴着月光, 望着黑夜, 安静地听着她的故事, 大月, 小月, 他们终究还是因为她, 再一次站在了一起。 不知道以后的某个夜晚, 他们还会不会因为她, 而跪在一起, 啪, 她突然给了自己一巴掌。 等我, 她没有再犹豫, 身影一闪, 回到修炼室内, 对月舞和月影交代了一声, 然后与女皇的本体坐在了一起。 再然后, 神魂出窍。 当然, 本体内还留下了一缕分魂。 神魂穿过屋顶, 飞上了夜空, 飞到了两人的身前, 目光深情地看着他们, 道, 那就, 一起吧。 嗯嗯嗯, 小月开心点头, 大月则依旧高冷无颜, 月光一闪, 飞向高空, 黑夜寂静, 三道身影很快便消失在了大阎京都的夜空之上。 一路急行, 由于是神魂赶路, 速度更快。 三日后, 三人已经来到了那座绵延数千里, 辽无人烟的麒麟山脉。 从高空中腐盖下, 整座山脉宛若一只四堤奔腾的巨大麒麟。 那些高耸入云的古老树木, 则仿佛它身上的一根根毛发。 而它的脑袋, 则正是那座火焰山。 整座火焰山, 上面赤红, 下面焦黑。 四周土壤, 寸草不生。 而在火山口处, 则常年不断地喷着火焰, 流淌着一股股赤红色的岩浆, 恐怖的高温, 使得四周的空气都变得扭曲。 附近山脉中的野兽、 飞鸟、 毒虫等等, 皆不敢靠近。 三人刚降落一段距离, 便立刻感到一股灼热的气浪扑面而来。 洛青州周身静风旋转, 隔绝着热浪。 小月则很是兴奋, 身上没有凝现出任何光照, 率先冲了下去。 她眉宇间的那枚火焰印记, 也愈发鲜艳如鞋。 月瑶的身上, 则有一丝丝的白气出现。 那白气萦绕在她的身旁, 使得她看着更加朦朦胧胧, 飘渺如鲜。 师姐, 是直接从这里进去吗? 小月停在火山口, 被不断喷涂的火焰和喷涌的岩浆烤着, 不仅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还愈发兴奋。 月瑶没有说话, 绕过了火山口, 飞向了半山腰。 洛青州连忙跟在身后, 气温越来越高, 仿佛有火焰在身上燃烧。 不过她体内也融合了小月的火灵之气, 所以并未感到难受。 倒是月姐姐, 她身上的白气越来越多。 洛青州跟在后面, 还能感到一丝丝的清凉扑面来。 小月也跟了下来, 嘻嘻笑道, 哥哥, 妹妹的火灵之气是不是很厉害? 待会儿, 妹妹再给你一些好不好。 洛青州嘘了一声, 道, 少说话。 听说这火焰山中, 隐藏着各种厉害的火系灵兽, 小心惊扰到了他们。 谁知此话一出, 小月顿时目光一亮, 真的吗? 妹妹刚好想要一只火系灵兽呢。 若是有火麒麟, 那就太好了, 妹妹一定抓住它, 带回去养着。 洛青州没有再理它, 继续向着下面飞去。 三人很快来到了火焰山的半山腰处。 这里的岩石全是焦黑色, 都是由岩浆凝固而成。 虽然不如上面的赤红色岩石滚烫, 但也散发着可怕的高温。 月瑶身上闪烁着月光, 萦绕着白气, 带着两人在整座火焰山转了一圈, 终于找到了一处洞穴。 她并未立刻进去, 而是在洞穴口观察了一下, 开口道, 有人进去了。 小月一脸无所谓, 肯定是一些修炼火系功法的修炼者, 估计是来寻找灵药或者灵兽的, 管他呢? 反正他们也不敢去最下面。 月瑶没有再说话, 又观察了一会儿, 方身影一闪, 进了洞穴。 两人立刻跟在后面。 小月低声道, 哥哥, 抱着妹妹, 这样你就不怕里面的火焰了。 洛青州警惕地注意四周并未立他。 三人进入了一条狭窄的通道, 飞行了大概一刻钟, 前面突然变得宽敞起来。 同时, 里面的岩石开始变成了红色, 温度也越来越高。 通道蜿蜒向下延伸。 突然, 前面出现了一个三叉路口。 向前望去, 三条通道并未区别, 皆是岩石火红, 隐隐有岩浆流动的声音传来。 月瑶停住身影, 拿出了一块玉盘, 低头查看着。 他身上被一层月白色的光蕴包裹着, 同时, 不断有白色的气息从他身上散发而出。 像是火焰烘烤着寒冰。 洛青州此刻的皮肤也有种灼热的感觉, 但依旧在可以承受的范围。 而小月则依旧没有感到任何不适。 停顿片刻, 月瑶收起玉盘, 飞向了最中间的通道。 两人立刻跟在后面。 通道向下的坡度越来越陡峭, 空气中的温度也越来越高。 很快, 前方变得火红一片。 地上有岩浆流动, 火红的石壁缝隙中有火苗喷射。 咕噜咕噜, 岩浆沸腾的声音, 火焰燃烧的声音越来越响亮。 月瑶身上的白气更加浓郁了。 洛青州终于有些承受不住, 连忙凝现出了护体光照, 隔绝住了滚烫的热浪。 片刻后, 三人来到了一处更大的空间。 地面出现了一座岩浆池子, 里面火红色的岩浆正在不断地翻滚沸腾着。 同时, 一缕缕火灵之气在池子上面飘浮移动着。 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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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有火焰在四周的空间中燃起, 熄灭, 又燃起。 这是地火之灵, 护照不一定能够抵挡, 不要被他们触碰到身子。 月瑶提醒了一句, 身影一闪, 从岩浆池子上空飞向了对面。 洛青州连忙小心翼翼地跟在后面。 小月跟在他旁边, 神色凝重地道, 哥哥, 这地火之灵是天地灵物, 哪怕只有一点点触碰到身上的肌肤, 就会出现一个大洞, 然后整个身子都会燃烧, 神魂也不例外, 非常可怕的。 说完, 他突然哀哑一声, 身子一晃, 落在了一朵刚燃起的火焰之上。 洛青州吓了一跳, 慌忙伸手要去抓住他, 却见他嬉嬉一笑, 嘴巴一张, 阿乌一声, 一口把那朵火焰给吞了进去。 同时, 他眉宇间的火焰印记呼得燃烧起来。 不过对于妹妹来说, 他们可是大捕之物哦, 嘻嘻。 他得意一笑, 立刻又冲向了其他火焰烈焰, 一口一朵地吃了起来。 阿乌, 阿乌。 片刻间, 他已经吞吃了十几朵, 那些灵火似乎还有些意识, 立刻开始逃跑躲避起来。 阿乌, 阿乌。 别跑, 让我吃。 小月红裙飘飘, 张大小嘴, 张牙舞爪地追了上去, 仿佛一只正在捕食猎物的凶恶小兽。 洛青舟, 他可不敢在这里逗留, 立刻飞越岩浆池, 到了对面的通道口, 与月姐姐飘在了一起。 月姐姐, 他这样吃, 不会有事吧? 他心头还是有些担忧。 月瑶被白气包裹着, 朦朦胧胧, 语气淡淡的。 你若是关心他, 就陪他一起去吃。 洛青舟嘴角一抽, 没敢再吭声。 小月又追着吞噬了一会儿, 见火焰已经被他吃光光了, 这才意犹未尽地飞到了两人的身前, 嘀咕道, 才这么一点都不够填人家的牙缝。 这时, 他眉宇间那道火焰硬迹燃起的火焰, 也渐渐熄灭, 但依旧鲜红欲滴。 他的脸蛋, 也愈发红润起来。 月瑶转身进入了通道, 洛青舟连忙跟在了后面。 等等我。 小月抚摸了一下肚子, 立刻跟了上去。 刚刚吞噬的灵火正在丹海中消化, 一丝丝精纯的火灵之气在他体内流转着。 三人又前行了数千米的距离, 通道突然急转向下。 向下望去。 下方火焰熊熊, 岩浆翻滚, 仿佛一口灌满岩浆上面燃烧着火焰的深井。 而井下, 深不见底。 月瑶婷在向下的入口处再次拿出了那块玉盘, 仔细观察了一下, 目光看向了下方, 道, 这下面应该就是幽冥界的入口。 下面是烈火与岩浆, 深达千丈, 只有沉入最底部才能进去。 月到下面, 温度越高, 里面可能还有地火孕育的灵兽, 以及一些危险之物。 说到此, 他停顿了一下, 转过头, 看向身后的两人, 道, 我们是神魂状态, 没有本体, 防御力会折损大半。 或许还未到达幽冥界的入口, 就融化了。 所以, 你们确定要下去吗? 小月立刻道, 我可不怕。 随即又道, 哥哥, 待会儿你抱着妹妹, 妹妹保护你。 洛青舟看着下面咆哮的火焰, 沉默了一下, 又看向了眼前的两人, 道, 我一个人可以先去试试。 月姐姐, 你跟小月, 不带她说完, 月瑶已经飞了下去。 只见她身上光芒闪烁, 白气痴痴作响, 仿佛放入烈火中的冰块, 正在快速融化着。 洛青舟心头一凝, 立刻跟了上去。 小月紧紧跟在她的身后, 三人很快来到了熊熊烈火的上空。 这烈火并非普通火焰, 而是地火之菱形成的, 灼烧力极为强大。 即便是小月, 此刻的肌肤也感受到了一丝灼伤的疼痛。 她不敢再拖大, 身上鸿芒一闪, 出现了一道光照。 小心! 月瑶淡淡地说了一句, 身影一闪, 飞入了火海。 洛青舟立刻紧随起来。 刚入火海, 她立刻感受到了一股灼烫, 包裹了整个身体。 而她身上的护体静风和护体光照, 皆不堪一击, 瞬间融化消失。 还好, 她当初吸收了小月的火灵之气, 此时身上花的燃起了一层火焰, 像是一层火照, 把它护在了里面。 小月则轻松了很多, 身上红光闪烁, 还有兴致左右张望, 想要寻找几只灵兽。 月瑶身上的月白光照, 闪烁不止, 周身不断有冰霜融化, 化为了一丝丝的白气, 但瞬间又被灼热一空。 三人很快穿过火海, 沉入了翻滚的岩浆之中。 可怕的高温与四周沸腾的火红岩浆 让洛青州心脏一缩, 平住了呼吸。 视线之中皆是一片红色, 耳中皆是咕噜咕噜岩浆沸腾的声音。 岩浆的阻碍力越来越大, 三人下沉的速度开始变慢, 而且越来越吃力, 消耗的魂力也越来越多。 啪! 刚下沉了数百米的距离, 洛青州身上的火焰护照突然破碎。 正在此时, 前面的月光忽得笼罩住了她, 而身后的红色光芒也瞬间把她照在了里面。 月光中传来了一丝丝的凉气, 而红色光芒则是温暖如春。 但此时, 月瑶身上的光照越来越薄, 消耗的能量也越来越快。 小月立刻道, 师姐, 我来保护她就可以了, 你只管带路。 月瑶没有说话, 收起月光, 继续向着下面沉去。 小月握住了洛青州的手, 没有在开玩笑, 眉头紧簇, 脸上终于露出了凝重之色。 月向下, 她越感到吃力。 即便是她的火灵肢体, 此刻也有些承受不住。 杀! 正在此时, 一只体型巨大的火红色怪兽 突然从右侧的岩浆中冲来, 张开血盆大口, 就向着两人扑了过来。 那嘴里的獠牙与舌头, 皆是岩浆的火红色。 洛青州虽然第一时间发现, 却不知该如何应对。 因为在这里, 她连自保都困难。 无论是拳头, 还是武器, 只要出了小月的光照, 可能就会融化。 吃! 耳旁突然传来一道清响。 随即, 一杆燃烧着火焰的长枪, 呼地向着那只怪物刺去, 锋利的枪尖上出现了一道火焰漩涡, 哗的一声急射而出, 瞬间刺穿了那只怪兽的上额。 那怪兽猛然摇头摆尾, 正要挣扎之时, 小月手握枪柄, 轻轻向上一挑, 竟直接把那只巨大的怪兽给挑了起来。 吃! 又一声清响。 小月的眉心突然射出一道鸿芒, 竟直接从那只怪兽张大的嘴巴中飞了进去, 瞬间贯穿了它的整个身躯。 怪兽那争鸣强悍的身躯上, 突然出现了许多裂缝。 下一秒, 那些裂缝突然喷射着火焰, 开始快速裂开。 怪兽张大嘴巴似乎想要怒吼, 整个身躯却突然裂成了碎片, 随即体内出现了一股巨大的火焰, 瞬间把它烧成了灰烬。 而在它的尸体消失的地方, 突然出现了一颗像是鸡蛋大小的赤红色圆珠。 兽丹! 小月见此, 立刻伸手一抓, 竟把它吸了过来。 它直接握在手心, 并未感到滚烫, 满脸开心之色, 品质看起来不错, 刚好练成火灵丹, 到时候给我加宝, 嗨嗨, 给我自己服用。 骆青舟看了它一眼, 道, 快走吧。 小月立刻收起兽丹, 带着它继续向前飞去。 三人继续向下降落, 又行了将近千米的距离, 三人的速度开始变得更慢, 前方的阻力变得异常强大。 同时, 更加可怕的高温包裹着三人的身体。 月瑶身上的光照不断地消失, 又瞬间出现, 然后又消失, 出现它正在快速消耗着大量的魂力。 它的脸色变得微微苍白。 小月也感到非常吃力起来, 身上的光照不断融化又凝结, 眉宇间的火焰印记闪烁不止。 仿佛普通人行走在浓稠的淤泥之中, 寸步难行。 三人一步一步继续向下沉去, 又艰难地行走了大概半个时辰的时间, 前方突然传来了一丝丝的凉意。 哗! 三人终于穿过沸腾的岩浆, 落在了最下面赤红色的岩石上。 岩石正中, 出现了一道黑色的漩涡。 漩涡之中, 竟有一枚枚绿色的符纹出现, 组成了一幅诡异的图案, 在漩涡中缓缓旋转着。 地狱之门, 活人物镜, 月瑶看着图案上的符纹, 轻生难难。 洛青周看了他一眼, 发现身上结满了冰霜, 身上散发的气息比以往更加冰冷。 他心头暗暗一颤。 月姐姐不会为了带他来这里, 又使用了那种绝情冰冷的功法吧。 师姐, 该怎么进去呢? 小月疑惑问道。 月瑶道, 收敛魂力, 隐匿活人气息, 应该就可以进去了。 不过, 里面应该有阴气风暴, 神魂稍弱者会被撕成碎片。 洛青周好奇道, 那其他阴魂都是从哪里进去的? 真有牛头马面类型的地府阴差, 来地面抓魂。 月瑶目光冰冷地看了他一眼, 并未理睬。 洛青周看着他, 心头更加担忧。 月姐姐好不容易有了普通人的感情与情绪, 可别又突然消失了。 我先进去。 月瑶淡淡地说了一声, 身影一闪, 飞进了地面的漩涡。 杀! 漩涡之中, 突然出现了一道犀利, 直接把他吸了进去。 洛青周立刻拉着小月, 道, 小月看了一眼被他紧紧握住的手, 又看了一眼他凝重的神情, 神色温柔地道。 嗯。 他心里暗暗道, 好哥哥, 妹妹会永远都跟着你的。 杀! 两人牵着手, 一起飞进了漩涡, 立刻被一股巨大的犀利吸了进去。 四周一片漆黑。 两人在漩涡中急速旋转, 急速坠落, 仿佛掉入了万丈深渊。 呼! 一股股飓风突然刮来。 有些飓风化作了密密麻麻的刀刃, 有些飓风则变化成了面孔猙獰, 奇形怪状的怪物, 怒吼着向着两人扑来。 两人不敢催动魂力, 也无法躲避, 只能依靠神魂本身强大的防御力抵挡。 一股股飓风落在两人的身上, 仿佛要撕碎他们的身体。 他们依旧在急速坠落。 而四周漆黑的空间中, 不断有风暴袭来。 将近一个时辰后, 耳旁的风暴呼啸声, 突然消失。 两人在血运中睁开了双眼, 发现坠落的速度开始变慢, 随即砰的一声, 两人坠落在了松软的土壤上。 一股股迷人的花香扑边来。 两人又在地上躺了一会儿, 方揉着脑袋站了起来。 夜空漆黑, 挂着一轮血月。 四周是密密麻麻的坟墓, 坟墓间开满了白色的小花。 阵阵阴风吹来, 带着彻骨的寒意。 月姐姐! 洛青州立刻松开了小月的手, 到处寻找着。 当她登上一处山坡时, 突然发现前方不远处出现了一条黑色的河流。 而一道月白身影正站在河边, 低头看着河水。 洛青州连忙对着跟过来的小月道, 走, 月姐姐在那里。 两人立刻奔了过去。 可是当两人快到河边时, 河水中突然伸出一只白骨利肘, 一把抓住河边的那道月白身影, 把她拖了下去。 月白身影落入水中, 没有溅起任何水花, 瞬间消失不见。 洛青州大惊立刻催动魂力, 以最快的速度掠了过去, 随即毫不犹豫, 猛然跃起, 直接向着漆黑的河水跳了下去。 哥哥, 不要! 那不是师姐。 小月突然从后面掠来, 手中火跃枪呼的一扔, 落在了她的下面。 洛青州心头一震, 脚尖在枪尖上一点, 立刻飞回到了岸上。 小月收回火跃枪, 指着右侧的河边道, 哥哥, 你看那里。 洛青州转头看去, 顿时一愣。 右侧的河边, 一道月白身影正蹲在那里, 低头看着漆黑的河水, 一动不动。 洛青州瞳孔一缩, 脸色变幻。 应该都是假的。 小月神色凝重地猜测到。 洛青州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稳定了心神, 又缓缓睁开双眼, 瞳孔中闭忙一闪, 重新看向了河边那道月白身影。 那道身影突然变成了一道黑影, 正扭头对着她凝笑着。 杀! 洛青州突然掠了过去。 那道黑影立刻扑向了前面的漆黑河水。 但在她跃起的一瞬间, 洛青州的拳头已经打了过去。 碰! 黑影顿时被打碎, 惨叫一声, 化为了乌有。 阴魂 小月跟了过去, 眉头紧簇, 听说许多阴魂分为很多种, 有毫无意识的孤魂野鬼, 也有产生意识的恶鬼, 更有吸食了天地灵气, 或者获得大机遇的灵鬼。 一些灵鬼甚至可以像是人类一样修炼, 变幻莫测。 洛青州的目光, 在四周搜寻着, 并没有找到月姐姐的身影。 她拿出了传讯宝蝶, 发现传讯宝蝶已经无法亮起, 仿佛也变成了一块死物。 师姐刚刚应该在这里出现过, 不然那些英魂鬼怪 不会故意变成她的模样, 但她应该不会独自离开, 她应该会等着我们一起的, 除非洛青州心头一沉, 倒。 除非, 她遇到了危险。 她立刻跳跃而起, 想要飞上半空搜寻, 却发现即便她催动了魂力, 也无法飞起来, 在跳跃到一定高度后, 立刻又降落了下来。 哥哥, 你看, 这里, 好像有打斗的痕迹。 小月突然掠到一边的坟墓前, 指着那座坟墓。 洛青州立刻掠了过去, 坟墓的一边被削掉, 上面的土壤变成了焦黑色。 小月动了动鼻子, 神色一凝, 道, 是火系功法。 对方可能也是某个人类修炼者。 洛青州低头看着坟墓四周的地面, 那些盛开的白色小花, 有些被烧毁, 有些被什么东西撕成了碎片, 许多地方还有践踏的痕迹。 显然, 对方不是一个人。 他握紧了拳头, 心头正在担忧时, 左侧数百米处靠近河岸的地方, 突然亮起了一道火焰。 两人见此, 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掠了过去。 滑! 河边再次亮起一道火焰。 黑暗被照亮。 几道身影正围着中间一道身影, 在施展着功法。 洛青州突然停下了脚步。 不是月姐姐, 她立刻拉住了小月, 躲在了一座坟墓的后面, 抬头看去。 那几道身影都是人类修炼者的神魂。 一共四人, 皆身穿蓝袍, 领口与袖口皆绣着熟悉的宗门标记。 从其魂力波动来看, 都是化神镜的高手。 小月在一旁目露寒芒, 低声道, 真是冤家路窄, 竟然是飘渺先宗的人。 随即又惊讶道, 那被围住的, 不知道是哪个门派的, 她的火系功法, 竟然不弱于我。 那被缥缈仙宗四人围住的, 是一名身穿黑裙的女子, 看起来也是化神镜的修炼者。 她一人敌似, 竟然不落下风。 但正在此时, 另一道身影, 护得从不远处的黑暗中出现, 瞬息而至。 碰! 直一掌, 便把那名黑裙女子打飞了出去。 龟夷境界。 洛青州瞳孔一缩, 能够进入这里的, 自然都是神魂, 所以都是魂修。 龟夷境界的魂修在这里, 自然是很强大的存在。 黑裙女子刚落在地上, 飘渺仙宗的四人, 便立刻一涌而上, 准备把她分尸。 其中一名女子叫道, 连师叔, 这人的身上有地精火莲, 她还杀了吴师兄。 黑裙女子身上突然绽放出了一团火焰, 抵挡住了四人猛烈的攻击。 她猛然从地上跃起, 转身就要逃走。 而那名刚刚出现的龟夷境界老者, 身影一闪, 已经飘到了她的身后, 轻飘飘地一掌向着她的身影拍了上去。 黑裙女子顿时感到动作一致, 立刻转身一拳打去。 啪! 她身子一震, 再次倒飞而出。 那名蓝袍老者, 则如影随形, 不待她落地, 又是一掌隔空打去。 一只金色掌影出现, 瞬间拍碎了黑裙女子周身的护体火焰, 落在了她的额头上。 黑裙女子被重重地拍落在了地上, 神魂闪烁不止。 蓝袍老者一言不发, 目光阴冷地看了她一眼, 再次打出一掌。 这一掌金光闪烁, 掌影覆盖了黑裙女子的整个身子, 恐怖的威压仿佛一座小山落下, 压得黑裙女子动弹不得。 啪! 正在危急关头, 她突然张嘴吐出一口火红小剑。 那小剑鸿芒爆射, 猛然变大, 瞬间便与那道掌影撞击在了一起。 趁此机会, 黑裙女子挣脱威压, 立刻一跃而起, 身影一闪, 向着前方逃去。 争, 一声嗡鸣。 那口火红小剑被拍落在了地上, 但立刻又化作一道流光, 飞回到了黑裙女子的身上。 蓝袍老者正要去追, 突然神色一鸣, 目光看向了前面的那座坟墓。 而那名黑裙女子知晓逃不掉, 也突然停在了那座坟墓后面, 不再继续向前逃跑。 洛青舟和小月躲在坟墓后面, 看着突然停在身旁的黑裙女子, 沉默无语。 救我, 我带你们找宝藏。 黑裙女子低声道, 听声音, 竟像是一名小女孩的声音。 这时, 那名蓝袍老者突然冷声道, 何处小鬼, 鬼鬼祟祟, 躲在那里。 洛青舟全身被荧光包裹, 从坟墓后面站了起来。 小月也全身被红光包裹, 站了起来。 蓝袍老者目光阴冷地看了两人一眼, 掌心金芒闪烁, 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 那四名飘渺仙宗的魂修, 也神色警惕地跟在后面。 是你? 来到近处, 蓝袍老者的目光突然盯着隐藏在红芒里的小月, 脸色变幻了一下, 冷笑道, 老夫以为是谁, 原来是我飘渺仙宗的叛徒。 小月的身影虽然有红芒遮掩, 但眉心亮起的火焰印记, 手中的火跃枪, 以及他独特的火灵肢体气息都宣告着他的身份。 毕竟, 他曾经也是飘渺仙宗的弟子。 小月双眸一眯, 冷声道, 连长老, 叛徒这个词, 用在我身上可不合适。 我可是按照规矩离开的。 不过, 我是真没有想到, 连长老都上百岁的年纪了, 不是该入土为安了吗? 怎么还活着? 放肆! 连丽珊的身后, 一名身材高挑的蓝袍女子顿时冷喝一声。 小月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冷笑道, 原来是连师姐, 当初被我一枪拍碎了牙齿, 现在长好了吗? 你, 找死! 连凭顿时咬牙切齿, 手中的宝剑嗡得亮起一道剑芒。 连丽珊冷声道, 平儿, 稍安勿躁。 随即, 她看向眼前被荧光包裹住的身影, 眼中金光闪烁。 既然你来了, 那么这位, 应该就是杀了我缥缈先宗诸多弟子的北境王吧。 洛青州看着她, 并未说话。 小月则道, 什么北境王? 他是我家哥哥, 连长老认错了吧? 连丽珊顿时冷笑一声, 道, 放心, 我们这次来这幽冥, 可不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来报仇的。 那些仇怨自然要等到九州大会, 当着天下修炼者的面讨回来。 当然, 前提是, 你们大言敢参加。 小月道, 让连长老失望了, 我们小小大言, 可不敢参加那种大会。 连丽珊冷哼一声, 没有再理睬她, 又目光阴冷地看了那名黑群女子一眼, 然后转过身道, 走吧, 正式要紧。 连凭连忙跟在后面低声道, 爷爷, 那女子的身上连丽珊并未停下脚步, 快步离开。 四名缥缈先宗弟子, 指得跟在后面。 带走得远了, 连丽珊方脚步放缓。 连凭有些不甘心地道, 爷爷, 他们就三个人, 我们怎么不动手杀了他们? 那小子杀了我们缥缈先宗那么多人, 现在刚好肉身不在, 只有神魂, 听说当初她的神魂不过是分神镜修为, 哪怕她修炼的速度再快, 也只是化神镜。 爷爷是皈依静渐, 几招就能杀了她的。 还有那名女子, 身上可是有很多宝物的连丽珊停下脚步, 回过头望了一眼, 语气深沉地道, 平儿, 无论任何时候都不要大义。 就因为你那几个师兄师姐大义, 才在当初的大研边境鄙视中丢掉了性命, 使得我们缥缈先宗被天下修炼者耻笑。 那小子是体修, 现在没有了肉身, 的确很弱。 但他身边的人可不简单。 你以为, 他身边就只有那个女人? 连凭满脸疑惑道, 还有别人? 连丽珊眼中金光一闪, 道, 月瑶应该也在那里。 刚刚你准备动手时, 旁边的一座坟墓后面有一丝气息波动, 比阴气还要冷寒, 应该就是他。 或许他是故意露出的气息, 吓唬我们, 但为了保险起见, 我们还是不要轻举妄动。 到时候, 等于你梁师伯他们会合后, 再来取他们性命也不迟。 旁边一名青年好奇道, 连师叔, 月瑶现在是什么修为了? 连丽珊脸色变换了一下, 道, 谁也不知道。 当初在大研边境, 他并没有动手。 不过, 就算他再有天赋, 这些年没有了修炼资源, 没有了我缥缈先宗的功法, 他也不可能再像是之前那样快速修炼。 就算他有了别的机遇, 最多也是归一初期的境界。 连凭冷哼一声道, 两个叛徒竟然都来幽冥界了, 那小子也来了, 看来大研的确已经没有什么修炼资源了。 刚好, 这次我们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 连丽珊又向着后面看了一眼, 神色微宁, 即便有你们梁师伯他们帮忙, 也不能大意, 必须先试探出月瑶的真实修为, 或者, 想办法把他们分开, 挨个击杀。 我们缥缈先宗已经损失太多弟子了, 不能再有任何差错。 连师叔说得对, 一旁的青年弟子点头道, 走吧, 希望那柄幽冥血月刀能够出现, 否则我们豁出性命来这里, 白跑一趟。 一行人立刻向前走去。 坟墓前, 小月目光不善地打亮着眼前的黑群女子, 洛青州则神色担忧地四处寻找着。 黑群女子主动开口道, 在下完颜子, 刚刚多谢两位相救。 不知两位进入幽冥, 是想寻找什么动线。 若是寻找普通宝物, 小女子知晓位置, 可以带两位去。 小月并未答话, 问道, 他们为何要杀你? 完颜子苦笑一声, 道, 因为在下之前使用宝物时, 被他们看到了, 他们想要杀人越祸。 堂堂先宗弟子, 竟然是一群卑鄙无耻之徒, 在下今日, 真是大开眼见。 小月又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你怎么知道宝藏藏在哪里? 完颜子神色一暗, 道, 大概半个月前, 在下与师父一起进来的, 师父带着我, 一起找到了宝藏。 不过, 我们遇到了一只鬼王, 师父为了救我离开, 被鬼王打散了神魂, 不知所踪。 鬼王? 小月脸色微变, 道, 鬼王是什么修为? 完颜子脸上露出了心有余悸的神情, 道, 比皈依境界还要厉害, 我师父就是皈依中期的境界, 却打不过他。 他还有很多阴兵鬼将, 非常厉害。 小月神色凝重道, 那只鬼王就守在宝藏那里吗? 完颜子道, 也不一定, 不过那里有很多阴兵鬼将巡逻。 两位若是想要拿宝物的话, 需要先解决那些阴兵鬼将。 不过, 若是遇到那只鬼王, 那就麻烦了, 小月转过头, 看向旁边。 洛青州突然身影一闪, 掠向了前方不远处的一座坟墓。 正在此时, 坟墓中呼地飞出一道月白色的身影。 洛青州顿时松了一口气, 月姐姐, 你怎么躲在这里面? 月白身影落在他面前, 并未回答。 他手中拿着一朵黑色的小花, 放在鼻子下面嗅了嗅, 然后, 递到了他的面前。 洛青州愣了一下, 连忙揭在手里, 顿时有些激动道, 月姐姐, 你怎么突然想到, 要送我花? 不过这花是黑色的, 别自作多情。 月瑶突然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花, 道, 闻一下。 洛青州一致, 立刻把黑色小花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疑惑道, 有一股淡淡的冰凉的香味。 月姐姐, 这是什么花? 月瑶看着他道, 你不觉得这味道很熟悉? 洛青州闻言微正, 立刻又放在鼻子下面闻了闻, 然后苦思冥想, 却想不起来。 月姐姐, 这到底是什么花? 有什么不对吗? 他满脸疑惑。 月瑶看着他手里的黑色小花, 沉吟了一下, 道, 它的味道, 与你储物界里那棵小树树根的味道, 有些相似。 它是幽冥地灵之花, 非常珍惜。 据说当初第一次被人发现时, 就在妖族那棵天地圣树的树根之下。 洛青州似懂非懂, 道, 所以呢? 月瑶看着他道, 天地圣树, 头顶九天, 根扎幽冥。 你可以利用这里的幽冥之气, 让那棵小树生长得更快, 结出更多更奇异的果实。 这样, 你修炼的速度就会更快。 洛青州心头一动, 道, 可是, 我们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了。 月瑶抬起头, 望向了夜空中那轮血月, 道, 天上一天, 人间一年, 人间一天, 幽冥一月。 书上是这么说的, 你可以尝试一下。 洛青州顿时目光一亮, 若是真是如此, 那我可以直接在这里, 一边让小树成长结果, 一边修炼神魂。 我的神魂快突破了, 这里应该也可以修炼吧。 月瑶道, 可以, 那些灵鬼吸食的幽冥灵气, 神魂都可以用来修炼。 不过, 我们最多只能待三个月的时间, 不然神魂被幽冥力量侵染, 就真的变成幽冥之魂, 再也出不去了。 这时, 小月走过来道, 师姐,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这里岂不是魂修的天堂? 魂修可以经常下来修炼, 到了时间再出去, 比外面节省很多时间呢。 那名叫完颜子的女子也跟了过来, 开口道, 听我师父说, 每个神魂就只能进来一次, 下次再进来的话, 就要被幽冥地狱之雷击杀。 小月张了张嘴, 没有再说话。 月瑶沉默了一下, 道, 并不是每个神魂都能在这里修炼的, 她与常人不同。 小月道, 有何不同? 那我们可以修炼吗? 月瑶没有回答, 目光看向了她身旁的黑裙女子, 道, 你知道宝藏在哪里? 完颜子点头道, 知道, 有功法吗? 月瑶又问道, 完颜子有些不好意思道, 我也不知道, 当时我就是匆匆看了一眼。 月瑶沉默了一下, 道, 走吧, 先去取功法。 完颜子立刻在前面带路, 小声提醒道, 大家最好收敛气息, 那只鬼王的嗅觉很灵敏, 很恐怖的。 若是被他发现, 我们几个都跑不掉的。 月瑶淡淡地道, 没事, 我也正好要找他。 此话一出, 三人顿时一愣, 目光都看向了他。 找鬼王? 三人的脸上都露出了恶然之色。 小月忍不住开口道, 师姐, 你找鬼王干嘛? 你要跟他打架吗? 月瑶没有回答, 完颜子疑惑地看了他一眼, 继续在前面带路。 师姐, 我劝你不要冲动。 小月连忙劝说, 鬼王在幽冥界可是不死之身, 而且身后还有阴兵千军万马呢, 我可不想陪你去送死。 四人穿过坟墓裙, 来到了那条漆黑如墨的河流边。 完颜子道, 我们需要一件铁制品, 才能渡过去。 河面无法飞行, 也不能踩水而行, 不然会被吞噬进去。 河底还有许多阴魂恶鬼, 大家要小心了。 说完, 他拿出了一柄普通的玄铁飞剑, 扔在了水里。 飞剑落水, 水中竟无任何波纹。 那柄飞剑直接漂浮在了上面, 一动不动。 完颜子轻轻一跃, 跳了上去, 脚尖踩在了上面, 魂力一动, 飞剑载着他向前游去。 他转过头, 看向岸上的三人道, 只能这样渡河。 之前, 有人想要用木舟和其他宝物渡河, 都被直接吸进去了。 洛青舟想了一下, 储物界里, 好像还有一大块玄铁, 当初从黑木林中捡来的。 他立刻拿了出来, 扔在了水里。 如半块砖大小的沉重玄铁, 刚落水, 便一动不动地飘在了上面, 看着极为诡异。 洛青舟心头暗暗惊讶, 小心翼翼地跳了上去。 脚尖撑铁, 稳稳地站在了上面。 更为奇异的是, 他跳上去时, 那块玄铁并没有半点下沉受力的痕迹。 小岳拿出了一杆玄铁长枪, 扔在了水中, 也跳了上去, 点起脚尖, 拎着裙摆, 在上面优美地旋转了一圈, 笑道, 好玩。 岳瑶则扔出了一柄铁剑, 轻飘飘地落了上去。 洛青舟看着他脚下的剑, 心头暗暗好奇, 岳姐姐怎么会有铁剑? 莫非是岳姐姐以前使用的? 哥哥, 你是在偷看师姐的脚脚吗? 这时, 旁边的小岳突然开口道。 洛青舟收回目光, 看了他一眼, 道, 我在看见。 小岳哼了一声, 嘴里嘀咕道, 明明在看脚, 难道妹妹的脚脚就不好看吗? 四人刚行到河水正中间, 整片河面突然开始咕噜咕噜沸腾起来。 随即, 一只只白骨手爪从水中伸出。 一张张猙獰的鬼脸也浮出了水面, 睁大心红嗜血地双眼看着他们。 快! 完颜子立刻加快了速度。 那些白骨手爪正要抓向他们时, 竟突然全部冻成了冰雕, 定格在了原地。 四人很快上岸。 这时, 那些白骨手爪上的寒冰方笑容不见。 而河面上, 那一张张猙獰可怖的鬼脸都在阴森地笑着, 却是死一般的寂静, 令人毛骨悚然。 快走吧! 完颜子没敢逗留, 立刻向着前方掠去。 三人跟在后面。 不多时,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阵嘈杂的声音。 带几人来到近处时方发现, 这里竟然是一座热闹的方式。 摆摊的小贩在吆喝, 逛街的行人在聊天, 马车咕噜咕噜地转动着轮子而过, 赶牛的火鸡挥舞着鞭子, 抽打牛屁股的啪啪作响。 老人, 小孩, 男人, 女人, 牛马, 鸡鸭, 还有各种商品琳琅满目, 应有尽有。 像是一座真的方式, 但整个方式中都漂浮着一股淡淡的黑雾。 而那些人的脸色都异常灰白。 他们在笑, 在说话, 在吆喝, 在骂人, 但他们的身上并没有任何生人的气息。 这些都是人间因为疾病, 夭折和老去等正常死去的人和消失的东西。 月瑶低声道, 他们一直重复着身前的事情, 以为自己还活着。 而他们那些还在人间的亲人, 他们以为对方去世了, 甚至还会给他们烧纸, 祭拜, 我们以为他们是鬼。 而他们则以为我们是鬼, 落青州心头震撼。 顽颜子低声道, 从旁边走吧, 师父说, 不能打扰这些人。 就像人间的鬼, 不能随便打扰人间的人类一样。 小月好奇道, 这些阴魂看着像人, 那些恶鬼呢? 他们为什么变得那么可怕凶恶? 顽颜子解释道, 那些都是非正常死亡的人。 一些人被陷害致死, 被杀害, 突然横死等等。 他们在死亡之时, 心头有恐惧, 怨恨, 绝望等等情绪, 然后就化为了恶鬼, 厉鬼, 一心害人和作恶。 小月突然警惕地看着他道, 你怎么懂得这么多? 你是哪个门派的人? 顽颜子苦笑一声, 道, 我没有门派, 我师父是散修, 我也是散修。 我跟随师父游历天下, 游遍九州大陆, 所以知道的多一些, 不多时。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座, 黑雾缭绕的山脉。 四人刚来到山脚下, 就遇到了几只恶鬼, 在狼吞虎咽地分食一只野兽。 见到四人, 那几只恶鬼立刻张牙舞爪地扑了上来。 洛青州刚要出拳, 那几只恶鬼似乎嗅到了什么气息, 突然又转身而逃, 转眼间便逃得无影无踪。 咦, 怎么回事? 顽颜子满脸惊讶之色。 小月抬了抬手中的火月枪, 得意地道, 应该是被我强大的气息吓的。 顽颜子的目光, 却看了旁边的月白身影一眼。 四人顺着小路向着山上爬去。 虽然不能飞行, 但神魂移动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不多时, 几人来到了峰顶。 峰顶之上出现了许多高大的宫殿, 宛若皇宫一般金碧辉煌, 但依旧有黑色的雾气漂浮在其中。 里面有许多人影在走动着。 一座巨大的广场上, 数百人影正在整齐一致地练着剑法。 顽颜子低声道, 我与师父来的就是这里。 师父说, 这里有很多宝藏, 但我们只进去了, 一会儿就被发现了。 这里有护山大镇, 里面还有许多高手, 还有一头灵兽, 像是一个宗门, 落青州突然发现月姐姐停在了原地, 抬头看向了上面。 她立刻走了过去, 与她站在一起, 抬头看去。 上面出现了一块牌匾。 牌匾上龙飞凤舞地写着几个大字, 她不认识。 怎么了? 小月也连忙走了过去, 抬起头, 好奇看去, 一连忙, 写的什么? 丸颜子走过来道, 师父说是一种很古老的文字, 叫什么? 马英语。 月瑶淡淡地道, 丸颜子顿时目光一亮, 道, 对对对, 就是马英语。 随即又目光狐疑地看着她道, 你怎么知道? 洛青州问道, 月姐姐, 上面写的什么? 月瑶的目光看向了里面巍峨的宫殿, 眸中光芒闪动, 道, 轩缘门。 轩缘门? 洛青州疑惑道, 是某个修炼的宗门吗? 月瑶淡淡地道, 是上古时代, 天山国一个专修剑法的宗门。 她收回目光, 看向她道, 天山国曾经所在的位置, 就是现在大蒙帝国以北, 北明国所在之地。 此话一出, 小月顿时一惊, 道, 师姐, 你的意思是说, 这里现在, 我们看到的, 都是上古时代留下的影子。 月瑶转过身, 看向了远处, 道, 或许并非只是单纯的影子。 小月还要询问, 她突然向着山下走去, 道, 走吧。 三人顿时一愣, 完颜子疑惑道, 不找宝藏了吗? 洛青州连忙跟了上去, 低声道, 月姐姐, 既然这里是上古时代的宗门, 或许里面有我可以修炼的功法。 月瑶看着山下的远处, 淡淡地道, 距离轩原门东去千里之外的紫阳山, 上面有一座紫阳罐, 被称为上古时期的道教圣地。 那里的功法, 才适合你。 而且, 洛青州等了一会儿, 好奇道, 月姐姐, 而且什么? 月瑶转过头, 看着他道, 而且你的《道德经》和其他经书 在那里应该有大用。 那里, 才是真正的宝藏之地, 无论是功法, 还是宝物。 你还可以在那里修炼, 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洛青州闻言, 心头一动, 道, 真的。 月瑶与他目光对视了树西, 道, 假的。 说完, 快步向着山下走去。 洛青州愣了一下, 连忙跟了上去, 道, 月姐姐说的, 自然是真的。 随即满怀西记道, 我不求得到什么宝物, 只要能够得到一件功法, 我就满足了。 这时, 小月突然从身后追上来质问道, 哥哥, 你在跟师姐偷偷摸摸嘀咕什么?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道, 没什么。 小月顿时冷哼一声, 气鼓鼓地道, 人家都听到了。 你在偷偷跟师姐说情话, 你说不求得到其他女人的脚脚, 只要能够得到师姐一个人的脚脚, 你就满足了, 是不是? 洛青州, 不多时, 几人来到了一座高耸露云的巍峨山峰下, 黑雾缭绕中, 那山峰之巅出现了一道紫金光芒, 闪烁不止。 待几人爬到半山腰时, 方发现那是一颗镶嵌在道观顶部的紫色圆珠。 山林中诸多阴魂, 皆不敢靠近。 几人登上封顶, 来到了道观门前, 抬头看去。 牌匾之上, 写着三个灰白大字。 那大字扭扭曲曲, 宛若蝌蚪, 又宛若波纹, 仔细看着, 竟隐约了能够听到一声声目中之声, 苍凉而幽远。 当几人踏出脚步, 准备从大门而入石, 门口突然出现了一道水波光幕。 同时, 牌匾之上, 呼地凝现出了一道道家八卦图。 那八卦图缓缓旋转着, 绽放出了几缕金光, 呼地落在了几人的身上。 几人瞬间被定在原地, 动弹不得。 这是什么? 顽颜子脸色一变, 用力挣扎着, 却挣脱不开。 但奇怪的是, 月瑶和洛青舟在被定住的一瞬间, 身上呼地出现了一些金文小字, 立刻就挣脱了金光的束缚。 洛青舟愣了一下, 连忙伸手拉住了身旁的小月。 在他触碰到小月的一瞬间, 小月身上的金光也立刻消失不见。 咦? 哥哥, 你身上是什么? 小月满脸惊奇之色, 随即又看向了大月, 顿时脸色一沉, 愤愤道, 师姐身上竟然也有。 你们两个肯定背着人家一起偷偷做什么坏事了。 洛青舟没有理睬他, 伸出手指, 触碰了一下一旁的顽颜子。 顽颜子身上的金光也立刻消失不见。 他连忙道谢, 脸上又露出了狐疑之色, 道, 公子身上刚刚出现的小字, 好像是道教的经文, 公子也是道教弟子吗? 洛青舟没有回答, 心头暗暗猜测着原因。 正在此时, 一道清朗的声音突然在门里响起, 何处小鬼, 胆敢擅闯我紫阳惯。 话语刚落, 一名扼下留着长须, 身穿蓝色道袍的中年人, 怀抱浮沉出现, 满脸威严地看着门外的四人。 随即惊讶道, 竟然无惧我紫阳惯护门八卦镜, 莫非是几只灵鬼? 他明明说的是麻银语, 但落在几人耳中, 竟然都能听懂。 没有人回答。 洛青舟转过头, 看向一旁的月姐姐。 而对方也正看着他。 他稍一沉吟, 只得上前一步, 拱手道。 我等是从他界而来, 听闻紫阳惯买这里的道教圣地, 故而前来看看。 若是方便, 还希望可以静观一观。 中年倒是闻言一愣, 他界? 他界是何界? 洛青舟正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时, 身旁突然想起一道声音, 先界。 此话一出, 几人的目光都看向了他。 中年倒是愣了一下, 顿时冷笑一声, 先界。 如此说来, 你们几个都是神仙了。 岳瑶淡淡地道, 是。 洛青舟嘴角抽出了一下, 有些心虚地看着他。 岳姐姐竟然也会吹牛, 而且还吹得脸不红星不跳, 像模像样。 中年倒是顿时吃笑一声, 满脸讥讽道, 区区几只小鬼, 也敢网成神仙。 随即手中金光一闪, 出现了一面铜镜, 对着几人喝道, 如意正扬, 八方神威, 痴魅亡凉, 速速现行。 杀! 话语刚落, 铜镜中突然射出一道刺眼金光, 瞬间把四人全部笼罩在了里面。 但正在此时, 月瑶的眉宇间突然出现了一枚金色符纹。 哗! 笼罩在四人身上的金光, 竟瞬间消失。 那面铜镜竟然也卡的一声, 出现了裂痕, 支离破碎。 中年倒是顿时一待, 将在原地。 走吧! 月瑶淡淡地说一句, 直接进了门。 洛青舟和小月愣了一下, 连忙跟在身后。 顽炎子则停在门口, 满脸欠一地道, 三位, 你们进去, 我就不进去了, 我还要去找我师父。 虽然我师父神魂破碎了, 但应该还有一缕逃走了, 我要快点找到他, 把他带出去。 说完, 便要离开。 月瑶突然看着他道, 既然来了, 又何必要走? 东西不要了吗? 顽炎子脚步一顿, 转过头看着他, 一脸茫然。 姐姐,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月瑶看着他, 没有在说话。 顽炎子与他目光对视着, 也没有在说话。 场中突然陷入了寂静。 半晌后, 顽炎子的眸中呼地露出了两道鸿芒, 声音依旧稚嫩如小女孩。 你是怎么发现的? 月瑶又看了他一会儿, 方道, 在你故意被人围攻, 接近他的时候。 顽炎子眯了眯眸子, 道, 我自认天衣无缝。 月瑶道, 他可以察觉到你。 他? 顽炎子眸中鸿芒一闪, 依旧疑惑, 就算是, 顿神情淡淡, 他身上的任何东西, 我都能察觉到。 顽炎子微正, 又看了他身旁的少年一眼, 稍作沉吟, 道, 你们的神魂, 融为一体了? 月瑶没有回答。 顽炎子又盯着两人看了几眼, 道, 你需要什么? 月瑶转过身, 向着道观里走去, 道, 在外面等着。 顽炎子一致, 脸上露出了一抹不可思议难以置信之色。 你竟然让本王在外面等着? 月瑶没有再理睬他, 继续向着道观里面走去。 洛青州和小月连忙跟在后面。 小月连忙凑上去低声道, 师姐, 那人是, 鬼王。 洛青州代替月姐姐回答道,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 小月顿时张口结舌。 这时, 那名中年倒是追了上来, 颤声道, 你们要去哪里? 洛青州突然停下了脚步, 看着他道, 你们收藏功法的地方在哪里? 中年倒是脸色顿变, 立刻道, 想偷我紫阳罐功法, 胆大包天。 随即突然大声呼喊道, 来人, 有敌入侵。 话语刚落, 突然有许多道士手持宝剑, 匆匆赶来。 不远处的水潭中, 水花似箭, 一只灵兽怒吼着飞了起来, 威压滚滚。 又有许多身穿白衣的道士, 骑鹤而来, 停在半空中, 成何为之事。 转眼间, 四周的地面上, 天空上, 已经围满了密密麻麻的人影。 何处阴魂, 敢敢擅传我紫阳罐。 这时, 一名白须飘飘的老者, 遇封而来, 停在了三人的面前。 月瑶依旧一脸平静, 道, 我们要找紫阳真人。 白须老者神色一鸣, 紫阳师叔向来不见客。 你们是何人? 打何处而来? 为何要见紫阳师叔? 这时, 之前那名中年道士, 立刻过去禀报道, 天云师叔, 他们几个说, 他们是从, 是从仙界来的。 仙界? 白须老者文言威正。 中年道士, 又脸色变换道, 门口的护门八卦镜, 对他们没有任何效果。 弟子的如意镜, 刚放出金光, 就破碎了。 还有, 外面有一只鬼王, 在等着他们, 白须老者的脸上, 顿时露出了凝重之色, 道, 知道他们是什么修为吗? 中年道士低声道, 不知。 不过, 那名白须女子, 刚刚眉宇间出现了一枚金色符文, 有些像是我们道教的经文道玉, 孕育的天字真言。 白须老者脸上露出了一抹吃惊之色, 天字真言。 随即, 他的目光重新看向了眼前的三人, 脸色变换了一番, 开口道, 三位可否说明来意? 骆青舟道, 刚刚已经说了, 我们要见紫阳真人。 白须老者看向他道, 紫阳师叔百年前已在闭关, 从不见客, 只怕要让三位失望了。 骆青舟一脸风轻云淡地道, 是吗? 没事, 那我们去其他道观也是一样的。 我这里有几篇道教经文, 本想跟紫阳真人探讨一下的, 既然无缘, 那就不见了。 说完, 他转过身, 直接离开。 走出一段距离后, 对方并没有喊留步。 他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小月和月姐姐竟然都没有跟上来。 他治了治, 只得又转身返回, 走到两人身旁低声道, 你们干嘛? 小月低声道, 哥哥, 别装了, 他们不吃这套。 洛青州, 这时, 一道苍老的声音, 突然从人群后方传来。 三位小友若真有道教经文需要探讨, 我紫阳冠自然欢迎。 说话时, 声音还很远。 但话语刚落, 人已经到了三人的面前。 掌教真人。 四周道士, 包括那名白须老者, 都恭敬心里。 站在三人面前的是一席轻袍, 鹤发童颜, 长须垂腹的老道士。 只见他满脸慈祥温和之色, 身上气息也温润祥和, 仿佛一个邻家老爷爷并无任何威严领人的气势。 他目光温和地看着三人道, 三位小友如果真想见紫阳师叔, 频道可以去通报。 但他会不会出来, 频道也无法担保, 毕竟紫阳师叔已经很久都没有见客人了。 说完, 侧身道, 三位小友请先去后院饮茶, 频道这就去问问。 月瑶看着他道, 其实也并非要见紫阳真人, 若是一清长教可以做主, 自然也可以。 一清真人看了他一眼, 微笑道, 三位此行, 所谓何事? 月瑶没有在说话。 洛青州开口道, 我们想要去贵宗的藏经阁一关。 当然, 我们会用东西交换。 一清真人闻言一笑, 抬手道, 三位请去后院说话。 道观后院。 三人随着一清真人穿过一片竹林, 来到了一座凉亭。 亭外, 一条瀑布从天落。 瀑布下, 两只白鹤正挥舞着翅膀在嬉戏打闹, 又仿佛在翩翩起舞。 只见其身姿轻盈, 姿态优美, 宛如两名青春活泼的少女。 三位小有请坐。 进了凉亭, 一清真人微笑着道。 三人落座, 两名道童端来了茶水。 杯口热气腾腾, 一股淡淡的茶香味扑鼻而来。 但茶杯落在桌上, 杯中茶水, 竟然无任何波纹。 洛青州抬头看去, 无论是瀑布, 还是仙鹤, 还是竹林, 甚至是眼前慈眉善目的长轿, 以及石桌上的茶水, 身上皆萦绕着一缕淡淡的黑气。 树评道多问一句, 三位想要进我藏经阁, 是要寻找什么东西吗? 一清真人怀抱浮沉落座, 温声问道。 洛青州拱手道, 在下需要一套修炼功法, 听闻桂冠是此地道教圣地, 所以前来寻求。 月瑶在一旁道, 至少三套。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指得诱道, 是的, 三套。 小月在一旁悠悠地看了两人一眼。 一清真人听完, 脸上露出了一抹歉意, 若是寻找其他文献、 记载等, 评道倒是可以让三位小友进去。 但是功法, 树评道无法帮忙。 我紫阳观的功法, 都是祖上传承下来的, 除了贯中弟子, 外人一律不能观看。 有些功法, 即便是贯中弟子, 也需要有缘才能看到。 洛青州道, 我们自然不是白看。 一清真人微微一笑, 看向他道, 即便小友那里, 真有道教经文, 评道也无法破坏规矩。 可不止经文, 还有各种咒语。 说到这些, 洛青州的脸上顿时露出了自信之色, 咒语也属于功法。 你们给我功法, 我给你们咒语, 功法交化而已, 有何不可? 可惜不知为何, 这些道教经文咒语什么的, 他虽然都知道, 却无法修炼。 不知道月姐姐是如何修炼的。 咒语。 一清真人微微一正, 沉吟了一下, 道, 小友可否, 先拿出一手, 让评道看看。 当然可以。 洛青州并无犹豫, 稍一思寸, 正要念出来时, 一道声音, 血。 洛青州转头看了他一眼, 一清真人立刻明白过来, 对着庭外道, 拿笔墨纸焰来。 两名道童文生, 很快拿来了笔墨纸焰。 一名道童拿着墨块, 正要研磨, 月瑶开口道, 小月研磨。 小月愣了一下, 随即瞪着他道, 凭什么? 你言? 这女人, 凭什么命令她? 明明她是大, 这女人是小, 该她命令她的。 道童立刻低头退下, 一清真人含笑等待, 庭中安静了片刻。 小月指的一手拿起墨块, 一手轻轻碾着衣袖, 气氛地道, 你等着。 等到时候出去了, 过门了, 有你好看。 正要让你天天跪在地上研磨。 咦? 小月严琢磨, 突然发现墨块与焰台 并无任何摩擦之力, 但墨汁很快就出来了。 洛青州提笔沾墨, 稍易沉吟, 落墨成字, 一行行漂亮的小字出现。 月瑶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秀中的御手不知觉地轻轻动着, 仿佛在模拟着他的动作。 当洛青州快要写完时, 突然停了下来。 真人请看。 他把半成品递了过去。 一清真人双手接过, 目光微宁, 认真的看着纸上的小字。 待看到最后一句时, 他顿时一愣, 抬头道, 还有呢? 洛青州一脸平静, 在我肚子里。 一清真人微正, 随即明白过来, 淡淡一笑, 又低头看了一遍, 道, 这篇文章的确不错, 摇了摇头, 礼貌地还了回去, 道, 对于我紫阳冠来说, 并无用处。 洛青州正了正, 正在思考着下一篇时, 月瑶把宣纸拿了过去, 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然后伸出御手道, 笔给我。 洛青州愣了一下, 沾了沾墨, 递在了他的手里。 月瑶握着笔, 眸中深处呼地浮现了一枚枚金色的文字, 稍一停顿, 便落寞书写, 每一笔画都落在了纸上的小字上。 他在原字上临摹, 当他的笔画落在上面时, 那些小字的墨色变得更加浓郁了。 而当他临摹完最后一个字体时, 宣纸上突然哗的一声, 亮起了一道金光。 随即, 那些墨黑色的字体, 竟然一枚一枚, 全部亮起了金光。 同时, 一枚枚字体虚影, 在宣纸上缓缓游动着。 端坐在对面的一青真人, 身子猛然一震, 文字道运, 天字真言。 一旁的洛青州和小月, 皆是睁大了眼睛。 月瑶重新把文章递了过去, 淡淡递到, 真人再看看。 一青真人连忙结果, 重新低头看了起来。 单诸口神, 土慧除芬, 蛇神正伦, 通命养神, 罗千齿神, 却邪未真, 不知为何。 刚刚他看时, 觉得并无任何出奇之处, 而现在看着, 竟突然感觉每一个字都蕴含着无上道运, 几句结合起来, 竟仿佛一篇无上功法, 正在他的脑海中快速运转着。 嗯? 他正看到精彩处时, 下面突然变成了更离谱的事。 此刻在他的眼中, 就连这几个点点都绽放着金光, 蕴含着无上道运。 他呆滞了几秒, 连忙抬头道, 下面的呢? 洛青州依旧是那句话, 在我肚子里。 一青真人, 洛青州突然道, 我这里还有另一篇更厉害的咒语, 其内或许蕴含道教至高修炼功法。 一青真人目露狐疑之色, 道教至高修炼功法。 能够称得上至高修炼功法的, 大多都是都在他们紫阳罐内。 洛青州没有在说话, 拿起毛笔, 对一旁的小月道, 言没。 小月顿时撅起了小嘴, 怎么不让大月言? 人家又不是你的小倩? 洛青州一脸奇怪地看着他道, 什么小倩? 你不是我的好妹妹吗? 小月, 哼, 他只得委屈巴巴地拿起墨块, 继续言没。 洛青州提笔战墨, 稍一沉吟, 落寞书写下来。 这一次, 他只写了一半。 因为这篇咒语, 真的称得上是道门神咒。 真人情, 他刚要把文章递过去, 旁边突然伸来一只御手, 拿了过去。 月瑶拿在手里, 低头安静地看着。 许久之后, 他把宣旨放回到了他的面前, 道, 写完。 洛青州愣了一下, 并未多问, 立刻又提笔写了起来。 很快, 一整篇文章, 全部写完。 月瑶再次拿了过去, 低头看完后, 竟直接收了起来, 看着他道, 直接写道德经吧, 我们还有其他事。 洛青州文言, 点了点头, 重新拿过了一张宣纸, 又道, 小月, 言莫。 小月气道, 让大月言一次。 洛青州咳了一声, 低声道, 她又不是我的好妹妹。 小月委屈道, 好妹妹就要受欺负吗? 你总是欺负好妹妹, 就不能欺负一下好姐姐吗? 说完, 他突然又呸呸了两声, 她才不是姐姐呢。 哼, 有外人在场, 他只得收敛了性子, 委屈巴巴地拿着墨块, 继续磨了起来。 同时, 他一边磨着, 心里一边暗暗低估着, 等着, 等回去后, 朕也要像这样, 一直把你磨光光。 道可道, 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洛青州提笔战墨, 开始认真的写了起来。 谁知刚写了几段, 纸上突然出现了一股陌生的能量, 从第一个道字开始, 墨黑色的字体突然亮起了金光, 开始快速变成了金色。 洛青州突然赶到手中的毛笔, 重若千斤, 一笔一画, 皆需要耗费极大的力量和心神书写。 体内的魂力, 以可怕的速度, 快速向着手臂, 涌去, 涌入毛笔, 再落于那些漂亮的字体上。 一缕缕妙莫名的道运, 从字体上升起。 坐在对面的一青真人, 浑身一阵, 垂落于腹部的长须, 颤抖不止, 脸上神色更是变幻不停。 他身上萦绕的那一缕黑气, 竟然也消失不见。 洛青州很快便满头大汗, 只书写了三分之一, 便再也无力落笔。 月姐姐, 怎么回事? 他转头问道, 满脸愕然之色。 月妖正了正, 道, 停下吧。 这几段话, 足以换取紫阳观任何几套功法了。 洛青州吃力了松开了手指。 当毛笔从手中滑落的一瞬间, 他仿佛突然挣脱了压在身上的山岳, 浑身立刻感到一松被压制的无法跳动的心脏, 呼吸等等, 也开始重新恢复了自由。 他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这才发现, 体内的魂力竟然已经所剩无几。 正在此时, 后山中突然传来一道清朗幽远的声音, 一轻, 拿来我看看。 随即又道, 三位小友数平到屋里了, 平到如今正在闭关, 无法从这里出去, 就让一轻接待三位吧。 三位有任何请求, 一轻都可以满足。 一轻真人立刻醒过神来, 连忙告一声罪, 道, 三位小友稍等, 平到屋屋就回。 说完, 立刻拿着残篇经文, 匆匆而去。 洛青州心有余悸, 又休息了一会儿, 方低声道, 月姐姐, 到底怎么回事? 为何我之前写道德经时, 并没有这种意向和感觉? 还有, 这些经文咒语, 我都能看懂, 但我好像都无法修炼, 怎么回事? 月瑶沉默了一下, 道, 因为刚刚进门时, 那道八卦图激醒了你体内的道运经文。 这是另一种修行之法, 你若想修炼, 必须废掉之前的所有修为, 忘掉之前的心法, 重新开始。 洛青州依旧疑惑, 既然我无法修炼, 为何我体内会有那些道运经文? 又为何刚刚我写字会出现意向? 月瑶没有在说话, 淡淡地看了他一眼。 洛青州突然想起, 刚刚那名中年倒是说的话来。 他体内的道运经文, 莫非是月姐姐修炼凝聚的, 月姐姐当初燃烧神魂救他, 肢解神魂化为能量, 进入他的身体, 所以就与他的神魂融为了一体。 一旁的小月突然道, 难怪当初在边境比试时, 你敢上台, 而且敢说不用缥缈先宗的任何功法。 原来那个时候, 你就已经走上了另一条修炼之路。 洛青州好奇道, 月姐姐, 你到底是什么境界了? 或者说, 相当于修魂者的什么境界了? 月瑶没有再理睬他们, 拿出了刚刚那篇完整的咒文, 低头又认真地看了起来。 突然, 他抬起头看向他道, 这篇咒文, 之前为何不给我? 洛青州张了张嘴, 愣了一下, 道, 月姐姐也没有找我要啊。 我之前给了月姐姐那么多, 月姐姐都没有任何反馈, 我也没法修炼, 所以我以为对月姐姐无用, 月瑶盯着她沉默了一会儿。 回去后, 道教佛教的任何经文咒文, 以及故事, 还有关于儒道的, 都念给我听。 洛青州立刻道, 好, 能够帮助月姐姐, 她自然求之不得。 毕竟她欠月姐姐那么多, 不知道该如何报答。 小月立刻酸酸地道, 不行, 哥哥还要修炼呢? 哪有那么多的时间浪费在你的身上? 月瑶没有再说话。 洛青州道, 没事, 我可以跟月姐姐待在一起修炼, 这样的话, 等我修炼累了, 休息的时候, 就可以, 啊。 小月突然掐住了她的腰, 脸上突然露出了不属于她的威严和冷酷神情。 你再说一遍。 洛青州闭上嘴巴, 没敢再吭声。 小月又冷冷地看了两人一眼, 放松开手道, 除非, 她喊我姐姐。 两人都没有说话。 又过了片刻。 一清真人匆匆而回, 长须飘飘, 脸上满是红润之色, 虽然竭力保持着平静从容, 却难掩激动。 三位小友, 紫阳师叔已经答应下来, 三位可以跟随频道进入藏经阁, 可在里面待上三个月的时间, 可以阅读里面的任何书籍, 修炼里面的任何功法。 不过, 她手里拿着两张纸, 脸上的神色不言而喻。 洛青州伸手接过第一张, 道, 那我先写完第一篇咒文, 至于道德经, 我需要休息一日, 再继续写。 一清真人立刻双掌结印行礼, 满脸郑重于感激道, 多谢小友。 洛青州拿起笔, 转头道, 小月, 盐墨。 小月, 红袖盐墨, 提笔战墨, 洋洋洒洒, 很快便把第一篇咒文补充完整。 当她放下笔时, 整个人的气质仿佛突然一变。 一清真人看向她的目光, 也由之前像是看晚辈似的随意, 变成了深邃与凝重。 洛青州把文章交给了她。 一清真人双手郑重接过, 再次道谢, 然后极为认真地看了一遍, 每一个字都深深地铭刻在了心里。 三位小友, 请。 与此同时, 千里之外的一座荒山上, 突然出现了一道血月光芒。 早已赶来的飘渺仙踪葬众人, 顿时激动无比。 出了后院, 穿过一片苍翠竹林, 前方是一座深不见底的深渊。 深渊之上, 架着一只古老的独木桥。 木桥对面, 则是一座云雾缭绕, 鲜鹤飞舞的孤峰。 紫阳观的藏金阁, 便坐落于孤峰之上。 一清真人怀抱浮沉, 亲自带着三人, 走上了独木桥, 对着对岸恭敬地道, 一目诗书, 弟子需要带三名小友去金阁一关。 孤峰上传来了一道苍老而幽远的声音, 紫阳师兄已经跟我说了, 你们去吧。 一清真人低头行礼, 带着三人走了过去。 到了对岸, 又穿过一条小路, 前方的道家藏金阁方赫然而现。 一清真人带着三人登上了台阶, 来到了金阁门前, 手中浮沉一挥, 轻轻打开了大门, 然后转过声温声道, 三位小友尽管进去阅览, 一楼是道家历史、文化等资料, 二楼是各位道家前辈的游记, 以及一些故事等, 三楼和四楼皆是功法经文等。 五楼, 则是我道家前辈曾经进修的地方, 频道也从未上去过。 不过紫阳师叔说了, 这座金阁, 三位小友可以随便游览。 洛青州连忙道谢。 一清真人含笑点头, 并未再多说告辞离去。 洛青州没有浪费时间, 直接进了屋里, 找到楼梯, 直奔三楼。 三人一起在书架上寻找。 很快, 有十套功法被选了出来。 两套内功心法, 五套拳法, 一套剑法, 还有两套棍法, 皆是五王境界可用的。 洛青州正在思考着时, 月瑶递给了他三本, 道, 一套内功心法, 一套拳法, 一套棍法。 洛青州接在手里, 看向了书籍上的名字。 内功心法是, 玄规吐纳, 拳法是, 混沌开天, 棍法则是, 如意破魔棍。 小月立刻也拿了三本书, 递过来道, 哥哥, 我觉得这三套功法才适合你。 随即瞥了一眼他手里的那本书, 哼道, 内功心法的话, 天玄地灵, 肯定比你那什么乌龟要好。 拳法的话, 小月, 我就要这三本。 不待他说完, 洛青州已经决定下来。 小月顿时一致, 随即气鼓鼓地道, 师姐选的, 就一定比人家选的要好吗? 你就只相信师姐吗? 洛青州走到桌前坐下, 翻开了手里的书籍, 道, 并不是, 其实我刚刚也看中这三套功法了。 小月更气, 哥哥骗人, 哥哥明明就是不相信人家, 只相信师姐。 洛青州举起了手里的书道, 我之前修炼的内功心法, 是, 神归吐息, 所以, 这本比较适合我。 至于拳法, 混沌开天, 刚猛霸气, 刚好也适合我, 以往修炼的拳法。 而棍法, 我的木棍可以变长变短, 变粗变细, 也恰好适合修炼这套如意破魔棍。 小月顿时泄气, 撅起小嘴, 神色悠悠地低咕道, 反正只要是师姐选的, 都是最好的, 只要是师姐说的, 都是对的。 哥哥在师姐的面前, 就是一只, 一只小天狗。 哼, 洛青州当作没听见, 继续看着内功心法。 小月突然又目光一亮, 对了哥哥, 你可以把其他功法也都记住, 反正那位长教说了, 这里的功法我都可以随便看。 洛青州抬头看着他道, 不可太过贪婪, 而且对于我来说, 三套就够了, 再多的话, 我也练不了。 随即又道, 你和岳姐姐也可以去挑选几套。 小月想了一下, 道, 那我再去看看。 待他离开后, 洛青州方低头认真记了起来, 一页一页内容, 很快便全部记在了脑海中。 一天时间, 转眼急过。 第二天, 当洛青州把那三套功法放回到书架时, 突然发现三本书籍冒起一缕黑烟, 随即竟然燃烧起来, 很快变成了灰烬。 岳姐姐, 怎么回事? 他愣了一下, 转头问道。 岳瑶沉吟了一下, 啊, 这些书籍都是以另一种形态出现的, 或许你全部看完了, 它的能量就耗尽了, 也就消失了。 洛青州惊讶道, 还好, 我们就只选了三本, 没有浪费。 岳瑶看着他, 单单地道, 又不是你的东西, 全部浪费了又如何? 洛青州道, 岳姐姐也说了, 这里是道教圣地, 这些书籍都是宝藏。 而且, 只能被看一遍的宝藏, 就更加珍惜了。 或许以后, 还有其他修炼者有机会过来, 甚至可能还有我们的后代, 留着总比浪费了要好。 岳瑶目光深深地看了他一眼, 没有再说话。 这时, 小岳突然从旁边的书架走了出来, 悠悠地道, 哥哥果然垂涎师姐的身子, 连跟师姐的后代, 都已经想好了吗? 洛青州没有理他, 道, 走吧。 虽说人家允许我们在这里待上三个月, 但还是尽快离开比较好。 看着这些人, 这些东西, 总有一种毛骨悚然的感觉。 三人下了楼, 出了藏金阁。 刚走到那只独木桥前, 一道苍老而幽远的声音, 突然在身后的风顶响起。 如果频道没有猜错的话, 三位小友应该是人类吧? 此话一出, 三人顿时心头一惊, 转身看去。 身后并无人影, 只有那道苍老的声音。 果然, 难怪那几本书籍消失了, 三位尽早出去, 据频道所知, 通往人间的大门, 很快就要全部关闭了。 洛青州连忙道谢, 多谢前辈告知。 三人过了独木桥, 进了道观。 一清真人出来迎接, 满脸惊讶地道, 三位小友只看了一天, 就要离开吗? 洛青州道, 在下选了三套功法, 已经记在了脑海中。 随即, 拿出了一张折叠的宣纸, 双手对到了他的面前, 道, 这是那篇《道德经》剩下的文字, 就交给真人了。 一清真人连忙郑重结果, 并未展开检查, 结印行李道, 多谢小友了。 三人没有再多待, 告辞离去。 一清真人亲自把他们送到了罐外, 一直目送他们走下台阶后, 方转身进了道观。 这时, 他连忙拿出了那张宣纸, 展开细看。 有物混成, 先天地生。 既西辽西, 独立而不改, 周行而不代, 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 强自之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他双手颤抖, 垂在胸口的白须, 也跟着颤抖不止, 满脸激动地道。 紫阳诗书并未夸张, 这篇《道德经》, 才是我道门至高无上的宝物啊。 当洛青周三人走到半山腰, 在转头看去时, 山上的道观, 竟突然诡异地消失不见,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小月突然好奇地问道, 哥哥, 你写的第二篇是什么咒文? 洛青周收回目光, 道, 金光咒。 小月道, 何为金光咒? 洛青周道, 道经八大神咒之一, 修成以后可金光护体, 护道护身, 万物难清。 小月一听, 惊讶道, 这么厉害吗? 随即又酸酸地瞥了前面一眼, 不满地道, 难怪某人二话不说, 直接就抢走了。 谁知, 走在前面的月瑶, 突然停下脚步, 转过头道, 八大神咒之一。 也就是说, 你还有欺骗, 没有对我说, 是吗? 洛青周, 回去后告诉我。 月瑶淡淡地说了一句, 继续下着台阶。 小月顿时愤愤道, 凭什么? 师姐, 你找哥哥要东西, 还这么拽? 哥哥又不欠你, 说到此, 他突然停住了话。 洛青周低声道, 小月, 月姐姐找我要什么, 都是应该的。 小月沉默了一下, 气道, 可是他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整天都是那副冷冰冰的, 别人欠他钱的模样, 而且还是命令的口吻。 哼, 他凭什么命令你? 只有朕, 只有哥哥家的娘子, 才能命令哥哥, 他又不是。 洛青周握住了他的手, 低声道, 好了, 别说了, 这次我们收获很大, 都靠月姐姐。 待会儿, 我们去找个地方落脚, 我决定在这里修炼几天, 说不定神魂可以直接突破到皈夷境界。 小月顿时目光一亮, 哥哥的神魂竞成满了。 洛青周点了点头, 道, 本来就只差几点了, 刚刚我用剑体式看了一下, 竞成已经到一百了。 这里的气息, 似乎对我神魂修炼的竞成, 非常有效果。 小月一听, 顿时激动地道, 真的吗? 他好了, 哥哥马上就要成为皈夷境界的高手了。 我们大言除了白院长, 还没有其他皈夷境界的高手呢? 而且, 哥哥还这么年轻, 而且还是体魂双修呢。 还有还有, 哥哥马上还要突破五王境界了呢。 天哪, 哥哥好厉害啊。 哥哥就是天下第一天地无敌的修炼天才。 妹妹好崇拜你, 好爱你啊。 小月一边激动地说着, 一边抱着她的胳膊用脸颊磨蹭着, 像是一只谄媚讨好的小铁猫。 洛青周看了前面一眼, 谦虚地道, 月姐姐才是修炼天才, 比我厉害多了。 小月哼了一声, 却没法反驳, 只得小声低估, 还不是靠哥哥, 他才能重新修炼的。 没有哥哥, 他早就因为修炼那种绝情的功法。 小月, 别说了。 洛青周立刻打断了他的话。 三人刚到山脚下, 右侧的树林中呼得走出一道身影。 身穿黑裙, 身材高挑, 双眸闪烁着鸿芒, 身上萦绕着黑气, 正是那名叫完颜子的少女。 本王可不是专门等你们。 本王只是无聊, 到处逛逛而已。 依旧是小女孩稚嫩的声音。 月瑶停下脚步, 看着他道, 听说你有一颗冥王珠, 里面蕴含着无穷的幽冥灵气, 可使阴魂快速修炼, 可破阴冰, 可随意穿梭人界与幽冥界。 完颜子一听, 顿时脸色一变。 你听谁说的? 月瑶没有回答, 道, 你若是有, 就给他, 他会给你想要的东西。 完颜子脸色变换了几下, 道, 本王没有。 月瑶淡淡地道, 那算了。 说完, 他继续向前走去。 洛青州和小月也立刻跟在他的身后。 三人行走了一段距离。 洛青州转过头看去, 那名叫完颜子的少女鬼王, 依旧跟在后面。 看什么看? 再看把你吃掉。 完颜子滋了滋牙, 露出了两颗尖利的小虎牙, 一脸凶恶地道。 洛青州快走几步, 追上了月姐姐, 低声道, 她想要什么? 月瑶道, 圣树之根。 可扎根幽冥在幽冥生长的根须。 洛青州低声道, 给了她, 小树会死吗? 月瑶道, 不会。 洛青州犹豫了一下, 道, 那就给她吧。 此话一出, 月瑶突然停下了脚步, 转过头看着她, 顿了顿, 道, 就因为她是个女的。 小月也在后面嘀咕道, 哥哥好色。 急不择时, 竟然连鬼的脚脚都想舔。 洛青州连忙解释道, 当然不是。 我只是觉得, 她身为鬼王, 却这般低调, 对我们也很客气, 看着人还不错。 而且月姐姐也说了, 小树的根须给了她, 小树也不会死, 就当交个朋友呗。 小月哼道, 如果她是个男的, 或者模样争鸣呢? 哥哥还愿意这般大方吗? 洛青州想了一下, 竟然没法回答。 不过她可以确定, 自己当然不是垂涎这位鬼王的身子, 真的是想要跟她交个朋友。 哼, 哥哥哑口无言了吧。 小月有些生气地道, 洛青州没有再多说, 道, 听月姐姐的。 只是, 我想找个地方修炼, 她这样跟着, 也不是办法。 小月立刻拿出火跃枪道, 哥哥稍等, 妹妹去把她赶走。 说完, 立刻转过身道, 不准再跟着我们, 否则, 要你好看。 姐姐姐姐姐, 正在此时, 四面八方突然飞来了密密麻麻的阴兵鬼将, 手持刀枪棍棒, 杀气腾腾地把三人围了起来。 而完颜子的身上, 也突然散发出了强大的气息, 背后突然出现了新红色的披风, 旋转着。 她的眉宇间, 竟然出现了第三只眼睛。 小月立刻退了回来, 低声道, 哥哥, 还是让她跟着吧。 反正她闲着也是闲着, 洛青州转过身, 看向了身后。 月瑶也在前面停下了脚步。 完颜子的声音, 依旧是小女孩稚嫩的声音, 但异常嚣张, 东西留下, 饶你们一命。 自, 洛青州的拳头上, 呼得亮起了一条紫色雷电。 完颜子瞳孔一缩, 但依旧冷声道, 这是本王的地盘, 任你们在神通广大, 也得给本王跪着说话。 自, 洛青州的拳头上, 再次亮起了一条红色雷电。 接着, 又亮起了一条黑色雷电。 完颜子张了张嘴, 脸上露出了一抹惊疑不定的神色。 自, 这时, 洛青州的拳头, 突然又亮起了一条金色的雷电, 以及一条细小的白色雷电。 那条白色雷电虽然最小, 但却在另外四条雷电上跳动穿梭不止, 仿佛把它们当成了玩具。 一瞬间, 完颜子的脸色终于变了。 而此时, 月瑶的眉宇间也出现了一枚金色的字体, 金光闪烁间, 一股强大的道运气息四散而开。 四周正在张牙舞爪叫嚣的鬼怪, 顿时一致被钉在了原地。 场中, 突然一片死寂。 半晌后, 完颜子眉宇间的第三只眼睛和背后的星红披风突然消失。 他身上的强大气息也消失不见。 他突然看着洛青州, 学着小月的语气浇声道, 好哥哥, 当当说把天地圣树的根须给妹妹, 是真的吗? 小月, 洛青州顿了顿, 道, 我需要冥王珠。 完颜子叹气道, 妹妹就是想要跟哥哥交个朋友, 朋友之间不是很单纯吗? 怎么能用利益交换呢? 哥哥不要听有些坏女人的蛊惑, 按照你自己想的做就是。 哥哥的东西, 哥哥做主。 他一边说着话, 眼中的星红光芒一边闪烁着。 洛青州眸中闭芒一闪, 道, 你对我使用迷惑心智的功法没用。 冥王珠给我, 天地圣树的根须给你。 若想抢抢, 两败俱伤。 完颜子又沉默了一会儿, 道, 好哥哥, 可以用其他宝物交换吗? 冥王珠对妹妹来说, 非常重要。 小月怒道, 不准学我说话。 洛青州看了月姐姐一眼, 道, 不可以, 就要冥王珠。 完颜子的眼中露出一抹怒意。 这时, 月瑶突然开口道, 冥王珠给他, 其实是帮你自己。 你若是得到根须, 自然需要根须在幽冥生长, 助你修炼。 但这里只能生长根须, 不能生长上面的树干树叶, 所以, 根须的存活有时间限制。 等根须没有了, 你怎么办? 顿了顿, 他又到。 而他若是有了冥王珠, 可以变得更强大, 可以让天地圣树长出更多的根须, 因为天地圣树是用他的精血浇灌而生长的。 到时候, 他可以源源不断地给你根须。 完颜子眼中星红闪烁, 道, 本王凭什么相信, 他会再来。 月瑶淡淡地道, 他不用再来。 天地圣树生长到了一定高度, 就需要从他身上离开, 扎根于大地, 升冠于苍穹。 到时候, 根须就会穿透大地, 扎根于幽冥。 完颜子顿时恍然, 天地圣树有着强大的结界, 不是谁都可以靠近修炼的。 但是因为我用过他幼时的根须修炼, 所以体内就有了他的气息, 到时候再靠近他, 就非常容易, 对吗? 月瑶微微点头, 沉默了一下, 道, 根须含着他的气息, 你到时候的体内, 应该也会有他的气息。 刚刚你应该看出他的体质了, 到时候你若是渡劫, 比其他鬼王会更加容易。 至少, 没有魂飞魄散的危险。 完颜子顿时满脸激动, 当真。 月瑶淡淡地道, 你可以选择不相信。 完颜子促起眉头, 心头又思考犹豫了许久, 方抬头道, 我相信。 随即又道, 若是其他人, 我肯定不会相信。 但是你, 虽然我不知道你是谁, 但我感觉, 你值得信任。 而且, 你身上有强大的道运, 卑鄙奸诈的人, 是不可能有这般成就的。 说完, 他抬起右手, 放在了自己的心口。 滑! 一道鸿芒, 如彩霞绽放。 随即, 一颗如鸽蛋大小的红色圆珠, 从他的体内, 缓缓浮现出。 他眼中露出了一抹不舍之色, 但还是一咬牙, 拿了出来, 卧在了掌心。 他抬头看向了眼前的人类少年, 可怜兮兮地道, 好哥哥, 他是妹妹的心, 妹妹, 把唯一的心给你了。 你可不要辜负和欺骗妹妹哦。 哦, 小月在一旁干呕。 洛青州没有说话, 走到月姐姐的身前, 低声道, 月姐姐, 小树的根须怎么拿出来? 需要用那土壤刨开吗? 用什么工具割断? 飞剑可以吗? 月瑶没有回答, 身指一弹, 一只木盒飞到了顽颜子的面前。 顽颜子愣了一下, 立刻揭在手里, 小心翼翼地打开。 哗! 木盒里突然绽放出了一道金光, 随即一道金色身影 从打开的河口急射而出, 想要逃跑。 啪! 顽颜子早有准备, 立刻关上。 他嗅着刚刚的味道, 满脸激动地道, 是天地圣树的根须。 月姐姐, 谢谢你, 我就知道, 你是个值得信任的好人。 洛青州皱眉道, 别喊月姐姐。 月姐姐是他专属的。 顽颜子笑着把手里的冥王珠, 谈到了他的面前, 哥哥记得以后经常下来找妹妹玩。 有了冥王珠, 你可以随时下来的。 听小月说, 哥哥喜欢女孩子的脚脚是吗? 妹妹手下有很多女孩子呢, 到时候, 哥哥随便玩。 哥哥要是喜欢玩妹妹的脚脚, 妹妹也愿意哦。 小月顿时恼羞成怒道, 不准学我说话了。 小田狗! 顽颜子完全无视他, 挥了挥手道, 哥哥, 月姐姐, 那阿子就先走了, 以后有机会再见。 说完, 他立刻拿着木盒迫不及待地离开。 四周其他阴兵鬼将, 也呼啦啦一哄而散。 可恶! 看他说话的样子, 听他说话的语气, 我怎么感觉好恶心, 好羞耻。 小月恨恨地道, 月姐姐, 你需要吗? 洛青州把冥王珠递到了月姐姐的面前。 月摇柳眉微微一动, 淡淡地道, 这是人家的心, 是给你的。 说完, 转身继续向前走去。 前面有一座山谷, 去那里修炼。 洛青州连忙跟了上去, 希望那道三套功法, 以及这里的幽冥灵气, 不会让他失望。 咦? 小月突然抬起头, 望向了远处的夜空。 那是什么? 一轮星红的残月, 挂在夜空。 同时, 又一轮星红的残月升起, 飞上云霄, 消失不见。 刀忙? 洛青州猜测道, 哄! 远处的黑暗中, 突然又传来一声巨响。 有人在斗法? 而且看起来, 似乎有什么宝物现世了。 不过, 洛青州并不感兴趣。 他看了几眼, 继续向着前方的山谷走去。 他可没有时间浪费。 那名看守藏金阁的老道士说了, 通往人街的通道, 很快就要关闭了。 他必须尽快利用这里的幽冥气息突破。 至于宝物, 他这次已经有很大的收获了, 没必要再贪心。 三人很快来到了一座山谷。 洛青州找到了一座洞穴, 稍作清理后, 就在里面坐下, 拿出了灵液, 准备冲关。 这次是大关。 由华神静巅峰境界, 冲击皈夷境界。 所以, 肯定要比以往更难。 他现在掌心低了五滴墨黑灵液, 然后缓缓闭上双眼, 开始运转体内功法。 不过, 这套内功心法, 对于他如今的境界来说, 似乎已经有些落后了。 这时, 耳边突然响起月姐姐的声音, 先修炼玄规吐纳。 洛青州猛然醒悟, 刚得来的内功心法, 差点忘记了。 这套玄规吐纳内功心法, 神魂与肉身皆可修炼, 适合皈夷境界与五王境界。 他现在修炼, 再冲刺皈夷境界, 应该会简单和快速很多。 想到此, 他立刻闭上眼睛, 在脑海中一字一句地播放着, 玄规吐纳, 功法。 反复播放许多变后, 他开始催动体内魂力, 跟随功法指示的经脉穴道, 缓缓流动。 十一次后, 速度开始变快。 渐渐地, 他发现体内丹海中, 炼化能量的速度越来越快。 五滴墨黑色的灵液, 化作的浩瀚能量, 很快在他的丹海中被炼化干净, 与他的魂力融为了一体。 炼化融合的速度, 是之前的十倍之多。 同时, 他的头顶上出现了一道黑色漩涡, 四周的幽冥灵气, 皆聚集而来, 快速涌入他的体内。 吸收外界能量气息的速度, 也快了很多。 这套玄规吐纳, 功法, 果然非同一般, 不愧是上古时期道教圣地收藏的内功心法。 神魂修炼的速度, 今非昔比。 他没有再犹豫, 立刻又拿出灵液, 再掌心倒了几滴, 准备冲关。 为了保险起见, 他把那颗冥王珠也拿了出来, 放在了旁边。 若是能量来不及补充, 就把它当作原始使用。 一切准备妥当, 他闭上了双眼, 开始缓缓运转新修炼的内功心法。 丹海中, 一股股魂力聚成一条河流, 开始顺着经脉, 向着通往高处的一处关爱, 凶猛冲去。 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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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轰。 他不断聚集魂力冲击着。 灵液化作的能量, 四周幽名灵气, 进入体内化作的能量, 不断地补充着他的丹海。 在他冲关之时, 大月和小月都守在了外面的洞口。 远处不断有战斗的声音传来。 夜空中, 还有鬼影掠过。 两人站在洞外, 安静无声地看着。 几个时辰后, 当洛青州又拿出灵液补充能量时, 小月忍不住向着洞里望了一眼, 有些担忧地道, 在这里冲关, 会成功吗? 我们可是人类, 从未听说过在幽冥修炼的。 月遥望着远处的黑夜, 又沉默了一会儿, 方开口道, 对于有些人来说, 人间、 幽冥、 天上, 并无区别。 小月看着他道, 天上, 他有那么厉害吗? 随即又讥讽道, 你很喜欢吹他吗? 可惜, 他是我的, 你吹得再厉害, 他也是我的。 月遥没有再说话, 小月思考了一下, 哦, 是因为那棵天地圣树吗? 据说那棵树上道天界, 下道幽冥,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 随即他突然又质问道, 你是什么时候知道那棵树的? 我为何不知道? 肯定是你偷偷勾引他, 诱惑他, 才让他说出这个秘密的, 是不是? 还有, 你刚刚给那只鬼王的根须, 是怎么拿出来的? 那棵树, 明明在他的身上。 你, 你真的与他融为一体了? 月遥没有回答, 直接离开了。 你去哪里? 安静的地方。 你, 你等着。 小切大月, 你等着。 以后进门了, 要你好看。 哼, 又一个时辰后, 洛青州的神魂之中, 突然传来一声爆响。 随即, 那股巨大的能量洪流, 终于冲破那处关爱, 畅通无阻地奔向了更前方。 同时, 他的神魂开始光芒闪烁, 出现了更多的经脉学窍, 整个神魂变得更加凝实起来。 突破了。 他有些诧异, 有些茫然。 这次的突破, 也太简单, 也容易, 太快了吧。 要知道, 这可是通往皈依境界的超级大关。 许多修炼者, 从化神境巅峰, 开始冲击这个境界, 甚至需要一个月, 甚至几个月的时间。 当然, 更多的修炼者, 会卡在这个境界一辈子。 可是他竟然几个时辰就突破了。 他给自己的时间, 最少也是七天的时间。 毕竟当初从化神境中期到后期, 再从后期到巅峰时的突破, 都花费了三四天的时间。 这次, 有幽冥灵器, 有冥王珠, 有灵液, 所以他才给自己定了七天的时间。 可是却万万没有想到, 这才几个时辰而已, 他中途就补充了一次灵液, 甚至连冥王珠都没有来得及使用, 竟突然就突破了, 快地让他猝不及防, 始料不及。 他有些难以置信, 立刻握紧拳头, 缓缓催动了一下体内的魂力。 一股与之前相差极大的浩瀚魂力, 突然从丹海中涌起, 瞬间传输到了他的拳头上。 这力量, 果然增加了很多倍。 而且, 丹海中储存的魂力, 也更多更精纯了。 神魂好像也发生了变化, 比之前更加凝实了。 他握着拳头, 感受着自己新的力量新的变化, 心头激动不已。 这就是皈依境界的力量吗? 这一拳下去, 估计整个山头都能被砸碎。 若是砸在人的身上, 嗯? 好硬。 由于突破太快, 他体内的灵液能量还未用完, 那些准备冲关的能量也没有发泄出去, 正在暴躁地到处击穿着。 他收敛了功法, 抬起头, 看向了洞口。 一道身材高挑, 窈窍恶娄的红颖正安静地站在那里, 帮他守着洞口。 洛青州站起身, 走了过去, 站在了他的旁边, 左右张望, 月姐姐呢? 小月正在发呆, 文言吓了一跳, 转过头看着他, 疑惑道, 哥哥, 你怎么出来了? 你不是在冲关吗? 洛青州道, 已经突破了。 小月顿时睁大了眼睛, 洛青州抬起了拳头, 稍稍释放了一丝皈夷境界的气息。 小月身子一震, 道, 哥哥, 你, 你真的突破了? 你现在是皈夷境界的高手了? 可是, 可是怎么能这么快呢? 洛青州也没法解释, 我也不知道。 小月满脸激动, 立刻扑进他的怀里抱住了他, 道, 哥哥好厉害。 妹妹就知道, 哥哥一定会成功的。 妹妹就知道, 哥哥是天下第一天才。 哥哥, 妹妹好爱你。 洛青州被他抱得有些难受, 体内的能量愈发躁动不安起来。 咦, 哥哥, 好烫。 小月的身子突然变得更加柔软起来, 扬起脸颊, 咬了咬嘴唇, 满脸娇媚地道, 哥哥, 你是不是很难受? 洛青州握紧了拳头, 体内能量汹涌澎湃, 目光望向了远处, 道, 是的, 我现在很想去找人打一架。 小月身子一软, 跪在了她的面前, 道, 哥哥, 妹妹想跟你打一架, 好吗? 洛青州, 刷。 正在此时, 远处的夜空上再次升起一轮新红色的弯月。 还没有搞定, 洛青州看着那道弯月呼得身子一颤, 撕了一声, 暗暗道, 看来是一件非同寻常的宝物。 咦? 还有飞剑和剑芒。 她愣了一下, 突然想起了什么, 不会是飘渺仙踪那些人吧? 想到此, 她眼中突然闪过两道寒芒。 刚好, 她现在突破了皈夷境界, 体内的力量正愁没有地方宣泄, 即便有小月帮她, 估计也不行。 不知道对方有多少皈夷高手。 按说九州大会马上就要到了, 对方也不可能派太多的高手来设限, 毕竟九州大会才是最重要的。 她如今是皈夷境界, 再加上她专刻神魂的雷电, 打两三个皈夷高手不成任何问题。 而且, 还有月姐姐和小月帮忙。 小月, 快点, 我们…… 她突然看向了右边的山坡上, 浑身一颤。 一道月白身影, 正无声无息地站在那里, 宛若鬼魅一般, 不知道已经站了多久。 洛青州, 嗨嗨, 小月立刻起身, 捂着嘴, 跑进了洞穴里。 洛青州则僵在了原地。 宛若实话, 惊下来得猝不及防。 此刻, 她的脑中一片空白。 山坡上, 月白身影依旧静无声息地站在那里, 看不清脸上的表情。 半晌后, 洛青州方惊醒过来, 慌忙逃进了洞穴。 师姐, 你好过分。 小月出了洞穴, 对着山坡上怒目而视。 你吓着我家哥哥了? 我, 哦, 山坡上。 月白身影已经转过身, 望向了远处出现的异象。 突然, 她身影一闪, 消失不见。 小月张了张嘴, 连忙对着洞里道, 哥哥, 快出来, 你家月姐姐一个人先走了。 洛青州立刻从洞里出来。 这时, 远处的黑暗中再次传来了一阵震动。 两人立刻掠了过去。 不多时, 前方突然出现了一座荒山。 荒山之上, 鸿芒闪烁, 刀光剑影。 几名人类神魂正在奋力斩杀一群全身黑雾滚滚的怪物。 一群恶鬼则为在四周张牙舞爪的怪叫着, 却不敢靠近, 似乎在害怕着什么。 半空之中, 悬浮着一只道扣过来的金色小顶。 顶中射出一道金色光照, 落在山头, 把两只头上升脚, 体型巨大, 满身肌肉的鬼怪笼罩在了里面, 动弹不得。 山腹之中, 一道月牙般的星红光芒, 闪烁不止。 好像是飘渺仙宗的人, 落青州见月姐姐, 站在山脚下的一棵大树下, 立刻掠了过去。 小月跟了过来, 目光静一不定地看着半空那口小顶, 道, 师姐, 那口小顶看着有些熟悉, 不会是你帮飘渺仙宗得来的? 那口三大镇宗领宝之一的玄黄神顶吧。 月瑶抬头看了一眼, 眸中露出了一丝波动, 并未说话。 小月顿时冷哼一声道, 飘渺仙宗这次可真是下了血本, 连这等宝物都让他们带来了, 看来是想在九州大会来临之前, 再多积攒一些实力。 他们应该就是为了山中那件宝物而来的吧。 此时, 飘渺仙宗的两道人影, 已经趁机从荒山的顶部入口, 进入了山中, 正在向着山腹中的那道星红光芒接近。 其他人影, 则奋力挥舞着手中的武器, 守在入口处。 那些面目猙獰的怪物, 以及那些恶鬼, 似乎都在垂涎着山腹中的那道星红光芒。 洛青州仔细观察了一会儿, 心头暗暗道, 一共四名皈夷境界的高手, 一名初期, 两名中期, 一名后期。 他又看向了其他身影。 剩下的七人, 都是分神境的修为, 而且都是后期境界。 看来, 这次飘渺先宗是真的下了血本了。 他的目光, 又看向了半空中的那只小顶, 脸上露出了一抹犹疑思索之色。 那只小顶是灵宝, 而且是飘渺先宗三大正宗宝物之一的灵宝。 威力显然非同一般, 对方应该是带足了宝物, 做了很多准备来的。 他又思考了一会儿, 看向了身旁的人, 岳姐姐, 我们需要上去吗? 岳瑶沉默着, 没有回答。 小月顿时冷哼一声道, 师姐还在记着以前的誓言, 或者记着他们的恩情吗? 他们的恩情, 你不是早就报了吗? 你不杀他们, 他们对你, 可从来都没有客气过。 洛青州看向他, 低声道, 岳姐姐曾经发过什么事? 小月哼道, 不对飘渺先宗的人动手, 不插手任何飘渺先宗的事情, 反正被人家逼着, 发了很多事。 随即又道, 当然, 飘渺先宗也有好人。 当初那些人针对他逼迫他时, 还是有很多人为他说话和维护他的。 他这个人, 你别看他冷, 其实心里一直记着别人的好呢。 洛青州看着身旁的人沉默了一下, 道, 走吧。 小月转头看向他, 道, 你确定? 洛青州看着他道, 这次来幽冥, 我已经收获泼风了, 而且还顺利突破了皈依境界。 还有一些时间, 我想先熟练了一下另外两套功法。 小月顿时撇了撇嘴, 酸溜溜地道, 说了这么多, 哥哥不就是体贴他, 不想让他为难吗? 哼, 洛青州没有再说话, 转身离开。 走了, 别发呆了。 小月对着某人瞅了一眼, 也转身离开。 两人走出一段距离后, 月瑶静无声息地跟了上来。 洛青州回到了刚刚的山谷, 摆出了打拳的架势, 脑海中开始播放着 混沌开天拳的招式。 这套上谷拳法, 无论是肉身还是神魂, 都可以修炼。 而且, 威力都很强大。 当然, 相对而言, 肯定是拥有着强大气血之力的肉身, 修炼起来会更加厉害。 杀! 他从第一个招式, 缓慢打了起来。 在打出拳头的同时, 体内的魂力也跟着流动起来。 每一个招式, 魂力流动的每一条经脉和学窍, 都会有所不同, 产生的威力和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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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欲变后, 他的速度越来越快起来。 在他练拳之时, 大悦和小悦则守在不远处的大树下。 两人似乎都有心事。 梁九! 小悦突然开口道, 师姐, 刚刚你应该都看到了吧? 那是朕的另一面。 朕为了他, 可以站着, 也可以跪着。 而你呢? 你能做到吗? 当然, 你可以看不起朕, 也可以在心里说, 朕不要脸, 不知羞耻。 但这就是朕对他的爱, 你根本就比不上。 你的确帮了他很多, 的确也为他付出了很多。 但你永远不会像一个真正的妻子一样, 对他和爱他。 你也永远都不会自降身份, 去讨好他和给他快乐。 所以, 只有朕, 才算是他名副其实的娘子, 即便是秦儿小姐, 也不算。 而你, 自然更不算。 当然, 既然朕已经答应你和他了, 那就不会反悔。 不过, 你若是真的想要重新进门, 那就必须要放下你的高傲, 低下头, 喊朕一声姐姐, 月瑶终于从远处收回目光, 看向了他。 小月得意道, 反正迟早是要喊的, 要不先再喊一声, 让朕听听。 若是喊得好听, 也许到时候, 你们重新拜堂成亲时, 朕就不让你喊了。 那样的话, 你也不用在那么多人的面前丢脸了。 你说呢? 月瑶又安静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淡淡地开口道, 我不会重新进门的。 小月文言微正, 道, 你是拉不下脸反悔, 还是心中本就不愿意? 如果你不愿意, 那又为何对他这么好? 宁愿燃烧自己的神魂, 也要救他。 你若是拉不下脸, 觉得自己以前修了他, 现在又要求着他和好, 很丢脸。 如果是因为这样, 那就太可笑了。 你的脸面重要, 还是幸福重要。 随即又冷笑道, 朕的脸面可比你的脸面重要多了, 还不是经常给他跪下。 哄, 正在此时, 洛青州第一次把力量释放了出来。 一拳打出, 空气扭曲, 不远处的山坡突然四分五裂, 被削平了。 而这一拳, 他还并未使用皈依境界的全部力量。 月姐姐, 这套上古拳法果然厉害。 洛青州握着激动道, 小月看了他一眼, 不禁叹了一口气, 低声道, 看到了吗? 不管遇到了什么事情, 不管他是高兴, 还是难过, 还是遇到了困难, 或者难以决定的事情, 只要有你在, 他就会第一个跟你分享, 甚至直接无视镇了。 大月, 镇除了给他跪下, 可是还给他, 生了一个漂亮的宝宝啊。 你在他心里这般重要, 他对你这般在意, 你舍得不要他吗? 月瑶没有说话, 只是向着那边看了一眼, 清冷的面容上, 依旧看不出其他情绪。 月姐姐, 小月, 我们该走了。 洛青州收了拳法, 走向了两人, 道, 地上一天, 幽冥一月, 不一定是真, 我们不能待太久。 而且, 不知道通往人街的通道, 什么时候会关闭。 我们虽然有冥王珠, 但也不能冒险。 我现在神魂也突破了, 该回去抓紧时间修炼肉身了。 小月脸上, 顿时露出了灿烂的笑容, 张开双臂, 轻腻地抱住了他的胳膊, 满脸讨好地道。 好哥哥, 等你肉身再突破到了武王境界, 就天地无敌了呢。 到时候, 谁要是敢欺负妹妹, 哥哥就一拳打爆他的脑袋, 好不好。 洛青州刚要点头, 突然见眼前人影一闪, 寒气顿生。 杀! 一道鸿芒突然从前方的黑暗中急射而来, 目标正是小月, 但却被一道身影挡了下来。 月瑶站在前面, 身前出现了一层薄薄的寒冰光照。 卡! 光照破碎, 消失不见。 一道高手的身影从前方的黑暗中走出, 声音苍老地道, 月瑶, 果然是你。 他握着一柄漆黑如墨的弯刀, 刀刃上闪烁着星红的光芒。 仿佛头顶的夜空 与那夜空上的那轮血月。 在他身后, 跟着另外几道身影。 刚刚你们应该也在山下吧? 想要趁我们与那些鬼物两败聚伤时动手, 对吗? 可惜, 你们没有机会。 之前出现的那名蓝袍老者连丽山, 满脸阴冷之色。 这时, 其他人则突然散开, 把三人包围了起来。 最先出现的那名高寿老者, 叹了一口气道, 老夫最得意的弟子, 也是封上最有前途的弟子, 本以为他会走得更远, 为我缥缈先宗带来更多的荣耀, 却怎么也想不到, 他竟然死在了大岩边境, 死在了一个岌岌无名的小子手里, 他的目光看向了眼前的少年, 淡淡地道, 就是你, 对吗? 他抬起了手里的弯刀, 刀刃上呼得亮起了更为耀眼的鸿芒, 道, 刚好, 老夫想要试试这柄幽名血月刀, 看看它到底是否真如传说中的那般威力无穷。 三人身后的山坡上, 也突然鬼魅般地出现了一名瘦小老者。 他的手心, 拖着那口金色小鼎, 语气淡漠地道, 老夫也正好在试试这口玄黄神鼎, 看看人类的神魂, 是否也如那些鬼怪一般不堪一击。 随即他看向了那道月白身影, 嘴角露出了一抹冷笑, 差点忘了, 这口玄黄神鼎, 当初好像是你从海上的一座仙岛上得来的吧? 可惜, 你本该因为它, 而成为我缥缈仙宗的圣女的, 今日就用它, 来跟你做个了断吧。 场中寂静了一下, 突然, 又一个声音响起, 刚好, 我也正想试试这幽名街的地狱之雷, 看看它是否真的可以让人生不如死, 如堕炼狱。 此话一出, 众人的目光都看向了它。 洛青洲撤出了体内的遮掩, 雷灵之根的气息释放而出, 瞬间与幽冥某处的神秘能量, 建立了联系。 这可是突破皈夷境界的雷电, 而且还是令所有阴魂神魂胆寒的地狱之雷。 它本来在突破皈夷境界时, 利用月姐姐传授它的功法, 把雷灵之根的气息遮掩着, 暂时不想引起雷劫的。 毕竟是它从未接触过的地狱之雷, 它可不想冒险。 不过现在看来, 有人似乎已经等不及, 想要试一试了。 这还正应了那句话。 天堂有路你不走, 地狱无门, 你偏要闯。 试试, 那就试试吧。 地狱之雷。 听到这个名字, 手持弯刀的高兽老者, 顿时瞳孔一缩。 随即又冷笑道, 就凭你。 说完, 手中弯刀呼得扬起, 刷得展出一轮星红弯月。 那弯月刚一出现, 空气便猛然一紧。 仿佛有一道无形的枷锁突然出现, 瞬间把洛青州困在了原地, 动弹不得,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星红刀芒飞来。 这幽冥血月刀的静止之力, 的确厉害, 竟能随着刀芒而发。 高兽老者很是满意。 但下一秒, 洛青州身上红色雷电一闪, 瞬间挣脱了束缚。 随即他眸中呼得又闪过一道白色雷电, 身影瞬间在原地消失不见。 小心! 一旁的连立衫, 脸色顿时一变, 慌忙一掌拍去。 哄! 一声爆响! 洛青州的身影瞬间出现在了高兽老者的面前, 速度快得难以形容。 同时, 他早已蓄满力量带着红色的雷电的硕大拳头, 猛然砸在了高兽老者的胸膛。 皈依境界时成的力量, 加上红色雷电的破甲之力, 瞬间把混沌开天拳的威力全部爆发而出。 高兽老者还未反应过来, 身上的护体光照便瞬间破碎, 随即砰的一声被砸得倒飞而出, 手中的弯刀也脱手飞出。 他的胸膛突然凹陷了下去, 同时, 一条粗大的紫色雷电也趁机钻入了他的神魂。 而此时, 连立衫铺天盖地的掌影, 以及山坡上玄黄神顶的鸿芒芳救援而来。 洛青州伸手接过弯刀并未追击, 身影一闪, 退回到了原地, 使得那些凶猛的掌影和玄黄神顶的鸿芒突然落空。 高寿老者摔落在了数十米开外的地上, 红色雷电在他体内如扭曲的龙蛇一般疯狂击打, 他嘴里发出了凄厉的惨叫, 整个神魂冒起了阵阵烟雾, 本来凝实的神魂顿时变得透明起来。 还好, 连立衫及时赶到, 手持法宝, 把那条红色雷电引了出来, 落在了地上。 你, 你是, 皈依, 皈依境界, 高寿老者满身焦黑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满脸扭曲和不可置信的表情。 其他人也都僵在原地, 似乎都被刚刚的一幕吓到了。 他们自然都清楚这位名长老的实力, 十余年前便已经突破到了归异中期的境界, 战斗经验极为丰富, 但是刚刚竟然没有任何抵抗, 直接就被这少年一拳给打飞了。 若不是连长老及时救援, 只怕整个神魂都傲, 如果老夫没有记错的话, 这时, 黑暗中突然又出现了一名身材瘦小的老者, 声音苍老而沙哑地道, 当初你在大岩边境鄙视, 神魂不过是分神境的修为, 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你不仅突破了化神境, 还突破了归异境, 这种修炼速度, 即便是整个九州大陆, 也找不到第二个。 梁, 梁师兄, 杀了他。 文三合捂着被烧焦的心口, 咬着牙道。 梁九看了他一眼, 脸上平静无波, 依旧看向眼前的少年。 淡淡地道, 把幽冥血月刀还回来。 今日之事, 老夫就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以你的天赋, 以后的路还有很长。 你若是愿意, 加入我飘渺先踪, 老夫可以做主。 以往之事, 我飘渺先踪可以既往不救。 而且, 还会给你最高的待遇与修炼资源。 场中安静了一下, 洛青州轻轻抚摸着手中的弯刀, 抬头看着他道, 抱歉, 我喜欢这柄刀。 如果你们把这柄刀让给我, 在一起跪下来, 给我们三个刻一百个响头, 然后再, 自杀五个人, 我倒是可以考虑一下, 自降身份, 自甘堕落, 加入你们飘渺协踪。 一旁的小月顿时扑斥一声, 飘渺先踪众人, 皆满脸怒气。 梁九的脸上依旧平淡如水, 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微微点头, 道, 好, 很好, 既然, 很好那就跪吧。 洛青州直接打断了他的话, 道, 你身份最高, 你先跪。 小子放肆! 山坡上, 手持玄黄神鼎的老者, 顿时怒喝一声, 手中小鼎花的亮起了璀璨的鸿芒。 连丽山的霜掌上, 也出现一道道金色符纹。 文三和脸色灰白而怨独地道, 梁师兄, 动手吧! 杀了这小畜生! 梁九没有再说话, 手中光芒一闪, 出现了一柄紫光闪烁的宝剑。 那宝剑刚一出现, 他的周身突然出现了一条紫色的龙影。 先杀月瑶。 他淡淡地说了一句, 身影一闪, 在原地消失不见。 同时, 山坡上的卫风手中玄黄神顶也对准了那道月白身影。 其他人也立刻都冲了过去。 在洛青州的身上突然出现了四条雷电, 立刻闪身护在了月姐姐的身前, 道, 月姐姐, 别怕, 我保护你。 但月瑶却身影一闪, 出现在了远处的山坡上。 缥缥仙踪的几人正要去追时, 突然脸色一变, 低头看向地面。 哄! 一股可怕的力量突然从地底急窜而出, 竟是几条粗大的雷电。 接着, 更多的雷电毫无预兆地从地底钻了出来, 仿佛一条条咆哮的巨龙, 瞬间把所有的人都围在了里面。 除了刚刚已经逃到远处山坡上的月白身影, 雷电巨龙瞬间组成了一座囚龙阵法, 把洛青州和小月, 以及缥缈仙踪所有的人都囚禁在了里面。 随即, 更多的雷电从地底钻出, 咆哮着冲向了他们。 啊, 一名缥缈仙踪的弟子, 当场被一条雷电击中, 但并未立刻化为乌有。 而是被那条雷电缠绕在了身上, 噼里啪啦地击打个不停。 一声声淒厉地惨叫, 从他的嘴里传出。 其他人皆是吓得魂飞天外。 地, 地狱雷劫。 上一刻还一脸坦然的凉酒, 这一刻脸色已经变得煞白。 哄, 哄, 哄。 更多的雷电, 密密麻麻地从地底钻出, 冲了他们。 四面八方皆被那些粗大的雷电堵住, 他们无路可逃。 啊, 啊, 更多的惨叫声响起。 那些可怕的雷电并未立刻烧焦和融化他们的神魂, 而是全部缠绕在他们的身上释放出了可怕的力量, 不停地击打折磨着他们的神魂。 地狱之雷又被称为炼狱之雷。 神魂一旦堕入其中, 会被不断地抽打炼制, 反反复复, 痛苦至极, 生不如死, 直到所有的神魂越来越薄, 越来越透明, 然后才化为乌有。 与人间的千刀万剐, 颇为相似, 但神魂的痛苦会来得更加猛烈和可怕。 抽魂炼破之痛, 也不及其痛苦的一分。 此刻, 飘渺仙宗所有的人, 包括那四名长老, 皆被密密麻麻的雷电包裹住, 在噼里啪啦不断地抽打着。 惨叫声不绝于耳。 良久的惨叫声, 尤为七力响亮, 因为他的修为最高, 神魂最强, 所以, 地狱之雷会优先更多地照顾他。 可怜这位飘渺仙宗一代长老, 刚刚出场时, 还威风八面风青云淡, 波澜不惊, 现在却在原地浑身快速地打着白子, 瞪大眼睛, 张着嘴巴, 啊啊啊的叫个不停, 屎尿都给抽打出来了, 完全没有了刚刚坦然从容的高手形象。 其他人虽然没有他叫的响亮, 但模样更是不堪。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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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所有人都在张大嘴巴一边叫着, 一边摇头晃毛打着白子, 甚至想倒在地上都倒不下去。 洛青州两人却是安然无恙, 也有雷电向着两人扑来。 但洛青州直接举起双手迎接, 体内雷铃之根立刻贪婪地把雷电吸了进去。 雷电来得太快太多, 有些来不及吸收, 也缠绕在了他的身上, 但并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小月因为吸收了他的雷铃之气, 又早已与他合体了很多次, 身上已有了他的气息 自然也不怕雷电 在最开始被打得颤抖了几次后 也蹲在地上抱住了他的大腿 那些雷电还未窜到他的身上 就被洛青州吞噬了进去 而此刻 地底的雷电 依旧在源源不断地钻了出来 黑夜被照亮 四周孤魂野鬼 各种恶鬼 以及那些阴兵鬼将 早已背下的心惊胆寒 逃到了远处 远处的山坡上 月瑶一袭白裙 一个人安静地站在那里 看着眼前的一幕 看了许久 嘴里低声喃喃着 什么保护我 不就是想电我 这时 一道身影 忽得从旁边的黑暗中出现 落在了他的身旁 目光吃惊 看着远处的雷电球龙 吃惊到 何人在此杜劫 鬼王 不对 这地狱之雷 怎么有五种颜色 而且比本王之前的雷电 还要可怕 月瑶看着远处 没有说话 一身黑裙的顽颜子 突然收回目光 看向他道 是他 随即又看着远处的雷电兴奋道 是我家好哥哥吗 是了 肯定是他 雷灵之根 这是雷灵之根才有的雷电 泽泽 竟然已经有五种颜色了 哥哥明明那么年轻 以后说不定可以修成羊神 不死不灭 三界之内 来去自如呢 月瑶沉默了一会儿 开口道 还有五神 顽颜子一愣 又转过头看向他 呆了呆 道 你当真 月瑶也收回目光 看向他道 他的肉身 已经是五王了 马上就要突破中期了 顽颜子张大了嘴巴 月瑶的目光 重新看向了远处的雷电球龙 看向了球龙里那道模糊的身影 顿了顿 淡淡地道 不过他在我的面前 依旧老老实实 连大声说话都不敢 顽颜子呆滞了一会儿 疑惑道 为何 难道你比他还厉害 月瑶柳眉微微动了一下 下巴似乎也也微微痒了一下 一脸的风轻云淡 并不是 因为我是他的 大小剑 噼里啪啦 雷电依旧在抽打个不停 而且还是五种颜色轮流抽打 威力越来越强 数量越来越多 一声声凄厉至极的惨叫 听着另远处的鬼怪 毛骨悚然 两股战战 缥缥先踪那几名弟子 最先承受不住 神魂破碎 化为了灰烬 而那四名长老 依旧在打着白子 啊啊的叫个不停 洛青州正好趁此机会 熟练混沌开天拳 哄 他一拳砸在了叫得最欢的梁九的嘴巴上 直接把他砸飞了出去 随即 第二拳又落在了连丽山的脸上 一套拳法下来 这四名缥缈先踪归一境界的长老 皆趴在了地上 但雷电依旧不放过他们 依旧把他们抽打得浑身乱颤 梁九甚至开口哀求 杀 杀了我吧 啊 一条粗大的雷电落下 刚好从他的屁股钻了进去 顿时把他疼得从地上一跳而起 又站在原地开始啊啊的叫个不停 这种情况 神魂的修为越高 受到的折磨与痛苦 就越多越长久 而且 一旦主魂遭受地狱之雷的炼化和折磨 分魂也别想存活 另外三名老者 已经奄奄一息 被雷电抽打时 已经叫不出来了 很快就神魂破碎 彻底魂飞破散 梁九又被折磨了许久 放在越来越虚弱的 安生之力破碎 化为了乌有 至此 缥缈先踪四名长老 以及几名弟子 皆魂飞破散 殉命幽名 而可怕的地狱之雷 也开始渐渐退了下去 很快 雷电全部退去 小月从地上站了起来 满脸崇拜的表情 正要张嘴拍马屁时 一道熟悉的声音 突然从身后传来 哥哥 好哥哥 鬼王少女满脸激动地 跑了过来 立刻率先拍上了马屁 哥哥哥哥哥哥 你真是太厉害了 竟然把地狱之雷 都引出来了 而且竟然毫发无损 这么多厉害的神魂 都被你一下子电死了 哥哥 妹妹好崇拜你 好爱你啊 小月张着嘴巴 轰 洛青州体内 已经充满了电 猛然一拳打出 全忙带着雷电 瞬间把不远处的 一座山坡 移为了平地 哇 哥哥好酷 好强大啊 鬼王少女 满脸崇拜和夸张的表情 一旁的小月黑着脸 咬着牙 握紧了两只小拳头 满脸怒气 他恨着小田鬼学他说话 抢了他的台词 又恨着小田鬼 让他看到了自己的小田狗模样 臭不要脸 他恨恨地骂倒 自 洛青州的身上 突然出现了一条白色雷电 随即身影一闪 竟然瞬间出现在了 远处的山坡上 速度快得难以形容 杀 他身上再次亮起一条白色雷电 转眼间 又回到了原地 这时他才确定 这条白色雷电 竟然是电盾之术 增加速度的 这速度快得逆天 即便是闪电 也难追 鬼王少女 立刻又满脸崇拜地道 哇 好哥哥 你太快了 妹妹还没反应过来 你就不见了 你是妹妹见过最快最快的 洛青州 小月顿时冷笑一声 傻貌 洛青州又试了几次白色雷电 这才道 月姐姐 小月 我们该走了 完颜子顿时依依不舍道 好哥哥 再玩几天呗 妹妹带你去妹妹的王宫玩 好不好 洛青州终于忍不住看向他道 你能不能不要再学小月说话了 完颜子一脸迷茫 什么小月 哥哥 妹妹对哥哥说话都是情不自禁的 随口就说了 哪里是学别人 哼 小甜斗 小月在一旁满脸鄙夷 洛青州没有再理睬他 把那口玄黄神顶递到了月姐姐的面前 道 月姐姐 物归原主 月瑶看着小顶 沉默了一下 道 你拿着吧 九州大会时 或许可以用到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又低头看了看小顶 没有再多说 收了起来 他心头暗暗道 月姐姐应该是不想再碰飘渺仙宗的任何东西了 也好 到时候九州大会时 他或许可以拿出这只小顶 让飘渺仙宗更加丢尽颜面 或许还可以活活气死几个老家伙 月姐姐 这柄刀好像是个很厉害的宝物 他又把那柄幽名血月刀递了过去 一旁的小月顿时气道 哥哥 什么都要给他吗 妹妹也想要 洛青州看向他道 你不是用枪吗 小月生气道 可是人家想要得到哥哥的爱 你总是想着尸检 妹妹就站在你身边 你却都不看一眼 好过分 洛青州也觉得自己有些过分 只得把弯刀又递到了他的面前 道 那给你吧 哼 小月扭过身 撅着小嘴 气得和委屈的眼圈发红 丸颜子讥讽道 小气鬼 小月顿时大怒 手中火跃枪一扬 就要跟他战斗 丸颜子毫不示弱地 张开了一双鬼王翅膀 洛青州连忙拉住 道 好了 我们该出去了 入口随时都会关闭 两人依旧剑拔弩张 洛青州直接抱起小月 道 走 小月挣扎了几下 这才老老实实地躺在他的怀里 对着大月和丸颜子得意地哼了一声 然后用双臂抱住了他的脖子 撒娇道 好哥哥 妹妹嘴巴好痒 哥哥帮妹妹咬一下吧 洛青州没有理他 直接向着之前进来的地方掠了过去 丸颜子也依依不舍地跟在了后面 不多时 几人来到了之前掉下来的地方 不过并没有找到出口 丸颜子立刻自告奋勇 上前嗅了嗅气息 然后指着右侧的一座山峰道 哥哥 好像在那里 洛青州吩咐了一声 立刻跟在了后面 丸颜子很听话地挥舞着翅膀 飞在了前面 很快 四人来到了山顶 山顶之上 竟然坐落着一座古老的传送阵 四周蹲着几只巨大的石雕 皆是模样奇怪 满脸猙獰的鬼怪 这是连接人间与幽名的传送阵吗 谁人有这么大的本事 竟然能够摆下这等阵法 洛青州满脸好奇 丸颜子道 妹妹也是第一次见呢 洛青州看向一旁的月姐姐 问道 月姐姐 我们该怎么出去 月瑶看着阵法 没有说话 丸颜子突然道 哥哥 你那里不是有冥王珠吗 你们站在阵法中心 用魂力催动冥王珠 应该就可以了 洛青州这才想起那颗珠子 连忙拿了出来 月姐姐 小月 走吧 她率先走到了传送阵的中间 地面的石板上 铭刻着一些古怪的符文 以及几只鬼头画像 看着诡异而神秘 小月立刻走了过去 身子一软 靠在了她的身上 道 哥哥 妹妹腿软 还要抱抱 完颜子 哦 你学我 才恶心 小月瞪了她一眼 月姐姐 快过来啊 洛青州又催促道 月瑶这才从阵法上收回目光 走到了她的身旁 沉默了一下 道 这阵法上的符文 是魔族留下的 洛青州一愣 道 月姐姐是说 这座传送阵 是魔族的大能摆下的 月瑶点了点头 完颜子突然想起了什么 又回忆了一下 道 我听爷爷说起过 数千年前 好像还真有几名魔族高手 在这里出现过 对方打伤了两只鬼王 抢走了一些宝物 然后就消失了 洛青州微微皱了皱眉头道 看来来幽名拿宝物的 不止我们人类修炼者 从上次边境的情况来看 魔族比妖族更要强大 和难对付 若是他们突然对我们人类动手 那将是一场灾难 小月立刻道 所以 哥哥要好好修炼 到时候 无论是妖族 还是魔族 还是飘渺先踪坏人 哥哥都一拳打爆就是了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没有再说话 抬起了手中的冥王珠 缓缓催动了魂力 华 冥王珠立刻亮起了绿芒 哥哥 完颜子顿时满脸不舍 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 要经常来看妹妹哦 妹妹的王宫里有很多宝物 还有很多漂亮的女鬼 而且都是有脚脚的女鬼 哥哥一定会喜欢的 呸 小月立刻对着他 吐了一口口水 完颜子正要也吐口水时 冥王珠突然亮起了 刺眼的光芒 把三人笼罩在了里面 同时 传送阵的中心 也突然升起了一道 粗大的光柱 华 三人瞬间消失不见 完颜子在原地待了待 方转身离开 嘴里自言自语道 若是他真的可以帮本王度雷劫 本王给他玩佼佼又如何 若是他真的可以修成阳神 本王就嫁给他 帮他一统幽冥 洛青州三人 很快进入了一条光柱通道 在某种强大力量的吸扯下 快速向着上方飞去 与此同时 缥缈仙宗主封后山的祠堂中 突然传来了几声低沉的怒吼声 随即 声音变得愈加低沉嘶哑 灭了 都灭了 祠堂偏厅里 点满了魂灯 几盏魂灯 已经熄灭 而坐在某间房屋里的几道身影 突然浑身一震 头痛欲裂 开始面孔猙獰的发疯 怒吼起来 我缥缈仙宗 到底是造了什么你啊 贼老天 你瞎了眼啊 还有两个多月的时间 我们竟然又损失了四名长老 还加上一件正宗领宝 几名长老 满脸悲痛 大长老公扬言 则站在一旁 脸色灰白 嘴唇颤抖 一言不发 大言皇宫 洛青州回来后 正在用指头逗弄着自家宝宝时 女皇陛下突然戴着金光闪闪的皇冠 穿着火红龙袍 满脸威严地走了过来 冷声喝道 逆臣 给朕跪下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道 不跪 先说原因 一旁的乐舞 立刻低头退了出去 南宫火月满脸寒霜地道 没有原因 朕就是要让你跪下 你跪不跪 洛青州摇了摇头 道 不跪 南宫火月目光冷冷地看着他 高耸的胸部呼得一挺 冷声道 好 那从今天开始 你家宝宝就别想喝真的奶 洛青州 你跪不跪 跪 我跪 不过 陛下 那个 其实严格来说 臣也是个宝宝 房间里安静了一下 南宫火月突然对着门口道 乐舞 乐舞连忙推门进来 低头道 陛下有何吩咐 把宝宝带走 是 陛下 乐舞恭敬地答应一声 立刻过去拉住了洛青州的胳膊 洛青州 南宫火月先是愣了一下 随即扑斥一声 然后便转过身 捂着嘴巴 肩膀抖动不止 过了片刻 他方转过身 满脸威严地道 你在干嘛 正让你把飞玉抱出去 乐舞顿时一致 随即满脸通红 慌忙抱了宝宝出去 支呀 房门关上 洛青州一脸莫名其妙 陛下 这丫头 是不是傻了 南宫火月白了他一眼道 他若是真傻了 就是你垫的 刚刚不是你自己说 你也是个宝宝吗 洛青州 什么 该你跪下了 待会儿让你当宝宝当个够 辰 灵旨 傍晚时分 洛青州吃饱喝足后 回到了秦府 一家人在一起吃了晚饭 宋如月以为他真的去代替陛下 去体察民情去了 席上不断地给他夹菜 满脸心疼地道 看看我家状元 都饿瘦了 秦二小姐和丫鬟们 在一旁偷笑 吃完饭后 洛青州与秦二小姐回了屋 询问了一下他的病情 还好 病情暂时稳定 洛青州又与他聊了一会儿天 告知他 自己可能要闭关两个月 秦二小姐很体贴地道 家里威莫会看着的 秦州哥哥尽管去修炼 不用担心家里 洛青州与他温存了一会儿 又去跟小蝶三人 又说了一会儿话 然后离开 出了门 他看向了隔壁的灵禅月宫 犹豫了一下 他并未过去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 他不想再因为别的事情分心 离开秦府 他又去了东湖 见了龙儿 与龙儿在天上看了一夜的风景 天亮后 他出了城 去了灵霄宗 果然如他所料 诗书的神魂修炼进程 也已经到了一百 休息了一天后 他开始帮诗书突破 诗书的突破 更是不费吹灰之力 冲关一个时辰后 就成功突破到了皈夷境界 快得令人扎舌 没有意外 诗书在强大的能量涌入身体后 再次晕了过去 洞府外的竹林中 洛青州开始修炼 混沌开天拳 肉身的修炼 比神魂修炼起来 更有力量感 每一拳打出 他都感到畅快无比 三日后 他已经把混沌开天拳 全部熟练掌握 接着 他拿了一根木棍 开始修炼 如意破魔棍 又几日后 棍法皆熟练掌握 离开时 他叮嘱诗书 突破皈依境界的消息 暂时不要跟任何人说 等到时候九州大会时 或许可以给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灵狐青竹很乖巧地点头 洛青州抱着他 又对着他的小嘴亲吻了几口 方告辞离去 他刚离开 紫霞仙子就从拐角处出来 灵狐青竹看向他 摇了摇头 道 我答应他了 不会说的 紫霞仙子突然一把把他抱了起来 走向了洞府 道 那就一起洗个澡 世界好好摸摸你 看你说不说 不一会儿 洞府里传来了紫霞仙子的求饶声 青竹 我错了 别垫了 啊 洛青州回到了皇宫地底 随即拿出了剑体时 查看了一下自己的数据 大宗室巅峰 静城三十八 归一初七 静城五 肉身的修炼静城 依旧卡在三十八 并没有增加一点 道士神魂的静城 刚突破皈夷境界 就立刻增加了五点 看来幽冥界的灵气 对于神魂的修炼 果然很有效果 等以后有机会了 他决定再去试试 现在 他需要抓紧最后两个月的时间 突破到五王境界 只有突破到五王境界 他才有胜算 他拿出了月姐姐 给他炼制的那颗丹药 脸上露出了一抹 孤注一掷之色 这颗灵丹本来是月姐姐 为了他冲光五王炼制的 可是现在只能提前服用了 希望会有效果 他没有再犹豫 立刻放进了嘴里 吞了下去 灵液暂时不用 等这颗灵丹的能量 全部消化完了 再用灵液 而且 体内那枚灵果的能量 似乎还未完全用完 想到灵果 他心头一动 目光看向了储物界中 小树上 竟然又接出了三枚果实 其中一枚蓝色的果实 竟然已经长到了鸡蛋大小了 他记得当初去幽冥之前 这些果实才刚开花不久而已 没想到 竟然这么快就结果长大了 看来月姐姐说的没错 当初的天地圣树 果然是扎根幽冥的 跟在幽冥 才能生长得更快 他突然心头一动 那颗冥王猪内 就蕴含着海量的幽冥气息 说不定可以帮助小树 和那些果实更快地生长 想到此 他立刻把那颗冥王猪 埋在了小树的树根下面 正在他仔细观察着另外两枚果实时 腹部突然升起一股陌生 而浩瀚的能量 那颗灵丹 开始有效果了 他不敢再浪费时间 立刻闭上眼睛 静心凝神 开始缓缓运转在幽冥界 新修炼的 玄规吐息 内功心法 能量的炼化速度 突然变得很快 而在他的头顶上 那道透明漩涡吸收元气的速度 也比之前快了很多 一股股被炼化的能量 不断地冲刷洗涤 和锤炼着他全身的各个经脉穴道 骨骼肌肉等等 整整修炼了七日后 他方缓缓受了功法 迫不及待地拿出了剑体石 查看自己的数据 大宗师巅峰 进城六石 归一初七 进城石 果然有效果 修炼速度 比之前增加了很多倍 看到这个数字 他心头立刻燃起了更多的希望 有机会 继续 他稍作消息 吃了一些东西后 立刻再次修炼起来 又七日后 他再次醒来 拿出剑体石 查看数据 大宗师巅峰 进城八石 归一初七 进城十五 快了 还差二十点 他就可以冲关五王境界了 一定来得及 继续 这一次 他整整修炼了半个月的时间 方缓缓吐出一口长长的白气 收起了功法 他平复了一下体内的能量 又平静了一会儿 方身吸一口气 拿出了剑体石 握在了掌心 心头暗暗祈祷着 一百 一定要一百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了 必须进城到达一百 他才有希望冲关成功 原力流入剑体石 剑体石上 立刻亮起了光芒 他缓缓睁开眼 凭住呼吸 紧张地 看向了上面的数字 大宗师巅峰 静城一 洛青州 他呆滞了一下 猛然从地上站了起来 又睁大眼睛 盯着剑体石上的数字 看了许久 以为自己看错了 但在他反复看了许多遍后 上面的数字 依旧是一 他不敢相信 他立刻又收起元气 输入魂力查看 然后 依旧是一 操 他方猛然怒吼一声 狠狠地把手里的剑体石 砸了地上 第一次抱了粗口 碰 剑体石重重地摔在地上 顿时四分五裂 坏了 一定是剑体石坏了 他握着拳头 面孔看起来有些猙獰 不可能 明明快到一百了 怎么又清空了 怎么又重头开始了 一定是剑体石出了问题 想到此 他心头再次燃起了希望 立刻向着外面走去 当他抬起头时 发现女皇陛下正站在门口 目光平静地看着他 见他目光看去 他脸上露出了微笑 神色也变得温柔 他似乎已经猜到 他的修炼效果 并不太好 因为 他是第一次见到他发这么大的脾气 在他的怀里 宝宝也正睁着一双乌溜溜的大眼睛 好奇地看着他 这一刻 洛青州身上的戾气和愤怒 以及绝望和各种复杂的情绪 顿时消失无踪 我 我没事 他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变得平静 脸上也露出了一丝笑意 走到两人的面前 伸出手指 放在了小家伙的小手中 小家伙捏着他的手指 轻轻摇晃着 然后咧嘴笑了起来 大大的眼睛弯弯如月牙 洛青州的眸中 满是柔情与温柔 心头却愈发难受和愧疚起来 没事的 女皇也轻声开口 与其温柔 不管如何 我们一家人能够在一起 就好 他顿了顿 又道 正仔细想过 若是 我们可以带着宝宝离开这里 可以把你的其他家人都带走 去哪里都好 只要一家人能够在一起 洛青州低着头 看着他怀里的宝宝 沉默片刻 抬头看着他道 陛下是想让我把宝宝带走吧 陛下或许舍得这个皇位 舍得这座宫殿 但舍得抛下 您的百姓和国家吗 舍得抛下先帝和先祖的皇陵吗 南宫火月目光颤了颤 低下头 看着怀里的宝宝 道 为了他 朕会舍弃其他 相信父王和先祖在天之灵 也不会怪朕 洛青州从宝宝的手里 轻轻抽出了手指 道 陛下 有箭体石吗 我想再看看 南宫火月默默地拿出了一块箭体石 递到了他的面前 目光悲伤地看着他 欲言又止 箭体石怎么会坏呢 就算箭体石坏了 如果静城真的满了 自己一试就知道了 他低下头 看着怀里的宝宝 不忍看到他 再次失望和绝望的模样 没坏 洛青州看着掌心里的箭体石 上面的数据 依旧没有任何变化 大宗师巅峰 静城一归一静初七 静城十五 他待了许久 方收起了箭体石 目光再次看向了宝宝 此时 宝宝正在对着他伸着小手 咧嘴笑着 似乎还想抓着他 还想跟他玩 洛青州这次没有伸出手指 只是对着小家伙温柔地笑了笑 道 爹爹还有事 就不陪你了 下次吧 南宫火月看向他 道 你要去哪里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先去找月姐姐问问 然后 我的神魂进城 还在增长 如果肉身无法修炼 我就主修神魂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可以想办法再去幽冥 或许神魂可以继续突破 南宫火月身子一颤 夜深人静 东湖中央 一只小船安静地漂浮在水面 水浪轻轻拍打 船轻轻摇晃 洛青州躺在小船上 晃晃悠悠 望着夜空中的明月发呆 旁边的水面上 龙儿浮在那里 乖巧地陪着他 不敢打扰 良久 洛青州轻轻叹了一口气 依旧没有说话 龙儿心头不忍 轻声道 公子 别烦恼了 姐姐肯定可以帮你的 要不 公子先玩会儿龙儿的脚脚吧 洛青州别过头 看着他 龙儿连忙在水里 抬起了一双仙桥可爱的雪白小脚 伸到了他的面前 轻声道 公子 玩吧 公子若是不想动 龙儿动就是了 洛青州目光宁静地看着他 过了片刻 他伸出手 握住了他的一只胶嫩小脚 轻轻抚摸着 道 龙儿 公子想求你一件事 龙儿脚颤了一下 道 公子请说 洛青州又轻轻抚摸了一会儿 方语气平静地开口道 一个月后 九州大会 到时候 我若是没有回来 你帮我 公子 不要 龙儿慌忙摇头 颤声道 龙儿不要 不要答应你 随即他又擒着眼泪道 到时候 龙儿要陪公子一起去 一定会把公子带回来的 洛青州没有再说话 手指轻轻抹扎着他滑嫩的小脚 脑海中 萦绕着各个牵挂着的面孔 公子 公子 龙儿叫了好几声 他方回过神来 怎么了 别 别摸了 龙儿羞涩地道 洛青州看了他一眼 直接凑过去亲了一口 道 摸一会儿就害羞了 那我要是像上次那样用他 龙儿红着小脸 指了指船尾 洛青州顿时一将 随即猛然坐了起来 看向了船尾 然后 月瑶一袭白裙 站在船尾 安静无声地看着他 啪哒 啪哒 这一刻 湖面上只有水浪拍打小船的声音 扑通 龙儿立刻缩回了小脚 沉入了湖底 姐姐 公子 你们聊 龙儿要回去修炼了 小船上 洛青州僵硬地站起了身子 脚趾头用力扣着船底 低着头结结巴巴地道 月姐姐 月瑶面无表情 淡淡地道 你让我来 就是为了 给我看你的癖好 不 不是 洛青州连忙摆手 然后立刻拿出了剑体时 转移话题说起了正事 月姐姐 是修炼的事情 你看 我大宗师巅峰境界的进程 明明已经一百了 谁知道 突然又跟上次一样清零了 这也太离谱了 月姐姐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月瑶看向她手里的剑体时 洛青州连忙过去 站在了她的面前 剑体时伸到了她的近处 月瑶确实后退了一步 目光淡淡地瞥了她一眼 似乎有些嫌弃 洛青州 沉默许久 月瑶开口道 身体有什么反应 洛青州摇了摇头 道 没什么特别的反应 月姐姐炼制的那颗灵丹 有很明显的效果 让我的修炼速度变快了很多 而且现在还没有吸收完 灵矿之心的元气也还有 我的灵液也可以正常吸收 但就是不知道怎么回事 明明进程已经到了一百 明明可以直接开始冲关了 谁知道突然又要重头开始了 月瑶没有再说话 洛青州安静地等待了一会儿 满怀希望地看着她道 月姐姐 还有挽回的机会吗 月瑶没有回答 问道 另外几枚灵果成熟了吗 洛青州道 成熟了一枚蓝色的 我把冥王猪埋在了那棵小树的树根底下 它们生长得很快 另外一枚青色的和一枚黄色的也在开始长大 月瑶沉吟了一下 道 继续把蓝色的吃了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月姐姐是不是也不知道原因 如果不找出原因 我吃再多的灵果也没有用 每次进程到了一百 就会归零 就要重新开始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已经来不及了 月瑶看着她 道 你是怎么想的 洛青州与她目光对视着 道 我想孤注一掷 肉身的修炼出了问题 无法突破到五王境界 但神魂的修炼 并没有问题 我想趁着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再去幽冥界 在那里闭关修炼神魂 争取再继续突破 说不定 有了幽冥灵气和小树的帮忙 我可以再突破几集 那样的话 到时候九州大会 我们就还有希望 月瑶淡淡地道 想法很好 但是幽冥界的入口 或许很快就要关闭了 你若是进去了 出不来了呢 洛青州握了握拳头 脸上露出了一抹决绝之色 总要试一试的 现在就只有这个办法了 我若是在现在的修为停滞不前 到时候缥缈先踪发难 就靠月姐姐和白院长你们 势单力薄 根本就不够 顿了顿 她又沉声道 月姐姐也知道 我有家 也有宝宝了 只要有一线希望变强 我就愿意去拼一拼 哪怕 粉身碎骨 再也回不来 我也愿意 月瑶目光平静地看着她 又沉默了片刻 道 你相信我吗 洛青州威正 目光看着她深邃的眸子 道 当然相信 这世间 我可以不相信任何人 但一定会相信月姐姐 月瑶转过身 看向了远处的黑夜 道 那就继续回去修炼肉身吧 吃了那枚灵果 用你的灵液 以及那颗灵矿之心 再试一试 洛青州沉默无言 月瑶又转过头看着她 淡淡地道 除非你想去幽冥 与那名鬼王和她的手下 勾勾搭搭 或者 给予他们的某处 洛青州 月姐姐 我没有 我不想 我冤枉 她真的冤枉 她现在一心修炼 一心想要晋级 哪里会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月瑶的目光 重新看向了远处的黑夜 道 那就继续去修炼吧 洛青州又盯着她的身影 看了一会儿 道 若是一个月后 我依旧没有成功呢 月瑶沉默了一下 道 那我就告诉你一个秘密 洛青州文言一证 道 什么秘密 月瑶没有再说话 洛青州不解地道 月姐姐的那个秘密 可以让我变强吗 可以让我应对 飘渺先宗的高手吗 如果不可以的话 我觉得 可以 月瑶淡淡地道 洛青州一愣 道 真的 月瑶转头看着她 道 我有骗过你吗 洛青州仔细想了一下 道 有 月瑶目光变冷 洛青州立刻改口 没有 月姐姐一诺千金 诚实可信 从未骗过我 可是 她还是有些犹豫 好不容易下定决心 要再去幽冥一趟的 因为她觉得 去幽冥 才是她最后的机会 还有一个方法 这时 月瑶突然诱导 洛青州顿时目光一亮 立刻道 月姐姐快说 月瑶看着她道 牺牲一个人 或许可以直接 助你突破到五王的境界 甚至是连进两级 洛青州文言一证 牺牲一个人 她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立刻摇头道 不行 月瑶道 为何不行 洛青州道 当然不行 即便我再想晋级 再想突破到五王境界 也绝不可能牺牲别人 月瑶沉默了一下 看着她道 你还没有问我 需要牺牲谁 洛青州摇了摇头 道 不用问 反正不会是 飘渺先宗的人 和其他坏人 若是他们 可不会用牺牲二字 而且 他们也没有这个本事 月瑶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道 那你觉得 会是谁呢 洛青州看着她的毛子 道 月姐姐你 或者小月 或者龙儿 或者 她突然心头一震 道 师叔 师叔体质特殊 一直跟随着 她的脚步快速升级 几乎没有任何瓶颈 这样逆天的修炼方法 必有其他缺点 和其他可怕的地方 当初她就觉得 师叔这般 跟着她一起升级和停滞 就像是她的附属品 或者寄生物一般 她一直想不明白这种体质 但这一刻 她突然醒悟过来 师叔被她灌济 温养了这么久 一直从武师 突破到了皈夷境界 只有师叔得到了好处 而她 虽然也有好处 但并不是修炼上的 如今想来 师叔蓄积了这么多的能量 莫非就是为了某一天 可以反哄她 月姐姐 是师叔吗 她的体质 其实是为别人而生 是这样的吗 洛青舟的声音 突然有些颤抖 月瑶看着她脸上变换的神情 沉默了一下 道 是 洛青舟脸色发白 她绑定了我 所以以后 她就只能与我一起前进 或者后退 或者毁灭 然后还可以把她一身的修为 都反哄给我 让我继续变得更加强大 而她 月姐姐 她可以不给我吗 她心头突然生起了恐惧 从未有过的恐惧和心疼 以及愧疚 师叔应该早就知道了吧 师叔每次主动找她修炼 让她帮她突破 被她电晕 其实 都是为了她 月瑶看着她道 如果你可以顺利突破到阳神 或者武神 她就可以不给 但如果你卡在突破阳神和武神的瓶颈处 她 就会自动把自己一身的修为 以及所有的一切 都灌输给你 没有谁能够阻止 除非 她的体质断了与你的联系 或者 你死了 洛青州连忙道 她的体质 如何才能断了与我的联系 月瑶微微摇头 她早就选定你了 她的体质 一生只能选定一人 无法更改与终止 除非 她自觉修为于体质 洛青州脸色难看 沉默良久 道 月姐姐刚刚说 她会自动 把她一身的修为 以及所有的一切都给我 所有的一切 还包括什么 月瑶沉默了一下 道 肉身与神魂 那个时候 皆会化为能量 融入你的身体 洛青州身子颤抖 就像当初在边境 月姐姐肢解神魂 化为我的能量一样 是吗 月瑶看向远处的黑夜 没有再回答 湖面 陷入了寂静 许久后 洛青州开口道 那我听月姐姐的 再回去修炼 无论是否成功 我都要再试一试 至于师叔 她顿了顿 无论任何情况 无论什么时候 我都绝不会 让她牺牲自己 如果真有那么一天 我宁愿 自尽 月瑶眸中的神情 恍惚了一下 依旧望着远处的黑夜 淡淡地道 随便你 洛青州看着她 清冷的侧颜 嘴唇动了动 想要说几句 清静的话语 但犹豫了一下 又没有说出口 月姐姐 那我去修炼了 她见对方 依旧没有回应 又看了她几眼 方转身飞上天空 消失在了黑夜中 啪哒 啪哒 夜风吹着水浪 轻轻拍打在小船上 月瑶站在船尾 站了许久 方微微低头 低声喃喃 虽然 你很花心 还有下流的癖好 但 你真的 很好 这时 龙儿突然从水里冒了出来 满脸感动地道 姐姐 公子真的好好好 宁愿牺牲自己 也不愿意牺牲别人 还有 龙儿觉得公子喜欢脚脚 很正常啊 有的男人喜欢女孩子的胸 有的男人喜欢女孩子的腿 有的男人 则喜欢女孩子的其他地方 公子喜欢的脚脚 其实相对于其他人来说 已经很不下流了 还有 龙儿听说 各国法律都有规定 出版的书籍上 如果过多描述女孩子的胸 腿 屁屁等等地方 都是违法的 会被和谐掉的 但描写女孩子的脚脚的话 就会没事的 所以 从法律上来讲 公子的癖好 一点都不下流 也说不定是公子被这些规矩逼迫的 只能喜欢女孩子的脚脚了 对了姐姐 你什么时候给公子看你的脚脚 公子只要看一眼 一定会沦陷的 洛青州回到皇宫 与女皇说了一会话 又逗弄了一会儿小家伙 然后去了地底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成败 再次一举 皇宫地底 洛青州使用那颗蓝色灵果后 便闭上了眼睛 开始运转功法 与之前的灵果不同 这次 腹部很快升起了一股冰凉的气流 仿佛一汪冰泉 在体内鼓鼓流淌 这股气流携带的能量 依旧非常强大 渐渐在它体内炼化 融入了它的丹海 带给它了新的力量 不多时 这股冰凉的能量 便与原力一起涌入经脉 开始冲刷 淬炼它全身的各处部位 学到 经脉 骨骼 血液 肌肉 骨髓等等地方 很快都产生了一丝丝的冰凉质感 渐渐地 它全身的皮肤上 凝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霜 体内也开始感到寒冷 之前的灵果带来的能量 淬炼肉身时 像是火焰断烧 而这次的灵果带来的能量 淬炼肉身时 则像是寒冰在动 不过这点不是 它还是能够坚持住的 七日后 它收了功法 睁开双眼 拿出了剑体石 它似乎有些害怕 但还是握在掌心 催动了原力 剑体石上 很快出现了新的数据 大宗师巅峰 二十五归一初七 二十肉身修炼的进程 的确是涨了 而且一下子增长了二十四点 但对于它来说 时间已经不够了 而且它无法知道 是否在进程到达一百后 会再次归零 这一次 它的情绪平静了许多 事已至此 再想其他的 已经没有什么用了 也没有时间了 唯有继续修炼 反正月姐姐也说了 到时候 她如果不能成功 月姐姐会告诉她一个秘密 可以帮她的 她相信 在这种事情上 月姐姐是不会骗她的 所以 继续努力吧 稍作歇息 吃了东西后 她又拿出了灵液 滴在了掌心 然后 继续修炼 当她闭上双眼 很快进入到 忘我的修炼状态时 南宫火月抱着宝宝 出现在了门口 目光温柔地看着她 宝宝对着她伸着手 嘴里 咿呀咿呀地叫个不停 仿佛在说 爹爹 过来 陪我玩 南宫火月低头亲吻她一下 低声道 宝宝乖 你家爹爹在修炼 到时候 要帮你母皇打坏人的 咱们不能打扰她 咿呀呀 咿呀呀 宝宝挥舞着小手 嘴里有节奏地叫着 仿佛也在说着 打坏人 打坏人 南宫火月温柔地笑着 抬起头 再次看向那道辛苦修炼的身影 眸中却已经起雾 母子两人都看着她 看了许久 方默默地离开 弟弟 寂静无声 又七日后 洛青州再次醒来 收了功法后 立刻拿出了剑体石 查看数据 大宗室巅峰 进城四十五 归一初七 进城二十五 还是二十点 虽然相对于之前和其他人来说 这种修炼速度和进城 已经非常一天了 但对于他来说 还是太慢了 已经过去半个月的时间了 还差五十五点 哪怕进城修炼满了 也需要时间冲关突破 毕竟是通往五王的大境界 跟之前那些冲关小境界 可不一样 至少可能也需要五六天的时间 甚至会更长 这样一来 他的时间已经不够了 但如今已经没有任何退缩犹豫的余地 唯有继续向前冲刺 希望会出现奇迹 他又吃了一些东西 然后拿出灵液 又在掌心低了几滴灵液 这时 他突然又想起了另外两枚灵果 他立刻看向了储物界中 小树上 那枚黄色果实 看起来已经成熟 大宝和二宝正在下面 养着脑袋 流着口水 垂涎地滋滋直叫 小火狐也在不远处 口水直流 洛青州没有犹豫的时间 立刻摘下了那枚黄色灵果 送进了嘴里 咔嚓 他张大嘴巴咬了一口 本以为会像是之前那几枚灵果一样 非常清脆可口 谁知这枚灵果异常僵硬 像是石头一般 他牙齿差点都掉了 而且这味道实在是一言难尽 不仅苦涩 还非常干 里面几乎没有任何汁水 简直难吃得离谱 什么鬼 不会还没有成熟吧 他捂着牙齿 看着被自己咬了几个牙印的灵果 满脸惊疑不定的表情 这玩意能吃 他愣了愣 立刻拿出传讯宝碟 拍了照片 给月姐姐发送了过去 并且附上了文字 询问月姐姐是否能吃 消息很快回复过来 只有一个 吃 这语气怎么像是命令 而且还是带着一丝幸灾乐祸的命令 洛青舟回复道 又干又硬 又苦又涩 实在难以下咽啊 月姐姐 至少不下流 洛青舟 月姐姐 什么意思 月姐姐 你连饺都吃洛青舟 好吧 他没敢再废话了 俗话说 良药苦口利于病 这玩意 连他大宗师的牙齿都割得疼 肯定不简单 那就吃吧 他放在嘴里 用牙齿小心翼翼地切割了一块下来 满脸痛苦地咀嚼了几下 连忙吞了下去 卧槽 怎么像是在吃屎 好臭 待那块果肉吞咽下去后 他的味蕾方反应过来 差点呕吐 算了 为了修炼 死都不怕 何况是死 他立刻闭着眼睛 再次咬了起来 肠痛不如短痛 肠臭不如短臭 与其小口小口的痛苦 不如一口吃掉 拼了 阿妩 他一口把果实吞了进去 果然 臭味变少了 也没有刚刚那么痛苦了 不过 糟糕 果盒呢 果盒竟然也一起吞进肚子里了 他立刻拿起传讯宝蝶 刚要给月姐姐发消息 月姐姐的消息 突然主动来了 那梅林果你还没有吃吧 我想起来了 他不能吃 是用来喂灵兽的 洛青粥 月姐姐 我不仅吃了 而且还是一口吞下去的 甚至把果盒都吃进去了 怎么办 他有些猛 消息很快回复过来 你真好吃 连灵兽的东西都抢 洛青粥 月姐姐 不是你催我吃的吗 月姐姐 真是口不择食 来者不拒 难怪连人家的脚都吃 洛青粥 女人都是这么不讲理吗 连他心目中的女神和仙女 也不例外 月姐姐 你是故意吓唬我的吧 那梅林果到底能不能吃 正在此时 他突然感到 腹部升起一股熟悉的热流 随即 一股浩瀚的能量升起 果然 那梅林果是有用的 虽然口感与之前的林果天差地别 但带来的能量 似乎更加强大 月姐姐 你等着 等着给我生闺女吧 你 对方应该是心虚了 没有再回复 洛青粥脑海中不禁想象着 到时候按着月姐姐 让月姐姐给他生闺女的画面 顿时兴奋的 啪 他突然狠狠地给了自己一耳光 顿时把自己抽的眼冒惊心 立刻清醒过来 修炼 他立刻闭上双眼 开始平复心头激荡的情绪 气沉丹海绕一周 先入关元冲四满 很快 他重新进入了修炼的状态 这次的能量 来得格外凶猛狂暴 仿佛巨浪一般 不断地冲击着他全身的经脉穴道 和各个器官 仅仅两天后 他就开始感到 全身无比疼痛 但依旧在可以承受的范围 又五天后 他终于承受不住 满身大汗地收了功法 整个身子疼痛地几乎炸裂而开 不仅体内经脉疼痛 骨骼肌肉和外面的皮肤 都有种炸裂的疼 这次的淬炼 比以往都要猛烈和残暴 他可以清楚地感觉到 身体的各个部位 都发生了一些变化 稍作歇歇 他迫不及待地 拿出了剑体石 查看数据 大宗师巅峰 进程七石 归一处七 进程三石 这次增长了二十五点 效果果然比之前要好了一些 还差三十点 算算时间 应该只有七八天的时间了 虽然时间可能来不及了 但是他绝不能在这个关头放弃 继续 体内的灵果带来的能量 还有很多 他拿出了灵液 又在掌心低了几滴 休息了半日时间后 又继续开始修炼 这几日 南宫火月每次都会抱着宝宝下来看他 母子两人在门口安静地看着他 看了许久后 又默默地离开 连宝宝每次都没有用 再发出任何声音 全身的疼痛 如烈火焚身 如千刀万剐 但落青舟 依旧咬着牙坚持着 断体如炼铁 没有经历痛苦的千锤百炼 如何能够成功 七天后 他终于缓缓地受了攻法 此时的他 全身赤红 皮肤裂开 身上的衣服不知何时 也化为了灰烬 体内体外 满是伤痕 他双手颤抖着 拿出了剑体石 握在了掌心 闭着眼睛 催动了体内的原力 许久之后 他方缓缓睁开双眼 看向了剑体石的表面 大宗师巅峰 竟呈一百 归一初七 竟呈四十 他目光复杂地 看着上面的数字 看了许久 方南南自语道 这一次 如果你在归零 卡 正在此时 他手里的剑体石 突然碎成了粉末 他呆了一下 立刻站了起来 怎么回事 他威胁的话 都还没有说出来 而且 他根本就没有用力 剑体石怎么就碎了 一呀 洛青州正在发愣时 门口突然传来了 宝宝的叫声 他回过神来 连忙走了过去 南宫火月见他脸色不对 想问又没敢问 故作从容地笑道 看 宝宝想你了 洛青州穿上衣服 来到母子两人的面前 随即伸出手指 轻轻放在了宝宝的手心里 让小家伙捏了一会儿 方开口道 竟成一百了 不过不知为何 剑体石突然碎了 南宫火月文言威正 随即又拿出了一块 递给了他 道 你再试试 洛青州迟疑了一下 似乎有些害怕 一呀 一呀 宝宝抓着他的手指 撇开小嘴笑着 洛青州终于鼓足勇气 接过了剑体石 握在了掌心 缓缓输入了原力 剑体石表面一亮 出现了数据 他却是心头一缩 忐忑不安 似乎有些不敢去看 他生怕数据再次归零 那么之前的努力与希望 都将付诸东流 南宫火月低头看去 顿时激动到 大宗师巅峰 近乘一百 飞扬 你成功了 洛青州的心跳 仿佛突然停止 他立刻低头看去 大宗师巅峰 近乘一百 归一初七 近乘四十 没有归零 依旧是一百 这一刻 他心头顿时如是重负 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 南宫火月眸中泪光盈盈 产生道 朕就知道 朕就知道 你一定会成功的 你那么努力 那么拼命 上天绝不会再戏耍你的 洛青州心头柔情似水 张开双臂 抱紧了他和他怀里的宝宝 小家伙见他跟自家母皇这么亲密 立刻开始用小手抓他 用小脚丫子踢他 嘴里咿呀咿呀 焦急地叫着 好臭 洛青州闻了闻自己的胳膊 连忙松开 笑道 先去洗个澡 免得小家伙嫌弃 随即又连忙问道 九州大会 还有几天的时间 南宫火月道 院长下午刚过来找的朕 后天早上就要出发 地点在九天摇台附近 比较远 路上估计至少需要七天的时间 七天 洛青州一听 顿时目光一亮 刚好 我可以在路上尝试突破 时间应该够 南宫火月点了点了头 犹豫了一下 道 朕决定把宝宝也带去 好吗 洛青州眉头微皱 带宝宝干嘛 南宫火月目光温柔地看着他 道 朕想让他亲眼看看我大言的不义 再亲眼看看 他爹爹为了大言 为了他 有多拼搏 洛青州低头看着正要咬着手指的小家伙 道 没必要 有必要 南宫火月语气坚定地道 他是我皇家的人 从他一出生开始 身上就带着我皇家的责任 顿了顿 他又语气放软 道 当然 朕没有指望着他以后会做出什么轰轰烈烈的事情 如果可以的话 朕愿意退位 带着他和你一起 做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只要他健康成长就好 但是现在 我们都在为大言而努力和拼搏 朕希望 他至少能够去看看 能够去 陪着你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点了点头 道 听你的 南宫火月脸上露出了笑容 道 当然要听阵的 阵可是你的君 洛青州道 陈 灵直 两人笑着逗着宝宝 从地底上去 洛青州在浴池里洗着澡 心里不禁又想起了那块剑体石突然破碎的事情 陛下买的剑体石肯定不是质量的问题 当然也不是他大宗师巅峰进阶力量太过强大的缘故 因为他只输入了一丝的原力 一丝的原力就让剑体石破碎 肯定不太可能 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诱惑者 是那里灵矿的缘故 毕竟他之前在修炼 在疯狂地 吸收着灵矿之心里的精纯元气 以他为中心的能量波动 自然大了一些 他心头暗暗猜测着 决定今晚去询问一下月姐姐 不知道他的木棍炼制好了吗 虽然他主修拳法 但那个木棍是真的硬 有那个木棍在身上 不管对方是什么神兵力气 他都不拒 关键时候 或许还能救命 月无 把宝宝带出去 南宫火月在浴池边 低声吩咐了一声 月舞会议 立刻抱着宝宝离开 关上了石门 洛青州抬起头 看向了池边 女皇轻轻取下了头上的发簪和事物 一头乌黑柔顺的绣发 顿时如瀑布般倾斜下来 接着 他解开了仙妖间的衣带 身上的火红衣裙 缓缓退落而下 露出了一句高挑婀娜 雪白无瑕的完美玉体 陛下 请自重 你是君 你是高高在上的君主 不可自甘堕落 洛青州突然道 扑通 水花似箭 花瓣荡漾 女皇趴在了她的身上 双眸水汪汪地看着她 满脸娇媚地道 不 现在 你才是君主 正只是一个 卑微可怜的小田狗 说着 她并拢一双雪白修长的玉腿 跪了下去 弯下仙妖 低头道 卑微可怜的小田狗 求主人 联系 洛青州 陛下 您在哪里学的司 凌晨十分 洛青州出了皇宫 来到了东湖 飘落在小船上后 她不放心 又拿出了剑体石 握在手心看了一下数据 大宗师巅峰 近乘一百 看到这个数据 她心头安定了不少 这时 龙儿从湖底游了上来 见她心情似乎不错 这才敢问道 公子 你修炼得怎么样了 洛青州道 肉身的进城已经一百了 马上就可以冲关了 龙儿一听 顿时满脸兴奋道 恭喜公子 终于成功了 洛青州叹了一口气 道 离成功还有一段距离 没有突破五王境界之前 就不算成功 龙儿鼓励道 公子之前冲关时 都很顺利的 这次肯定也没有任何问题的 洛青州又看了一眼 手里的剑体师 道 希望如此吧 滑 龙儿上了小船 试着一双雪白狱卒 其中一只狱卒的脚脖上 红绳铃铛叮铃铃的响着 他咬了咬嘴唇 满脸五妹地道 公子 你闭关修炼了这么久 一定很辛苦吧 要不要龙儿 不用 洛青州一边说着 一边激紧地左右张望着 龙儿扑斥一笑 道 公子就这么害怕姐姐吗 洛青州看向他道 你不怕 龙儿摇了摇头 笑道 龙儿当然不怕 姐姐又不会吃掉龙儿 公子这么怕姐姐 是怕姐姐吃掉公子吗 洛青州没敢继续讨论 因为他发现 每当他做坏事 或者背后讨论月姐姐时 月姐姐都会悄无声息地出现 他一定要记住之前的教训 慎言 慎为 龙儿又小声道 公子 你看过姐姐的脚脚吗 洛青州一本正经地道 我看月姐姐脚脚干嘛 我又不是变态 我看他人就行了 龙儿突然拿出了传讯宝蝶 小声道 公子 龙儿看过 而且 龙儿还偷偷拍了几张照片呢 龙儿知道公子喜欢看 所以就才搭着胆子拍的 洛青州立刻正色道 龙儿 正经地 你是一条龙 要有龙的骄傲和形象 龙儿用手指头划着传讯宝蝶 道 那公子要不要看呢 姐姐的脚脚很漂亮呢 又白又嫩又可爱 你看这张 姐姐刚吞下罗瓦 哇 还有这张 姐姐的脚上 竟然也系着红绳 别胡说 怎么可能 洛青州立刻凑了过去 道 在哪 传讯宝蝶上 果然有一张狱卒的照片 狱卒雪白娇小 可可爱爱 脚踝上的确系着一条红绳 红绳还系着一枚铃铛 洛青州睁大眼睛看了一会儿 然后低下头 看着龙儿的小脚 胡一道 龙儿 这只小脚怎么像是 龙儿立刻嗨压一声 醒悟道 公子 龙儿弄错了 这就是龙儿的脚脚 洛青州嘴角一抽 道 那月姐姐的呢 龙儿忍着笑 指了指旁边 低声道 姐姐的脚脚 在那里呢 公子快看 洛青州愣了一下 转头看去 空气突然寂静 月瑶一袭白裙 静无声息地站在旁边 双眸正冰冷地看着她 扑通 龙儿跳进了湖水 哥哥笑道 公子 龙儿要回去修炼了 你陪姐姐玩哦 小船上 寂静无声 良久 洛青州方脚趾头扣着小船 脚冤道 月姐姐 是龙儿 龙儿故意引诱我的 月瑶没有说话 拿出了一根棍子 手中光芒一闪 漆黑的木棍 突然变得金光闪闪 洛青州愣了一下 顿时激动道 月姐姐 是我的棍子 你练之好了 月瑶看着手里的棍子 淡淡地开口道 只是不知道 威力如何 洛青州连忙伸出手 迫不及待地道 月姐姐 我来试试 刚好 我已经修炼了 如意破膜棍 这根棍子 碰 谁知他话还未说完 那根如意棍 已经砸在了他的身上 直接把他砸得倒飞而出 一直掠过湖面 飞到了对岸 威力 马马虎虎 月瑶低头 看着手里的棍子 低声难难 月姐姐 我错了 洛青州一拳一拐 凌波微步而来 连忙道歉 随即又拍起了马屁 月姐姐真厉害 竟然真的把我的棍子修复好了 而且看起来 威力好像大了很多 月姐姐 我好崇拜你 月瑶面无表情 甚至还有些嫌弃 把棍子扔给了他 道 试试 洛青州接过棍子 顿时目光一亮 一棍在手 天下我有 这一刻 这根棍子给他的感觉 真的是豪气顿生 勇气倍增 呼 他一棍挥出 顿时感到一股强大的力量爆发而出 黑夜的空气中 响起了尖锐的破空之音 杀 杀 杀 他又挥舞了几下 感到无比称手 不过此地 接近学院和居民区 他不敢使用太多原力和力量 只是试了试招式 四周我已经不下静止 你可以随便试 月姐姐似乎看出了他的顾虑 淡淡地倒 洛青州一听 立刻持棍跳上了湖面 脚下进风环绕 水面荡起圈圈连衣 月姐姐真体贴 他大着胆子说了一句 立刻催动体内原力 输入手臂 划 手中木棍突然亮起了金光 仿佛黄金锻造 金光闪闪 照亮了整片湖面 如意破魔棍第一事 云龙出海 他立在湖面 左右双腿突然错步深蹲 一只手猛然将棍杆顶起 随后以弯曲手肘的方式 瞬间向前顶出 划 仿佛长枪破空 前方空气顿时扭曲变形 第二事 紫电气旋 他双手持棍 猛然跃起 身子急速转动 手中的长棍也带着金色棍芒 急速旋转攻击 瞬间打出了数百棍的强大力量 第三事 冰封长空 他在从半空中落下之际 又猛然一棍砸出 棍影重重叠叠 笼罩八方范围 脚下湖水 顿时花的飞溅 被打出了一圈巨大的浪花 洛青州手持木棍 越打越快 如一破魔棍的招式 到了后面 威力也越来越大 而他手中金色木棍 也开始随心所欲 变长变短 变粗变细 轻松地打出了每一个招式 这套棍法 仿佛是为这根木棍 量身定做一般 他之前在林霄宗 用普通木棍 修炼这套功法时 许多招式都无法打出来 有些招式打出来后 木棍直接就断了 而现在 所有招式都变得轻松至极 而且威力极大 一整套棍法打起来后 整片湖面巨浪滔天 气浪翻滚 仿佛世界末日一般 还好 四周有静置遮挡 龙儿也如一条美人鱼一般 从湖底出来 并拢着一双雪白鲜美的玉腿 漂浮在水面兴奋地看着 那只鲜秀可爱小脚上 系着的红绳铃铛 也在波浪中叮铃铃地响着 妖剑 吃我一棍 洛青州打出最后一个招式 准备收棍时 看到了他 立刻举棍打了下去 龙儿咯咯笑着 却是仰面飘在那里不避不让 只是抬起了 那只系着红绳铃铛的雪白小脚 叫声道 公子 打坏他吧 反正他喜欢调皮 总是欺负小公子 还总是把小公子欺负哭呢 洛青州嘴角一抽 立刻收棍 满脸凝重地看着他的小脚道 这法宝真厉害 竟出现了一道结界 让我的如意金箍棒打不下去 龙儿顿时笑得 在水里花枝乱颤 举起的雪白小脚 也颤动不已 洛青州见月姐姐在小船上看着 不敢再开玩笑 连忙收了棍子 飞了过去 月姐姐 这棍子太厉害了 之前只是硬 现在不仅硬 而且还能软 又能像是长枪一样刺激 还能像是皮便一样抽人 甚至前面还能变得很大很粗 像是狼牙棒或者铁锤一般重击 招式可以千变万化 月瑶转过身 望着远处的黑夜 没有理睬他 洛青州压下心头的兴奋 又道 月姐姐 我肉身的进程已经一百了 是不是立刻就可以冲关了 那棵小树上 还剩下最后一枚青色的果实 应该也成熟了 我要不要现在吃掉 月瑶沉默了一下 道 这次冲关 不能中断 只能一鼓作气突破 若是中途被打断 很难再蓄积力量冲刺 洛青州神色凝重 道 我知道了 那我后天出发时 在飞船上开始冲关 可以吗 月瑶道 可以 洛青州道 时间来得及吗 一般从大宗师巅峰境界 突破五王境界 需要多少天 月瑶淡淡地道 一般 需要一年 洛青州 只是冲关而已 就要一年 而且 中途不能中断 那岂不是被活活累死了 龙儿立刻插话道 公子 只要提前准备好大量原石什么的 大宗师巅峰境界的肉身 足以支撑一年的 这种大境界 自然是要置之死地而后生 哪有那么容易的 洛青州指的道 月姐姐 那如果不是一般人 是你 需要多久 月瑶望着远处 白裙微扬 道 一天 洛青州目光一脸 道 那我呢 大概需要多久 月瑶收回目光 看向她道 至少 七天 洛青州一江 道 我跟月姐姐的差距 就这么大吗 我怎么觉得 我跟月姐姐的天赋 其实差不了太多呢 月姐姐只用一天就可以了 那我用两天和三天 也是很合理的吧 龙儿又在一旁偷笑 月瑶没有再理她 洛青州握紧了拳头 道 我会努力缩短天数的 至少 不能比月姐姐差太多 这样才有资格 咔 她突然变成了一具冰雕 月瑶淡淡地看了她一眼 身影一闪 飞上了夜空 洛青州立刻融化 身上的冰层 对着她的身影大声道 这样才有资格 让月姐姐给我生闺女 龙儿顿时睁大了眼睛 夜空上 那道月白身影 不知是否听见 已消失不见 洛青州站在小船上 待了许久 龙儿咬着粉唇 低声道 公子 龙儿 龙儿也想给公子生闺女 以后有机会 洛青州回应了一句 又看了手里的棍子一眼 喃喃自语 难怪月姐姐 第一眼就看中了那套 如意破膜棍法 月姐姐这么好 我若是不让她 给我生一个可爱的闺女 就是对不起她 龙儿 你说呢 龙儿立刻点头 道 公子说得对 一定要让姐姐 给公子生一个可爱的闺女 不 不止一个 要好多好多个 不过 洛青州看向她 道 不过什么 龙儿低声道 公子最好不要放电 小心姐姐生气了打你 姐姐那么冷傲强大 若是被公子电得没了形象 一定会恼羞成怒的 洛青州 为何想到那个画面 她体内的雷电就滋滋作响 兴奋不已呢 天快亮时 她离开东湖 悄无声息地回到了秦府 后天就要离开 这一去 是带着整个大言的责任与希望 是要去拼命的 她无法保证 是否能够安全回来 所以 她至少要留一天的时间 陪陪家人 从弟弟进了房间 李屋的床上 秦儿小姐依旧在熟睡 洛青州悄悄走了进去 站在床边安静地看了一会儿 并未打扰她 她出了房间 去了小蝶的房间 小蝶和翘儿已经醒了 正在被子里小声说着话 朱儿则早就起床 在小院里练着飞刀 谁 洛青州刚推门而入 翘儿立刻坐了起来 然后满脸惊讶道 孤雁 你怎么这个时候回来了 想你们了呗 洛青州很自然地脱了衣服鞋袜 熟练地爬上了床 小蝶立刻扑进她的怀里 开心地道 公子 奴婢想你了 两个小丫头都很开心 天亮后 朱儿收了飞刀 进了屋里 一边推门一边喊道 两个小懒鬼 太阳都要晒到屁股了 还不起来 小姐都醒了呢 知啊 她推开房门 走了进去 哟 你们两个在干嘛 大白天的叠在一起 不知休 啊 她顿时一将 在呆滞了零点零一秒后 突然嗖的一声 转身就跑了出去 虚语 她立刻又回来 关上了房门 隔壁房间 秦儿小姐低声道 我们先出去 去娘亲那里 午饭很丰盛 洛青州吃了很多 也喝了很多酒 宋如月专门跟她坐在一起 陪着她喝酒 给她加菜 询问她去调查民情的情况 洛青州 只得随口胡周 宋如月却是听得极为认真 平平敬酒 壮远郎 辛苦了 岳母敬你 再喝一杯 洛青州举起酒杯道 告命夫人 岳母大人 是您辛苦了 该清州敬你 干 干 席上 两人母慈子笑 和谐欢乐 气氛格外融洽 秦儿小姐一直在旁边笑着 下午时 夫妻两人回到书房 说了很久的话 也温存了许久 吃完晚饭 洗了澡 洛青州 换上了一身干净的乳袍 道 威莫 我要去灵禅月宫一趟 秦儿小姐道 需要威莫 陪你一起去吗 洛青州摇了摇头 道 我自己去就可以了 有些话 我希望单独跟大小姐说 秦儿小姐微微点头 在他准备离开时 他突然又轻声道 青州哥哥 无论你要对姐姐说什么 威莫都支持你 但希望青州哥哥 不要伤害姐姐 若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我知道 顿了顿 他又道 大小姐永远都是我的大小姐 没有她 我和小蝶不会今日 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虽然这件事 我不该去说 我也没脸去说 但是 我必须要去 秦儿小姐目光微动 道 青州哥哥 那你快去吧 微莫等你的好消息 骆青州看了他一眼 出了房间 明月皎洁 叶峰带着凉意 吹得树叶沙沙作响 灵缠月宫内 一片漆黑 骆青州站在门口 犹豫良久 方抬起手 轻轻敲门 百灵似乎不在前院 芬儿悄悄从门缝溜了出来 没有带来那丫头的花香 没有熟悉的歌声 也没有熟悉的脚步声 骆青州抬起手 又敲了几声 这时 身上的传讯宝蝶 呼得震动了一下 他拿出来看了一眼 是女皇发来的 院长刚走 提醒我们 明日在宫中集合 还问了你的修炼情况 你今晚早些来 正睡不着 宝宝也睡不着 骆青州回复完 又抬起手 继续敲门 这时 小院里方传来了熟悉的脚步声 和清脆悦耳的声音 谁 谁在外面讨人闲 人家都睡着了 支呀 院门打开 百灵探出了脑袋 漆黑灵动的眸子 看着他 随即眨了眨眼睛 满脸疑惑道 你是谁 干嘛来敲我家的门 骆青州知晓 他明知故问 还是答道 你家姑爷 百灵顿时猝起眉头 胡说 我家姑爷 现在可是高高在上的状元郎 是女皇身边的红人 每天都忙着 在外面寻花问柳 做别的女人的小毛驴 才舍不得回来看我们呢 你到底是谁 骆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百灵 对不起 百灵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在门里委屈地道 人家只是一个卑微 可怜的小丫鬟 才不敢要状元郎道歉呢 说完 便蹬蹬蹬地跑走了 院门虚掩着 并未插上 骆青州又在门外站了一会儿 方推开门 走了进去 前院里空无一人 月光洒落在地上 满院双白 不远处 石桌前的青石板上 洒满了被撕碎的花瓣 粉嫩娇美 却格外凄凉 骆青州默默地看了一会儿 走向了后院 刚来到门口便听到下馋的练剑声 她心头再次愁愁与忐忑起来 但想到那道身影 她又鼓足了勇气 穿过圆门 走了进去 不远处的凉亭里 秦大小姐一袭雪白衣裙 正拿着书 坐在那里发着呆 皎洁的月光 洒落在她的身上 那绝美无瑕的容颜 与仙尘不染的身影 仿佛只是画中的仙子 洛青州依旧记得当初来到秦府 第一次见到她时的惊艳 她恍惚了一下 袖中的手缓缓握紧 再次给了自己勇气 走向了梁亭 这一段距离不长 但此刻她的心里 却略过了万般情绪 她进了梁亭 停在了秦大小姐的身旁 又看了她一眼 方低头作衣 轻声道 大小姐 她主动解释 最近有些忙 很少回来 所以没有来给大小姐请安 抱歉 秦大小姐的目光 安静地看向了她 过了片刻 她方清冷地开口道 没事 洛青州沉默了一会儿 道 我今日来 除了给大小姐请安以外 还有一件事 想跟大小姐商量一下 希望大小姐可以同意 秦大小姐 低头看向了手里的书籍 缓缓翻了一页 道 你说 洛青州低着头 看着地面 又沉默了许久 方开口道 我喜欢上了一个女子 亭外的五剑声 突然停了下来 百灵不知何时 也站在了不远处的大树下 秦大小姐的脸上 并没有露出了任何情绪波动 继续翻着书道 然后呢 洛青州低着头 缓缓地道 她对我来说 很重要 没有她 我恐怕早就死了很多次了 也不会有今天 她为我牺牲了很多 默默地为我做了很多事情 从不求回报 我也不知道从什么开始 就偷偷地喜欢上她了 对不起 她轻声道歉 但谋中的神色依旧坚定 所以 我想娶她 亭中 寂静无声 亭外 百灵与夏禅 也出奇地沉默 向来极为维护秦大小姐的百灵 这一刻 竟然站在那里 安安静静 一言不发 秦大小姐缓缓抬起头来 看着她道 所以 你想修了我 是吗 洛青州也抬起头 看着她道 大小姐误会了 大小姐对我和小蝶 有再造之恩 而且是我正式败过天地的妻子 更何况 我只是一个坠婿 即便如今考上了状元 身份依旧是坠婿 只有大小姐不要我 我哪里能不要大小姐 我今日来 只是想跟大小姐说一声 希望大小姐可以同意 让我 娶她 秦大小姐沉默了一下 道 是了 你如今已经考上了状元 如果依旧待在秦府 就依旧是坠婿 想要改变这个身份 就只有离开 你其实是这个意思 对吗 洛青州道 不是 我从未想过要离开秦府 我也从未想过 要改变坠婿的身份 我没有觉得这个身份 有哪里不好 大小姐误会了 秦大小姐看着她道 我有误会吗 你说你喜欢 一个女子 要娶她 你如果是坠婿 按照规矩 你能娶她吗 我就算同意 她进门后 做妾 你愿意吗 或者她愿意吗 洛青州沉默下来 秦大小姐又盯着她 看了片刻 道 所以 其实你想说 你想修了我 这样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 娶她为正妻了 不是吗 洛青州摇头道 不是 我真的没有想过 要修了大小姐 其实在我心里 妻妻都是一样 所以 她愿意做妾 秦大小姐淡淡地道 洛青州低头不语 庭中 再次陷入了沉默 良久 秦大小姐开口道 你一定要娶她吗 洛青州道 是 一定 秦大小姐沉默了一下 道 那我跟威莫 如果非要修一个 你会修谁 洛青州摇了摇头 道 我不会 那你喜欢我吗 秦大小姐又问道 洛青州沉默下来 所以 我没有误会你 秦大小姐淡淡地道 庭中 又安静了许久 秦大小姐看向庭外道 百灵 拿笔墨纸焰 百灵站在树下没有动 小姐 秦大小姐的目光看着她 没有再说话 百灵只得低着头 进了屋里 不多时 她拿着笔墨纸焰而来 进了凉亭 放在了石桌上 眼圈发红地道 小姐 你不答应不就行了吗 你不答应 那个女人过门 姑爷也不敢 何必 秦大小姐淡淡地道 言没 呜 百灵满脸不情愿 却在她的目光下 不得不拿起墨块 一边沿泽 一边呜呜着 写吧 秦大小姐看向了某人 百灵立刻拿起笔道 小姐 百灵来写 百灵写得字可好看了 秦大小姐的目光看向了她 百灵顿时脖子一缩 弱弱地把笔递到了旁边 洛青州没有接 秦大小姐看着她道 我们合离了 你就自由了 你不再是坠续 你想娶谁 都无所谓 洛青州看着她的目光 道 大小姐 我真的没有这个意思 我来求你 只是希望你可以同意 至于她 我不同意 秦大小姐淡淡地道 亭中又沉默了一会儿 洛青州低头看着百灵递过来的笔 顿了许久 方伸手接过 又停顿了一会儿 方提笔战末 在宣纸上写了起来 她写的不是修书 她也没有资格写修书 她写的是和离书 按照大言律法 和离书 可由双方任意一个人亲自书写 但需要双方亲笔签名 一是两份 每人一份 洛青州写了两份 并未在犹豫 直接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然后 她把笔递到了秦大小姐的面前 秦大小姐并没有接 只是语气冷漠地道 放下吧 我待会签 明日让百灵给你送去 至少 我要看一下内容 洛青州默默地放下了笔 她嘴唇动了动 还有话想说 但秦大小姐已经低了下头 翻着手里的书道 回去吧 多陪陪微眸 洛青州没有再说话 拱了拱手 告辞离去 走出凉亭 她看向了不远处 大树下的少女 想要走过去说几句话 对方却扭过身子 给了她一个冰冷的背影 她脚步顿了顿 没有再停留 直接出了花园 消失在了外面的夜色中 刚刚还红着眼圈 嘴里小声呜呜着的百灵 突然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小姐 你要签名吗 你觉得呢 还是签了吧 到时候让姑爷来跪在小姐的面前 哭着鼻子哀求 秦大小姐没有再说话 拿起桌上的和离书 安静地看了起来 突然 她眉间一动 小姐 怎么了 签名 不对 百灵文言一愣 连忙凑过去仔细看着 疑惑到 哪里不对了 落青舟 落 青 一 不是舟 竟然少了一点 姑爷好狡猾 随即她嘻嘻笑道 所以 即便小姐签名了 这份和离书 在法律上也不生效 对吗 哼 狡猾的姑爷 竟然想要以比之道 还施比身 她满脸开心地道 姑爷果然是舍不得小姐的 毕竟小姐的模样 可比她家月姐姐要漂亮多了 哈哈 对了小姐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 也是明天吗 我和缠缠 可都准备好了 这次一定要让姑爷大吃一惊 哼哼 与此同时 梅香小园 房间里 秦二小姐惊讶到 和离书 青舟哥哥 你真的写了 落青舟道 别急 我在签名上做了手脚 说着 凑到她的耳边 低声解释了起来 秦二小姐听完 顿时笑了起来 青舟哥哥真狡猾 不过这样骗姐姐 不太好吧 骆青舟叹了一口气 道 当时那种情况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不邪也不行 只能这样了 秦二小姐道 那青舟哥哥 准备什么时候对姐姐坦白 骆青舟沉默了一下 道 其实也不用急着坦白 我想的是 我跟大小姐真的合理了 这样我就可以自由地取悦姐姐了 到时候 再把大小姐取回来 她要是不同意 我在坦白 那封和离书是假的 至于妻妾的事情 当然依旧是大小姐为大 其他都是妹妹 但都是妻子 秦二小姐道 可是新的婚姻法规定 婚姻法是谁强制修改的 骆青舟看着她问道 秦二小姐道 陛下 骆青舟道 陛下是我的什么 秦二小姐 可是 陛下又不会听青舟哥哥的 洛青舟轻轻抚摸着她 娇嫩可爱的小脚 低声道 现在的陛下 可是对我 扶手甘为如子牛的 放心吧 她会同意的 她若是不同意 我就 青舟哥哥就干嘛 电她 电到她同意 别急 微末 到时候等青舟哥哥治好了你的病 就轮到你了 凌晨时分 她离开秦府 回到了皇宫 女皇与宝宝 正躺在龙床上 睁大眼睛等着她 明月 开始冲关 天刚亮 窗外淋淋淋淋 已下起了小雨 春雨绵绵 春夜稍短 骆青舟与女皇陛下 又在床上温存了一会儿 方起了床 洗漱完后 又逗弄了一会儿宝宝 这时 月舞进来禀报 陛下 白院长说 路上还要去接其他门派的人 所以已先行出发 还让陛下和公子不用着急 距离九州大会正式开始 还有九天的时间 来得及赶去 南宫火月拿出传讯宝蝶 看了一眼 道 知道了 还有其他人在外面等着吗 月舞恭敬地道 有 林霄宗的紫霞仙子 和林湖风主 四更石就已经来了 白院长本来邀请他们一起走的 他们说 等着陛下 南宫火月顿时吃笑一声 瞥了某人一眼 道 是等着朕的夫君吧 月舞低着头 没敢说话 南宫火月看了窗外一眼 道 准备一下 该出发了 月舞领命退出了房间 洛青州拿出箭体时 窝在掌心 又查看了一下数据 还好 数据没有变 大宗师巅峰境界的进程 依旧是一百 他松了一口气 今日 就开始冲关 赶路需要五天的时间 到达目的地后 还有两天的时间 时间应该来得及 南宫火月走过来 看了一眼他手里的箭体时 似乎也松了一口气 道 待会儿 我们上了飞船后 你就进房间准备冲关 其他人 你不用理会 免得浪费时间 洛青州点了点头 突然道 月瑶姑娘呢 还没有来吗 南宫火月顿时 眯了眯眸子 眸中露出了一抹讥讽 喊得这么生疏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们刚认识呢 洛青州有些尴尬 南宫火月冷声道 朕已经通知他了 让他今早进宫等着 至于他来不来 朕可不能保证 随即又道 怎么 没有他在旁边 你就没有心思冲关了吗 洛青州连忙低头逗着宝宝 掩饰尴尬 道 只是随口问问 走吧 他刚刚已经给月姐姐发了消息 不过 对方并未回复 月姐姐那天说 他若是没有成功突破 他就告诉他一个秘密 而那个秘密 可以帮助他强大起来 到底是什么秘密呢 他很好奇 一呀 一呀 这时 怀里的小家伙叫了起来 仿佛在说 宝宝也很好奇 不多时 一行人簇拥着女皇陛下 出了寝宫 外面的走廊上 一席红裙的紫霞仙子 和一席轻衣的灵狐青竹 正亭亭玉力地站在那里 陛下 紫霞仙子看到女皇陛下 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 至于北晋王 他并未理睬 道是北晋王 连忙拱手道 师父 师叔 让你们久等了 哼 紫霞仙子从鼻子里哼了一声 没有理睬他 这家伙每次偷偷摸摸去灵霄宗 把某人垫晕后 又偷偷摸摸离开 不去通知他 也不去拜见他 实在过分 一点都不知道 尊师重道 月瑶还没有来吗 南宫火月向着外面看了一眼 不知道问的是谁 月武低头道 还没 紫霞仙子好奇道 月瑶姑娘 现在是什么修为了 南宫火月挑了挑眉 道 你得问你家弟子 正跟他的关系 可没有你家弟子 跟他的关系要好 紫霞仙子神色一动 看向了自己溺图 洛青州道 弟子也不知 几人又等了一会儿 南宫火月微微醋眉 道 没有别人了吧 时候不早了 我们该出发了 飞扬还要在飞船上闭关修炼 紫霞仙子摇了摇头 道 应该救我们几个 其他人 估计早就出发了 南宫火月 又看了一眼外面的绵绵春雨 犹豫了一下 还是拿出了传讯宝蝶 给某人发了一条消息 消息很快回复过来 不用等我 不早说 南宫火月顿时冷哼一声 把传讯宝蝶 递到了某人的面前 道 看清了 不是正不等他 是他自己说不让我们等的 洛青州看了一眼 沉默了一下 道 那我们出发吧 月姐姐有自己的飞船 而且速度很快 的确不需要跟他们一起 不过 还是有些小小的失望 毕竟这一路上 要冲关武王境界 至关重要 月姐姐在身边的话 会更加安心 出发 一只飞船落在了走廊外面 南宫火月抱着宝宝 身上凝结出了一层光照 阻挡着风雨 率先走上了飞船 洛青州几人 也立刻跟了上去 月舞 月影和几名女子护卫 也一起跟了上去 一行人进了船棚 飞船光芒一闪 已经缓缓飞起 很快升上了天空 冒雨而行 不过 飞船有光照笼罩 风雨不清 哇 宝宝好可爱 眼睛好大 鼻子和嘴巴都好漂亮 紫霞仙子是第一次 见到小家伙 一看便喜欢得不得了 伸出手就要去摸 又立刻反应过来 只是笑着逗弄 灵狐青竹的目光 也一直默默地看着小家伙 南宫火月笑道 没事 宝宝身体很好的 紫霞宗主可以摸摸看 他其实挺喜欢别人摸他的 他也喜欢摸别人 一摸他就笑 说到此 他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瞥了某人一眼 嘴里低估道 跟某个家伙还真像 洛青州嘴角一抽 连忙道 陛下 师父 师叔 你们在外面聊天 我要去房间里闭关修炼了 几人都没有理睬他 洛青州 善善地进了房间 关上了房门 外面传来了师父 逗弄宝宝的笑声 不一会儿 又传来了女皇的声音 灵狐风主 你也过来摸摸看 宝宝好像很喜欢你 一直在看着你 突然 啊 有电 陛下 刚刚宝宝好像对着青竹放电了 可怜的青竹 才被某个大家伙电不久 现在又被这个小家伙电 一一一一一 陛下 宝宝好像在对着青竹叫疑 女皇沉默了一下 道 的确是疑疑 哼 看来宝宝还有帮阵认出 某个坏家伙的风流寨的技能 啊 陛下 宝宝也对我放电了 我发誓 我没有 真没有 洛青州赶紧布下阵法 隔绝了外面的声音 开始修炼 静心 凝神 许久之后 他才平复了心头的情绪 他从储物界中 采摘下了最后那枚青色的果实 心头祈祷着 一定要成功 卡查 有了上一次的经验 这一次 他没敢大口使劲咬 只是轻轻咬了一小口 这次的果实 水分倒是很充足 也很清脆 就是有点苦涩 不过相比于之前那枚黄色果实的口感和味道 已经非常之不错了 至少很好下咽 奇怪的是 这没果实 并没有果核 他几口吃完后 便闭上了双眼 运转体内功法 很快 他便感受到了一股凉丝丝的能量升起 那股能量起初很小 渐渐地 越来越大 越来越多 他立刻开始运转功法 开始炼化 炼化后的能量 一股一股地储存在了丹海之中 为一会儿地冲关做准备 与此同时 在这艘飞船 刚离开京都不久 另一艘飞船 从东湖飞起 很快便飞入云层 消失不见 小姐 家里只有龙儿看着 没事吧 不是还有猪儿吗 嘻嘻 猪儿现在还不行 还需要再修炼 船棚里安静了一会儿 那道清脆月耳的声音再次响起 小姐 那两封和离书 我已经帮你签名了 还帮姑爷把名字的那一点都加上了 哼 到时候 姑爷就算想反悔 他也拿不出证据 急坏他 让他讨厌 雪白身影沉默了一下 看向他道 谁让你签的 我 小姐 你 你不是想惩罚一下姑爷吗 等到时候他知道真相了 一定会来求小姐的 然后我们就把那两封他写的和离书拿出来 说 哎呀 不对 他突然惊呼一声 脸色一变道 这样一来 是不是就没有证据证明 小姐跟姑爷是假和离了 我 我不该签名 至少不该把姑爷名字的那一点加上的 怎么办 夏禅在一旁 忍不住低声开口 笨 百灵急得快要哭了 船棚中沉默了片刻 百灵弱弱地道 小姐 其实也没关系 就算你们真的和离了 姑爷也会再求着跟你和好的 只是 只是小姐的名分 可能要重新排名 从第一名排在第三名了 从姐姐 变成 妹妹 夏禅顿时急了 你 雪白身影 也微微促起了眉头 哈哈哈哈 谁知此时 百灵却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逗你们完的 名字我的确签了 不过签的是月瑶 而且根本就不是小姐的笔记呢 夏禅顿时撅起了小嘴 白了她一眼 雪白身影低下头 继续看着书 飞船继续快速飞行着 出了大言 天空已经一片晴了 五日后 洛青州一行人 已经来到了九天摇台所在的地狱 但此刻的她 依旧还未突破 那处通往五王境界的关爱 依旧异常坚固 这几日的冲击 似乎根本就没有任何效果 不过她的身体 似乎在快速发生着变化 她的皮肤 一开始变成了淡淡的金色 又变成了火红色 接着又变成了蓝色和黄色 现在 竟然开始翻着绿色 非常诡异 哼 她再次蓄积力量 做最后的冲刺 而此时 她瞳孔中的色彩 变幻不停 一次 两次 又经过了整整一天一夜的冲刺 然而 那处关爱 依旧坚不可摧 没有丝毫要破碎的迹象 她心头开始焦急 只有一天的时间了 她咬紧牙关 低了整整半瓶灵液在掌心 继续蓄积力量开始冲刺 一日 飞船来到了一片海洋的上空 开始放慢了速度 远方出现了一座岛屿 那岛屿藏在在海雾之中 蒙蒙隆隆 若隐若现 正是他们此行的目的地 九龙岛 传闻此岛曾是上古大能 九龙真人的飞升之地 故而以此命名 岛屿四周 风浪极大 海底又有无数暗流 所以普通船只很难进入 因为岛上静置的作用 若无勤俭感应和岛上修炼者开启阵法 即便是那些修炼者从天空上飞过 也很难看见 南宫火跃几人站在船头 急目远眺 只能隐约看见 这时 不远处 也有其他飞船 正在向着那边赶去 船头旗帜飘飘 展示着他们的身份 快到了 飞扬怎么还不出来 紫霞仙子有些担忧道 南宫火跃中是忍不住 进了船舱来到了房间门口 但几次抬手 却都不敢敲门 正在他要离开时 房门却吱压一声打开 洛青州在屋里道 陛下 进来吧 南宫火跃连忙进了房间 仔细观察着他脸上的神色 欲言又止 他其实已经猜到了结果 如果成功突破了 不可能没有任何气息波动和意向的 毕竟是五王境界 洛青州叹了一口气 站起身道 那处关爱 毫无松动的迹象 估计至少还需要一个月的时间 南宫火跃连忙轻声安慰道 无妨 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很短了 毕竟是突破五王境界 又不是其他小境界 其他人一年都未必能够成功 洛青州看着手里的舰体时 叹道 可是 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南宫火跃道 怎么会没有时间呢 我们大言又不是没有别人 而且你大宗师巅峰的境界 已经很厉害了 或许可以赢得很多场的比试 洛青州看向他道 比赛的规则是什么 需要几天的时间 南宫火跃摇了摇头 我也不知道 此次大会 九州各国各宗门的修炼者 都会赶来 估计至少也需要比试半个月到一个月的时间 洛青州闻言 心头一动道 只是不知道 我们会什么时候上场 若是能拖到一个月后 自然最好 这样我就可以继续安心冲冠 南宫火跃叹了一口气 道 应该不太可能 要不 你就安心冲冠 不要上场了 洛青州道 那怎么可能 这次比试 可是关系到我大盐国运和大盐修炼者的命运 我已经消耗了灵矿之心 这座灵矿 应该也支撑不了太久了 若是这次比试 不夺回一条灵矿 不知道什么时候 大盐的元气就断了 还有飘渺先踪 两人正在说着话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宝宝的哭泣声 岳武连忙抱着宝宝过来道 陛下 宝宝可能饿了 南宫火跃接过宝宝 走到门口道 你先休息一下 待会儿到了以后 你不用出去 可以继续在飞船上冲关 洛青州点了点头 看了他怀里的宝宝一眼 小家伙也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看着他 眼角还挂着一颗晶莹剔透的泪珠 放心吧 爹爹一定会成功的 他心头暗暗道 岳武轻轻关上了房门 洛青州走到窗前 推开窗户 看向了外面 天空蔚蓝 海洋辽阔 一望无际 不知道岳姐姐来了吗 他拿出传讯宝蝶 给岳姐姐发了一条消息 明天九州大会就要正式开始了 他应该是来不及突破了 按照之前的约定 岳姐姐应该告诉他那个秘密了 希望真的可以帮到他 突然 传讯宝蝶震动了一下 岳姐姐 秘密 什么秘密 洛青州无语 岳姐姐 都这个时候了 别开玩笑了 我现在无法突破 感觉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岳姐姐 应该快了 洛青州 可是现在还没有任何突破的迹象 是不是与之前的进程清零有关 或者与之前我用魔器修炼太快有关 岳姐姐 你是肉身突破 光闭关土纳修炼 应该还不够洛青州心头一动 还需要肉身的刺激与磨练 冲击武王也需要吗 岳姐姐 你可以试试洛青州沉吟了一下 若是真的还需要肉身的刺激和磨练 那九州大会 我可以上台比试 刚好利用战斗 趁机刺激和磨练肉身 随即诱导 对了 岳姐姐 我们快到了 你呢 岳姐姐 岛上洛青州立刻看向了窗外 道 在哪里 我们待会儿去找你 是跟白院长他们在一起吗 对了 岳姐姐 你这次来的应该是真身吧 对方没有再回复 这时 飞船穿过云层 开始缓缓降落 下方 一座如巨龙匐匐的岛屿 在海屋下方赫然而现 同时 四面八方 不断有飞船或者飞舰聚集而来 岛屿正中间 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广场 广场四周 已经聚集了很多人 飞船刚穿过薄雾 两名身穿白袍的年轻女子 踏着飞舰 飞了上来 礼貌地道 客人稍等 请先拿出大会请柬 让我等检查一下 或者有已经入岛的人过来带领 方能进入 南宫火月 把请柬递了出去 白院长凭着一张脸 就能带着人进入这里 所以离开之前 把大会请柬留给了他们 原来是大盐国的客人 请进 白袍女子 把请柬递了回来 说实话 在整个九州大陆上 大盐属于名不见经传的小国家 虽然在上次的边境比试上 出尽了风头 但是依旧有很多人没有听说过 这两名女子 都是九天摇台的内门弟子 上次并未一起去大盐边境 自然不认识他们 飞船穿过薄雾 向着地面的广场角落里落去 还未落地 一袭雪白如袍的白衣衫 已经飞了上来 笑道 刚好掐着时间来 他在飞船上看了一圈 道 飞扬呢 南宫火跃低声道 还在闭关 这时 洛青州突然从船棚里出来 拱手道 先生 白衣衫笑着纠正道 要叫院长 你现在是飞扬 洛青州道 院长 白衣衫打量了他几眼 并未多问 道 此次大会 几乎聚集了三大先宗 和九州大陆上 所有厉害的修炼者 所以 万万不可逞强 我大言今年 今年能够有资格来参加 已经很不错了 无需抢求太多 至于其他 你也不用多想 好好修炼就是了 洛青州恭敬道 晚辈明白 这时 白衣衫控制着飞船 降落在了西北角落的一片树林中 大言其他门派的人 和一些散修 都已经先来了 众人连忙过来 与女皇和洛青州建立 如今的洛青州 不仅身份是北境王 而且实力在大言 也是数一数二 其他修炼者 自然不敢小觑 洛青州不善应酬 与众人打了招呼后 就走到了一边 四处张望着 寻找那道身影 月无几人 已经快速砸好了帐篷 这次参加大会 时间可能会持续半个月 到一个月的时间 自然要准备住的地方 月瑶姑娘 好像还没有来 洛青州正在寻找时 紫霞仙子来到了他的旁边 目光悠悠地看了他一眼 道 你是不是也店人家了 洛青州嘴角一抽 道 没有 师父别乱说 紫霞仙子哼了一声 道 我可不是乱说 你到处店人 又不是只有为师之道 洛青州转移了话题 怎么没有看到老祖 紫霞仙子挑眉道 去见老朋友去了 顺便跟洛林仙子搭讪 洛青州对着这些八卦 并不感兴趣 正要进帐篷时 突然感觉左边的山坡上 似乎有人正看向这里 他转头看了过去 那里停着一艘巨大的飞船 船头插着旗帜 旗帜上 绣着九天摇台的宗门图安 甲板上站着几道身影 但在飞船的阵法遮掩下 都朦朦胧胧胧 看不清晰 他再次想起了 总是偷偷去大言偷窥他的那位 情瑶仙子 飞扬 你家宝宝很可爱 这时 紫霞仙子突然在他耳边低声道 青竹很羡慕 一路上都在偷看 洛青州转头看向他 紫霞仙子疑惑道 明明青竹仙 明明青竹每次都蓄积了很多的能量 可是为何 洛青州想起了月姐姐说的话 他转过头 看向了不远处大树下站着的那道身影 飞扬 青竹的身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不用修炼 却晋级那么快 这种逆天的天赋 不可能会没有任何阻碍和劫难 还有 这么多次 他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 紫霞仙子满脸担忧地道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道 师叔身子很好 不会有事的 他没有再多说 进了帐篷 傍晚时分 他从帐篷里出来 依旧没有看到月姐姐的身影 这时 依旧有各个国家的修炼者 从四面八方陆续赶来 天黑后 四周燃起了篝火 以及热闹的说话声 洛青州正在帐篷里 观察着体内的雷铃之根时 身上的传讯宝蝶呼地震动了一下 他拿出来看了一眼 竟然是月姐姐发来的消息 不是有八大神咒吗 剩下的呢 洛青州立刻站了起来 回复道 月姐姐 你在哪里 我现在去告诉你 白温明月皎洁 整座九龙岛 前所未有的热闹 洛青州出了帐篷 左右寻找了一番 很快便找到了两顶仙云阁的帐篷 他正要过去时 月影走过来道 去哪里 洛青州看着他道 尿尿 要一起吗 月影满脸冷酷 没有说话 这时 隔壁帐篷里 传来了紫霞仙子 逗弄宝宝的声音 洛青州看了一眼 这才道 去仙云阁那里 找一个人 需要向陛下禀报吗 需要 月影冷冷地道 随即又忍不住道 仙云阁帐篷里 都是女人 那又如何 洛青州看着他道 我只是去找个人 说几句话而已 又不是去做坏事 月影没有再说话 转身去了隔壁帐篷 片刻后 他走了出来 道 陛下说了 给你一炷香的时间 一炷香后 你若是还不回来 陛下就要亲自 带着宝宝过去垫你了 洛青州 月影说完 便转身回到了他的岗位 一副酷酷的表情 洛青州走向了 不远处的两顶帐篷 刺尔听了一下 他走向了左边的帐篷 右边的帐篷里 有罗长和琉璃的说话声 白威尔修炼的功法特殊 喜欢一个人待着 睡觉的时候 自然也是一个人 他来到帐篷前 在门口咳了一声 虚语 里面传来了白威尔冰冷的声音 进来 洛青州掀开帘子 走了进去 白威尔一袭白裙 一个人坐在桌后的蒲团上 正睁着一双漆黑冰冷的毛子 看着他 洛青州在帐篷里看了一眼 道 月瑶姑娘呢 白威尔冰冷地道 你写 我给他 洛青州有些失望 问道 他去哪里了 晚上在哪里休闲 白威尔没有再理他 只是看着桌上 早已铺好的宣纸 洛青州又看了他一眼 只得走到桌前坐下 正要拿起墨块研磨时 看着他道 你帮我研磨 这样写得快一些 白威尔神情威正 道 我不会 洛青州一脸无语 研磨都不会 说着 拿起墨块 在燕台中磨着 道 就这样 一圈一圈的磨 把墨块磨碎 融入茶水中 他浇了一遍 把手里的墨块递给了他 道 我一边写字 一边研磨 会打断思绪的 若是写错了就麻烦了 白威尔犹豫了一下 只得接了过去 洛青州提笔战末 看着宣纸 稍一沉吟 先写了静心神咒四个大字 随即 开始写着正文 太上抬心 应变无停 驱邪妇媚 保命护身 白威尔一边严琢磨 一边偷偷看着他写的内容 瞳孔深处 一缕月光 微微闪烁着 领保天尊 安慰身形 弟子魂魄 五脏玄 洛青州在写净身神咒时 突然停顿了一下 皱起眉头道 五脏玄冥的名字怎么写 咦 怎么突然忘记了 他手中的笔 迟疑着没有落下 满脸思索之色 帐篷里 寂静了许久 白威尔终于忍不住 伸出了一根鲜鲜玉纸 在桌上笔花着 道 这样 洛青州看了一眼 依旧满脸迷茫 不对吧 你那是名字 白威尔一脸认真地道 是 洛青州看向他道 你不认识字吧 你写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字 白威尔顿时微微醋眉 肯定递道 是字 我识字 洛青州把手里的笔递给了他 道 你写出来 我再认真看看 我从未见过你 刚刚用手指笔画的字 白威尔满脸冰冷地接过了毛笔 刚要在桌上写出来 突然又抬起头 看向了他 洛青州道 怎么了 写呀 白威尔漆黑的毛子盯着他 突然又放下了笔 语气冷冰冰地道 你会写 洛青州疑惑道 我会写干嘛不写 我还要急着 写完回去修炼呢 我是真的忘记那个字了 你要是不会写 我就出去问别人 不识字 不会写字 有什么丢人的 我又不会笑话你 白威尔另一只缩在衣袖里的手 钻了钻 又看了他一眼 方重新拿起了笔 在桌上很认真 很缓慢地写下了一个名字 洛青州看着这个字 眸中光芒一闪 看着他道 白姑娘 你干嘛学我的笔记 白威尔冷着脸道 我没有 洛青州道 那你写一下你的名字 让我看看 白威尔与他对视了一眼 放下了毛笔 冷着脸 没有再理睬他 洛青州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突然拿起了笔 道 继续研磨吧 他熟练地写下了名字 随即 继续写了下去 很快 雪白的宣纸上 洋洋洒洒 写满了漂亮的字体 欺骗神咒 皆写了出来 洛青州放下毛笔 拿起宣纸 吹了吹上面未干的墨迹 自言自语道 有人自写得丑 就不敢写字 或者喜欢磨旁别人写字 这不对 说到此 他看向了对面 道 自写得丑 就要多写 多练习 或者请教我 白姑娘 你说呢 白威尔没有说话 伸出了雪白的小手 洛青州吹干了宣纸上的墨迹 轻轻折叠了起来 却是没有给他 直接塞进自己的胸口 然后看着他道 我要亲自交给他 两人目光对视 帐篷里 寂静无声 过了片刻 洛青州突然又从胸口 掏出了那张宣纸 递了过去 道 说实话 每次你这样看着我不说话 我都很害怕 白威尔顿了一下 正要伸手接过去 又听他道 我害怕你生气 害怕你难过 害怕你胡思乱想 害怕你心情不好 更害怕你不再理我 不再见我 他顿了顿 又轻声道 月姐姐 如果这次我可以活着回去 我希望你可以遵守诺言 好吗 白威尔缓缓接过了宣纸 微微低着头 没有说话 一言为定 洛青州站起了身 道 月姐姐 我该走了 不说话 不反对 那就是默认了 他心头的抑郁 顿时一扫而空 这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宝宝的声音 一呀 一呀呀 洛青州没有在逗留 又看了他一眼 转身出了帐篷 月武抱着宝宝 站在外面 月影手握剑柄 站在旁边 公子 陛下说 不是他小气 不让你来说话 只是宝宝想你了 月武脸色有些不自在 低声道 洛青州过去抱起了小家伙 道 陛下心胸宽广 自然不小心 走吧 两人跟在他身后 都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帐篷 帐篷里 灯光已经熄灭 不知过了多久 一道身影 从里面走出 走向了后面的树林 很快 来到了另一座帐篷里 小姐 你回来了 怎么样了 见到坏姑爷了吗 一袭粉裙的少女 立刻迎了上来 白弯在蒲滩上坐下 一道虚影 护得从他体内飞出 钻进了旁边另一道雪白身影的体内 旁边的竹台旁 站着另一名手持宝剑的冰冷少女 帐篷里安静了一会儿 白威尔起身 微微低头行了一礼 退了出去 小姐 姑爷发现你了吗 姑爷那么笨 应该没有吧 哼 坏姑爷的心眼 都用在别的女人身上了 从来都没有认真关注过小姐你呢 小姐 比试试 让小百灵和缠缠先出去吧 我们先吓她一跳 等把她吓傻后 小姐再出场 哼哼 保证吓得她目瞪狗呆 一旁的吓蝉 小声纠正道 是狗 百灵立刻道 就是狗 小甜狗的狗 哼 坏姑爷 小姐对其他人女人那么舔 从来都没有舔过小姐呢 夏禅低声道 她 她又不 知道 百灵冷哼道 不知道就不能舔吗 小姐可是她名副其实的娘子 而且是 最大的娘子呢 夏禅小嘴动了动 还要帮某人说话 百灵突然又瞥着她道 缠缠 别以为我不知道 坏姑爷还经常舔你呢 夏禅顿时红了小脸 紧紧低着头 没敢再吭声 小姐 你要修炼了吗 姑爷写的这些东西 真的可以修炼吗 她 百灵嘴里的画 突然停下 因为那张宣纸上的文字 突然亮起了光芒 随即 画为一枚枚金色的字体 钻入了雪白身影的眉心之中 好 好厉害 百灵睁大了眼睛 另一边的帐篷 洛青州坐在椅子上 正斗着怀里的宝宝 南宫火月一袭红裙 慵懒地躺在榻上 正在闭目养神 其他人都已经回到各自的帐篷 过了片刻 宝宝进入了梦乡 洛青州把她小心翼翼地放在了女皇的怀里 道 我再去试试 说不定可以突破 南宫火月睁开眼 看着她道 我白天去打听了一下 这次九州大会 应该只有三条灵脉 其中两条大灵脉 三大先宗也会派弟子参与争夺 最后一条小灵脉 我们这些普通国家和门派 或许才有机会 不过 根据以往的比试结果来看 大多数都是三大先宗 各自扶持的国家会营 洛青州神色平静地道 陛下放心吧 无论是大灵脉还是小灵脉 这次我们都要争一争 南宫火月沉默了一下 看着她道 你刚当去见月瑶了 洛青州并未隐瞒 道 是 还有欺骗道家神咒 刚刚写给她了 如果对她有用 自然最好 南宫火月眉间微微动了一下 看着她道 她 是神魂见的你吗 洛青州道 是以白弯的肉身 一名仙云阁的弟子 似乎跟她关系匪浅 南宫火月眉宇间露出了一抹思索 道 那你可知道 这次她本体来了吗 洛青州道 自然是来了 没有本体 神魂实力大打折扣 她知晓这次大会的重要性 自然不会跟上次一样 只是神魂附体而来 南宫火月眸中露出了一抹复杂之色 又盯着她看了一会儿 道 飞扬 根据新的 婚姻法 和 大言礼法 规定 一个男子 只能有两个正妻 你知道朕的意思吗 洛青州立刻拱手道 陛下 我正想跟你说这件事 本来准备等这次大会结束了 再回去跟你说的 不过现在陛下既然提起来了 我就先说了 陛下应该最清楚月姐姐的性格 也最清楚 月姐姐为我所做的牺牲 所以 所以什么 南宫火月眯了眯眸子 冷冷地道 你要让朕退位作妾 做梦 不可能 朕宁死不屈 洛青州连忙道 当然不是 以陛下的身份 怎么可能做妾 南宫火月立刻又冷声道 威莫也不可能 她是你名正言顺的妻子 还在朕的前面 是在你一无所有 最落魄和卑微的时候 成为你的妻子的 而且一直都在默默地陪着你 她当然 也不可能做妾 说到这里 她突然 又冷笑一声 眸中似乎还露出了一抹幸灾乐祸 当然 还有一个人 本来还在她之上 是你最名副其实的正妻的 即便是朕 本来也无法撼动她的地位 可惜 她自己不珍惜 把你给休了 现在就算后悔 也来不及了 她要是再重新进门 就要喊朕姐姐 给朕进茶了 而且必须是妾 洛青州不敢面对她的目光 心头挣扎一番 还是没敢在这个时候告诉她真相 拱手道 陛下误会了 我的意思说 您看能不能再修改一下 婚姻法和大言礼法 把正妻变成三个 当然 肯定要加上条件的 只有对大言有大功绩的功勋之臣 才可以 呸 你做梦 南宫火约立刻一口否决 瞪着她道 你想都别想 就算朕答应 那些大臣也绝不会答应 当初朕修改两个正妻时 都千难万难 差点就要杀大臣 才能强行压下他们的锅灶了 你还做梦想三个 简直是痴心妄想 一呀 一呀 两人的说话声 把宝宝给吵醒了 洛青州只得小声道 陛下 此事等我们回去后再说吧 其实我还有件事 想跟陛下说 到时候一起跟陛下说吧 或许陛下就会同意了 做梦 南宫火月抱起了宝宝 冷冷地瞪着她 洛青州没敢再聊起她的怒气 只得拱手退下 道 那我去修炼了 出了帐篷 外面已经安静下来 她又看了不远处的帐篷一眼 放在月影月舞的监督下 回到了自己的帐篷里 继续冲关 若是能这个时候 突破到五王的境界 自然最好 正在她静心凝神 准备开始时 身上的传讯宝蝶 呼得震动了一下 她拿出来看了一眼 竟然是诗书发来的 竹竹 还没有突破吗 洛青州 还没 准备继续试一试 竹竹 过来 你师父睡着了 洛青州 师叔有事吗 我准备继续冲关了 竹竹 我想修炼 洛青州 等等吧 我现在要冲关 竹竹 我也要冲关 我们一起 我或许可以帮你 洛青州心头一颤 不需要 洛青州回了一句 便收起了传讯宝蝶 她不禁暗暗叹了一口气 师叔这是知晓她 无法突破五王 所以想要现身反补了吗 无论如何 她都不可能牺牲师叔 继续冲关吧 她闭上了双眼 静心凝神 开始运转功法 丹海中 各种色彩的气流 快速聚拢在一起 然后涌向了通往五王关爱的经脉 能量如洪流 汹涌而上 雷电之根上 五色雷电滋滋作响 闪烁不止 而她体内的骨骼 肌肉 五脏六腑等等 也在不断地变换着颜色 然而 一夜冲关 依旧没有所获 那处关爱固若金汤 看着肩不可摧 没有任何损坏 甚至没有任何松动的迹象 天快亮时 她收了功法 暗暗叹了一口气 正在她拿出舰体时 检查数据是否有变动时 门口的帘子呼得一动 一道身影闪了进来 一袭青色衣裙 身材高挑纤细 胸前却格外高耸威额 衬托的仙妖 越发盈盈一握 仙妖间 别着一根玉霄 那冰冷的脸蛋 却与这极品身材 似乎并不太搭配 洛青州神色一鸣 我想修炼 灵狐青竹面无表情地道 洛青州一口拒绝 不行 两人目光对视了一会儿 灵狐青竹道 我就是想修炼 洛青州态度坚决 现在不可能 除非 我突破到五王境界 灵狐青竹看着她道 或许我们可以一起突破 洛青州沉默着看了她一会儿 道 师叔 我宁愿永远停留在这个境界 永远不突破 也绝对不会让你那样做 灵狐青竹神色宁静 与她目光对视了许久 道 她告诉你了 洛青州道 是 所以 你觉得 我会为了突破 而牺牲你吗 灵狐青竹微微低下了头 沉默了一下 轻声道 突破了五王境界 你就可以实现你的愿望了 你就可以保护他们 保护大盐了 你也不用再过得这么辛苦 这么沉重了 我只是微不足道的人 我能有现在的修为 都是因为你 我已经很满足了 你有那么多人需要保护 还有你的宝宝 你 师叔 洛青州打断了他的话 目光深深地看着他道 你是不是傻 你不也是我 需要保护的人吗 我怎么为了保护别人 而去牺牲你 灵狐青竹抬头来 看着他道 可是我 跟他们 你不比任何一个人卑微 洛青州目光 认真地看着他 在我心里 你们都是一样的 我宁愿牺牲自己 也绝不会牺牲你们中的任何一个人 我宁愿自费修为 永不修炼 也不会因为自己 而让你们而受到一丁点的伤害 师叔 都现在了 你还不明白吗 灵狐青竹正正地看了他许久 方尘默着转过身 走了出去 门帘晃动中 月影突然走了进来 道 他什么时候进来的 洛青州道 我怎么知道 月影目光冷酷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 道 你们做什么了 他哭了 洛青州沉默了一下 看向他道 你想知道吗 月影顿了顿 面色冰冷地道 想 洛青州微微点头 道 你过来 耳朵凑过来 月影微正 走了过去 弯下腰 侧着脸 把耳朵凑了过去 洛青州对着他的耳朵小声道 就不告诉你 说完 便闭上双眼 继续修炼 月影 一日 阳光明媚 九龙岛巨大的广场上 围满了人 最中间的石台上 一名身穿白袍 气宇轩昂的中年人 站在了上面 此人名叫徐兴和 是九天摇台的长老 也是这次九州大会的负责人 为了公平起见 这次大会 三大先宗 接选了三名长老上来主持 同时 还请了几名德高望重的散修坐镇 待四周的声音渐渐安静下来后 徐兴和对着四周拱了拱手 开始讲话 先是礼貌地寒暄了一番 方开始说起了这次大会的原因 规矩 流程等等 这次大会 聚集我了九州大陆 各个优秀的国家和门派 大家不远万里奔波而来 自然不只是为了看看风景 看看朋友 聊聊天 从第一次举办九州大会开始 我们的目的就很明确 九州大陆的修炼资源有限 我们这片大陆上的每个国家 每个宗门 每个修炼者 都需要修炼资源 但并不是每个修炼者 每个国家 都有能力得到 所以 修炼资源 能者居之 距离上一届的九州大会 已经有十年之久了 这十年间 发生了很多事情 有的国家消失 有的宗门毁灭 也有的势力 做下了滔天恶事 被赶出了这片大陆 还有的契约已经到期 所以 空出来的修炼资源 我们要做重新分配 这次的修炼资源 有三座灵矿 一百余建法宝 和一些土地 根据之前的规矩 我们各个参会者 需要拿出自己的实力 才能竞争到 当然 能被我们邀请来这里的 都是有实力的 不过 资源有限 只有最强者 才能得到 台下众人 顿时低声议论起来 三座灵矿 记得上次的九州大会 只有两座 而且还都是很小的灵矿 不过即便那样 为了争夺那两座灵矿 还是死伤了不少修炼者 甚至还有几名 归一镜的高手 被杀 三大先宗 已经坐拥那么多灵矿 和修炼资源了 听说这次还要争抢 简直是贪得无厌 不给我们这些小国家 留点活路 那就加入人家呗 只要是加入人家的 国家和宗门 修炼资源都很丰厚 我们可不想 被他们奴役 有好处 他们自己享用 有危险 则是派其他国家和宗门去 听说上次大研边境 对抗妖族 大蒙帝国和其他国家 死了好几万的修炼者 哼 我们可不傻 没办法 谁让人家实力强大呢 能留出点残羹冷制 给我们抢就不错了 这些修炼资源 就算他们自己独占了 我们又能怎样 这倒不至于 三大先宗 都有很多修炼资源 而且都相互监督着 况且 九州大陆又不只有 他们三个宗门 若是他们做得太过分 太绝 不给其他修炼者留点活路 到时候落得众师之的 谁还拥护他们 徐兴和停住话 待大家都议论得差不多时 又开始说起了 这次鄙视的规矩 规矩依旧是之前的老规矩 这里很多人都知道 但这次还有很多新人 第一次来 所以 老夫还要再重新说一遍 我们先从土地和一些宝物开始 最后才是那三座灵矿 想要的 都可以来报名 然后以上台鄙视决胜负 每个国家或者宗门 最多只能获得三件 但比赛的次数不限 也就是说 为了一件宝物 某个国家或者宗门 可以派出所有的修炼者上台来争夺 当然 需要一对一 为了公平起见 鄙视双方的修为 不能相差太多 当然 如果有一方不服气 非要派出低于对方修为的修炼者 上台送死 我们也无法阻止 但必须要先签订生死契约 生死自负 最重要的一点 这次鄙视 无论在台上有何损伤和矛盾 比赛结束后 都不能以此原因而报复 否则 我三大先宗绝不饶恕 当然 老夫还是提倡大家 点到为止 修炼资源的确很重要 但留着性命 以后还有机会 十年的时间 对于普通人来说很长 但对于我们修炼者来说 也就是几次闭关的功夫 与其这次比赛冲动送死 不如下次比赛 再来扬眉吐气 徐星河又仔细讲了很多规矩 以及比赛的流程 四周广场上聚集的修炼者们 一边听着 一边低声议论着 一些年轻的修炼者们 都是意气风发 迫不及待 他们来参加这次的大会 可不仅仅是为了争夺修炼资源 他们还想趁机在这座擂台上 在整个九州大陆修炼者的面前 出一出风头 挣得一些名声 或许被三大先宗的人看中 摇身一变 变成了他们的弟子 又或者 被某个大国和其他大宗看见 被邀请过去 享受更好的修炼待遇 徐星河又讲了大概一盏茶的功夫 方全部讲完 然后宣布大会开始 第一件拿上台的 是一座小国的土地 因为国主作恶 名不聊生 国民大多都逃走了 作恶的国主和朝臣 也都被诛灭了 原来的国民也不愿意再回去 国土就空了出来 那里土壤特殊 很多粮食无法存活 但却盛产几十种 可以炼丹的灵药 所以 也算是一件抢手的修炼资源 但一名中年人 把那片土地介绍完毕后 很多人开始上台报名 许多不感兴趣的人 则都陆续离开 毕竟土地无法移动 有的势力离得太远 抢到也没什么用 洛青州听完了笔试的规矩和流程后 就离开了 回到帐篷后 他继续修炼冲冠 傍晚时 一天的笔试结束 大言其他人 也都陆续回来 聚在一起讨论了一会儿 便各自回到了帐篷里 南宫火月来到了洛青州 修炼的帐篷 待他收了功法后 方说了一下今天的情况 今天有两片土地被引走 其中一个获胜的 是飘渺先宗的附属国 比试时 死一个人 伤了五个人 还有两人签了生死契约 两败俱伤 洛青州安静地听着 并未插话 南宫火月说完后 方叹了一口气道 第一天就死了人 后面 估计会死更多的人 等轮到那些法宝 和三座灵矿时 估计争斗会更加激烈 到时候 三大先宗 可能也会派人上台 等他们上台时 估计很少会再有 势力上台挑战了 洛青州开口道 估计越到后面 上台的人就越少 不过 后面的好东西 只要赶上台的 应该都是 抱着很大的决心 所以 争斗肯定会比 现在要激烈很多 南宫火月看着他道 我们就只争灵矿吗 洛青州沉吟了一下 道 当然不是 若是有好的法宝 和其他东西 我们自然也要争取 陛下和院长 看着决定就是 不过 按照规矩 每个势力 就只能到手三件 我们最后一件 一定要争夺灵矿 南宫火月沉默了一下 道 院长说 希望不大 院长应该是 从朋友那里听到了消息 这次的灵矿 三大先宗都志在必得 其中两座大灵矿 听说原始很多 而且还产中阶原始 洛青州道 总要试一试的 院长现在的修为 是归一巅峰境界了吗 南宫火月点了点头 道 相当于归一巅峰境界 不过 我们大研高手太少 院长一个人 可对付不了对方 全宗的归一境 洛青州问道 陛下可知道 三大先宗 各自有多少 归一境界的高手吗 南宫火月摇了摇头 道 这是人家的秘密的 可不会公布 我们只能知道 一些认识的 和经常出现在外面的 还有很多 都在默默修炼 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说过 不过 肯定是九天摇台的 归一境界高手最多 缥缈先宗 上次死了那么多 估计实力大打折扣 不过归一境界的修饰 应该还有不少 毕竟那几个封主和长老 都还在 洛青州平静地道 放心吧 他们又不会只把我们 当作敌人 既然其中那两座 灵况那么好 那么三大先宗之间 肯定也会想办法 相互竞争争夺 等他们奋出胜负后 我们再上 南宫火月点头道 的确 院长也是这么说的 两人正说着话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一道 苍老而熟悉的声音 白院长 今日在台下 怎么没有看到你们大研的人 还以为你们 大研这次 没有来参加大会 洛青州与南宫火月相识一眼 立刻走了出去 这时 白衣衫和大研其他人 也都从帐篷里走了出来 飘渺先宗的几人 簇拥着一名老者 向着这边走了过来 那名老者 自然就是飘渺先宗的 大长老公洋言 其中 岳阳楼和其他几名长老 也都在 白衣衫拱了拱手 呃 我们大研对那些东西 并不感兴趣 所以就先回来了 公洋言带着人 停在了他的面前 目光锐利地打亮了他几眼 淡淡地道 数月不见 白院长的修为 似乎又有精进了 白衣衫谦逊道 自然不能与公洋长老相比 公洋言的目光 又看向了他身后的几人 然后停留在了洛青州的身上 但只是短暂地停留了几秒 便又收了回去 淡淡地道 白院长 老夫这次来 是想提醒你们一声 当初我们飘渺先宗 与你们大研签订的契约 一年一偿还 如今一年的期限一道 希望白院长的原石和宝物 都已经准备好了 白衣衫沉默了一下 正要说话时 南宫火月突然开口道 自然都准备好了 不过 还在皇宫里面放着 等这次大会结束 公洋长老再派人去拿便是 公洋言的目光看向他 淡淡一笑 道 好 有女皇陛下这句话 老夫就放心了 随即他转过头 看向身后道 月封主 等九州大会结束 你就带着人跟白院长他们 一起去大研 把东西都带回来 月阳楼道 是 大长老 公洋言又笑道 白院长 这次九州大会 你们应该也会上台吧 这次的宝物有很多 以白院长的本事 应该不费吹灰之力 就能赢得几件 白衣衫彬彬有礼地道 若是有感兴趣的 白某自然会上台一时 公洋言突然又看向他的身后道 老夫倒是忘记了 你们大研 还有不少天才 可不止白院长一个人 到时候 说不定可以上台 再像是上次那样 名震天下 白衣衫没有再说话 公洋言嘴角 带着淡淡的笑意 也没有再说话 场中寂静了片刻 公洋言拱了拱手 道 告辞 在他们转身离开时 岳阳楼身后的 一名子群女子 突然开口冷声道 女皇陛下 岳瑶呢 她不会没有来吧 南宫火月眸中一冷 道 她来不来 跟你有何关系 怎么 原来在她面前 输的那般狼狈 现在没人教训你了 皮又痒了 兰灵脸色一寒 冷笑道 她要是赶来 我自然要一雪前耻 就怕她没有了修炼资源 没有了功法零路 由曾经兵清玉节的天才 变成了一个普通人的人妻 没脸再来了 南宫火月的眸中 忽德露出了一抹恶趣味 道 兰灵 要不待会儿 让她现在的相公 跟你比试比试 兰灵还要说话时 岳阳楼回过头来 看了一眼 她连忙跟了上去 转过头冷笑道 希望到时候 我去你们大盐拿东西 你还是这么嘴硬 说完 跟在岳阳楼几人的身后 快步离去 南宫火月眯了眯毛子 袖中的拳头 缓缓握紧 这时 旁边的云上道人低声道 陛下 那么多元石和宝物 我们真的已经凑齐了 南宫火月松开了拳头 淡淡地道 当然 不仅凑齐了 还有多的 如果到时候 他们有机会拿回去的话 云上道人目光一闪 道 陛下的意思是 没什么意思 我们大盐会遵守契约的 南宫火月面 无表情地说完 转过头 看向了旁边 洛青州看着那几人的背影 点了点头 道 陛下说的是 我们大盐当然会遵守契约 我们会在京都 等着他们去拿的 入夜 星空璀璨 海洋上的夜空 格外清晰与迷人 仿佛触手可及 从岛外看 这里海物弥漫 朦朦胧胧 但从岛上向外看 整片星空与海洋却是一览无遗 美不胜收 月光落在水中 更添美景 洛青州与女皇坐在帐篷外的草地上 安静地看着这片孤岛上的夜色 享受着这难得的宁静与美好 黑色的镜庄 火红的衣裙 在外人面前 威严而冷傲的大眼女皇 此刻如小鸟一人般 已在自家夫君的怀里 月银 以及其他女子护卫 守在不远处 不远处的帐篷里 有人站在门帘处 默默地看着两人亲密的身影 可恶 竟然在正气的面前 跟小妾亲亲我我 耳并撕磨 气死小百灵眼 小百灵要放小蜜蜂咬他们 嗡嗡嗡 帐篷里 小百灵两根手指竖在头顶 嘴里发出了小蜜蜂的嗡嗡声 嗷呜一口 咬在了旁边夏蝉的肩膀上 气道 这里有坏孤叶的气味 咬它 夏蝉站在原地没有动 目光透过帘子的缝隙 正正地看着外面不远处那两道亲密的身影 这一刻 骆青舟似有感应 呼地转过头 看向了不远处的树林中 但他并没有看到什么 帐篷里传来了宝宝咿咿呀呀的声音 以及岳舞哼着歌谣的声音 陛下 进去吧 早点休息 嗯 你也是 两人起身 在帐篷外分开 骆青舟回到了自己的帐篷 拿出了灵夜 开始继续冲关 岛上的第一个夜晚 平静而过 第二日 鄙视继续 这一次拿出来的 除了一片土地以外 还有两件法宝 战斗非常激烈 一整天的鄙视下来 再次死伤了十余人 这一天 骆青舟并未出去 他独自躲在帐篷里冲关 傍晚时分 他正进行着今天最后一次冲关时 突然感觉 那处通往武王境界的关爱 似乎终于松动了一下 他大为振奋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皆没有出去 而是一鼓作气 继续在帐篷里冲关 月影带着护卫 守在外面 灵狐青竹也独自一人 站在不远处的大树下守着 又五天后 那处关爱 开始变得薄弱 但无论他再怎么冲刺 关爱都再也没有任何变化 他知道 剩下的最后一步 可能需要肉身的刺激和磨练了 入夜后 他缓缓受了攻法 稍稍平息了一会儿 体内激荡的能量后 他习惯性地拿出了剑体石 查看数据 自从两次进城清零以后 他就有了心理阴影 每次修炼几天后 他都会拿出剑体石 查看一下新的数据 生怕再次被清零 还好 数据正常 大宗师巅峰境界的进城 依旧停留在一百 只差最后一步了 临门一脚 绝不能大意 整整十天的冲关 让他体内的经脉学窍等等器官 皆被能量冲击的疼痛 有些经脉 甚至已经被撕裂 他必须要好好休息两天 才能进行下一次的冲关 不过闭门冲关 显然已经没有任何效果了 他需要战斗 肉身的淬炼与升华 绝不能仅仅只靠打坐修炼 没有生死磨炼 哪有一飞冲天 他收起了剑体石 看向了外面 不知道鄙视已经进行到哪里了 按说十天的时间 那些宝物也争夺得差不多了 估计那三座灵矿 很快就要出现了 为了他快速修炼 女皇把灵矿之心都交给了他 以至于大研那座灵矿 寿命骤减 不知何时就会枯竭 若是某一天灵矿突然枯竭 整个大研将会遭遇灭顶之灾 没有元气与元石 修炼者如何在修炼 或者在大研原地踏步 或者纷纷离开大研 去往其他修炼之地 大研此后 将再也不会出现新的修炼者 到时候 整个大研都将崩塌 所以 这一次 他必须要为大研赢得一座灵矿回去 陛下和白院长都说得轻描淡显 甚至说 让他尽管安心修炼冲冠 不用太在意这次的比试 但他心里清楚 他们其实比谁都在意 比谁都着急 如今的大研 凝聚了他们所有的心血 他们怎么可能眼睁睁地 看着灵矿枯竭 看着大研衰落 或者坍塌 还有 缥缈先踪 咄咄逼人 一年期限已到 按照白院长所想 自然是 想在这次的比试上 赢得一些宝物 到时候好应付对方 不然 对方就有理由 对大研做出更加过分的事情 让大研彻底陷入 万劫不复之地 所以 白院长他们是抱着很大的决心 来参加这次的大会的 他自然也责无旁贷 当然 对于飘渺先踪的债务 他压根 就没有想过要偿还 被逼迫而签约 本就无效 更何况 飘渺先踪与他们 还有其他仇恨 他这次来 不仅要为大研赢得灵矿 还要趁机为大研和月姐姐报仇出气 还要为郡主报血海之仇 所以 他当然要上台 飘渺先踪 既然铁了心 要置大研于死地 那么 他自然也不会手软 上次杀得不够 这一次 他要让对方彻底崩溃 什么狗屁三大先踪 他飘渺先踪 根本就不配 这一次 他要让对方从先踪之列 彻底除名 正在他心头想着鄙视的事情时 外面突然传来了月影冰冷的说话声 我家公子在修炼 不见客 哦 还以为他没有来呢 是九天摇台粉忧的声音 洛青州文言 起身走了出去 看着正要离开的少女道 粉忧先子 有事 粉忧正要离开 文言停下脚步 转过身来 目光认真打亮了他几眼 道 这几日都没有看到你 还以为你没有来 给你发消息你也没有回 所以过来看看 洛青州歉意地道 这几日都在帐篷里修炼 所以没有查看消息 粉忧先子有何事 粉忧向着他身后的帐篷里看了一眼 道 怎么没有见月瑶姑娘 洛青州淡淡地道 我也没有见过 或许这次没有来 粉忧微正 道 是吗 随即有些遗憾道 可惜了 我们本来 还想看看他如今的实例